你就是大田狗江楚 这包包我送他的 两万 LV 听过不 算了 跟你这种屌丝 不想废话那么多 他已经是我的女人 你以后离他远点 青青 我们走 我就说到 我租的大房子去吧 在这总能碰到傻逼 宋青青双手挽着纹身男 头也不回地走了 江楚冷在原地 一个精美的包包 从他手上松落到了地上 都没发觉 那时他花了暑假两个月 去打工赚钱 买来要送他的礼物 为此 他甚至吃了一个月的泡面 经受打击 再加上体力不支 他终于撑不住晕倒了 江楚 你醒醒啊 别阴梦了 你放不下的女孩 已经是别人的了 谁在叫自己 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 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 让江楚忍不住 用手捂着脑袋 上一世的记忆信息 在脑海快速回放 秋蝶 我昨天在工地扛杀 我一下扛了三代 工友们问我 为什么这么能扛 我含着眼泪问自己 是啊 为什么我这么能扛 就是扛不住想你 秋蝶 分手吧 你一个月才几千块 给我又怎么样 人家明哥开奔驰来接我的 他吊着我怎么了 他爱我才吊着我 他怎么不吊着别人 王熙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当舔狗了 从今以后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在下面给你扶着 你慢点别摔着 晚上有点冷 本以为街上没人 结果刚偷电瓶就被抓了 本来想反抗 结果警察说了一句 老实点别动 我立刻就放弃了抵抗 因为我记得 你说过你喜欢老实人 追女孩的最大杀手锏 是不是真诚 好不容易舔到三十岁 才有个托家带口的 愿意嫁给他 结果那天 当全村人的面 突然开口 要加三十万彩礼 不然就不嫁 那一天 他家人被祈祷住院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他后悔万分 羞愧至极 去自寻短见 从大桥一跃而下 发誓如有来世 打死不再当舔狗 江楚 你醒啦 太好了 躺在地上的江楚悠悠睁开眼 一个黑丝大长腿 短裙女生 从旁边走过 他瞬间睁大眼睛 卧槽 这地府居然是白色的 说什么屁话呢 什么地府 什么白色 啊流氓 变态 那女生尖叫后 捂着裙子落荒而逃 向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曹 江楚 这种好事 你也不叫上我 江楚Sigma A 江楚 一只手在他眼前 上下晃了晃 这才把他目光 吸引了过去 只见一个 无比熟悉的面孔 正一脸担心地看着他 卧槽 向华你没死 江楚 Sigma 随即又有点黯然 不对 应该是我死了 才能跟你见面 那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和最好的兄弟 毕业后还经常联系 一起打过架 还帮他挨过刀 可算得上是生死之交 但有一年 有听说向华家 开的厂子破产了 一家人被讨债人 追到穷途末路 寻了短见 江楚听说后 发疯了一般赶到那 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常常想起是唏嘘不已 向华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体 一脸都不乐意 曹你大眼 你才死呢 随后又叹了一口气 我说你 为了宋清清这样的渣女 作奸自己 何必呢 宋清清 江楚微微一愣 好熟悉的名字 对了 这好像就是当年 从高中到大学 都在舔的第一个女生 为了追她 高考放弃了清北录取 知道她报了 这所水果一本 她义无反顾地改了志愿 差点没把她家里人给气死 而她当时却坚信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江楚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我不像你 成绩这么好 我只想努力学习 考上个好大学 江楚 你傻不傻 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这不值得 大学虽然允许谈恋爱 但我还是想好好学习 以后找个好工作 那几天就是我生日了 不许你送礼物给我 上次送那个包包 虽然我很喜欢 也很高兴 但毕竟不是LV的 直到那天晚上 江楚亲眼看到 宋青青跟那外校富二代 正好在学校树底下一起接吻 自己便晕倒过去 现在不就是当时 一模一样的情形吗 难道自己真的重生了 第一 宿主江楚重生成功 红系统绑定中 绑定成功 提示 给颜值90分以上 女神消费满999元 即可解锁系统 开启美妙人生 系统 卧槽 老子也是有系统的人了 江楚差点没大笑出来 看了一圈 再次确认回到了 2010年大三这年 他真的重生了 什么系统 江楚 你不会受刺激失忆了吧 大爷的 老子去给他开票 给你报仇 向华说着 撸起袖子就要追上去 别 向华 江楚开心地 直接抱住了向华 什么狗屁宋青青 让他滚蛋去吧 老子再也不当舔狗了 哈哈 向华一脸猛逼 这是精神失常了 江楚大笑过后 又是一阵头晕 不行 太饿了 两人很快来到外面 夜宵摊点份炒粉 搞了瓶啤酒 刚端上来 就被江楚狼吞虎咽干完了 去哪里找90分的女神 看了好一会 发现几个女生 颜值漂亮的 可以撑得上月花了 居然评分才80多 这也太难了吧 这时 不远处 一家化妆品店里 传来了吵闹 东西你都开了 你跟我说 钱包掉了 不行 你必须给钱 不然我就报警 江楚看了过去 收银台前一个女生 鸭舌帽下 是黑长直头发及腰 精致瓜子脸 和诱人的粉润小嘴 白色宽松的T恤 也包裹不住的饱满 正如有句话说 低头看不见脚的 都能称之为极品 这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 盈盈一窝的小蛮腰 虽然穿着牛仔长裤 但却能看出 她极品苗条的身材 白色短袜 穿着一双筐威 此时她有点不知所措 旁边的男生 没有一个站出来帮她说话 低 检测到符合条件对象 李文静 年龄 20 身高 170 体重 53 颜值 90 充电宝 0 好感度 55 笑花李文静 卧槽 不管了 看了一圈唯一一个90分美女 来不及细想 向华 先借我1000块钱 她的钱都拿去买包了 干嘛 我哪有这么多钱 向华脸色慌乱 江楚相当熟悉地 在向华裤子左边口袋 掏出一叠钱 向华 卧槽 你怎么知道 我这有一千块钱 江楚没回答她 站起来静止就走 嗯 你把钱都拿了 我一会怎么买单 你上一口袋 还有124块 向华用手摸了摸上一口袋 不是吧 拿出来一看 卧槽 真是124块 老子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询问之时 江楚已经走开了 等一下 你去哪 老板 买单 向华给了钱之后 转头寻找江楚的身影 卧槽双探号 笑花第二李文静 那可是对所有异性都无比冷漠的冰山笑花 你他妈是心疯了 急忙追了上去 老板娘 我钱包是真的掉了 我回去 找钱拿给 你可以吗 不行 谁知道你会不会一走了之 让你同学或者朋友拿出来 他们现在都不在学校啊 搞笑 那就报警吧 李文静秀眉一景 四顾打量 有没有熟人 或者愿意帮他说话的 但结果让他失望 看了一圈 不是冷漠的表情 就是看戏的脸 哪怕他是堂堂笑花 现在也是没一个人愿意出来帮他 怎么没人过去帮忙 你行 你上啊 他可是冰山笑花李文静 冰山笑花怎么了 卧槽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听说好几个富二代为了追他 一开始争先恐后 给他送礼物 当场被他甩回脸上 就问你们怕不怕 现在知道了吧 要不你上 嘿嘿 我就说说 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众人摇晃着脑袋 如同波浪鼓 笑花怎么了 笑花买东西 就能不给钱 别以为我不敢报 老板娘已经拿出手机 要拨出去了 等一下 我帮他给 一道声音在人群中响起 众人纷纷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来人一米八几的身高 却瘦瘦的 脏乱的头发上面 还夹着根叶子 身上穿的衣服后面 还印有某店的广告 这一看 就是去哪里兼职打工回来的 来人正是江楚 卧槽 还真有不怕死的 谁家部将如此勇猛 看这家伙的模样 就一副穷屌丝 我估计是没听过 冰山笑花的恐怖 等着好戏看了 我敢说 一会笑花肯定会拒绝 然后把钱甩在他脸上 结结 江楚心里面 还是挺紧张的 刚刚想都没想 就冲过来了 没想到 对方居然是堂堂笑花 而且还是被传为 冰山美人的李文静 他也是现在才 回想起很多事情 传闻他从不跟异性接触 对哪个男生 都是一副冷漠高傲的样子 所有追他的男生 都被他拒绝了 而且是狠狠打脸的那种 纠结了很久 他还是决定豁出去了 死都不怕了 还怕什么 老板娘可不管这些 只要有人给钱就行 报警对他的影响也不好 你说 你帮他给 对 多少钱 750块 750 江楚皱了皱眉头 这也不过一千啊 不过让他激动的是 背后的冰山笑花 居然没有拒绝 这让他信心大增 但他那表情在别人看来 就是没钱 没钱充啥胖子 还抢着买单 难道以为 这就可以引起笑花的注意 这人谁啊 穿着一身打工服 头发跟鸡窝一样 居然过来泡冰山笑花 简直太可笑了 看他脸色通红 我这都能闻到一股酒臭 果然酒壮耸人胆 这脑子一热 啥事都干得出来 就这货铁定喝多了 我敢打赌 能掏出钱买单 我叫他垫 周围的人各种嘲讽 等着看好戏 除了刚赶来的向华 他知道 江楚手中是真有钱 但那是他的呀 居然拿他一千块来泡笑花 而且还是冰山笑花李文静 疯了吧 这 这酒喝得真特么贵 心在低血 其实江楚不知道的是 李文静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就呆住了 居然是他 眼神满是复杂 是意外 是回忆 是感动 李文静 好感度加五 江楚看到系统提示 好感度突然加五 愣了一下 随即内心大喜 这可是堂堂冰山笑花啊 本以为增加好感度 起码是地狱级的 没想到 居然来得这么容易 同时再次好奇 那一开始的那么高 好感度怎么来的 你到底有没有钱给啊 老板娘不耐烦的 江楚眼睛 在旁边的货架上 随便扫了一下 眼睛看到一个250的价格 这不正好刚刚够 也没留意 那一大串看不懂的英文 反正这都是女用店 算上价格应该不差 想都没想 就把那东西拿过来 跟另一只手 把一打钱 趴在了柜面上 刚好一签 拿去 老板娘拿着钱 手指黏黏口水数了数 立马没笑颜开 小伙子人不错嘛 老娘我看好你 旁边的学生开始沸腾了 卧槽 为了引起笑话的注意 也太拼了这 这货 我看不止是喝多了 怕都脑溢水了 不管怎么样 人家拿钱出来了 刚刚那个说叫爹的人呢 草 想跑 赶紧叫爹 向华一米八几 让那想跑的一米六 直接震慑在原地 那个人想跑 被他直接一手拎了回来 随便开个玩笑 开你妹 老子兄弟 是你能开玩笑的吗 赶紧叫 不然弄你压的 在向华迎威下 那个学生戏声嘀咕了一句爹 周围的众人捧腹大笑 向华才放他走 真爽 这一千值 而江楚却待在那傻笑 只因为他在激动聆听着 脑中再次响起的声音 同时 他还能看到脑海中出现的光幕 恭喜你 已经成功解锁系统 系统名为红 强大到让无法想象 能生成万物 给颜值八十分以上的女神消费 便可获得点数 当好感度达到九十 即可获得属性点 当前系统等级为囤 获取的点数只能生成金钱 属性点可以加强自身属性 或者用来购买系统商店提供的物品 当获取五个女神 好感度为九十五以上 会自动升级为盟 解锁系统更多功能 江楚 年龄二十 身高 一百八十二厘米 体重 六八KG 颜值 九十 系统点数 一千 属性点 十 定 当前点数为一千点 您可以按照提示 生成相应的金钱 江楚立马就 按照提示操作起来 嗡嗡 充化飞送的华为手机 突然震动了起来 江楚立马拿出手机来看 是一条短信 您的银行卡账户 已经到账十万元 请注意查收 眼睛死死盯住手机屏幕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发啦发啦 居然是一笔一百笔利返还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全身都止不住地颤抖 什么大马小马国际马 统统都要唱征服 十年舔狗无人问 一朝风流天下时 哈哈 江楚内心狂笑 脸上表情 也是有点压抑不住 你没事吧 李文静温柔地关心道 他没事 估计是之前饿过头了 刚刚又一下子喝多了 突然自害 向华捂住眼睛 想把江楚拖走 太特么丢人了 江楚好一会才止住 没办法 几十年的憋屈 如今不仅重生了 还得到这种逆天的系统 能忍住不疯掉就不错了 操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疯掉了 向华拍拍胸口松了口气 小兄店 这是你们的东西 老板娘拿着个袋子 装好了递过来 眼睛笑得意味深长 你真的是太懂女人了 这款可是新上市的进口产品 采用最先进超波动技术 尤其像她这种长得漂亮的女生 简直是日常必备 用过都说好 打包好了呀 给你 什么东西这么好 我也要看看 旁边马上有女生反应过来去 刚刚那货架上 拿了一款同款来看 毕竟老板娘说的漂亮女生 她觉得自己 也应该在其内 这不是脸部按摩器吗 挺正常的呀 女生男朋友 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 她立马就脸红了 闪电般放了回去 流氓 什么东西 一群人立马凑了过去 看过后 发出各种大笑 只有江楚 还沉醉在激动和紧张当中 完全没留意 旁边发生的事 双手拿着袋子 递给了李文静 拿去 不用谢 卧槽 这家伙居然真敢送 你们猜猜 她会不会气得把东西 砸那小子脸上 那还用说 帮笑话买单就算了 居然还敢拿那玩意送 这特么不是受心工上吊 嫌病长了吗 不知道有没有买家体验 评价图片或者视频 嘿嘿 向华转过脸不敢看下去了 完了完了 这下我也就不了你了兄弟 众人睁大眼睛注视下 李文静伸手接过袋子 江楚看到那葱般修长鲜鲜欲止 美艳得不可方物 并不像一些女生去弄美甲 粉红色带点肉肉 很是自然 对方脸上并没有什么不妥 反而带着一些害羞 谢谢你帮我解围 啊 这没什么 能为笑话 阿佩 没事 我钱多 江楚心中暗骂 这几十年的舔狗 都当成惯性了 差点脱口而出 向华拳头紧握 咬牙切齿 两眼黑线 钱多你妹 那钱是我的 什么笑话 那都是别人乱叫的 他并没有留意到 江楚刚刚拿的是什么东西 从江楚出现后 就一直把注意力放他身上 江楚刚刚没仔细看 如今面对面看到李文静的脸 直接让他呆住了 真是美不可言 细长的柳眉 漆黑明车的双瞳 秀直的鼻梁 柔软饱满胶润的阴唇 和线条 优美细滑光洁的香腮 吹弹得破的粉脸 那么恰到好处地 集在了同一张 清纯脱俗的美页上 还配着一份 让人无法抗拒的迷人气质 这把李文静 都看得微微低头害羞 有点不好意思 卧槽 笑话居然接过去了 没发飙 没错 而且我还看到笑话害羞了 这特么是我眼花了 你没眼花 我也看到了 冰山笑话李文静 居然接受了一个男生的东西 还是那玩意 不仅没骂 还露出害羞的表情 卧槽 我知道了 其中一人大叫 顿时吸引旁边围观人目光 一定是笑话他 喜欢那个 但又不好意思 那小子刚好买来送他 所以得到了笑话的青睐 也对啊 想想哪个少女不怀春 我们男的都经常要五指姑娘 或者充气啥的 就不许人家笑话也有需求 我怎么没想到呢 好像有这么点道理 所以笑话 才会脸红害羞 换成我我也会不好意思 卧槽 这都行 早说出来 我也可以买来送他 老板娘 我也要二百五十 麻辩 你下手真快 老板娘 老子也要买一个 一堆人抢着药 老板娘乐坏了 那玩意堆在那机会大半年 都没卖出去 没想到笑话一拿 居然这么抢手 你好 李文静同学 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 这是我小小的心意 那个第一个抢到的男生 长得还不错 一脸自信地 把东西递给到了李文静面前 为了让东西更明显 他直接不要包装袋 而是拿着盒子 李文静本来沉浸在喜悦里面 突然被打断 有点不悦 还是一个不认识的男生 更重要的是 江楚就在他面前 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再看到那包装 和尚产品封面 虽然是正常的脸部按摩蛋 但对方一脸的卧琐 让他很生气 把他当什么人了 拿过手来 不太犹豫地 直接甩回对方脸上 变态 滚 全场瞬间安静 他送你怎么不说 那男生委屈地 差点哭出来 捡起地上的东西 就跑出去 简直丢死人 直至跑回到宿舍 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被拒绝 其他还在买的男生 咽了咽口水 这也太暴力了吧 卧槽 老板娘 我要退货 我也要退货 江楚 也被冰山笑话的霸气 侧漏吓了一跳 果然名不虚传 谢谢你 那个 可以留个电话吗 等我找到钱了 我会还你的 李文青态度转变有点大 瞬间面带微笑 大眼睛隐隐地期待 周围的人 听到能留笑话电话 脸上是各种羡慕嫉妒 恨不得上去 把江楚直接手撕当场 啊 好 我的电话 是一某某 我记下了 明天你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众人无不震惊 仿佛他们听错了 冰山笑话 主动约南生 这特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当然 明天早上我很忙的 等我睡到自然醒再说吧 众人再次震惊到咬牙切齿 这理由 能再牵强一点吗 男生们恨不得上去 把这个死装笔的当场打死 李文青也没想到 自己第一次主动开口 约南生 居然被婉言拒绝了 微微失落之余 脸上再次带着淡淡微笑 那我明天再给你电话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拜拜 拜拜 看着李文青那远去的背影 江楚微微叹了口气 干嘛 舍不得人家笑话啊 向华问道 江楚摇摇头 又点点头 他发过誓 绝对不当舔狗 但不代表他不喜欢美女啊 而且 对方还是笑话 上一世舔了几十年 女人各个嘴都没清整 这一世立志当个渣男 阿佩不对 是必须要给所有女神 一个温馨的家 可惜了 才一千块 要是多点就更好了 我为什么没带卡在身上 你为什么只有一千块 卧槽你大爷 老子掐死你 还好意思说 拿老子钱泡笑话 老子心都在滴血 话说你是怎么想到 笑话会喜欢那个东西的 什么东西 江楚 夏花线 你自己拿的什么玩意 你不知道 江楚过去货架看看 刚刚自己拿的什么 脸色大变双探号 卧槽 玩犊子 魔都 一处私人篮球场内 正在进行3v3的斗牛比赛 穿着蓝色球衣的24号 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男生 正在控球 他戴着白色发带 身高约一米八几 体型匀称肌肉 带有爆发力 此刻他们的对手 是两个黑人 和一个白人 都有一米九的高度 场边有一群漂亮的女生妹子 甚至大姐级别的人 正在为那男生 疯狂呐喊 徐坤徐坤你最棒 徐坤徐坤我爱你 只见场中的徐坤 一个漂亮的陈尖佳 突然转向 骗过防守他的黑人 直接冲过了阀球线 一步就飞身跃起 做出灌篮姿势 又一名黑人 起跳要盖他帽 却被他那强有力的手臂 硬生生带球压了下去 灌篮得分 啊 坤坤灌篮了 场边女生 发出各种尖叫 眼睛里面满是粉红泡泡 徐坤好帅啊 帅爆了 一个戴着墨镜 黑色西服的男子 举起了手机呼唤场中的徐坤 徐坤一下场 马上就有一个人 上去顶了位置 你请来的什么狗皮玩意 还NBA 最佳防守球员 笑死人 徐坤接过男子 手中一瓶价值 一千多块的 马牙山矿泉水就往口里倒 丝毫不在意大部分的水都流到了外面 什么事 坤少 那边刚刚来电话 李文静他同意了一个男生帮他买单 还接受了里面的礼物 那个男生我已经让人打听了 是一个屌丝大田狗 家里人是种田的 哼 这种小事也来打扰我 一个种田养出来的小赤篓 能有什么危险 对了 你说他接受了礼物是什么 以后我也好可以顺着喜好买来送给他 啊 快说 磨磨叽叽的 是 坤少 那礼物是一个给女生用来 草 这个乡下猪 他居然敢玷污我徐坤 想要的女人 你怎么不早说 徐坤听到后脸都气到绿了 马上安排我转学过去 等不到他毕业了 李文静可是魔独三巨头 李家老爷子的掌上明珠 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让他隐瞒身份 跑去一个垃圾大学读书 但他必须是我的女人 可是坤少 您可是堂堂学家未来接班人 家主他们肯定不会同意 你一个人过去那边的 穷山恶水雕名多 还有 这我不管 我只要过去半个学期就行了 我不信半个学期 我拿不下他 别暴露我的行踪身份 更不能让别人知道 李文静的真实身份 如果其他大家族的人出手 我会很被动 还有 他是最反感什么富二代的 我要用全能的技术 彻底征服他 以后魔独李家 就是我徐坤一个人的了 是 那我这就去安排 徐坤走后 那男子给那三名外籍人员 一人赚了五十万 对方喜笑颜开 哈哈 你他妈真行 什么不拿 拿了那玩意 笑死我了 向华从刚刚一直笑着没停过 江楚也是满脸黑线 这好不容易天赐一个自带高好感的笑花 估计回去看到要凉凉了 不过幸运的是 系统已经成功激活 他也算有了第一笔资金了 还有钱吗 江楚突然问道 向华一愣 还剩八十 你想干嘛 拿来吧你 卧槽 还给我 笑门外 江楚盯着各种女生 进进出出 他发现 大部分女生都是五六十分 七十杠八十的 已经很漂亮了 但凡超过八十分的女生相貌 在学校都可以说是愿花级别 等了许久应试 才等了一两个 刚刚帮李文静 也是一股作气 就上了 没想那么多 现在反而是有点犹豫 毕竟长久来的 自卑不可能 一下就改过来 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手上 只有八十 好几次 甚至走到面前了 又放弃了 江楚 你到底想干嘛 曹 上一世舔了十几年 什么面子 和尊严都丢光了 怕个鸟 而且 自己神豪了 能让他搭讪 简直是他们的荣幸好吗 感情看淡 不服就干 嗨 靓女 江楚很热情地 跟一个八十分的漂亮女生打招呼 却被对方无情闪躲掉 有病 你好这位同学 吃宵夜吗 我请你啊 吃你妹啊 滚 你好同学 你要是能在十分钟内 把这八十块钱花掉 那些买来的东西都送你 尊都假都 诺 钱在这儿 拿去吧 女生跟她闺蜜 一起跑去小摊一人 买了一个东西 好了 我们花完了 嗯 东西送你们了 非常感谢 谢谢你送的东西 一边的向华 全程目瞪口呆 一脸猛逼 卧槽你带的 你特么拿老子 八十块钱 就为了送人 江楚 伸出一个手直摆了摆 错 准确来说 是送给女神 八十点 就可以换八千块钱了 简直不要太爽 你特么牛逼 话说你以前看到 织母猪都会害羞 今天不仅勇帮笑花 还敢搭讪陌生女神 吃梁静茹了 哎 你没看 我开始也犹豫嘛 后来老子一想 最惨的情况 就是被拒绝 之后 说不定都不记得了 有啥好怕的 那要是记得 又见面呢 我想好了 跟他说 咱们有缘分 牛逼plus 这时 旁边传来了一道讥讽的声音 要看看这是谁呢 站大门口 岂该要饭呢 笑死我了 江楚 你这是 江楚文生看过去 一个扎着高马尾 那张娃娃脸上是 单纯让人恋爱的眼神 身穿黑色连衣短裙 一双黑丝大长腿 身材漫妙 只不过看起来是 姥姥带大的 胸前特色就是小 即便这么多年 她还是一眼认出了 眼前这个女生 宋青青 宋青青 年龄 20 身高 164 体重 45 颜值 80 充电宝 1 好感度 20 没想到宋青青也有80的颜值 不过 想想当年 在高中 也算是校花第三了 来了大学之后 她又去了美女最多的艺术学院 直接就排不上毫了 充电宝是什么 那个-20的好感度 让她冷笑 舔了这么多年 付出了这么多 连个路人都不如 拿钱喂狗 都会给主人摇摇尾巴 丁 系统检测到符合条件对象 不是吧 难道要把宋青青绑定 让她去提升好感度 这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哪怕不要点数了 草泥马 看够了没 郑豪在一旁的愤怒咆哮 江楚却一脸平静地看着宋青青 反而是向华先忍不住了 干 你就是那个狗屁玩意是吧 你说什么 找死是吧 郑豪话音刚落就动手 被向华两下就放倒在地 郑豪捂着脸 拱着身子倒在了地上哀嚎 向华拍手冷哼 就这玩意 一副空架子 嚣张个屁 他们此刻在的地方 本来就少人经过 再加上很晚了 并没有人发现这边的情况 江楚整个过程都很淡定 向华还是那个向华 一米八几的身高 再加上他小时候 被他那口中部队的叔叔 抓来练过 所以一般人真不是他对手 就是性格冲动了点 前世没少为了帮他跟别人打架 这一事 江楚决定 只要他能过上好日子的一天 绝对不会亏待这位兄弟 一旁的宋青青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反应过来后 赶忙过去查看那纹身男的情况 豪哥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然后转身走来江楚面前 皱起眉头 脸上带着愤怒 江楚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你也不能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 认识的都是什么猪鹏狗友 居然出手打人 我对你太失望了 如果是前世的江楚 必定会立马道歉 各种讨好 担心宋青青不开心 但现在 啪 一巴掌毫不留情地打在了宋青青脸上 散乱的头发盖在了脸上 还有那快速清晰可见的五根手指印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兄弟 江楚冷冷说道 宋青青捂着脸上传来的火辣 一脸的惊恶 为了他 你居然打我 你也配跟我兄弟相提并温 以后你要是敢说他半句坏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宋青青 好感度加五 卧槽 这宋青青是犯贱吗 被打也增加好感 一旁的向华也是猛逼了 他认识江楚这么久 他也知道 宋青青在他心里分量了 为了他 甚至还跟他吵过架 但现在 宋青青只是说了他一句不是 江楚居然直接出手 就是一巴掌 他内心直呼 这太他妈爷们了 很是感动 后悔刚刚给那纹身男的两下 下手轻了 宋青青眉头紧紧皱起 看着江楚那冷漠的眼神 仿佛这些年 对他的好多事装出来的一样 这让他觉得有点不甘心 脸上的表情装出委屈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江楚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 怎么可以这样 江楚神情冰冷 装 继续装 前世他就是一而再的 被这女人的无辜眼神 骗了一次又一次 我们走 现在的他 对宋青青这种女人 都懒得多看一眼 向华赶忙追上 已经快步走远的江楚 宋青青把江楚的决绝 看在眼里 心无不得意想着 你就装吧 明明就是放不下我 只不过 死要面子罢了 不用两天 不 明天 你就会回来 求我原谅了 不过 刚刚江楚那个表情 倒是挺像个男人 不像以前那般扭扭捏捏 可那又怎么样 吊丝还是吊丝 你们给我记着 老子一定找人弄死你们 待人走远了 郑豪 才敢放下豪言 而宋青青 也才记起来 地上还躺着个ATM 赶忙回去安慰 却被郑豪一把推开 滚 老子自己可以起来 老子现在很火大 明天买包的事情 等我心情好了之后再说 宋青青左看右顾 见没人 然后 拉郑豪到一个角落 蹲了下去 江楚在走回去宿舍的路上 各种感慨 尤其是看到那一栋栋熟悉的楼房 和那充满记忆的孝道 没想到 他也能像小说男主那般重生回来了 一栋三零二宿舍 还没打开 门便听到了里面 发出的声音 Ultra Kill 操 金哥牛逼 又鬼无敌了 那必须的 要不是那杀笔挂机了 我们早就赢了 赶紧推塔 他们没买活了 你们两个二货 居然不等我们 向华推开门的同时 在抱怨 熟悉无比的宿舍 映入眼帘 江楚忍不住喊道 儿子们 爹我回来了 卧槽 说啥呢 金哥 你推塔 江楚太装逼 我要弄他压的 宵夜扔掉耳机站起来 假装一脸怒气地朝着 江楚扑过来 向华也在后面偷袭 两人一下就把江楚扛到了床上 卧槽 你们不讲武德 嘿嘿 大米伺候 哈哈 等我等我 轮大米 怎么能少了我 刘金也忍不住 加入了战场 我是你们爹啊 还敢嘴硬 嘿嘿 一时间 宿舍内欢声四起 那一夜 江楚筋疲力竭地 躺在床上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拥有几百亿身家 以前拒绝过他的那些女人 都得跑回来找他 一个个穿着各种诱人的制服 白丝 黑丝 剑变色 高跟 JK 一个个的波涛汹涌 还有展露那极品大长腿 争先恐后的围绕 在他旁边讨好他 嗯 今天才赚了一个小目标 太少了 干爹别生气 生气了伤身 细细给您灭灭火 嗯 爸爸 吃点水果 这是刚空运过来的葡萄 可好吃了 哥哥 这是南极运回来的海鲜 绝对没有污染 您尝尝 江楚 TT 笔写 正准备享受的时候 被一个电话吵醒了 一看是个没备注的号码 差点没被气到 谁啊 啊 那个 早上好打扰你睡觉了吗 是个无比优美的女生 有点熟悉 请问你是 我是李文静 作案 我们见过 江楚立马清醒了大半 卧槽 不会是因为那玩意 找他心事问罪的吧 那个 找我什么事 心里忐忑 一会你有空吗 我想把钱还你 顺便想请你吃个饭 啊 可以 当然有空 钱就不用还了 请我吃饭就行 太好了 正想找女神刷钱反点呢 我闺蜜也一起 你不介意吧 有你漂亮吗 不是 我意思是好啊 她叫莫语童 比我还漂亮 莫语童 怎么 你没听过 呃 有点耳熟 约好时间地点 挂了电话 继续躺了下去 笑话主动约 患上一世 早就跳起来无胡了 但她以上一世 舔各种女人得出来的经验 约好十点 你怕迟到九点半 就急急忙忙跑去那等 结果对方十点半 甚至更晚才来 这取决于那个女生颜值 和对你好感度 不知道现在睡着了那个梦 还能不能接回去 都特么挤一颗子弹上膛了 说停站就停站 努力了一番 还是睡不着 算了 还是想想 怎么才能增加好感度 找什么理由 给她消费买单 直到快到时间了 她才起床 找了一套整洁的衣服 换上后感觉还行 然后才出门 去到那就假装等 好久就行了 不过 她还得先去个地方 即便有了短信提醒 但谨慎起见 她还是拿着银行卡 去自动柜台机那里 查了一下余额 一看里面果然躺着十万块钱 还是忍不住握拳 又激动了一番 现在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 她分了多次 才取出了两万现金 扔在背包里 想取更多 但受限了 要知道 十年的时候 能带着两万现金的大学生 为数不多 更何况是在水果省 再不计 还能刷卡呢 另一边 李文静 其实提前十分钟就到了 为此没少被莫与同抱怨 文静 这都过了二十分钟了 那家伙 还没来 该不会 是放我们飞机吧 让我们两个堂堂笑话等她 面子真够大的 可能 她临时有什么事吧 再等会 李文静可是第一次约男生 而且是江楚 心里面也是担心 她难道不来了 要不是因为你是我闺蜜啊 我早就走了 约我的人多了去了 好了 知道你最好了 看 她来了 李文静无比开心地挥手 江楚远远就看到了 暗道一声糟糕 这人算不如天算 堂堂笑话 居然来这么准时 这不应该啊 脑中各种借口 呼啸而过 同时也在惊叹 今天的李文静穿得依然保守 一件粉红色海绵宝宝宝的宽松T恤 但那两个眼睛立体巨大 犹如两把高高撑起的太阳伞 让人浮想翩翩 紧身破洞牛仔长裤 包裹着匀衬的极品大长腿 露出的肌肤 那是白细细嫩 包裹着的那蜜桃臀 更是翘起了一道弧度 非常性感 而她旁边站着一个女生 跟她身高差不多 扎着高马尾 相貌也是相当哇塞 刮子脸 卧残眼 皮肤又白又嫩 精致的耳垂上 带着闪亮耳坠 只不过 此刻脸上似乎挂着不耐烦 跟李文静穿衣风格 却截然不同 她穿着的是一件白色露气上衣 皮肤犹如刚出生的婴儿般 白细细嫩 那规模比文静的小点 但也不容小觑 而且此刻她双手抱胸 更是呼之欲出 下半身穿的是黑色超短裙 大长腿 绝对是让人过目不忘 完美的比例 严丝合缝 雪白光滑的肌肤微微泛光 脚上一双高跟鞋 白如玉 绝对的极品啊 难怪以前听说 五大笑话中 唯有莫宇童的腿 是最美的 如今一件果然不假 如果再穿上黑丝的话 那不知道要斩杀多少男生 莫宇童 莫宇童 年龄 二十 身高 一百七十一 体重 五十三 颜值 八十七 充电宝 零 好感度 十 昨晚她了解过了 笑话排行榜 启蒙熙第一 李文静排第二 莫宇童第三 她颜值分数 怎么比李文静低了三分 你就是姜楚 还以为你要化妆出门呢 没想到也就这样 还让我们等你这么久 莫宇童上下打量了一下姜楚 对方虽然穿得一身干净整洁 但都不是牌子 脸上明显带着一丝轻蔑和鄙夷 莫宇童 好感度 五 十五 卧槽 这开局就降低了 一会逛街 试试一下金钱的力量 这个莫宇童传闻是个拜金女 一般的富二代 她看不上 高傲的态度 嫌弃的眼神 不用说 自己肯定被她归类为土鳖 吊丝那一类去了 她是想理个发的 但在南市 基本上没有哪家托尼老师 是在十点之前开门 总不能自己来吧 李文静赶忙化解尴尬 我给你介绍下 这是我闺蜜莫宇童 她也是笑话哦 好看吧 嗯嗯 好看好看 江楚想好了一堆借口 居然一个没用上 拜金好啊 老子有了这系统 就怕你拜的不够多 莫宇童差点没气炸 她可是笑话排行第三的好吗 追她的男生 起码一个班 这男生居然这么敷衍 莫宇童 好感度五 又香了 果然在拜金女面前 如果没点实力 单单夸是没用的 对方反而觉得 你是舔狗 你跟我们出去玩 你女朋友会不会不高兴 李文静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没有女朋友啊 江楚不假思索地回答 莫宇童扭过头撇了撇嘴 这种人有女朋友才怪 你不是一直都喜欢 那个宋青青吗 哪有 她没你十分之一好看 江楚实话实说 但却让李文静 开心极了 李文静 好感度家舞 夸夸就能长 以后多夸点 旁边的莫宇童 一脸惊讶 这是她闺蜜 从不跟异性来往的 冰山笑花李文静 不就帮了的忙 借了一千块钱而已 又不是一千万 至于开心成这样 车来了 江楚招停了出租车 当仁不让地 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 不能让对方 有太多的提防心 甩钱的时候 再狠一点 目标是朝阳广场 那里是市中心 有各种百货商场 还有步行街 美食一条街 车上 江楚即便不回头 也能很清楚地感觉到 背后时不时投来 两股审视的目光 还有那窃窃私语 她则是看向窗外 想到后面 十多年发生的变化 简直不要太快 思绪万千 本来就不是很远的路程 半个小时车才到 这得益于城市里面 每天都重复 修来修去的道路 仿佛只要一停工 很多人就会失业了一样 江楚主动给车钱 看到那14点入账 不禁觉得好笑 这系统成精了 还AA制 难事百货 很多大品牌 都入住在商城的一二楼 刚进去 他们就走进了一家店里 她也跟了过去 走到门口一看 里面都是各种叉子千红 让人看了就流口水的东西 维多利亚 卧槽 这尼玛 开局就放大招啊 全都是女性内衣 远远可以看到 里面莫宇童得意的表情 和李文静 那有点不安的 跟她说着什么 宇童你干嘛拉我进来这 江楚他一个男生 怎么好意思进来 怎么 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看看内衣的吗 莫宇童内心冷哼 整的就是她 不进来更好 让她也常常站着等的滋味 话说你这小妮子 今天怎么了 就没见过你 对哪个男生感冒过 你该不是看上她这种人了吧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又不帅又没钱 要知道 学校追你的男生 估计比我还多 都能排两个半了 宇童 不许你这样说江楚 李文静表情 瞬间冷了下来 称怒道 莫宇童睁大了眼睛 有点难以置信 最好的闺蜜 居然为了一个 刚认识的男生 就反驳她 怨恨怪在了江楚身上 又巧了 居然在这也能碰到 追你那条田狗 一道声音在旁边响起 江楚转过头 宋清清抱着郑豪的手臂 这次连招呼都不跟她打了 脸上的鼻藏都不藏了 而郑豪 是一副歪嘴龙王模样 只不过她的脸 昨天被向华那一拳 打到现在还肿着 看得江楚情不自禁就想笑 草你妈 笑你麻痹 撕 这一激动 仿佛又扯到了脸上的肌肉 痛得她手指无脸 豪哥 你没事吧 宋清清关心道 然后看向江楚 江楚 你一个男生跑来女生内衣店门口 简直就是心理变态 认识这么久 没想到你是这么龌龙 狗东西 没见过内衣吗 你喜欢的人 穿内衣什么样的 我都知道 郑豪还用眼看了看宋清清 仿佛大仇得报 好不得意 不进去就别挡路 杀别 刚走进去两步 郑豪原地愣了一下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里面看 感情是发现了墨宇童他们 相比之下 墨宇童跟李文静 可是校花级别的 不管是身材还是颜值 直接就高出了宋清清 不止一个档次 正好则是直接把宋清清 推到了一边 用手抹了抹头发 高昂着头颅 用自以为很帅的姿势 走了过去 看来是要打他们的主意了 旁边的宋清清眼中 也是看向墨宇童他们 眼神中闪过一丝恶毒 这一切都被江楚看在眼里 心里不免觉得好笑 你好 这不是西大的校花墨宇童吗 这位是 虽然不在同一个学校 但正好早就听说过 墨宇童大名 这种拜金的极品美女 不就是合适她吗 而旁边那个 颜值比墨宇童还漂亮的女生 她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 尽管身材看起来 没墨宇童性感 但那车灯 让她眼神忍不住停留了许久 丝毫没看到李文静那厌恶的眼神 哦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正好 外面的人给我面子 都叫我一声豪个 是M大的 我家里是开公司的 市值千万 很高兴认识你们 不错嘛 墨宇童一眼就看出了 正好身上都是牌子 微微笑道 这下正好别提多得意了 可惜 旁边那个女生冷冰冰的 看都不看她一眼 不敢不敢 那都是家里人辛苦赚的钱 我现在还是个学生 平常家里 也就一个月给我打个两三万生活费而已 墨宇童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 随后可怜汪汪地说道 我一个月才一千多 想买个包都是 只能做梦才敢想的事呢 哈哈 你讲话真幽默 这个店的东西也不便宜吧 我也就进来随便看看 哪里买得起哦 墨宇童样样地说道 正好兄一挺 大手一挥 相遇就是缘分 你随便挑一套 我买单 真的吗 那太好了 看着墨宇童是皮笑若不笑 江楚知道 那点钱对方根本不C 回想往事 上一世他也是容易冲动 对方请吃个冰淇淋 就以为对他有意思 随便夸一句 更是以为可赴汤蹈火 其实换来的不是什么真爱 都是套路 宋清清在一边挑选着 自己喜欢的内衣 拿的都是比较性感诱惑的类型 因为江楚就在旁边 还特意用两个手两边拎起来看 仿佛没看到 正好一举一动一般 江楚其实看到了 他时不时用眼角射去恶毒的眼神 只不过演示的比较好罢了 从这点就看得出 宋清清的小心机 哪怕当江楚是条狗 那也要时不时拿肉出来 给他缠着 可惜 如今江楚的目光 却只在里面两个笑花身上 本来想着 让他们选好自己买单就行 如今这正好 居然突然插 一手进来要请客 那他反点就没了 想挖墙脚 门都没有 不再犹豫 迈进了从来没进来过的 女星那一店 然而 他不想理的宋清清 但对方却突然拦了过来 江楚 你这是打算要给我买单吗 告诉你 好哥会帮我买的 用不着你 江楚都想气笑了 这家伙是哪只眼睛看到 自己要给他买单的 不过想想 上一世 自己不是 就经常干这种蠢事吗 不想理会 可对方居然策了一步 挡住他去路 江楚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你我根本不是一路人 江楚实在无语 眉头微皱 不耐烦地说道 麻烦你让开 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宋清清愣了一下 没想到 江楚居然会说这种话 哼 跟老娘玩 欲擒故纵 愣了点 远处的李文静 却是眼睛一亮 你自以为用那些激进的手段 让自己看起来酷一点 就会吸引我注意 别那么幼稚好吗 江楚已经想打人了 以前怎么会看上这脑残 这边的动静 直接把店里面的服务员引过来了 看到江楚的样子 穿得便宜货 相比之下 里面那两个女生的超高颜值 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什么死皮赖脸的甜狗 追着不放了 服务员小姐姐 当然没个好脸色 我们这里是 女星那一店 如果你不需要 就请出去 别影响店里面的客人 江楚眉头皱得更紧了 一旁的宋青青 也是一声不吭 把头扭过一边 装作不认识一样 远处的郑豪 看到江楚的识别 那表情 就差跳起来放鞭炮了 别提多得意 还故意抬了抬下巴 一脸挑衅和鄙夷 而莫语彤 也是当起了吃瓜群众 店里面的气氛 一下就微妙了起来 所有情况 都对江楚不利 她可以说是跟莫语彤 他们一起的 但说起来 他们并不熟 要是开口了 对方如果否认 只能更丢脸 怎么办 难道要 拿出那两万块现金 出来装一下逼 这种做法 简直就是下下策 太low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受了啥刺激 破罐子破摔呢 就在她为难的时候 只见李文竟向她 快步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就挽住了江楚的手臂 一脸冷峻地说道 江楚跟我一起来的 凭什么赶她出去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目瞪口呆 服务员本来还想说出来的话 硬生生吞了回去 心中愤愤不平 这样的吊丝 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真是现实版的白菜 被助给拱了 但她只是领工资勘店的 再嚣张 也不能把别人赶走吧 只能冷哼一声 板着脸走开 而宋青青的脸色 更是变得铁青 李文竞她当然知道 冰山笑花 之前她想下手的几个富二代 宁愿去追李文竞送花送礼 被砸脸 也不多看她一眼 她一直怀恨在心 对方的颜值 不仅在她之上 最重要的是 那规模 简直就是 对她的降维打击 也是她最为自卑的地方 一直觉得 她相貌不差 唯一的差距 就是那里了 这个江楚就更别说了 一直都是她的舔狗罢了 呼之急来 呼之急去 现在居然跟笑花李文竞 如此亲密 这怎么让她受得了 哪怕她不要的废物 也轮不到别人抢走 宋青青 好感度家务 江楚看到系统提示后 一脸诧异 想到了某些话 就算你长得不帅 没钱也没关系 但如果你身边有极品美女 围着你转 那对其他女人 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吸引力 她们有些会好奇 或者嫉妒 比她漂亮的女人 都追得难上 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她哪怕不喜欢 也要拿到手 这就是女人间的胜负欲 远处的郑豪 脸上是吃了香的难受 要不是 旁边还有个墨语童 她早就抱粗口了 刚刚那个李文静 就没理过她 现在居然跑去 跟那个傻比在一起 墨语童默默走到了 李文静旁边 低声问道 文静 你这是要干嘛 那个豪哥 可是个富二代 比我之前遇到那些 还有钱 关我什么事 江楚也对李文静 这突如其来的 头怀送抱 一脸震惊和猛逼 随之扑面而来的香味 手臂上传来的压迫感 让她心欢怒放 这就是突然来的幸福啊 心好心好 江楚 这就是你说的 喜欢我 原来你早就偷偷地 找了别人 宋青青握拳怒吼道 江楚瞥了一眼 宋青青 眉头紧皱 喜欢你 就你这 手机贴个膜 还可能起点炮 说完她突然想到 现在的手机 还不是智能手机 贴膜大军 还没开始摆摊呢 听不懂 我意思是你一对 哎 我要不起 眼睛还故意盯着 宋青青胸部看了一眼 这都不懂什么意思的话 那简直就是太笨了 扑哥哥哥 李文静已经忍不住 无嘴笑了 丁山笑花难得一笑 也是把江楚看呆了 正好更是差点爆发 凭什么 她一个吊丝 也能获得笑花好感 你 恍然后的宋青青 被气得不打一出来 而李文静的笑声 更是让她抓狂 笑什么笑 什么冰山笑花 就一个贱货吧 装什么装 也不知道被多少男的上过了 李文静何曾听过 这么恶毒的话 笑容瞬间消失 不远处的墨语童 也是听到了 脸色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一只脚已经迈了出来 手都举起来了 就在这时 啪 一个响亮的巴掌 比她更快扇在了宋青青脸上 直接把她打猛了 同时也在场的所有人都梦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她 江楚语气冰冷 手黏黏的 一看 这打出一手的粉底 嫌弃的在裤子上面拍了拍 粉掉了一地 你居然打我 宋青青难以置信 两天就被打了两次 昨天打的掌印都还没消 所以 她只能上了农庄 现在再次被江楚打了 那个舔了自己几年的男生 这是有了笑话 所以 看不上她了吗 宋青青 好敢度家舞 看向江楚的眼神 满是愤怒与不解 江楚 又特么长了 这宋青青想干嘛 旁边的李文静 微微转头看向江楚的侧脸 此刻在她眼里 竟然是如此的棱角分明 卡兹兰大眼睛汪汪的 也不知道是迷恋还是幸福 只是不自觉的 抱着江楚的手臂 更紧了 这倒是让江楚内心 直呼受不鸟 李文静 好敢度家舞 长了长了 一下长这么多 江楚心中大喜 这一巴掌打直了 好哥 你带来的女朋友 嘴巴不怎么干净吗 墨宇童也是没了好脸色 李文静可是自己的好闺蜜 宋青青是什么玩意 哪轮到她出言不逊 没有 青青她只是一时气话 不是那个意思 都怪这个屌丝 正好也是气得眼角直抽 这本来好好的 都开始 歪歪跟墨宇童一起翻云覆雨 爽歪歪情景了 这宋青青发什么疯 说江楚就好了 非要骂那个李文静 当然 最后还是把所有事情 怪到了江楚身上 嘴巴已经在念叨骂买了个表了 一激动就想干架 但发现这江楚 居然比自己高了半个头 而且那犀利的眼神 看起来比昨天那个向华还狠 被打的脸和那肚子 还隐隐作痛吗 操 好汉不吃眼前亏 武得不行 那就比钱 这方面他可以说碾压对方 好哥 他打我 你要为我做主啊 宋青青扑到了正好怀里 宛如受伤了的小猫 碧齿 墨宇童嘀咕了一句 一个大男人 居然动不动就出手打女人 就你这种人 幸好当年没得去清北 去了只能给你爸妈丢人 正好讥讽道 青青 咱们不跟这村里 来得土鳖一般见识 这里的东西 你随便挑 我买单 好呀好呀 谢谢好哥 宋青青一下子就忘了 那一巴掌的痛 你们不是一对吗 有本事 给他也买啊 怎么 连个内衣都买不起的人 还处对象呢 刚刚他看了这里的那一价格 普遍都要大几百 甚至一千多 他可是清楚 将储一个月伙食费就那么点 而正好在金钱上面找回面子 对了 青青 我好像听你说过 他家里人 只是两个种地的对吧 这一个月 能有五百块生活费吗 李文静同学 可不要看走眼了哦 跟他这种人在一起 说不定吃饭都要你出钱呢 关你屁事 李文静冷冷说道 手却依然没放 要比钱 江储心里想笑 这不正好撞枪口 上来了 千万别认输太快 老子可是有系统的人 一会看你们怎么哭 转头看向旁边的李文静 文静 这维多利亚的牌子还不错 来都来了 你也选几套吧 啊 李文静愣了一下 江储什么意思 让他也买 难道是 好啊 不过这里都是A cup的 太小了 怎么会有人穿这么小的呢 最里面的 应该有适合我的 我好像是一才行哦 江储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李文静夹起来 简直太好听了 难以想象 一向冷漠著称的冰山笑花 居然还有这一面 莫雨童就没那么拘束了 直接就在一旁大笑起来 尤其是看到对面 宋青青咬牙切齿的表情 就差没拍大腿了 哼 一会我倒想看看你 是不是要女生给你买单 雨童 刚刚我说的话仍然算数 你看上什么 我来买单 好呀好呀 那就先多谢好哥了 莫雨童眼睛笑得弯弯的 挑内衣的时间各怀心思 郑豪回到宋青青身边 宋青青则是选了两套日常的之后 专门走到了某某专区 拿下一个大红色的吊带套装 和黑色蕾丝吊带套装 在手上比划 把旁边的郑豪 看得连连点头 面露猥琐 她就喜欢这个宋青青 外表单纯惹人怜爱 跟乖乖女一样 实际上却是个反差表 担心被莫雨童他们看见 瞬间又一本正经 江楚不得不说 这宋青青很会把握人心 就连江楚也忍不住幻想了一下 她穿上麦骚的模样 不对 必须要淡定 将来想招个歌舞团都行 一个宋青青算什么 江楚转过头去 字意浏览着店里各种那一款事 真是五花八门 日常的 秦曲的 黑色蕾丝 大红色绣花 白色吊带 还有那些小布布 蝴蝶状 透明蕾丝 甚至一根线 各种独特设计 性感诱惑 不愧是维多利亚 莫雨童在李文静旁边小声嘀咕 你看她那副色狼模样 居然到处盯着看 还有 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不是打算 要自己出钱 也要帮她 这可是大几百的内衣 李文静的回答很坚决 我不能眼睁睁看江楚被别人嘲笑 你就别管我了 你要气死我 莫雨童憋着嘴 埋怨地看了一眼江楚 好感度时 虽然小声 但一旁的江楚 还是清晰地听到了耳里 心里不免有些感动 不行 自己可是励志拯救万千少女的人 一直必须要坚定 李文静手中拿了一套白色蕾丝绣花 还有一套粉色隐形 突然转过身来 江楚 你觉得哪个好看 江楚Sigma A 你是在问我 对啊 你看看 只见李文静拿着那两套 文凶横摆在那对剧灯前掩饰 文凶本身就自带诱惑属性 更何况 现在是拿在极品笑话手上 若是穿上 哪个干部扛得住这种诱惑 江楚咽了咽口水 你是熊二他哥 穿啥都好看 熊二是谁 都好看啊 可只能选一套 选哪个呢 不远处的郑豪 眼睛脖子都快伸长了 只因为江楚的身体 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 这么好的机会 一搏高耸 居然没看到 一时间对江楚是恨得咬牙切齿 江楚认真思考了一番 不用纠结 两套都要 还有刚刚那几套 我觉得都很好看 都买了吧 我买单 不远处的郑豪 马上就大笑 哈哈 都买单 装逼装到天上去了 你今天要是能买单超过我的 我爬着出这个店的门 要是你输了 你爬 敢不敢 江楚 我要是你就灰溜溜地赶紧离开这 丢人现眼 宋青青这句话 带满了蔑视 喂 人家富二代 你这明摆着会输的 你还是别自讨苦吃了 墨语同头也不看得说道 你要不要脸 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还有 那些钱是你自己赚的吗 还不是你家人给的 李文静很生气 好 我答应你 到时候你可别反悔 江楚微微激动地说道 其实就是装出来的 内心乐开花 本来就打算多花点钱出去 名牌给你打都不怕 你他妈还自己加倍 怎一个爽子了得 江楚 你怎么 李文静有点难以置信 没事 一会你尽管买 我还不一定会输呢 哈哈 大家都看到了 我可没逼他 正好没想到 江楚居然答应了 还有这么傻逼的人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江楚 爬着出去的丑样了 青青 西西 知道了 好哥 宋青青也是一脸的舒畅 这难得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又能打脸讨厌的人 还能买这么多维多利亚的内衣 不再犹豫 看到喜欢的就拿 反正不是自己出钱 一点不用心痛 服务员心想 你们比吧 只要买了他就有提成 此时他当然知道 去给谁服务 热情招待着宋青青 各种介绍的同时 还不忘偶尔诋毁一下江楚 反观李文静这边 只是在那看着 并没有出手 还是觉得 江楚没钱不想他比 江楚看着李文静的眼睛 文静 相信我好吗 李文静跟江楚的眼睛 对视了好一会 看到了自信与坚定 他点点头 选择了相信 嗯 江楚并没留意对方的害羞 一心就想着 让他多拿几套 多选几套你喜欢的 放心 都有我买单 那好吧 李文静把刚看的那几套 都拿下来 你可真是要气死我 墨语童发气 想不通自己闺蜜 怎么会相信这个吊丝 江楚看向墨语童 怎么样 你要不也选几套 我送你啊 不用 谢谢 我可没钱帮你买单 看到对方完全不屑的样子 江楚也就只能笑笑 对方不信也正常 得慢慢展现一下实力才行 喂 你们到底挑好了没啊 我们可在这边等大半天了 正好跟宋清清 其实刚过去一回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江楚输罢了 江楚把服务员直接喊过来 你好 这些都满了 服务员有点惊讶 可是 李文静还是有点担心 被江楚眼神示意 没事 服务员脸上是一百个不情愿 但是店里面可是有监控的 他不敢造次 只能从库存里面拿出新的出来打包 心想 等你拿不出钱的时候 再好好嘲讽一番 很快 各自买的东西都放到了柜台上 不得不说 这宋清清真下的去手 直接拿了五套 而且都是一千多的价格 一旁的正豪 肉疼不已 宋清清那身材 除了那两套情趣的 让他觉得值得之外 其他那三套日常的这么贵 简直是浪费不料 但碍于面子 他必须赢 豪哥 刚刚你不是说帮我买单吗 你看 我要的也不多 就三套而已 你不会不舍的吧 墨宇童微微撒娇道 当然不会 不就三套而已吗 洒洒水了 刚刚明明说一套而已 真把他正豪当冤大头了吗 不过现在 不能表现出来 日后再说 那就谢谢豪哥了 一会咱们加个扣口留个电话 哈哈 好好好 总算有所收获 有了联系方式 意味着差不多了 都是成年人 正豪开心无比 他们两个的一起多少 买单 您好 打完折 他们的一起 总共是九千三 听到这正豪再次肉疼 他其实一个月 也就一万的伙食费 说两三万 就是吹牛装逼的 加上平常装逼用的钱 都是花如流水 那还剩那么多 他直接拿出一张卡要付款 看都不用看 江楚那边是多少 因为他觉得 对方就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怎么可能拿得出 那么多钱出来 刷卡 久久不见动静 干嘛 刷卡呀 正豪这我没说到 服务员一脸尴尬 抱歉 我们这个店刚开张 POS机还没有安装 所以不能刷卡 请问您有没有现金 王德发 正豪猛了 瞬间怒骂道 你踏马完我是吗 上万块钱的东西 卡都不能刷 谁没事带这么多现金 你 啪 话音刚落 两达现金被江楚 从包里拿出来 趴在柜面上 简直就是对正豪刚刚那句话 啪啪打脸 让他把后面的话都吞了进去 买单 他们两的一起算上 嘴角微微上扬 今年的POS机还没完全小型化 所以 有没有一看柜面 就一目了然 再看正豪一身口袋就两个 铁定没带什么现金出门 所以他赢定了 再说 刷卡他也不怕 震惊 实话 众人直叮叮地看了看那两搭钱 尤其是正豪 那一张脸憋得通红 半天说不出话来 买单啊 啊 哦 服务员才反应过来 开始算账 同时还看了一眼江楚 眼光再也不是蔑视 而是歉意和谄笑 提成又回来了 太好了 江楚 你怎么会随身带了这么多现金 李文静刚刚的担忧一扫而光 换之一脸兴奋 莫宇童用惊讶的眼光 重新打亮了一下江楚上下 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些什么 打了折 一共一万二 说完 服务员就开始帮数 又放到机子里面查验 咔咔咔的声音像一个个巴掌打在郑豪他们脸上 豪哥 那我挑的这些东西怎么办 宋青青小心翼翼地问道 却把郑豪一下惹毛了 曹你妈 问我怎么办 你有现金你拿出来啊 要不你给 宋青青被骂到侧头怨恨 尤其看到李文静那狐狸精双手提着一堆的战果 看江楚的眼神那是一脸崇拜爱慕的样子 简直气得不打一处来 这个江楚 早知道他身上还有这么多钱 就不急着跟他翻脸了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一起买搭 江楚一脸讨打的笑容 看着宋青青 好啊 宋青青刚刚兴奋想答应 宋青青 好感度加五 江楚愣了一下 特么得在装笔嘲讽啊 这也能加 那个 谢谢 不用了 宋青青看到正好那种脸已经绿了 立马刹车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三 墨宇童 好感度加十 李文静怎么才加三点 这个墨宇童居然一下子 对自己好感度增加这么多 难道是金钱的力量 怎么样 我这边一挖二 给了 你那边九千多 还没钱 这是不是我赢了 江楚得意地说道 直见对方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好一会才愤愤不平说道 这个不算 这家狗屁店卡都不能刷 我又不是没钱 这不公平 得找个能刷卡的店再比 你这人怎么这样 这不是耍无赖吗 要不要脸 李文静乃凶乃凶的骂道 服务员转而对正好一脸的鄙视 还在那小声嘀咕 看起来人模狗样 没钱还这么嚣张 浪费我表情 正好差点又忍不住爆发 宇童 要不咱们先加个扣扣 遭到了墨宇童一顿白眼 买都没买 好意思要扣扣 正好额头的青筋都起来了 知道这种情况下 说不过对方 只能视而不见 继续嘴硬喊道 江楚 你就说敢不敢重新比吧 江楚也是挺直了腰 一副被激将上钩的表情 好 比就比 一会你选店 别到时候输了 又各种找借口 正好大喜 答应了就好 不然这门还真不好出 等等 这不公平 李文静说道 你明明说了 而且 江楚他在这边 已经花了一万多了 又要重新比 真是无耻 正好心里的小九九 被当面说出来 不免有些尴尬 没事 重新比就重新比 我要他爬得心服口服 正好不屑 你就装吧 你那两万块钱 也不懂 是不是从家里头来的 但你既然要找虐 就怪不得我了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有钱人 哦 是吗 谁赢 谁输还不一定 江楚越看这个正好越可爱 咋就这么懂事呢 还把脸伸过来 给他啪啪打 就怕你不花 打开系统 已经看到了 那返回的一万二的点数 马上就选择了兑换 一百二十万的近账短信 发了过来 简直乐开了花 照这种速度 走向人生巅峰 指日可待啊 这次正好宋青青走在前面 他们知道 江楚还有几千的现金 所以挑了个东西 过万的地方 LV专卖店 江楚自嘲一笑 上一世可没少跟着牌子打交道 舔的那些绿茶 不管前面说的多好听 最后都会指向这里 穷比吊丝的他 远远看到就要退缩 甚至畏惧 如今有了系统 哼 看采不采报你就完了 清清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那个新款包包 今天满足你 哇 我就随口一说 没想到豪哥你一直都放心上 简直对我太好了 可是 那款有点贵 我跟豪哥你在一起 是因为你人好 你之前已经送了我一个了 这个我可以不要的 正豪内心冷嘲 这特么说的跟真的一样 又不知道的人 还真以为宋清清是个重感情的人呢 但她正好是什么人 这种女人 她见多了 不过现在可是在跟那个家伙打赌 就让她占点便宜好了 过后再多送点别的补回来 宋清清内心激动 刚刚丢掉的品牌内衣 虽然有点不舍 但对比包包 那简直不堪一提 她可是爱包如命 上次就是因为正好给她买了的两万的包 她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投怀送包 这个新款的包包 更是价值将近四万 自己真要拿到了 还真得感谢一下江楚 还不忘回头挑衅地看着李文静一眼 哼 不就是几套内衣吗 豪哥给我买的 可是LV的新款包包 你内衣再好 难不成还能穿路出来不成 说着宋清清已经迫不及待 拉着正豪冲进店里了 但刚走几步 却被正豪拉住 停在了门口 只见她低头看了看 这地板也太干净了点 嗨啊 Tui 啊 不好意思 我有点感冒 谈多 一会好像有人会擦干净的哦 说完还不忘看了一眼江楚 胜券在卧般得意 挺起胸 傲然走了进去 恶心死了 李文静对正豪是厌恶到了极点 就连墨语童也是秀眉紧皱 江楚不动声色 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也不知道一会谁擦 里面架子上包包为主 琳琅满目 文静 快过来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包 墨语童看到包包也是相当兴奋 一下子就忘了刚刚发生的事 包治百病 果然没错 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抵挡包包的诱惑 拉着李文静的手就跑了过去 真的很不错 特别搭你 李文静夸赞道 真的吗 刚刚在那一店他一直都是情绪稳定 但碰到了包包就暴露了 拿起包包举在胸前 两脚并拢在一起点了点 高马尾随之上下甩动 脸上激动完全掩饰不住 雨童 你要是可以给我个机会 我买这个包送你 怎么样 郑豪双手插兜 一脸傲然 仿佛这个三万多的包在他眼里 是件小事 墨语童瞬间露出激动 但又鸣嘴笑笑 那句话什么意思他当然懂 一个包就想拿下他 怕不是太过天真了 他身边可没少夫二代要送给他包包 只不过那些人跟郑豪一样 都是人精 不见兔子不撒鹰 有些甚至开口就是要开房了再买 把他当什么人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他对这个包实在是喜欢得很 但想到自己的卡里面只有几千块 里面还包含了自己的生活费 别提多失落了 我喜欢这个 李文静在一边拿起另一个包包 眼里面藏不住的喜爱 但却没有墨语童那般激动 您眼光真好 这一款是今年最新出的 Petite系列手带 昨天刚刚到货 搭在您身上 好看极了 其中一个手穿着白色手套的美女服务员面 戴笑容推荐着 还有这些款也是最新款 你们都可以看一下的 又拿出了几个放到了江楚的面前 这服务员小姐姐倒是让她微微诧异 一般人看到她这个模样 打扮不敢出去就不错了 居然一视同仁 这态度不错 不由得多打量了这个小姐姐两眼 鹅蛋脸扎着高马尾 可爱中带着点羞涩 一身工作制服黑丝皮鞋 勾勒出曼妙的身材 当然跟墨语童李文静他们不能比 系统上显示的是75分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了 别着的胸牌 写着实习员赵小玲 赵小玲 你怎么能把包随便拿出来 要是弄花了你来陪吗 不远处的一个同样穿着制服 身材不错的女人快步走来 板着一张脸很不高兴 张姐 赵小玲仿佛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有点不知所措 但还是距离力争了一句 我看她是跟他们一起来的 所以 所以什么 什么人都见 就你这样 还想转正 就是 小玲 这你得听张姐的 不是什么人都当成是客人 她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一旁服务正好他们的店员无力说道 长相一般 但却时不时地给正好抛去媚眼 正好尾巴都快翘上天了 差点笑出声 大手一挥 就这个了 给我打包好 好的 这个包是三万 请到这边刷一下卡 宋青青别提多开心了 有了这个包包 回去以后 在社友朋友面前 肯定会让他们羡慕无比 无力眼睛更是笑开了花 她跟赵小玲是同时进来的 也是实习期 但赵小玲的长相比她好看 有几次客人来了 把她推了 非要找赵小玲 她因此就记恨上了 如今她才一会 就卖出了一个包 还有三个 她就达到转正标准了 而赵小玲 不仅被张姐骂 服务的 还是个穷屌丝 今天的业绩 肯定是鸭蛋了 你叫赵小玲是吗 你还差多少业绩能转正 赵小玲愣了一下 这个看起来 比自己还要小的男生 突然开口 问她这个问题 呃 还差十万的营业额 不知道她问这个干嘛 江楚没回答她 而是看向李文静 怎么样 喜欢吗 李文静 以为她只是随便问问 喜欢啊 不过 我也就看看 没事 你喜欢就好 我给你买单 不是 江楚 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 刚到你还花了那么多钱了 那个人就是耍赖 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 我不买了 我们走吧 走 江楚一下急了 卧槽 这可是几万一个的包包啊 多少的点数 居然说走 等一下 文静 实不相瞒 我是个隐藏的富二代 我有钱 非常有钱 李文静玉手无嘴扑刺一笑 江楚 你真会开玩笑 说的跟真的一样 行了吧你 文静都不介意了 你就别装了 没钱 就没钱 老实承认 又不会怎么样 这里的包包 一个至少两三万 买不起正常 墨语童眼睛 时不时地投过 正好那边挑逗一下 惹得对方心花怒放 这样吧 文静 我是真的想送你包 而且看得出来你很喜欢 今天能不能听一次我的 如果一会我真没钱 给你买单 那我们就走 好不 可是 看着江楚那炙热的眼神 李文静不禁有些感动 好吧 那我就要那个好了 李文静手指的那个 是店里最便宜的 因为他记得 江楚还有一叠现金 加上他自己的应该够了 一万块 是个老款式 江楚心里一顿卧槽 别替我省啊 一旁的郑豪 已经忍不住拍大腿笑起来了 莫及了那么久 就选了个一万多的 哎呦 没办法 一万多也是你一年伙食费了吧 则则则 买了包包送人 后面要吃土了 江楚 我要是你就别买了 一万块钱你家人 中地一年卖完 都不一定赚得回来 宋青青不忘落井下石 宇童 我知道你看上那个包包 三万多而已 只要你答应我小小要求 我就送给你 真的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郑豪完全不在意 宋青青会吃醋什么的 因为他知道 对方也就是为了钱 现在给他买了个包 就应该懂进退 别破坏他的好事 莫与童心里痒痒的狠 但对方说是小小要求 想都知道那是什么 江楚微微摇了摇头 没办法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好放大招了 他对着赵小林招了招手 你好 请过来一下 赵小林走了过来 江楚手指着 刚刚李文静说的那个包 这个 要买这个是吗 不 我意思是 除了这个 剩下的五个最新款的 我全都要 王德发 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各个实话 仿佛听错了 一脸的难以置信 啊 你 你说全都要 这五个加起来 可是二十八万三啊 赵小林说话都结巴了 江楚惊讶 这算的还挺快 没错 全要 刷卡 江楚 你这是干嘛 这也用不着买这么多个吧 而且 你哪来这么多钱 李文静有点急了 以为江楚是冲动 手都不自觉地 抱紧江楚的手臂 谁知江楚只是转过头 用另一只手 给他一个摸头纱 看着他眼睛 用温柔有力的声音说道 我想买 那是因为你喜欢 你如果喜欢这店里面的全部包包 那我就全买下来 你不都买几个 我怎么有钱四哦 没该四 李文静呆住了 被感动得无以复加 脸都红到耳根了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三 涨了涨了 又涨了三点 这李文静 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夸就涨 江楚内心激动 这看来 以后得多夸夸 哈哈 你太他妈搞笑了 还全买 二十八万 装什么装 你有毛吗 你毛都没有 正豪大笑 直拍大腿 哼 赵小灵 你考虑清楚了 这种人明显就是来捣乱的 无力冷嘲热讽道 在场的 反而是刚刚骂江楚 那个江姐 表情严肃 眯着眼睛 重新上下打量了江楚 她可是早就练就了一双 懂看人的慧眼 眼前这个穿着一般的男生 怎么如此淡定 但如果对方真的有那实力 一口气买下五个包包 短短的几秒她脑子 就闪过很多种可能 最后做出一个决定 小灵 你就给这位客人打包吧 啊 好 随后伸手做了一个请 请您到这边柜台买单 赵小灵不知道 刚刚还看不起别人的张简 怎么突然就转性了 无力也是一脸猛逼 随后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变得一脸开心 这估计 是要整一下赵小灵了吧 让她知道 这种人 压根就不值得去 跟她说话 给个教训也好 这可是二十八万 一个学生 怎么可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收银台 刷卡是吗 嗯 一顿操作后 请输入一下您的密码 江楚微微摇了摇头 还微微叹了口气 才二十八万 太少了 但也不能太明显 慢慢来吧 哼 到现在还装 一会估计会说卡坏了刷不出来 看着吧 正好冷哼道 第一 付款成功 卡卡卡 POSG的单子 自动打了出来 这就证明 已经付款成功了 虽然早有准备 但张姐 还是微微张口 有点不敢相信地 看着江楚 立马露出谄媚笑容 还好刚刚没把人家彻底得罪 您好 请签个字 帅哥 您真是对你女朋友太好了 我在这边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见向您这么豪爽的客人 你女朋友肯定高兴极了吧 而且啊 您又帅又有气质 您女朋友也是 长得真漂亮 跟您真是郎才女貌 才子佳人呢 看看 这老阿姨 开口就是不一样 只要不是夸上天 就使劲地夸 江楚都觉得有点飘飘然 这特么就是有钱带来的效果呀 其他人已经被彻底震惊在原地了 以至于店里真落可闻 真的付款成功了 店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几个女客人 天哪 这人是超级富二代吧 一下子送了五个包包 还是最新款的 都是我的最爱啊 不知道他还缺不缺女朋友 简直帅呆了 别说五个 要是他能送我其中一个 我今晚都是他的人了 你们发现没 这男生穿得很低调 头发低调不张扬 却不失个性 尤其是在他刷卡的时候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哇 简直帅炸了 行了你们 看看人家旁边那两个女生 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哪轮到你们 在这座白人梦 不不不 这么完美的男生 日常生活中带入一下 也是可以的呀 一旁的郑侯 早就脸都绿了 二十八万 这怎么可能 这个屌丝 怎么可能刷得出二十八万 他要输了 哪怕是他现在 厚着脸皮 去拿多几个包 他也没那么多钱啊 二十八万 可不是二十八块啊 一会有人擦干 刚刚自己说的话 回荡在耳边 真的要爬出这个门 宋青青在看江楚 两眼放光 原来他并不是 超级大田狗 而是隐藏的 超级富二代 他们这么有钱 却一直以来 在他面前装穷 给自己送的礼物 最多也不过一千 现在居然一下就 舍得花二十八万包包 送别的女生 都可以买一辆 奥迪宝马车了 手中的包包 顿时就不香了 可恨啊 早点说出来 不就好了吗 别说女朋友 就是打扑克 也不带犹豫一秒的呀 什么姿势动作都行 臣妾愿意啊 不行 江楚毕竟追自己好几年 心里肯定是喜欢自己的 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属于自己的一切 都夺回来 宋青青心里已经把什么豪哥 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宋青青 好感度加六零 江楚看到那好感度 火箭一样上来 简直难以置信 这就是金钱带来的恐怖影响力 但那又如何 她对宋青青 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 哪怕是在她身上花钱 都觉得浪费 张姐快步走上去 这次是面带超亲切的笑容 对不起这位帅哥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 我跟你道歉 还请您大人大量原谅我这一次 为了表达我歉意 这里是一张VIP卡 全国连锁都可以打九五折优惠 这个张姐能屈能伸 倒是让江楚 微微刮目相看 收下卡 没事 我没放心上 另外 我觉得赵小玲的服务很好 现在够业绩转正了吧 当然够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小玲 不仅人漂亮 还带人真诚 回头我就给她申请转正 真心欢迎老板 你以后再次光临本店 一旁的赵小玲 早就开心的合不拢嘴 向江楚投来无比感激的目光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顺利转正了 能有你这样的男朋友 你女朋友肯定超级幸福 李文静微微害羞低下头 他们现在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呢 江楚也是不好意思 摸了摸鼻子 而不远处的无力 则是咬牙切齿 脸色难看 怎么会这样 这赵小玲的运气 怎么会这么好 能遇到这种 一下就买二十八万 出手阔绰富二代 老板 这些是您的包包 嗯 给它吧 李文静接过那一堆袋子 并不是很重 真的都给我啊 李文静脸上惊讶 本来约江楚出来 是要请吃饭的 结果饭还没吃着 反倒是对方 还买了二十几万的包包送给他 幸福真的来得太突然 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一旁的莫宇童 已经不再是一脸敌视和不屑了 眼前的江楚 赫然就是一个 潜力无穷大的超级富二代啊 甚至他有点吃醋了 追他这么多富二代 从来没有一个 人像江楚这般 一出手就二十八万的 而且目前为止 什么条件都没提 现在发觉 眼前这个男生 似乎长得还有点帅 身高不差一米八几 丝丝纹纹 穿着低调不张扬 头发都这么有个性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三 莫宇童 好感度加二十五 江楚那是一个卧槽 莫宇童好感度长得 不是一般的快 但奇怪的是 李文静似乎对这个金钱 不是特别感冒 毕竟是二十八万 要不是他有系统 他自己也受不了这轰炸 可即便如此 才增加三 还不如之前夸他几句来得多 而莫宇童表现比较符合预期 看来传闻不假 江楚 我想征求一下你意见 我想把这个包包送给宇童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她非常稀罕 当然可以 包是你的 你想送就送 太好了 谢谢你 李文静很开心 把之前莫宇童看上的包包 毫不犹豫地递给他 宇童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要这个包包 送给你 谢谢你 文静 我们是姐妹 甭客气 把包拿在手上的莫宇童脸上 带着安耐不住的惊喜 他一直就想要这个包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而且还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感激地看了一眼李文静 但更多的目光 则是投向了江楚 此刻打他 已然成为了店里的焦点 咬了咬那晶莹剔透的嘴唇 神情复杂 眼前这个男生 怎么有种独特的气质吸引着他 心跳加速 而且他发现 看到文静看江楚的眼神 带着幸福的时候 他承认自己酸了 嗯 我让你们走了吗 江楚的冷冷的声音突然喊道 只见门口那边 正好拉着宋青青 趁人不注意 想悄悄溜走 不曾想 宋青青似乎不太情愿 一直拖着还回头看 然后被江楚发现了 正好瞬间就骑虎难下 恼羞成怒 江楚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这赌约 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刚刚输了 你说刷不了卡 这件事让你选 这次又输了 怎么 想耍赖 你 现在十点半 正是商场人最多的时候 人来人往的 要他爬地出门 受这种屈辱 更何况 他自己吐的那坨口水 估计还在那呢 这怎么可能 正好咬牙切齿 额头上的青筋 都快爆出来了 好好 小子你给我记住了 想让我做这种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有本事你拦住我 说完 扭头拉着宋青青就走 打赌输了赖账 真是不要脸 李文静嘟囔着小嘴抱怨道 奈何宋青青脑子在想着 怎么挽回江楚 被扯着走了两步之后 他手一滑 正好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好巧不巧 就踩在那坨口水上 加上地板砖又滑 直接把他摔了个狗吃屎 还压在了那口水上 啊 曹你妈 宋青青也是傻了眼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门口围了几个人 在那指指点点看戏 还发出了嘲笑 正好赶忙爬起来 拿着宋青青跑了出去 江楚 我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 这就叫自作自受 莫语童现在不知觉地 已经站在了江楚这边 李文静也是捂着嘴巴轻笑了出来 江楚只是微微摇头笑了笑 他早就知道正好这种人不会轻易立行承诺的 却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 他今天主要目标就是花钱 李文静和莫语童的好感却是意外的收获 而且 他发现跟所谓的女神相处并不像以前那般想象中的困难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敢 要么就是你尝得不够帅 要么就是你没钱 如果你又自卑害羞 不敢直视 还觉得社恐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钱不够多 是的 看那些身价百万千万上亿的土豪 穿个拖鞋背心 照样泡女神 她们长得帅吗 不 哪怕是矮冬瓜一样 歪瓜裂枣一样 有各种漂亮女人屈之若鹜 因为她们有钱 足够多的钱 她们就有足够的底气 走吧 还没到吃饭时间 我们继续去逛逛 好呀 看得出来李文静很开心 你好 刚忘了说了 我们是可以提供市区内送上门的服务的 看你们需不需要 还有这种好事 那当然是必须的了 李文静开始拒绝的 其实也不重 但江楚说 后面逛不方便 最后还是听她的 江楚心里想的确实 后面还想着买更多东西呢 要是因为拿不完就不消费 那就亏大了 而李文静却是想着 江楚是为了她考虑 心中也是感动了一番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接下来 墨语桐走在路上的时候 特意地走在她们中间 只为了靠近江楚 还时不时地主动找话题聊天 而江楚只是问一句答一句 心不在焉的 这更让墨语桐无比好奇 看来对方真的是超级富二代 完全不像以前那些遇到的富二代一样 稍微给你花了点钱 就开始各种吹家里多有钱 暗示这个 暗示那个 甚至动手动脚 现在对她根本就没在意 这更激起了她的战友欲 江楚是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方就是在旁敲侧击问她家底 她爸妈真的就是中地的 怎么解释 只能随便找借口搪塞过去了 随后三人又去了各种名牌专卖店 骨池 香奈 爱马仕 从腰带到鞋子 从各种饰品到护肤品 一路上只要看到的店 江楚二话不说 就叫她们进去买买买 那态度比女生还积极无比 李文静开始都是在拒绝的 但墨语桐却 每次都把她拉进去 还帮江楚各种说好话 我看她就是喜欢 你才这样的 怎么能辜负了人家一片心意 说这话的时候 就连墨语桐她自己也是有点带酸 而李文静却相当地开心 江楚看着那点数不断进账的同时 心里也是相当郁闷 后面虽然都在买东西 李文静明显地在帮她省钱 她想大把大把地买 但李文静却表现出了有点反感 好感度当场就降了三点 这让江楚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答应她适当购买一些东西就好 李文静才开心点点头 那好感度重新回来了 江楚无奈 逛了好几个店 一共才花了二十万花下币 不过 点数如果换算成钱 也是妥妥几千万了 好歹迈入了千万富翁的行列 心情还是不由得一阵激动 上一世 那是想都不敢想 墨语桐 好感度加时 最后 他们到了一个名牌服装店 文静 之前那些就不说了 衣服你可得多买几套 宿舍里面衣服最少就是你 而且 你以后是不是要在她面前穿美美的 墨语桐后面那句 是在李文静耳边悄悄说的 李文静无法反驳 甚至露出少女恋爱才有的甜蜜微笑 欣然接受 墨语桐再次目录疑惑 那就买三套好了 你也不许超过这个数 江楚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好好好 墨语桐朝着江楚比了一个OK的手势 意思是我帮你的 你看着办 江楚偷偷竖起大拇指夸了墨语桐 让她傲娇不已 立方 在李文静拿着一套衣服 进去十一间的时候 墨语桐恰好的从另一间出来 此刻的她 穿上了一条白色超短白褶裙 那长度都膝盖往上了 估计微微低头 就亦能一览美景 墨语桐背对着她 在一张全身镜面前 摆出各种姿势 不得不说 她身材是真的极品 疯腰翘臀 那该死的裙子 就在那晃悠 恨不得突然刮来一阵 十级大风才好 江楚的注意力 停留在墨语桐那双极品大长腿上 完全没看到 对方一直在镜子中 偷偷打量着她 墨语桐突然整个人弯下腰 似乎要整理鞋子 正常人都是直接驱腿蹲下来 但她不是 那双大长腿都不带弯曲的 保持笔直状态 可见其身体柔韧性之后 不愧是练过舞蹈的 江楚猛然瞪大了眼睛 差点喷血 刚刚下来那一下 她能很清楚地看到了 那一抹一闪而过的黑色 卧槽 墨语桐就是故意的吧 这时候 李文静从示意间里面走了出来 瞬间把江楚目光拉了过去 还有点心虚 但随后她眼睛都直了 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也太美了吧 之前她穿衣风格 都是挺保守的 所以很多细节没看出来 如今她换上的是一套 洛奸短袖粉色墨胸 还有白色超短裤 那皮肤真是好到没法说 细腻光滑白皙 在灯光下微微泛光 露出的相间两旁 是非常细长精美的锁骨 再加上那独有的气质 宛如公主一般 就连店里其他女生都看待了 店长开口夸赞道 哇 天啊 你穿这个也太好看了 啪 比那些明星什么蜜什么 那都好看多了 而且 我上次遇到一个上市公司的千金 都没你有气质 不知道还以为你是公主呢 李文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涂了涂小舌头 无比可爱 江楚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太好看了 你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 而且 脚上的鞋子也很好看 非常适合你 江楚说的都是实话 其实她之前一直觉得 系统的评分不合理 因为对比墨宇童跟李文静 前者还更好看一些 如果说墨宇童是87分 那李文静应该是88分才对 但如今换了一身衣服 看到对方那隐藏的魔鬼身材之后 90分简直太正确不过了 真的吗 李文静开心极了 江楚居然细心观察到了 她脚上新换上的鞋子 这证明自己在对方眼里 得到很细微的关注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李文静的腿虽然没有墨宇童那般长 但绝对是极品 皮肤光滑到微微泛光 比例完美 笔直中略带点大家闺秀的肉肉 因为穿的是船袜 就连露出的脚背也是白嫩无比 微微带点骨感 更是让她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我就说吧 文静你平常穿得那么保守 其实你身材比我还好 你看 有人看得眼睛都快直了 墨宇童忍不住夸赞道 同事心里再次泛起一次酸味 刚刚花了点小心思 才吸引了江楚目光 现在对方完全都放到了李文静身上 我觉得这套也不错 我去换一下 李文静很开心地再次跑到十一间 墨宇童抿了鸣粉唇 走到江楚面前小声问道 你看文静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快说说 我穿这套怎么样 你喜欢吗 嗯 挺好看的 江楚扭过头不敢看她眼睛 只因为刚刚做贼心虚 你刚刚一直在盯着我腿看 哪有 而且 你刚还偷看了我穿的白色 对不对 不是 那明明是黑 玩犊子 江楚看到对方那脚侠的目光 就意识到自己被坑了 哼 你们男生都是大色狼 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文静的 墨宇童微微得意道 江楚反应过来 用这个拿捏她 想太多了 随便你说 刚刚明明就是你故意的 我也可以说 你再故意引诱我 墨宇童棱住了 没想到 对方根本就不怕 直接凑到江楚耳边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嘛 我的腿好看嘛 我买了几条黑丝 今晚九点半 我自己一个人会去思念亭散散步 苏玛的声音充满着挑逗 这不是明摆着约她吗 极品大长腿加黑丝 而且对方还是个笑话 卧槽 这想想就觉得无比诱惑 她其实微微腿空 而当时的宋清清身材好 也就好在一双大长腿上 弥补掉了上面飞机场的不足 而如今 李文静跟墨宇童的两双极品大长腿 比宋清清不知道好看多少倍 尤其是墨宇童 其实她刚刚也看了过去 那简直是没话说 如果说李文静的 是那种略带丰满的大长腿 那墨宇童的 就是练过体操舞蹈那种类型 不仅修长笔直 而且还很结实 隐隐带着爆发力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柔 而那双玉卒 除了白嫩骨感之外 即便穿着鞋子 也能看到那完美的脚弓 要是能看到 墨宇童穿上黑丝的话 这简直就是人间极品 走在路上 绝对是百分百的绝杀 你们在聊什么呢 看看我穿的这个怎么样 李文静这次穿的是 一件红色吊带 束腰丝绸长裙 一边开了高叉 露出一条雪白泛光大长腿 搭上一双高跟鞋 整个人的气质 完全都起来了 宛若千金一样 人美果然穿什么都好看 江楚也是犹新夸了几句 李文静开心不已 就连墨宇童 也带着羡慕的眼神 江楚这才发觉 虽然墨宇童之前说过 好像李文静 并没什么钱在身上 本以为也是一般家庭出身 但他给江楚的感觉并不简单 单单是那气质 还有面对他出手买单的从容 这不像是一个一般家庭该有的 因为江楚 他本身就是农民家庭出身 如果不是系统 他哪怕月入过万 也不可能这么淡定 另外 两个极品笑花 能成为闺蜜也是 挺少见的一件事 尤其是墨宇童这种拜金的 身边多一个这样的竞争对手 应该对自己很不利才对 江楚 你试试一下这些衣服 给我的 江楚非常意外地看着李文静 嗯 别总想着给我们买 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第一次帮男生看衣服 看看合不合适 江楚若有所思点点头 拿着衣服进去试衣间 一旁的墨宇童 心里也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目光在李文静和试衣间上来回打量 哇 看不出来 身材还不错嘛 文静的眼光也是一如既往的棒 墨宇童看到江楚换了一身衣服之后 目光闪亮 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没想到隐藏的超级富二代 还是一枚帅哥前立鼓 那个宋卿卿简直是瞎了眼了 想不到这么合身 比我自己看得还精准 江楚的夸赞 让李文静微微明起粉唇 美目含着开心 你好 这些全都要 江楚直接跟那两个店员小姐姐说道 他们愣在原地 许久没反应过来 全 全都要 嗯 李文静跟墨宇童 已经是习惯了江楚的豪气 店员小姐姐 则是激动得开心不已 这一起加起来 可是有十万多 单单提成 就够他们两个月的工资了 打包好后 又是一堆大袋小袋 还好 这些大品牌的店 但凡购物多了 都有帮送货上门的服务 这倒是让他们省心不少 时间不早了 想必你们也饿了吧 我请你们吃火锅 李文静开口说道 脸上洋溢着开心 墨宇童也是心情大好 摸着小肚子 还要大干一场 只有江楚微微苦刮脸 这一早上 才花了这么点钱 生产队的驴效率 都没这么慢 好啊 那你们先上去 我去趟洗手间 好 你喜欢什么锅碟 随便 大龙虾鲍鱼鱼翅 什么最贵的点上 李文静 夏花县 那个 我问的是锅碟 啊 锅碟啊 麻辣的吧 星号 嗯 那我们先上去咯 商场上面三楼 就是餐饮区 而江楚之所以说 要去趟卫生间 是因为他看到了 不远处的一个珠宝店 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他要试试 自己先买 然后送给李文静他们 看看系统 会不会识别消费成功 来到周九福珠宝店 江楚意料之中的 被忽略了 没一个店员 主动过来找他搭话 他也不介意 这样还省了麻烦 因为他想自己挑 所有的商品 被他快速一览而过 最后目光 停留在了一对项链上面 那是相钻的两条 白金海豚 相互追逐 二十万 这价格 也正算是店里比较贵的了 其他更贵的 就是玉琢了 但戴在一个大学生手上 多少有点不合适 就他们了 美女 可以拿这个给我看一下吗 江楚叫了一声 有几个店员扭头看了一眼 目光露出鄙视 看嘴形似乎还切了一声 转过头 装没看见 最后一个正在忙的小姐姐看到了 没有想太多 直接跑了过来 她这个举动 却被其他店员 投来了嘲讽的灭笑 不好意思 店里人多 一下忙不过来 实在抱歉 江楚看了一眼 这个小姐姐满头大汗 其他店员 有的就一脸产笑地 扑在那些看起来 穿的人模人样的顾客身上 有的直接就是玩手机发信息 恐怕只有 她是真的在忙了 您确定是这个吗 小姐姐有点不敢相信 这可是店里价格上等的商品了 但还是拿出来了 摆好了给江楚看 并介绍了这款项链的名字叫 海洋之星 因为两条海豚围绕 正好中间空出一个星形模样 这个名字倒是挺形象 我买了 帮我打包吧 还有那两条手链 啊 小姐姐直接猛逼当场 您 您说您要了 您好 一共二十六万 直接刷卡成功 江楚走的时候 背后那群刚刚嘲笑她的店员 无比地懊悔 还有看着那小姐姐乐开花 各种跺脚极度恨 紧接着 她又跑到了欧米切专卖店 挑选了两块手表 这两款 我买了 服务员小姐姐还没反应过来 买了 嗯 刷卡 就几分钟的时间 又是十六万出手 直到江楚把东西放进那旧旧的黑色背包 那些小姐姐都还在一脸震惊 天啊 我一开始根本没注意到她 十几万的表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根本不带犹豫的 是啊 我去菜市场买个白菜 都得挑一下问下 能不能少点 你们有没有留她电话 啊 没有存单上面有 赶紧加上 到了楼上餐厅 江楚远远看到了他们位置 不得不说 两大笑话齐齐出镜 旁边坐着的 不管男人女人都在偷偷打量 走过的时候 她能听到 有一桌人议论着李文静和莫宇童 你们看 两个都是极品啊 看起来好像还是大学生 卧槽 我喜欢左边那个 那规模 一手难以掌握啊 嘿嘿 我喜欢右边那个 那腿够我玩十年 王总 你不是说没有把不到的马子吗 哼这种 学生妹最好弄到手了 信不信今晚我就能把他们约出来开房 江楚走过去 坐到了他们对面 马上就能感觉到 四周十几道灵力的目光射过来 隐约还能听到各种嘲讽 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们都吃了好多了 去办了点事 耽搁了点时间 那你赶紧吃吧 这些都是我烫好给你的 我也给你烫了一些 江楚看着眼前自己那个碗堆的三层楼那么高 根本就放不下了 这叫一些 谢谢 刚好我也饿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着江楚毫不介意地 加起那些他精心弄好的食物 放到嘴里 津津有味 李文静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就在这时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个年轻男子年纪看起来大概二十七八岁 输着一个中分 高挺的鼻梁上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身上是白色修身衬衫和黑色西裤 戴着一只金表 俨然一副成功人式的打扮 他伸出一只戴着手表的右手 还故意翻开手表面朝上 劳力士的标志很显眼 看到三人的目光都顺利地转移到上面 男人嘴角不经意地翘了翘 你们好 冒昧打扰一下 我叫王海 海地公司的总经理 刚来这吃饭 就看到了你们惊为仙女下 凡一般荣梦 很想结识一下你们二位 海王 江楚脱口而出 什么是海王 墨宇童疑惑问道 哦 一种滥娇的海洋生物 哥哥哥 李文静难得的无嘴轻笑 所谓的沉鱼落雁碧月羞花 也不过如此 把周围的人 包括王海在内 给看呆了 随后他才反应过来 那句话是在嘲讽他滥娇 正好戳中他软肋 看向江楚的脸色 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小子 你觉得自己说话很幽默是吗 我年入百万 光一个月的工资 就比你一年生活费还多 你拿什么爱动我比 连出来吃顿饭 你都要人家女生请客 同为男人 我真为你感到丢脸 你是不是还想着泡他们 告诉你 别妄想了 你这样的屌丝 在我公司随便一个员工都比你强 美丽的女生是用来呵护的 不是给你糟蹋的 知道吗 不知道 你继续 江楚一副很认真听的样子 倒是让王海微微愣了一下 王总说的没错 一个臭屌丝 也想追这么好看的女生 简直就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真是笑死人了 我们王总年纪轻轻的 便是公司总经理 年入百万 再过段时间 说不定还能接任CEO 他可以给两个美女想要的一切 你呢 毕业后 说不定还得姚伟起怜的 来找我们给你工作呢 哈哈 几人估计跟王海一起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跑到隔壁桌 各种嘲讽起江楚来 王海更是气焰嚣张了 你看他们身上穿的和拿的包 LV古吃香袋 随便一个 都是你渴望不可及的东西 就是你大学四年不吃不喝 估计也买不起 你凭什么有脸待在他们身边 跟他们一起吃饭 江楚猛逼的低头 看了自己身上衣服一眼 这可是李文静刚刚帮他挑的 不过风格一如既往的低调 所以也不怪那蠢货认不出来 可李文静就不一样了 这不是在诋毁他的眼光吗 还是在有好感的人面前 那脸色越来越冰冷 可见气得不轻 莫语童开始也是觉得 王海年纪轻轻便如此成就还不错 但说到年入百万 他转头跟李文静说道 我们早上买的东西花了多少 六十多万吧 那还差点 买少了 莫语童漫不经心 意犹未尽 似乎不太满意 但一旁王海他们 直接就愣住了 尤其是王海 眼睛已经眯起来盘算 都知道这些女生拜金 他也遇到过不少 但大多数花个几千块 买点礼物就搞定了 少数极品的 买个几万的包包 也肯定拿下了 眼前这两个 开口就是六十多万 他说是年入百万 实际上还得看公司效益 不过 或许这两人是故意这么说 看他们身上 除了包包是牌子 也没其他的东西了 让对面那个吊丝 知难而退 肯定是这么个脸 毕竟是同学一场 估计不好直接翻脸 想到这他重新写满自信 一早上就花六十多万 我滴乖乖 这种女生 也就王总能hold得住了 对吧 王总 是啊王总 对你来说这不是试试碎吗 听到没 臭吊丝 人家女生就是说给你听的 一早上消费 就六十几万 你就是把自己卖了 也凑不过这个数吧 真不懂你还有脸 坐在这吃饭 几人一人一句 好不得已 江楚脸上写满了无奈 是啊 一早上 一早上 才六十几万 这戳中了他心中的痛 也太少了 换算起来 也才六千多万 小目标都没达成 哈哈 知道惭愧了吧 知道自己配不上人家女生了吧 实相点 你还年轻 毕业出来后 多多努力工作 说不定用个几十年 就能达到我们王总现在的成就了 够了你们 李文静忍不住生气开口 饭是我请的 我想请谁就请谁 但没请你们 请你们走开 别妨碍我们吃饭 哈 抱歉抱歉 我也是一时激动没忍住 给这位小兄弟 好好上一上大学 里面没有的社会课 其实我也是为了他好 有野心不是件坏事 但不能好高骛远 花的可都是家里的钱对不对 我今天刚好在周九福珠宝那里 买了点小礼物 就作为今天能认识你们两个 这么漂亮的美女的见面里吧 王海面带笑容 这都在他意料之中 毕竟他打搅了人家吃饭 拿出准备好的两个礼盒 放到了桌面上打开 里面是两条特色的金手链 款式新颖年轻 看起来很不错 这次为了在手下人面前摆谱 他是下了血本了 以前泡妞可不会出手 就上万块钱的东西 那顶多是日后假 为此 他现在是自信满满 目光来回停留在两女生脸上的表情 很快他就失望了 其中一个就瞄了一眼 马上就挪开了 脸色始终冷冰 似乎还带着不屑 另一个还好 眼睛微微睁大 似乎挺胆兴趣 但他居然看向对面那个吊丝 似乎在看对方的脸色 这什么情况 啊 这链子也就一条花了一万多 虽然不是很贵重 不值得一提 但却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还请收下 这个时候 江楚开口了 确实不是很贵重 你年薪百万的人 就送这些个玩意 是我我都不要 小子你 王海瞬间火冒三丈 差点想动手打人 这小子翘着个二郎腿 在那晃来晃去的 也太装笔了 说这种风凉话 恨不得把他当场手撕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瞧不起我们王总 他一个见面里就上万 你呢 你有什么 就剩那张狗嘴了 就是 吃饭都要女生请客的东西 真不懂哪里来的底气 瞧不起我们王总的礼物 有本事你也拿出点诚意来啊 让我们见见世面 哈哈 可别随便拿出个地摊货 或者自己做的玩意 说什么礼物价格不重要 重要的是真心什么的 别让我瞧不起你 几人一人一句 就是在故意激怒江楚 还把他后路堵死了 摆明了 就是要比价格 李文静他们 当然也听得出来 早上江楚 一直跟他们逛店买单 他身上哪里有什么礼物 本来想说 早上买的几十万东西 都是江楚买单的 可是那些东西 都托店里直接送学校去了 没带身上 哪怕带了 恐怕说出去那些人 也不会信 不由地替江楚交集 江楚 你不用跟这种人比 他的礼物我们不要 跟你送的比起来 这礼物屁都不是 李文静说话可不会 给王海一丝面子 让对方直接恨得牙痒痒 是 王总礼物屁都不是 他呢 连屁都没有 江楚似乎突然想起什么 啊 说到礼物 刚刚回来太饿了 只顾着吃 我去卫生间回来 看到一家店 随意逛了下 看到东西还不错 就买下来了 打算送你们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拿过那个破旧的黑色背包 打开拿出里面 几个小袋子 对了 刚刚我都没来得及 看那家店的名字 你说巧不巧 跟你一样是周九福的 江楚 你还跑去给我们买礼物了呀 李文静跟莫语彤 都露出期待的表情 王海努力让自己 保持着绅士般微笑 嘴角却在抽动 咬牙切齿 凭什么他送的两人看都不看 是吗 同样是周九福 店里面几百到几万都有 你的是几百的 还是几万的 王海扭过头 假装不屑 但眼角余光 却时刻观察着这边的动静 期待着对方 打开是个几百块的玩意 他好打脸 但下一秒 他就惊呆了 只见那三个精致的盒子 一个一个被打开 首先是两条手链 同样是惊的 但人家那两条 看起来就比他那些粗了两倍 而且 那上面的饰品 也是比他的大 经常买这些东西的他 一眼就猜出一条的 大概的价格 起码两三万 最后一个大一点的盒子打开后 更是让在场的两个女生 都发出惊叹 包括王海 和他那些手下 也是呆住了 这不是海洋之星吗 这好像要二十万 其中一个脱口而出 说完就意识到了不对 赶紧看向王海的面色 果然已经整张脸都白转轻了 天啊 好美啊 这是两条项链吗 居然还能这样组合在一起 江楚 你太有心了 是不是送给我们两亿人一条 因为我们是闺蜜 嗯 我也是无意看到觉得不错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 当然喜欢 简直太喜欢了 墨语童跟李文静 把项链直接戴上 本来两人都是校花级别 现在戴在脖子上 更加的美丽动人 两人在互相打量 口中更是夸赞不已 江楚 你怎么这么会挑礼物 太好看了 而且很适合我们 啊 还有两个礼物 还有 墨语童脸上藏不住的期待 王海也是眯起了眼睛 都在看着江楚 又从那黑色背包里面 拿出两个正方体精美盒子 然后打开 这也是给你们买的一对 希望喜欢 哇 是欧米奇的手表 墨语童脸上 再次露出激动 拿了其中一个 给李文静戴上 一下子气质就上来了 好好看 我说啥都买了 似乎还缺点什么 原来是手表 江楚你也细心了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三 墨语童 好感度加十 这边在各种开心 却唯独把王海晾在一边 他走又不是 不走更是在啪啪打脸 之前还嘲讽人家 拿不出礼物 现在对方不仅拿出来了 还比他那链子贵了几十倍 说送就送 这还怎么装憋 他那些礼物 早就被推到了一个角落 单单对比那手链 都黯然失色 更别说那价值20万的海洋之星 和手表了 王海试图努力保持着微笑 但却很僵硬 这个时候 一只苍蝇 不知道从哪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中 正好就停在了王海 放在桌面上的礼物 还得意地撅起了屁股 后面两只脚 相互摩擦了一下 简直如同赤裸裸的嘲讽 啪啪给王海打脸 江楚手一挥 直接把苍蝇给吓飞起来 都说这苍蝇喜欢付拉机上面 王总的礼物 可是金子做的 也太没眼力见了 要有个拍子在这里 我绝对拍死他 扑咯咯咯 对面两个笑话 忍不住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王海整张脸 已经被气成了猪肝色 手握拳头 砸在桌面上 猛然站起来 用一种恶毒的眼光 看着江楚 小子 你别得意 有点小钱很了不起吗 我一年收入 就能买这些东西两份 忘了跟你说了 王总是吧 早上我们是 买了几十万的东西 但那都是 他给我们买单的 我们自己没有花一分钱哦 墨玉童不忘补上一刀 王海差点一口老血喷出 站多站不稳 磕了一下凳子 幸好被后面几个狗腿子扶住 王总 你没事吧王总 你们完了 知道王总是谁吗 那可是王氏集团三太子 得罪了他 你们就等着没好果子吃吧 放开我 王海推开了左右 眼神满是隐狠 很好 你们给我记住了 到时候别跪着哭求饶 我们走 王海他们走后 江楚就仿佛没发生过一样 吃火锅 但脑子却在思考 王氏集团 上一世似乎听过 水果省八大集团之一 按实力应该是排第六 王氏集团里面的高管 各个都是高傲不已 同时 手段也是心狠手辣 尤其是 涉及了建筑工程 有自己一帮施工队 在后面房地产爆发的十年间 更是把家族的排名 弄上了八大家族第一的位置 不可小缺 看来光有钱还是不够的 要尽快提高自己的实力了 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 生存甚至向上爬 钱是重要 同时还得有权和地位 自身的实力绝对不能弱 危难关头 还是得靠自己就自己 这方面 他目前能速成的办法 就是用属性点 要尽快达成系统要求了 经过一个小插曲 并不影响他们 继续吃得津津有味 李文静很开心地去买了单 下午他们都有课 所以就一起打了个车回去 我们先回去上课了 嗯 去吧 学校大门口 李文静给了江楚 回眸一笑百媚声 再次把江楚看待了好一会 江楚检查了到账的26万的点数 这系统果然给力 送礼物给女神 也是能算进去的 这下理想目标更近了一步 该去找托尼老师聊聊了 一栋202 女生宿舍 李文静默雨彤 他们还没开门 就听到里面各种尖叫讨论 推开门 两道穿着宽松睡衣的倩影 就扑了过来 哇 你们终于回来了 快说快说 这么多东西 都是牌子 抱上哪个大老板大腿来啊 李文静他们 一看宿舍里面 只要有空的地方 都已经被摆满了东西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送过来了 难怪陈美丽他们这么激动 不行了 先让我做会 逛了一天 累死我了 我也是 腿都酸了 李文静收拾出一张椅子 坐在上面 脸上露出的是 开心的笑容 莫语彤 则是把穿在脚上的鞋子 甩到一边 露出那精致 穿着船袜的脚丫 换上了拖鞋 啊 一声尖叫 把刚回来的两人吓了一跳 莫语彤 干嘛呀 乐乐 你突然鬼叫这么大声 我看到了什么 LV包包 还是最新款的 快 给我看看 我也要看 陈美丽跟张允乐 抢过莫语彤身上背的包包 在手上反复翻看 连连赞叹 根本不舍得放下 这让莫语彤感觉到无比满足 同时更坚定了 他要拿下江楚的想法 无缘无故 送这么礼物给他 对方肯定也是 对他有好感的 虽然没有表露出来 好了 文静那好几个呢 你们去看他的去 什么什么 在哪呢 两女生起起转头 眼睛在李文静身边扫来扫去 仿佛在寻找什么猎物一般 想必东西应该是刚刚送到 他们还没来得及发现 看到床上那带着LV logo的四个袋子 啊 同样的姿势动作扑了过去 他们家境其实都差不多 算不上十分有钱 那几个包包 每个都五六万 还有其他一堆东西 每一样都是他们女生梦寐以求的牌子 现在都摆在了眼前 怎么能不激动 直到李文静答应 借包包给他们背一段时间 才消停下来 紧接着 就是对李文静他们的穷追猛问 天啊 你们两个该不会是被外面的大款给 包养 想什么呢 你们 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李文静什么性格 他们当然知道 但莫语童就 琪琪看向他 把莫语童看得有点无地自容 没错 他是说过 如果有个大款 愿意给他钱 又符合他演员的话 他估计会同意 这一方面是 来源于他家庭的原因 另一方面 也是受了某些毒鸡汤的灌输 所以 他觉得 钱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也有很多富二代 垂涎他的身体 甚至那些大叔老头 想方设法得到他 但他也不傻 不是随便给点钱 就能出卖自己的那种人 知道那些人 不过是玩玩罢了 对于自己的第一次 还是比较看重的 你们别瞎猜了 宇童也不是这种人 是江楚送给我们的 李文静说完 玉手赶忙捂住嘴 但那两个人精 八卦一起 不打破砂 郭问到底 哪里肯罢休 眼睛弯出一道狡黠 谁是江楚 怎么以前 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没错 认识你这么久 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任何一个男生 这到底是外面 哪家的公子哥 这么有钱 也不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最后让李文静 不得不合盘拖出 反正知道是迟早的事 不是吧 他居然是跟我们一个学校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好人 没道理啊 连校草榜跟二代榜前十 都没有这好人物 你们是骗我们的吧 是啊 我也没听说过 这个时候 墨语童开口了 正常 就他那样子 走在路上 被你们撞到了估计 都不会多看几眼 想起来 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江楚 开具一副穷表丝模样 没想到这么有钱 连他一开始 都看走眼了 居然是个低调的 超级富二代 别这么说 其实江楚哥哥 长得蛮帅的 你们没见过而已 李文静说完立马 意识到不对 连忙住口 其他三人 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 墨语童 也只当是李文静 说给他们两人听而已 双手一摊 他帅 有钱我认 他要是帅那全学校的男生 估计都可以叫帅哥了 文静 真不懂你看上他哪点 墨语童说 这句话的时候 有点心虚 语童 那包不要了可以还给我 李文静两手插腰 假装生气说道 嘿嘿 帅 他帅 必须帅 这还差不多 赶紧收拾下 准备上课 学校大门 一个一米八二身高 穿着修身白色衬衫 灰色西裤 蹭亮皮鞋的年轻人 一身挺拔 两手插带 仰望着高高的学校大门 那一头独特的彭于燕 三七分贝的发型 配上那干净的脸 和自信的眼神 简直就是 行走的荷尔蒙 旁边经过的不少女生 都忍不住投过目光打量 这人是谁啊 好帅好有气质啊 我太喜欢了 是啊是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发型 原来男生 还可以这么帅 天啊 好 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简直就是小说里面 男神的现实版 好想 被他压在下面啊 那些颜值六七十的女生 好感度 直接飙到了八十 让他再次感慨 长得帅确实 是一种先天优势 自带泡妞光环 嘴角微微翘起一抹自信 这个发型 可是后几年才开始有的一种 那些明星小鲜肉都喜欢 放到现在甚至还有不少 沙马特发型的时代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没错 男子就是江楚 花了三百大洋 手把手叫那个托尼老师 弄好后 就连对方也是赞不绝口 大不迈进学校 有钱又帅 就是备有自信 二 快看 那个帅哥进了我们学校 是啊是啊 他难道也是在里面的吗 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 我们学校有个这么帅的男生啊 一个长得像猪一样的女人 一脸嫌弃 切帅吗 身上没一件牌子 我觉得 还是我家吴小千帅 校草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而且 人家不仅帅 还是个富二代 要是我能当他女朋友啊 死都值了 吴小千 江楚想到 上一世有个采缝刃机的 五栋三零腰 男生宿舍 你找谁 向华坐在电脑面前 双手举起电竞耳塞 一脸猛逼看着眼前走进来的人 刘金和宵夜同样的表情 卧槽 江楚 不然呢 我草草草 这发型给力啊 我摸摸 向华直接扔下鼠标键盘 就跑了出来 他的电脑画面 队友在那破口大骂 C&M 团站在那挂机 不完就给老子滚 四宝一包起来的挂机的SW 草 江楚可不知道 向华干了啥人神共愤的事 别弄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这什么东西 在我床上 看到了自己床上放了几袋东西 这不是你外面 买叫人家送来的吗 可以啊 你这家伙有钱了 买牌子了呀 拿下来一看 都是些衣服 这才想起了 李文静他们买的那些 怎么还有给自己的 难道是李文静这小妮子 偷偷给自己选的 还说怎么在店里面消费的点数 怎么没有全部返回来 当时还没来得及想太多 现在才知道怎么回事 对了 说到钱 诺 江楚拿出一叠百元大钞给向华 卧槽 五千块 我没借给你这么多吧 好像只有一千多 嘿嘿 多出来的是我送你的 操 你小子买彩票中奖五百万了 呃 也可以这么说 给你拿着就是了 牛逼 那我就不客气了呀 哈哈 把那些衣服拿了出来 都是休闲装 试了一下 每一件都很合身 这李文静眼光倒是蛮准的 比他自己还了解 以前都是出去自己试的 压根记不住什么 马术之类的 我靠 我还没穿过牌子衣服呢 你挑一套 送你了 草 真的假的 不要受悔 草 白送的傻子才不要 冲了个走 而向华把那些衣服 都洗了晒了 说是这样 他就不算白拿了 由他去 逛了大半天类都累死 以前从没陪女生逛过街 就算是那个宋青青 也是他想要买什么 他就傻逼傻逼地跑去买了 回到床上一看 手机好几条短信 宋青青居然十几条 他还找自己干什么 江楚 之前是我不对 不应该忽略你的感受 你心里面 其实还有我的事吗 你怎么不回我短信 是在生我气吗 江楚 这几年 你一直都对我很好 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晚上你有空吗 想请你吃个饭 江楚冷笑 还以为他是以前那田狗吗 直接掠过 下一个 李文静 下午没课的话 好好休息 谢谢你今天送我们这么多礼物 我很开心 墨宇童 谢谢江楚哥哥送的礼物 我很喜欢哟 晚上九点半 思念停 我有空 可能会去那坐坐 我会穿黑色哦 换上一试 他早就巴拉巴拉回信息过去了 但现在他没空 出钱送礼 对方感谢是应该的 思念湖 晚上情侣约会圣地 每一所大学都有一些角落 是灯光昏暗 甚至没灯光的 而且有不少隐秘的角落 那些地方 往往就成为大学生们的约会圣地 谈情说爱 还是打拨乃至扑克 还有 作为曾经的资深舔狗 看出来这墨宇童一句话 就有很多意思 明明就是他想约自己 但却找了别的理由 而且只是说 有空可能会去坐坐 不会显得刻意 而且 哪怕放了飞机 他也不好说什么 人家没说 一定会去 但江楚相信 墨宇童一定会去 因为 他在他身上看到了钱 如果换成舔狗 说不定会空欢喜一场 而且过后 墨宇童随便找个理由 解释一下 都能让他感动一番 想着对方 还是为他着想地关心他的 不然 还解释干嘛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睡上一觉 至于什么约会 睡醒了再说 下午五点多 电话 直接把他吵醒 拿过来一看气得不行 是送青青打来的 以前从不会给他打电话 顶多会发个信息 当你信冲冲回了过去 乃至回了十几条过去 他才回一两个字 不是 就是哦 现在 江楚直接挂掉 继续睡 奈何电话连续来了好几个 现在的手机设置静音又麻烦 当电话又响起来的时候 他接了 很生气道 干嘛呀 一直打 没完事吧 这时 电话另一边传来弱弱的一道女声 抱歉 江楚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江楚一听声音视力文静 语气也一下子缓和了下来 啊 没有 刚刚一直来骚扰电话 没留意到是你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了呢 你找我什么事 那个 待会想约你一起吃个饭 就我们两个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约吃饭 就两个 这当然好啊 又有机会消费 还能增加好感度 这时 下面传来向华那洪亮的声音 你小子醒了 准备搞完一局了 几点出门 说好请我们吃大餐的呀 你已经约了朋友吃饭了吗 啊 是啊 我今晚要请我们宿舍 几个吃个饭 所以 没事的 那改日 我再约你好了 李文静的声音 微微有点失落 嗯嗯 如果是上一世的江楚 有这种好机会 一定不会放过 但是现在 他的选择 是跟兄弟一起出去吃饭 走 儿子们 爹请你们吃大餐去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这也行 都拒绝了海家 怎么样 江楚没有答应 跟你去吃饭吗 墨宇童关心问道 但眼神中 却闪过一丝窃喜 嗯 他约了社友 一起出去吃饭了 这家伙也真是的 你好歹是笑话 主动约他吃饭 那是多荣幸的事 居然拒绝了 是啊是啊 文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认识你这么久 可是第一次见你 主动约男生吃饭 太太差劲了吧 以为送点礼物 就很了不起吗 喜欢你的人多了去了 两个社友 打抱不平道 美霞他们说的没错 你不会对他 真上心了吧 能出手 送几十万礼物的人 绝对是个超级富二代 像这种人 基本上都是花心大萝卜 送你礼物就收得了 千万别动情啊 我知道的 放心吧 我没多想 那就好 去了最贵的餐厅 点了最贵的菜 还有没喝过的茅台 虽然没有反点 但江楚一点也不在乎 只因为是跟兄弟吃饭 一直到九点才结束 因为晚上大家都有事 所以也没喝多 他大爷的 这两货天天晚上都要去约会 也不见能约出个娃来 向华指着那两货远离的背影 骂骂咧咧的 还是我对你好吧 陪你这单身狗 对了 你昨晚不是说 跟一个叫王位的学妹约会吗 人家还请你吃冰淇淋来着 看照片人还不错呀 嘿嘿 不用你陪我 他来了 我先走了哈 你也去找个吧 单身狗 远处站着一个穿着 萝莉长裙的可爱女生 背的还是个娃娃包 江楚记得 这种衣服正品的 应该好几千 他担心自己兄弟 会跟自己一样遇到绿茶 可惜距离太远 系统没显示出来 那女生的情况 向华走的时候 还不忘嘲讽一句 江楚在风中凌乱 你大爷的 叮咚 这时候 手机信息响了 拿出来一看 又是宋清清 她到底想干嘛 发的是彩信 打开后一看 直接把她看猛了 只见里面 好几张照片 每一张都是宋清清 穿着一套情 屈内衣 摆出各种诱人的姿势 大红色吊带丝袜 加黑色红底高跟 跪趴在一张大床上 沉腰翘臀 微微张开嘴 口吐香舌 坐在沙发上 手举撩起秀发 黑色高跟大长腿 格局大开 另一只手抱住 小抱枕挡住中间 无比诱惑 背对跪坐在床上 一只手腕身后的绣发到头顶 露出只有一条交叉线 精美白皙的后背 还有那丰满的蜜桃臀 江楚 地豪大酒店 Triple X 我等你 江楚暗骂一声卧槽 这宋清清也太会了 看得她差点血脉膨胀 最后还是忍住了 以前对我爱理不理 现在让你高攀不起 现在自己 只是稍稍展现了一下财力 她就可以头怀送抱 酒店都定好了 想这样就能挽回吗 那是不可能的 虽然决心要去做一项 伟大艰巨的工作 免不了要承受各种糖衣炮弹 也为广大女神送出亿万爱心 可不是什么人她都会接受 何况是宋清清 哟 真是冤家路窄啊 怎么 白添那两个笑话呢 被嫌弃了呀 哈哈 江楚没想到 这都能遇到这个郑侯 打扮的人母狗样吗 还不是单身狗一个 你曾经追了几年的女生 亲都没亲过吧 好可怜哦 大舔狗 舔到最后归我所有 姐姐姐 郑侯仿佛要把之前的屈辱 都嘲讽出来 要多得意 就多得意 江楚微微翘起嘴角一笑 瞧瞧你头上有什么 有什么 呼伦贝尔大草原 绿油油的一片 郑侯这才发现自己被耍了 曹你马耍我 江楚拿出手机 打开照片 伸到他面前 你看看 多性感 郑侯看着照片目瞪口呆 一脸难以置信 脸色瞬间油摆转绿 伸手就想抢过手机 但江楚却更快收了回来 地豪大酒店 水床房 听起来挺爽嘛 宋清清这个贱人 我说今晚怎么订房 叫他没去 还拒绝了我 妈的 我一定要他好看 郑侯咬牙切齿 愤怒大步走开 直接上了一辆出租车 江楚摇摇头 后面发生什么 他也懒得想知道 直接把宋清清的联系方式拉黑 大愁的报 一个字 爽 一身汗臭夹着酒气 决定 先回去洗个澡 另一边 女生宿舍 李文静跟莫宇童今天都不约儿童的 早早就洗了澡 而且还换上了要外出的衣服 化了一个简单的妆 不同的是 李文静穿的稍稍保守 紧身路肩白色T恤和牛仔长裤 上半身爆炸般的效果依旧 上面的卡通图案两只眼睛被撑得大大的 莫宇童穿的是黑色T恤和超短的白褶裙 和黑丝肩头高跟 那双大长腿 配上黑色高跟 更是多了致命的诱惑 两人的漂亮 让两名摄友赞叹拉满 宇童 你要出门 嗯 文静 看你这打扮 也是要出去 啊 我去下图书馆 两人心思各异 出门后走的 却是不同的方向 莫宇童心想 只要不是去找江楚就好 相信今晚 对方一定会去约好的地点 找他的 这一点他是无比自信 甚至已经想好了 一会先去慢慢吃点东西 然后等九点半再过去 晾一晾对方再说 多少男生 为了等他 哪怕一整天 在那也愿意 今晚自己打扮这么性感 等多半个小时 那还是他占了便宜 能想象江楚盯着他 这美妙身材流口水的样子 看还不拿下他 男生宿舍楼下门口 一个极品漂亮女生面色 冰冷却又带点害羞地站在那 仿佛一道美丽的 独一无二的风景 过往的男生 无不被他的天使容貌 和极品身材所惊叹 这不是冰山笑花里文静吗 居然一个人跑来男生宿舍 我是不是看花眼了 卧槽 看他那个样子 该不会是来找哪个男生的吧 不是说他 从来都跟异性交朋友的吗 也不知道 哪个家伙这么好的福气 居然忍心让一个笑花 在宿舍楼下等他 让我知道飞到了他不可 得了吧 说不定是来找那个 富二代刘子祥的 据说他 可是李文静的头号 狂热爱慕者 煞别 那家伙 又不在我们这栋宿舍 人家住的是 双人间的好吗 李文静动了 走过来拦住了一个 想躲开的男生 男生见到自己 居然被女神拦住 一下子就紧张不已 完全不敢正面看李文静 你好 这位同学 我想问下 通信工程系 零八届三班江楚 是在哪个宿舍 呃 你找江楚 我跟他就是同一个班的 他在 谢谢你 不 不客气 李文静走后 男生马上就激动地跳了起来 笑花居然选中了他问话 简直太幸福了 笑花就是笑花 长得太美了 就连吸进去的空气都是香的 宿舍里面 江楚刚刚洗澡出来 穿着个平底大裤衩 撑着伞就往外走 系统突然响了 宋清清 好感度加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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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下化线 而这时 门口被推开 江楚还以为是 他们三谁回来了 回来了 有没有帮我打包奶茶 话都没说完 只见门口出现的 并不是摄友 而是 已经走进来的李文静 他似乎也被眼前看到的吓到 连忙站住 那两盏大灯 由于刹车还晃晃 让江楚忍不住 把视线转移到高地上 本来刚刚享受起来的太阳伞 又猛然撑开 啊 李文静一声 尖叫双手捂住眼睛 怎么会这么 我什么都没看见 江楚这才反应了过来 看了看自己下半身 再看看李文静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江楚不免有些尴尬 慌忙之中 扯下刚买回来 晒在上面的衣服 就穿起来 还好现在天气炎热 衣服已经干了 过程之中 还看到李文静偷偷地 把捂着眼睛的手指 张开了一点 不禁让他觉得好笑 已经穿好裤子 穿上衣的时候便说道 好了你可以睁开眼了 我不知道 你会突然进来 李文静 这才放开了手 脸上已经红到了耳根 是我要道歉才对 冒冒失失 就跑过来找你了 哇 你是下午去剪的头发吗 好帅啊 哈哈 是吗 我也觉得自己挺帅的 这衣服穿起来合身吗 我只是大概估计了 你一下身材 也不懂穿起来 合不合适 太合适了 比我自己买的都合适 谢谢 江楚穿好后 微微仰头 一只手的五指 往上刮到后面 嘴角扬起一抹自信 直接就把李文静的双大眼睛 迷得不要不要的 李文静 好感度加二 看来帅点还是有用的 江楚微微有点激动 就是长得少了点 越到后面 好感度就会难增加 怎么突然跑来宿舍找我 啊 那个 我 我就是想专程过来 感谢你送我那些礼物的 这理由也太勉强了 直接跑到男生宿舍 来就为了说个感谢 江楚 刚听你说想喝奶茶 要不我请你吧 李文静一脸的期待 腰前的玉脂护掐 似乎有点怕被拒绝 显得有点忐忑 好吧 你等我下 我换鞋 嗯嗯 李文静 笑道上 一对男女走在路上 引得旁边的人纷纷侧目 大新闻啊 这不是冰山笑花李文静吗 他居然跟一个男生在一起散步 难道是他男朋友 我猜 他其实一直有个男朋友 只不过是异地恋 所以在学校才不搭理别的异性 那男生是谁啊 长得好帅啊 而且一身都是牌子 一定是个富二代 有女生花吃到 黑色红星黑色红星 江楚微微有点暗爽 以前的他 走在路上都没人会看 果然有了前走起路 都觉得带风 校门口外面奶茶店 老板 一杯招牌奶茶 江楚 你想喝什么 你蒙水就行了 谢谢 刚好二楼有个窗边的位置 两人面对面坐着 看着楼下的人来人往 微风撩起了李文静乌黑长发 美丽动人 露出来精致的锁骨 和那白皙圆润的肩膀 在灯光下 更是微微放光 他突然把手低了下去 秀眉微微皱了皱 那恰好的角度 让他俯视到了高耸间的峡谷 简直是人间凶器啊 怎么了 这是被蚊子咬了 嗯 估计刚刚在来的路上被咬的吧 没事 你等我一下 江楚记得旁边就有家药店 很快就买了瓶清凉油回来 好不容易打开了那反人类的设计 递给了李文静 谢谢 没想到你还挺体贴的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这都能长 江楚内心激动 江楚 你会不会觉得 我是个很冷漠的女生 啊 不会啊 江楚不懂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突然想到了那一开始就有的几十好感度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李文静愣了一下 脸红的抿了抿英唇 你猜 说这话 就是不想回答 江楚也没勉强 反正他现在目标是 花钱跟提升好感度 两人又随意聊了聊别的话题 不懂为什么 李文静对他以前初中高中生活 很是好奇 而江楚也说了他当年不少的糗事 惹得对方咯咯咯笑 不得不说 李文静那笑起来 是真美得不可方物 一个情侣走了进来 坐隔壁桌上 你看看人家 好好学学 为什么你就不能幽默点 木头一样 啥都不会 江楚扭头看去 只见女生的长相 也是十分可爱 娃娃脸 大眼睛 双马尾 粉白性感洛莉塔衣服上 挂着个蝴蝶结 身材也是非常棒 笔直雪白的大长腿下 是白色高筒袜 黑色圆头皮鞋 周星仪 年龄 18 身高 166 体重 45kg 颜值 85 充电宝 0 好感度 加10 低 符合系统要求 达成90点好感度 可获得20点属性点 这不是传闻中 新进的笑话吗 排在第五 是个大一新来的学妹 周星仪 旁边那个男生 看起来年纪 应该也是大一的 长得挺帅 身高也有一米七几 就是看起来有点瘦小 唯唯诺诺地跟在后面 被周星仪说了一句之后 没有一丝不快 只是低着头 低声道歉 看到周星仪目光 一直停留在江楚脸上的时候 朝江楚这边 投过敌视的目光 江楚看在眼里 也是乐了 这都能招来小屁孩的仇恨啊 文静学姐 真的是你啊 周星仪笑起来 两只眼睛弯弯 露出两颗小虎牙 脚尖还蹦了一下 很是可爱 周星仪学妹 晚上好 他们虽然 不是同一届 但都是一个戏的 而且都是笑话 自然有认识 学姐晚上好 这个小哥哥 是你男朋友吗 好帅啊 我以前怎么都没见过呢 刚我看到他跑去要店买清凉油 肯定是给你用的吧 对你好体贴哦 周星仪嘴巴说得很快 一边说还带跳的 没有 我跟江楚 只是刚认识的朋友 李文静看了一眼江楚 脸上微微露出害羞 和些许尴尬 江楚学长 你好 我叫周星仪 一只白皙仙仙玉手伸了出来 手腕上一条 Hello Kitty手链在摇晃 你好 在那个男生敌视的目光下 江楚轻轻握了一下 便抽离 不是因为怕 而是出于礼貌 学姐学长 我不打扰你们谈恋爱了哈 嘿嘿 说完又一蹦一跳地 回到那边座位 对那男生 又是责骂了几句 对方只是在不停道歉 这让江楚 想起以前的自己 似乎有时候 也是如此卑微 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做得不对 从而被讨厌 现在他觉得 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洒脱点做回自己 反而对方会觉得有个性 不过 陷进去的人是很难自拔的 只能靠他自己 叮咚 又是一条彩性 这次是一个没备注的后码 边吸柠檬水边打开来看 一张照片慢慢刷新出来 差点让他喷水 那是几张俯拍的极品 高跟黑丝大长腿 无比诱惑 江楚 我到了 好不好看 是墨宇童 想到今天他发那短信 一看时间 九点半了 江楚 怎么了 你是不是还有诗 李文静看出了江楚的脸色 有点不对 啊 没事 可爱爱 一个心虚 直接被呛到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可爱爱 好一会了才消停 那个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嗯 回去的时候 学校大门依旧热闹非常 不少宝马奔驰奥迪 停在不远处 有些车头上 放了矿泉水 或者饮料 懂的人都懂 只不过 江楚从不去关心这些 他跟李文静走在路上 还引起了不少车主的注意 突然 他看到一个熟人 白色萝莉裙 背着一个娃娃包 那不是他兄弟 向华今晚约会对象吗 只见他小心翼翼 观察了一下四周 然后走到了一辆奔驰车旁 打开了车门 坐了进去 主驾驶位上 是一个中年大叔 上去后 第一件事还亲在了一起 然后就把车开走了 江楚眉头紧皱 怎么了 李文静问道 没什么 走吧 孝道上已经很少人了 两人很快就要走到李文静宿舍 楼下不远处 那是一处路灯昏暗的区域 旁边就是几棵大树 江楚 李文静突然停下 转过身来 微微抬起头 用那大大的眼睛盯着江楚 嗯 今晚你不是问我 咱们以前是不是认识吗 江楚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你还记得牙套妹吗 牙套妹 就是你读初中的时候 隔壁般的那个牙套妹 说起来 有一次那个牙套妹 被几个人欺负嘲笑 是你出手把那几个人打了呢 虽然 最后反倒是你被打得鼻青脸肿 李文静两手藏在背后 似乎往事历历在目 忍不住名嘴想笑 江楚陷入回忆 自己在初中的时候 似乎真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当时被打得很惨 回去后 还被他爸妈又拿着棍子教育了一顿 一直记忆犹新 你说这个啊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你该不会说 你就是 嗯 我就是他 那个牙套妹 江楚也是一时哑口 难怪第一次见李文静 居然就有55的好感度 眼前女神极容颜 又想到初中时候 那个肥肥的牙套妹 简直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 可江楚知道 一些在初中高中 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女生 展开之后 一打扮起来 绝对有一大堆男生会后悔 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宝藏女孩 还有 他突然发现 李文静 被传从来不和异性来往 难道也是因为他 这怎么可能 他只不过是刚好路过打抱不平而已 况且 这都多久了 不会的 江楚 嗯 你是我长大以来 第一次想了解的男生 你觉得我好看吗 好 好看 李文静很开心 两手交叉放在腰前 身子修得两边转动 突然 他向前走了一步 点起脚尖 抬起了下巴 闭上了眼睛 飞快地亲了一下江楚的脸颊 我回去了 拜拜 说完他慌忙跑开 回头看了一眼 愣在原地的江楚 扑刺一笑 开心地走了 李文静 好感度加舞 卧槽 江楚犹如被一道闪电劈重 实话当场 这 被笑话亲了 那感觉 软软的 湿湿的 香味尤存 绝美的容颜 完美爆炸的身材 这可是多少男生 都梦寐以求 追都追不到的笑话 如今却主动亲了他 指日可待啊 不行 不能陷进去 他可是身负系统 要达成五个女神 满意度95以上 才能解开下一集 明白着 他一定要做海王 阿佩 当个不爱的美男子 这才刚开局 必须得淡定 这个时候 手机嗡嗡响 谁打来的电话 拿出来一看 是莫语彤 连忙挂掉 一看之前 还发了四五条信息 你怎么这么久 你不回我信息 我生气了呀 江楚 这蚊子好多 我被盯了好多包 音音音 糟糕 十点了 那个莫语彤 应该不会这么傻 在那等自己吧 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去看看 就在他走后 不远处一个拐角 漆黑中 露出一只握紧的拳头 和一双愤怒恶毒的眼神 笑话李文静 大大喜欢吗 思念胡 这个学校的约会圣地之一 哪怕到这个点了 依然能碰到情侣 在牵手弹琴 江楚远远地看了一眼 幽暗的胡心亭 那边是没有灯的 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似乎并没有人在呢 看来 莫语彤看不到他来 应该早就走了 也是 堂堂一个笑话 怎么可能会专门等他 而且还这么长时间 正想转身 刚才还没看到人的胡心亭 突然冒出个人来 下半身被挡住 一头飘逸乌黑长发 绝美的容颜 单单看背影 就知道是个美女 卧槽 不会是莫语彤吧 还在 走了过去一看 果然是他 靠着远处的依稀的灯光 能看到他身穿白色修身衬衫 扎着一条黑色领带 超短的白者裙下 并着一双极品黑丝眉腿 和黑色肩头高跟鞋 本来还想欣赏多一回 却看到了 那不断起伏的高耸 看来应该气得不轻 你怎么还在这 突然听到有人说话 莫语彤抬起那美丽的脸蛋 用大大眼睛看着来人 眼神一亮 学校里面 居然还有这么帅的男生 而且 身上穿的都是牌子 那混蛋 居然放他飞机 过后再跟他算账 聊一下眼前这帅哥也不错 你这种搭讪方式 太老土了怕 哈 Sigma 这家伙居然认不出他来 也是 这没灯 他现在又是背对着 那远处的灯光 嘴角翘起一抹玩味 直接就坐到了他旁边 闻了一口跟李文静 身上不一样的香味 这个点了 你个这么漂亮的女生 独自一人在这干嘛 该不是在等你男朋友吧 说到这 江楚眼角之余 可以看到对方那白玉般的小拳头 也是握得紧紧的 漂亮的脸蛋上 在微微抽动 估计在咬牙切齿呢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他没答应过 一定来吧 墨宇童恶狠狠地说道 嗯 我是在等人 不过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了 估计那个人 掉到湖边淹死了吧 卧槽 江楚尴尬地用手指 摸了摸鼻子 这妮子狠了 要不他走 嗯 我怎么看你 感觉有点眼熟 墨宇童大眼睛 这时才仔细打量了起来 坐着差点就跳起来 你是江楚 嘿 是我 你怎么 是不是变帅了 墨宇童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跟白天那个不修蝙蝠 穿着随意的江楚 居然是同一个人 突然想到 文静之前说的那句话 其实江楚哥哥 他挺帅的 这何止帅啊 那潇洒飘逸的发型 自信的眼神 还有那大学生 没有的特殊的气质 放眼学校 乃至外面见过的 不管是校草吴小千 还是那些外面的公子哥 没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个江楚的 加上今天出手 那叫一个阔绰 妥妥的是一枚超级富二代啊 那不正是自己想要找的完美对象吗 墨宇童两眼放光 似乎要把江楚生吞进去 墨宇童 好感度加实 不行 想到了今晚 自己居然被对方放了这么久的飞机 还被蚊子各种咬 绝不能给他好脸色看 对方这种富二代 必须要欲擒故纵 才能拿下他 目光一下从柔和变成了愤怒 哼 你怎么现在才来 都过去一个半小时了 而且 这里蚊子又多 我都被咬了十几个包了 这一点倒没说假 南方不仅小强大老鼠大 连蚊子也是异常恐怖 不怕蚊子大 就怕蚊子身上带斑点 连黑丝也盯得进去 可怜兮兮的莫语童 试图挠养 但隔着丝袜 怎么挠都挠不到关键处 好几处确实受不了了 都把黑丝挠破了一些了 嘿嘿 我一下子忘了 莫语童差点气不打一出来 堂堂笑话主动约你 全忘了 我带了清凉油 哼 还算你有点良心 莫语童 好感度加一 将楚从口袋掏出来递给他 对方却没接 你让我在这等了这么久 我很生气 你还帮我图 莫语童恨恨地说道 哈 江楚愣住了 没听错吧 帮他图 怎么 不帮我图我就不原谅你 哼 可是 我怎么知道图哪里 我只给你位置 你图 话没说完 莫语童居然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直接把他那一米多的大长腿抬了起来 搭在了旁边江楚的大腿上 笔直 修长 比例完美 加上高跟黑丝 只是可惜了 刚刚那抬腿的瞬间 错过了某些景色 但即便如此 还是把江楚看呆了 莫语童 看什么看 色狼 莫语童整理了一下裙子 折起来夹在腿中 是你自己非要放上来的 江楚没好气到 他是被逼承受的好吧 还说 养死我了 赶紧帮我图 你穿着丝袜 我怎么图啊 你猪吗 这丝袜是连体的 难道让我在这脱下来不成 直接撕开就好了 反正穿了一次 也不要了 哈 撕开 江楚一脸的震惊 我去 手撕丝袜 这种事情 好像只在小电影里面看到过 如今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要求也太过分了点吧 莫语童把江楚表情 尽收眼底 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得意 今晚就让你原形毕露 难道不要换个地方 快点 默默唧唧的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现在这个点了谁还来着 江楚无奈 是你逼我做的呀 再次低头 认真看起摆在眼前的极品黑丝大长腿 又长又直 不带一丝坠肉 黑色诱惑 无限延伸到那深渊 这么 我撕了 对 撕吧 那是脚踝上面的一个地方 手指触摸着 那层丝滑 又带点摩擦的丝袜 同时还传来了嫩滑结实的反弹 昆昆 都差点rap起来 手指微微用力 咦 居然撕不破 这玩意 居然这么结实 再次用上了一大半力气 撕 一下开了的大口子 露出白皙光滑又骨感的皮肤 无比诱惑 眼角之鱼偷偷看了墨与同一眼 只见对方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 原来如此 这小妮子是在故意诱惑她呢 好吧 谁怕谁啊 江楚放开了胆子 不再紧张 打开药膏 帮她抹上 还在上面轻轻打转 不得不说 这皮肤是真的好 跟婴儿肌肤一般柔滑 还有这 这 随着一声声撕开的声音 丝袜上被开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破洞 江楚认真的再给每一处上药 墨与同也没骗她 上面都是一个个大大的小山丘 这一看 就是这边南方特产花蚊子的杰作 别说穿丝袜 穿瑜伽裤也照样能盯进去 她没留意到的是 随着后面图的地方越来越上 墨与同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已经一片潮红 粉唇更是轻药 发出了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轻微声音 那种感觉很奇妙 让她又害羞又舒服 陶醉其中 好了 都涂完了 江楚也是终于松了口气 这些恶毒的蚊子 居然咬了七八个包 难怪墨与同会骂她了 就在江楚想把药盖起来的时候 等 等一下 还有一个 还有 刚刚怎么不说 江楚一脸的疑惑 只见墨与同刚刚还高傲无比的脸 此刻竟然害羞低下了头 柔顺的长发挡住了大部分的脸 看不清此刻的表情 嗯 说吧 在哪 啊 那个地方有点不好意思 江楚大概明白了 只有可能在大腿根部位置了 不好意思 那你就自己涂就好 不行 你帮我涂 不然我就不原谅你 江楚猛了 不是吧 这 是要将自己色优到底了 只见墨与同直接换了个方向 把腿挪过去 重新踩到了地上 格局打开 在这里 看她手指的地方 内侧 可不是软件 卧槽灵 可是 猪骂 想什么呢 我穿有安全裤的 我一个女生都不介意 你介意什么 过来 墨与同大大方方 撩起裙子一脚 同时眼睛一眯 嘴角微微上扬 就不信你这样还能忍得住 江楚小心翼翼看了一眼 两条穿着破丝袜的高跟大长腿 就摆在两边 无比诱人 果然有黑色安全裤 难怪她刚刚敢这么赤裸裸地诱惑自己 可即便如此 这画面 哪个干部能经得起考验 偏偏江楚可以 不会啥 因为她刚刚站起来 看到远处似乎来了两个穿白衣服的女生 她可不敢在这种地方耍流氓 但这诱惑 也是对意志力的一种极度考验 时不时偷偷瞟一眼 内心诅咒那些 发明安全裤跟马赛克的家伙 快点 养死了 江楚伸手过去 用力扯了一下 居然没扯开 又试了几次 还是不行 主要是在那个地方不好出力 没办法 只能蹲下去了 丹西跪地上 双手两边一用力 撕 终于撕开了 她不知道 上面的墨语桐脸 已经红到耳根去了 胸口也是彼此起伏 这个江楚 到底是不是装的 自己都这样了 这都忍得住没对她动手 墨语桐 好感度家伍 不错 又涨了 突破那层关系 指日可待啊 江楚拿药来抹上 能感觉到 手指触碰的那一瞬间 对方明显震了一下 不行 赶紧速战速决 这样下去 她都扛不住了 与此同时 远处那两个来的女生 也刚好看向了这边 墨歇 你看那边 她们在干嘛 说话女生的嘴 张成欧自行 旁边一个女生 缓缓转过头来 那是一张绝美的瓜子脸 桃花眼 乌黑顺直的长发 被随意搭在一边 露出那精致嫩嫩可爱的耳朵 顺着唐小丹的目光看去 只见弧心屏中 一个穿着短裙的女生 躺在石椅上张开着腿 而一个男生 居然跪地上 把头埋进 那可不就是在做那羞耻之事 真的是太恶劣了 这可是在学校啊 亲个吻什么的就算了 去啊 没想到从图书馆看书出来说散散步 也能碰到这种事 男生突然抬起头站了起来 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 吉梦西非常厌恶地转过脸 不想再多看一眼 根本就不想知道那男生是谁 免得以后见一次恶心一次 小丹 我们回去吧 这里不仅蚊子多 还有恶心的人 等一下 那个女生不就是墨语童吗 吉梦西 吉梦西停下了脚步 再次看去 那边的两人正往这边走来 女的还真是墨语童 毕竟她自己是校花第一 墨语童也是校花 而且他们如今都是学生会副主席 经常在一起工作 只不过分工不同 大部分时候是对手跟讨厌的关系 她觉得 像墨语童这种就典型的拜金女 只要碰到个有钱的就各种贴上去 没一点原则和廉耻心 这一点她是极为讨厌的 江楚跟墨语童往这边走了过来 很快就来到了吉梦西他们面前 吉梦西 年龄 二十 身高 一百六十七 体重 四十七 颜值 八十八 充电宝 零 好感度 负三十 唐小丹 年龄 二十 身高 一百六十五 体重 四十六 颜值 七十八 充电宝 一 好感度 十 校花第一的吉梦西 这短短的两天时间 就把学校前五的校花中的四个 都见了个遍 上一世直到毕业了 也不懂他们长的啥样 不过话说回来 怎么颜值分才八十八 这都没李文静的高 突然想到那天再试衣服 李文静换了装备之后 简直就换了个人四的 想必平常在学校都是穿的比较保守 所以被那些人排在了第二把 不过再看吉梦西这颜值 分明地轮廓 高挺秀鼻 柳叶眉下 是一双貌似充满智慧深邃的眼睛 果然比墨宇童要好看几分 当然 由于对方穿着长裙 不能对比那大长腿 可即便如此 也是 让江楚停留在他身上 打量了许久 除了李文静这隐藏的boss 校花第一实至名归 如果说李文静是宛如林家女孩般 可爱美丽 墨宇童是性感和诱惑 那眼前的吉梦西 则可以说是 大部分男生眼中的白月光吧 给人的感觉是 一尘不染 明媚眼眸 暗藏着智慧 据说他每次考试 都是年纪第一 还代表学校 出去参加了不少的比赛获奖 可谓是相貌与智慧并存的才女类型 据说对学渣态度很不友好 很明显 他就是属于学渣类型 只是 他们以前应该从来没 产生过交集才对 更别说得罪了 这好感度 怎么就到负三十了 既大才女 怎么大晚上来这约会胡溜达 莫不是寂寞空虚冷了 莫宇童开口 就是毫不客气 只是刚好路过散步而已 早知道这回看到这么龌龊的事情 我就绕着走了 急梦西板着个脸 冷冷说道 龌龊 这话听到莫宇童跟姜虫儿里有点猛 面面相去 莫宇童顿时就来气 双手一插腰 哪像你既大才女 天天只会抱着书本 想必恋爱都没谈过吧 哎呀 也只能偷偷摸摸跑来着看看情侣 自己回去幻想一下了 对了 网购那些可爱小东西的时候 记得换个名字哦 小心被别人发现 嘻嘻 说完一脸得意地先走了 什么小东西 急梦西皱着秀眉 思考对方的话 直到唐小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他的脸一下就气得铁青 无耻 看什么看 长得挺帅的 没想到是个变态男 江楚只是在走的时候 多看了一眼 就被那个唐小丹骂了 变态男 说他 莫名其妙 两人走在笑道上 是不是很漂亮 嗯 我说急梦西 人家可是笑话第一哦 哦 漂亮是漂亮 就是看他好像有什么 深仇大恨似的 你想不想把他抛到手 我可以帮你 他只是转头 瞥了一眼莫语童 抿了抿嘴 我说真的 看江楚实在没兴趣的样子 又接着说道 对了 你觉得是我漂亮 还是他瞪漂亮 他吧 江楚脱口而出 系统给分数 比莫语童高了一分 这没毛病 莫语童突然安静了下来 脸上明显挂着不开心 很长的一段路 两人都不再说话 他突然停了下来 闷闷不乐地问道 江楚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比不上那个急梦西 江楚一下愣住 他脑子刚刚一直在想着 李文静亲他那件事 没有啊 你也很漂亮 说到这 江楚不自觉地看了对方一眼 那破洞黑丝大长腿 刚刚那诱惑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而莫语童 则是敏锐捕捉到了那一道眼神 很快就明白了什么 脸上重新挂上了笑容 眼神中更是带着一丝脚霞 是吗 我就说嘛 那个急梦西平常就冷冰冰的 除了成绩好点之外 没点女人味 也只有吴小千那些人 把他捧为什么狗屁仙女了 不就是家里有点钱吗 江楚你肯定更喜欢我的对不对 江楚没回答 只是笑了笑 对方似乎就当做是默认了 送他回去的路上 又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当然 基本上都是莫语童在自说自笑 江楚配合着点头 路上他的手机 还来了好几个电话 也不知道是哪个田狗 看了一下直接就被他挂了 再次到了他们宿舍楼下 居然就停在了之前这个位置 不愧是闺蜜 站的地方都一样的 我要回去了 嗯 没有觉得依依不舍 江楚用手指摸了摸鼻梁 说了难道还能出去开房不成 见江楚不说话 莫语童向他招了招手 意思是要说句悄悄话的意思 江楚疑惑的侧头伸了过去 能感觉到他也贴了过来 一股芳香扑鼻而来 那是一个雌性而诱惑的声音 我口 油 点 蛋 啥 口干 江楚还没反应过来 一双手避揽过脖子 把他一把勾住 嘴唇被两片细腻柔滑给封上了 他居然被突袭了 同样的地方 不同的女生 一晚上两次啊 只不过这次不一样 莫语童直接夺走了他这一世的初吻 对方很主动 江楚也是愣了一下之后 嗨了颜色 一把把莫语童抱住 手放在那盈盈一窝的腰上 隔着那薄薄的衣服 感受里面丝般顺滑 起初都是轻柔 他尝试越过雷池 却被相齿严防死守 可这又怎么样 在坚持不懈强攻下 对方终于坚持不住被撬开了 嗯 探索经过长达二十分钟后才结束 你不会还是初吻吧 莫语童开口问道 你觉得呢 开始这么害羞 应该是 对了 我亲你不是代表喜欢你 只不过是看你送我包包和礼物份上 给你补偿一下 可别想多了哦 莫语童 好感度家舞 江楚会心一笑 要不是有系统 还真信你了 看到后面那个开厂棚宝马的家伙了吗 他是来追我的 看到咱们亲了这么久 你好自为之哦 兮兮 让你放我鸽子 说完 莫语童得意地跑回去了宿舍 江楚看过去 果然有个穿着花衣的年轻男子 站在一辆厂棚宝马旁边 地上扔了一束花 男子一脸黑地怒视过来 然后上车一溜烟就开走了 卧槽 居然被这莫语童这家伙摆了一刀 以后有机会 非好好鞭打 以下他不可 回到宿舍 里面三个家伙 开黑症打得火热 幽鬼开大 五 一声淒厉的声响 在流经的电脑音箱传出 紧接着就是三杀 四杀 五杀 God like this 直到江楚 在里面又冲了个澡出来 他们才留意他回来了 卧槽 江楚 你可算回来了 向华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其他两人也凑了过来 你们这是干嘛 得了 别装了 笑话李文静 跑来宿舍找你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 是啊 赶紧说说 啥情况这是 怀上了 强行当爹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 江楚哭笑不得 滚 白天偶遇 就送了他点礼物 过来就是说个谢谢而已 三人齐齐扭过头 一脸鄙视 写着不信 笑话呀兄弟 那个李文静我见过 这特么比你之前 那个宋青青漂亮多了 简直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人家都找上宿舍了 你特么能忍住 可不就是 说不定趁我们不在 直接大战三百回合了 吸吸吸 刘金仰头吸了吸空气 弥漫着春天的气息 好多个小目标 在空气奔跑 江楚听不下去了 连忙求饶爬上床 下面三人得到想要的结果 在哪 无情大笑 我说你小子怎么突然开窍了 敢直接删宋青青脸上 原来这是暗度陈仓 已经把笑话拿下了 这不就对了吗 我看那李文静就挺好的 宋青青那件货 根本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 说到这 江楚突然想到了今晚那时 向华 今晚跟那个女生约的怎么样 什么约的怎么样 挺好的呀 可爱单纯 善解人意 还请我喝奶茶来着 过段时间是他生日 你说我送什么礼物 给他比较好 看得出 向华似乎有点上心了 这不就是他上一世的 舔狗初始状态吗 没想到 这次轮到自己兄弟 不过只要他在 怎么都不会 让向华吃亏的 送礼这种我不再行 不过 我建议你先了解清楚点再说 行了 我知道的 你以为我是你吗 但凡那女的过分点的 我立马甩脸走人 嗯 我只是不想你重蹈我覆辙 哦了 对了 他叫什么名字 王威 江楚记下了 对了 向华 你不是说 你家开服装厂的吗 生意怎么样 是我哪里清楚 都是我家人在管 干嘛突然问这个 没有 感觉现在这个网购 对实体冲击挺大 有空你 还是打个电话 关心一下家里的情况比较好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说不定我可以帮他上忙 哈哈 放心吧 这只要有人就需要穿衣服 我爸干这行十几年了 他可比我懂多了 不过 感谢兄弟你关心 你这跟笑话大战 几百回合的也够呛 赶紧睡吧 嘿嘿 江楚又跟他互损了几句 这种事也急不来 估计该发生的 还是会发生 目前当务之急 是尽快提高自己的实力 在向华那边需要的时候 可以尽可能帮他解决问题 躺床上拿出手机 好家伙 一堆短信未读 李文静 江楚 今天是我上大学以来 最开心的一天 谢谢你 明天中午可以的话 我和我摄友 想请你们宿舍的 一起吃个饭 混蛋江楚 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这么久 居然是跟文静出去喝奶茶 你还对他做了什么 今晚一直在那傻笑 是不是欺负他了 今晚让你小子占了我便宜 怎么样 我大长腿好看不 高跟丝袜性感不 要不你再送的包包啥的 给机会你再摸一次呀 嘿嘿 欧多没该多 还有附上了一张破丝袜没腿照 这小恶魔 大半夜还发照片来诱惑他 不过 想起那黑丝高跟大长腿 确实会让人心愿一马 意大利炮雄起 回信息的时候 虽然他买了一台最新出的诺基亚 M86 这一下子 从智能机变成了案件 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如果没记错 水果四代式 今年发布 到时候 将会是对诺基亚 这种案件手机的降维打击 接下来的路 该怎么规划 现在这时代 是双马起飞如日中天时期 还有微信千度58油库 买至后面的斗音脸书等等媒体平台 蓬勃发展 手机界就是水果为首的三棒 HTC等各种雨后春笋般出现 而最为恐怖的 就是房地产 许多小说男主重生后 都会把这个作为第一选择 但江楚缺钱吗 不 他现在有的是钱 但钱必须花出去 变成其他东西 比如权力 比如地位 比如资源影响力等等 其实在华夏 最爱国的 还是下面的底层人士 因为这是他们从出生到子子孙孙 一辈子都要呆着的地方 这就是他们的根 而有些有钱人 自以为有点钱 觉得哪怕发生战争什么的 就靠钱跑到别的国家去 甚至投敌 想到那几年的疫情便是如此 从17年开始 米国开始各种打压封锁卡脖子 以及资本的控制 那才是最恐怖的 作为一名华夏人 他当然要为国家做点什么 打破科技封锁 提前布局各个行业抓在自己手上 那才是强者之道 一晚上 想了很多 也渐渐有了清晰的思路 与此同时 黑夜中学校一处大树底下 一道倩影 左顾右望 见四下无人 才接通了手机 对面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威严 不可质疑 说一下他的情况 我 晚上没跟他在一起 不过听说 今晚跟那个江楚的 出去喝了奶茶 对方沉音片刻 别忘了你的任务 给我把他盯好了 有什么风吹草动 要及时跟我汇报 不然你爸的肾源就别想了 女生颤颤巍巍说道 是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 什么时候 能给我把他做换身手术 男子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继续说下去 还有一件事情 后天有个人会转到你们学校 对于他的命令 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记住 是任何要求 倩影全身明显地震了一下 听到我的话了吗 听 听到了 放心 现在已经找到卖家了 很快就能给你爸爸做手术了 记住 只有我能帮你 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 第二天 不得不去上了大魔王的课 好不容易看小说 熬到下课 卧槽 冰山笑花李文静 其他人早就走了 喊的人 当然是跟在江楚旁边的向华了 他该不会是专门来等你的吧 江楚 李文静远远看到 就在那兴奋挥手 还真是 老天不恭啊 向华 TT 两人走过去 今天的李文静 依旧一头黑长直 几缕发丝随着微风轻飘 穿的是白色脸体裙 哪怕宽松 也丝毫不能遮掩 那呼之欲出的庞大 笔直的大长腿下 是白色短袜 和一双骨齿单鞋 看起来那是清纯自然 向华走近后 都有点不自在 压根不敢正视李文静 江楚心想 如果李文静解开封印 穿上那些性感点的衣服 向华榜一二名 估计瞬间就能改写 你等我 嗯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中午一起去吃饭吧 对了 我差点把这事忘了 你们聊 我先溜了 向华想溜 却被江楚逮住 你也一起吧 啊 我这 向华想说 他可不当电灯泡 没事的 因为我还叫了 我们宿舍的摄友 长得也是很漂亮哦 待会介绍给你们认识啊 对了 还有两个同学呢 那两个跟他们女朋友 吃饭去了 不用管他们 江楚不由分说的 就把手搭向华肩膀上 拉他一起走 他们先是顺路到了女生宿舍下面 跟李文静设友会合 两人已经在楼下等候 哇 真的好帅热 陈美霞微微压抑着 激动在张云乐耳边说道 难怪文静一直不肯找男朋友 原来心里早就有了这大帅哥了呀 是啊 昨晚跟帅哥回来后 不知道多开心 你们别乱说 李文静面露害羞 有开心幸福 也有点自豪 喜欢的人被好朋友称赞 也是对他眼光的认可 他们俩是我设友 他叫陈美霞 他叫张云乐 你们好 我叫江楚 我叫向华 相对于江楚的大方得体 向华就有点显得青涩害羞 李文静说的没错 眼前他的这两个设友 确实长得漂亮 都是一米六几的身高 身材也不错 陈美霞是其肩短发 T恤牛仔背带裤 加一双运动鞋 张云乐是长发披肩 海绵宝宝的T恤 还有白色短裤小白鞋 系统给了一个是77一个78的评分 这相貌在学校里面 也是足以让很多男生倾慕的了 要知道 不是人人都有勇气打笑花的主意的 反而是他们这种比较漂亮的 会让大部分觉得自己有机会 喜欢的人更多 莫宇童呢 他不是跟你一个宿舍的吗 江楚 看向文静 宇童今天有事 请假了 是啊 今天一大早 他接了个电话后 感觉整个人就心情不好了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估计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吧 我只听说 他家人跑过来找他了 不管了 我们走吧 他们几人刚走没多久 只见前面的校道上蹲了五个人 其中四个染发大块头 穿着黑色背心露出结实强壮的肌肉 还戴了纹身 这一看就外面混社会的 围首的一个瘦瘦高高 一米七级左右 戴着一副雷鹏墨镜 身穿泛丝折T恤和短裤AJ 一副拽拽二五八万模样 可谓是来者不善 江楚 认识 向华表情明重道 打架从小打到大 这一看就不对路 不认识 刘子祥 那个富二代 文静 张美霞的话 顿时让江楚他们 齐齐转头看向李文静 只见他脸上皱起眉头 生起了厌恶 这个时候 那四个混混已经走近 对方不但没有让路的意思 五个人还分散开来 明显就是冲他们来的 刘子祥 你什么意思 李文静冷冷说道 文静 你知道我喜欢你 但你对我 却一直是这么冷漠 我以为你只是大学 不想谈恋爱 甚至我都可以接受你喜欢女的 但没想到你 居然找了这么一个 看起来若不经风 只会装逼地吊丝 而且 我昨天调查过了 他家人不过两个村老爸了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地摊货穿身上 就以为自己是个富二代 明显就是骗你的 放心 今天的事情 跟你们女生没有关系 我不会伤害你们 江楚 你看到我后面 这帮兄弟们 给你个机会 自己说出来 是骗文静的 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 听到这 陈美霞跟张允乐 眼睛不由地睁大 眼前这江楚 不会真的是这种人吧 骗文静的 可这几十万的礼物 这代价也太大了点吧 我做什么事 用得着你来管吗 你跟你的人 马上给我让开 李文静坚定地说道 文静你 刘子祥恨得咬牙切齿 转而怒视江楚 小子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把文静骗得团团转 今天你不主动离开他 那我就让人见你一次打一次 你肯定有病 要打架吗 来啊 向华气势汹汹 撸起袖子就要上去开干 刘子祥直接被吓到后退半步 想到他后面花钱 请了四个大哥呢 不由地暗骂一声 文静 我这是为了你好 我后面这四个兄弟 都是外面的 学校管不着 江楚 我给过你机会了 说完他一挥手 后面四个混混 直接掰着拳头 咔咔想逼了过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江楚当然不会胆怯 上一世 他跟向华 可是被十几个人追着砍过 还能放到七八个人的 只不过 如今虽然年轻 但这身体 没经历过磨练 有点瘦弱 对面这四个 一看就是老混混 自己这边还有女生 不能跑 只能硬上 对了 这不有系统吗 只要好感度上到九十 那就可以获得属性点吗 李文静 已经有八十九了 就差一点了 试试吧 如果不行 那就只能拼命上了 大不了被打一顿而已 就在那四人 想要七身上的时候 江楚突然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转头看向身旁的李文静 借我点力量 文静 下化线 江楚直接抱着他 就亲了过去 那是一双柔软嫩滑的阴唇 当着所有人的面 深深一吻 李文静眼睛开始睁得 大大的一脸震惊 随后是甜蜜 慢慢闭上了 身子软了下去 享受这一刻 那四个混混 也是愣在了原地 卧槽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不忘占点便宜 哪怕一会被打去医院 也不是很亏啊 他们以前 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呢 而那刘子祥脸色 更是瞬间就有白变率 李文静 可是他一直以来 想拿下的女人 现在居然当着他的面 被别人亲了 这特么能忍 简直杀心都有了 所有人都猛逼的同时 李文静却感觉到 一股炙热的爱 昨晚是他主动的 那是他的初吻 是的 从初中那件事开始 他就一直在留意江楚 后面虽然不在一个学校读书 但他依旧没有忘记 那个为他挺身而出的男孩 后来 打听到 他为了一个女生 放弃清北报考了这 他也是义无反顾选择了这 却一直没说出口 所以 直到昨天 他们才算认识 他并不确定 江楚是不是喜欢他 但如今被当众亲吻 他有了答案 至少 江楚心里是有他位置的 一股幸福甜蜜 打从心底油然而生 李文静 好感度加1 定 系统一检测到 李文静好感度达到90 您可获得20点的属性奖励 该奖励可强化自身各种属性 力量 敏捷 体质 天赋 精神力 其中前三项的相应提高 会提升您的颜值 另外 解锁系统商城 超过90好感度后 95之前每增加一点 可获取3点属性点 超过95之后 是1点可获得5点属性点 系统商城 系统商城开启 使用属性点可以换购相应的个人技能 格斗篇 才艺篇 技术篇等等 没时间了 点开格斗篇 马宝国五连边 昆昆尖顶靠 李小龙截拳道 叶问永春拳 霍原甲迷宗拳 张三峰太极拳 卧槽 太多了 江楚看了一下 直接选择了 力量加5敏捷 加6体质加 还有综合格斗 技能终极 初级 消耗2点属性 要求力量5 敏捷5 体质7 天赋5精神力5 终极 消耗4点属性 要求力量9 敏捷9 体质8 天赋8 精神力8 终极 消耗6点属性 要求力量13 敏捷13 体质10 天赋10 精神力10 叮 分配成功 购买成功 江楚 力量8 8 加5 敏捷7 8 加6 体质7 8 加3 天赋10 8 精神力 10 8 柱 括号内为正常人平均数值 以获取 终极综合格斗技能 短短一瞬间 江楚的脑袋一下涌入了各种格斗信息 一下子就能感觉自己融会贯通 瞬间拥有了一个超级特种兵和格斗专家的能力 包括徒手以及冷兵器的各种熟练度使用 与此同时 身体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能感到自己的力量明显地增加 手脚似乎更加灵活和敏感 哪怕是一丝微风吹过也是无比敏锐 到此 他已经自信满满起来 别说对付那四个混混 哪怕是十几个手拿冷兵器的混混要拿下 也是轻而易举 小心 怀中李文静突然喊道 江楚在他瞳孔中可以看到背后冲过来了人 不愧是混混 哪怕是明知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还搞偷袭 街头打架就这样 谁会跟你讲那么多江湖规矩 江楚嘴角微微翘起 抱着李文静一个侧步就轻易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但来人可不止一个 他们似乎也没想到 江楚背对着他们竟然还能躲开 这一定是运气 而其中有一个人刹车不急 直接往后面的张允乐方向冲 眼看那大拳头就要打在他脸上躲之不急 那力道原本是想打江楚的 然而 他可是个女生啊 挨结实了 估计得住院一段时间吧 更别说会不会有毁容的可能了 这情况就连江楚也没预料到 一时间也是来不及回旧了 张允乐整个人呆在那 面色苍白 瞳孔睁大 旁边的张美丽 甚至已经下意识地扭过头 不敢看那暴力场面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旁边挡了过来 拳头结结实实打在他胸口上 并传来一声闷响 可见力道多重 草 痛 居然敢对女生出手 老子这辈子最恨这种人了 干的就是你 刚刚闪过来的人影 全是向华 因为他刚好就在旁边 当时就是本能的 就挡了过去 虽然很痛 但他毕竟是从小打架长大的 倒是皮糙肉厚 话没骂完就撸起拳头 对着刚刚那人对了过去 两人都有些惊艳 一下子竟然打得相互都挂了彩 而另一边 都不用开口 江楚早就主动栖身而上 一个大块头离他最近 还得意地嘲笑 哟 居然还敢主动送上门 噗 话音未落 刚刚还在两米远的江楚 似乎瞬间就到了他面前 并且已经伸出一只脚 直接踢到他肚子上 直接倒地 旁边两人直接猛逼了 傻彪的战斗力 他们是清楚的 居然一回合就直接倒下 肯定是侥幸 他们两人一拥而上 砰砰 一人一个回旋梯 直接往脑袋上招呼 两人直接倒在地上哀嚎 看起来比之前那个还惨 干净利落 丝毫不拖泥带水 要不要我帮你啊 卧槽你大眼 你顾好你自己再说 向华才留意到 江楚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一个人把对方三个人打铺接了 草 全给你干趴了 跟向华打着的那人 听到后面没动静了 有点不敢相信的回头 一看果然是 一句卧槽都还没说出口 向华哪里肯放过 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两下王八拳 就把那家伙打猛逼躺地上了 嘿嘿 还不赖吧 想装逼一下 却发现 江楚已经朝着刘子祥走了过去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旁边的张允乐 看着向华的肿起来的一边脸关心道 没事 半瓶红花油就搞定了 向华眼睛看的是江楚那边 却没发现一旁的张允乐 看他的眼神带着异样 刘子祥听说 你是个富二代 你很有钱吗 江楚轻松调侃道 有 只要你离开他 我可以给你十万块钱 不 三十万 五十万 五十万 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 来说就是很大一笔钱了 他觉得 没人能拒绝 江楚没说话 只是翘着嘴角 一步步压了过来 你想干嘛 刘子祥刚刚那一幕 都看在眼里 表面还在淡定 现在心里却慌得一笔 眼前这个江楚 可是一人就把他请来的三个混混 轻易放倒了 他自己哪里会是对手 甚至在想着 是不是那四个家伙 早就认识江楚 就故意放水的 要不然 这怎么可能 一人就一招 太假了吧 傻彪 赶紧起来啊 刘子祥急了 傻彪 江楚若有所思的 好像记起来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叫吴彪 你怎么知道 我名字 吴彪躺在地上咬牙忍痛问道 哦 我只是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好像有个女朋友 叫妮妮是吧 吴彪眼睛猛然睁大 你是怎么知道妮妮的 妮妮可是她最喜欢的女朋友 我有个朋友 聊八卦的时候告诉我 说外面有个大哥叫傻强的 那家伙 女朋友妮妮 背着他跟某个姓刘的富二代偷情 好像经常一起去那家 叫地豪酒店过夜来着 是吧 刘子祥 我没记错那酒店名字吧 放屁 那叫地王酒店 刘子祥因为太过紧张 一下就说漏了嘴 说完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因为他看到了 吴彪那快要喷火愤怒的眼神 在看着他 彪哥 你 你别听他胡说 哈 这简单得很 那不是有监控吗 去调出来看看 不就知道了 刘子祥没想到 江楚还有这一手 正所谓做贼心虚 他忍不住拔腿就跑 但这在吴彪看来 那就是坐实了 那家伙做的事是真的 本来躺在地上的吴彪 吃痛也要站起来追了上去 草尼马给老子站住 弄不死你 其他三名混混 看到大哥跑了 也是赶紧起来跟了过去 小子 我们记住你了 看着那群混混远去的背影 李文静赶忙过来 拉住他手查看 你没事吧 放心 好的很 没想到江楚你这么厉害 一脚打倒一个 陈美霞眼中 满是粉红泡泡和崇拜 李文静也是露出甜美微笑 江楚也是很满意 第一次体验到了 属性佳点带来的威力 这格斗终极在实战过后 才知道 比想象中的还要强 只要不遇到那些用热武器的 格斗大师 都可以轻松弹倒 向华 还能出去吃饭不 吃 为什么不吃 老子都受伤了 起码要吃三碗饭 吃穷你压的 哈哈 众人都笑了 他们就近来到学校外面一家 比较高档的饭馆 开了个包厢 哈哈 一直想来 这吃顿大餐都没舍的 今天可要好好宰你一顿 向华毫不客气道 随意 你们也是 初次见面 也不必要客气 想吃什么都可以点 错过这个村 可没这店了 不是说 这顿我请客的吗 没事 江储他钱多 花你的钱我可不敢点 哈哈 众人都乐了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阿姨 允乐他去哪了 陈美霞问道 刚刚不还跟上来的吗 估计上厕所去了吧 李文静说着 就跟陈美霞一起点菜 点完菜不久的功夫 张允乐也推门回来了 手里还带着东西 只见他直接坐到了向华旁边 并拿出袋子里面的东西 是一瓶红花油 你是因为帮我挡了被打的 谢谢你 还客气啥呢 我宿舍都有 你还帮我买这玩意 向华大大咧咧道 要不要我帮你图 张允乐温柔地问道 旁边的李文静 跟陈美霞相识一眼 露出了然的微笑 但向华却一点不知觉 摆摆手道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你是嫌弃我吗 张允乐想怒道 啊 没有啊 这么简单的事 哪用得找你来帮我 钢铁直男 扑哈哈 看到张允乐吃扁 李文静他们 都乐得哈哈大笑 我咋啦 向华看着江楚 一脸猛逼求解释 江楚毕竟是几十年过来人 看到那张允乐 看向华的眼神 想必是对向华有意思了 那家伙不知道而已 也有可能知道 但他心里 已经被那个叫王威的 先入为主了 你为人家挡了拳 想多关心你一下 就在这时 直接上菜了 这速度可谓是很快 什么大龙虾 鲍鱼鱼翅都上了 昨天刚吃一顿 还一游未尽 向华当仁不让的第一个动手 几个人也毫不客气 就开干起来 大家毕竟刚认识 而且 经过刚刚发生的事 江楚跟向华的人品 都得到了三个女生认可 边吃边聊 很快就熟络起来 变得其乐融融 接近尾声的时候 李文静出去上厕所 去了许久 才急忙忙跑了回来 发生什么事了 陈美霞疑惑地问道 猜猜我看到谁 李文静带着紧张说道 是宇童 我走过去 看到他跟他爸妈对面 坐了一个男的 偷偷听了一会 好像是宇童爸妈 在介绍那个大叔相亲 因为对方是什么上市公司 高管有钱什么的 但宇童一直强烈反对 都被他爸妈说哭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回来找你们了 我去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抢过婚姻的 而且 这都大学没毕业呢 向华打抱部频道 你们是不知道 我跟他是闺蜜 他的事我最清楚了 他爸妈是非常势力的人 加上他们 家庭经济不好 还有宇童的奶奶 瘫痪在床 常年需要照顾的 反正他家里人 就经常给他洗脑说 凭他这相貌 一定要找个有钱的 刚刚看到那大叔 我估计都三十好几了吧 长得艾艾肥肥的 一副LSP的模样 江楚 你一定要想办法帮帮宇童啊 江楚一脸猛 帮 怎么帮 这似乎是人家家事 无缘无故的 就算破坏了这次 但下一次呢 李文静似乎看出了江楚的为难 江楚 你不是也喜欢宇童吗 你就过去告诉他们说 你是他男朋友 让那个LSP死了那条心 众人双叹号 这是李文静说出来的 难以置信 谁都看得出 他对江楚有意思 难道是假的 还是说 这是一道选择题 就是考验一下 江楚到底喜欢谁 可从面色上 丝毫看不出 李文静有那方面的意思 这下所有人都把目光 投在江楚身上 兄弟 你自求多福吧 这我可帮不了你 向华已经在感叹 有时候 身边美女太多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江楚 你就帮宇童这一次吧 李文静丝毫不在意 其他人目瞪口呆 抱着江楚的手臂 一边摇晃 一边恳求 江楚其实只是开始 微微惊讶了一下 想不通李文静到底想干嘛 但后来他就干脆不想了 因为他是身负使命的男人 他是一道光 在女神需要的时候 光就会射到他们身上 行吧 我试试 成不成我不敢保证 那毕竟是人家家事 嗯嗯 我相信你可以的 隔壁不远包厢中 宇童 你就听妈的一句吧 汪主管再过段时间 还能升到副总 年薪百万 根本不在话下 你现在年轻漂亮是优势 但这个时候 你要是跟了那些 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 要多少年才能达到 汪总这般成就 你现在答应了 已经是一步登天了 你不想我们 也要想你奶奶好吧 从小到大 就他最疼你了 这你是知道的 妈 我知道奶奶疼我 我也爱她 但 就不能等我大学毕业 再谈这些事情吗 我求你了妈 墨宇童都快急哭了 但又不敢太过于反驳 他母亲 还有一旁不说话的父亲 不行 汪总人家多忙 今天能来 已经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了 喜欢他的女人多了去了 各个想投怀送抱都没机会 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除非你找到个 比他更有钱的男朋友出来 妈 你这是在逼我呀 你知道我没有男朋友 谁说没有 昨晚还亲了我 怎么 今天就不认了 话音未落 江楚直接推开了门口走进去 里面众人直接愣住了 那个汪总听到 眼前这个江要 被自己拿下的漂亮学生妹 居然被别人亲了 指不定还做了什么事 要知道 这个墨宇童的母亲马东梅 可是跟他信誓旦旦 保证过他女儿 是完毕之身的 所以他也私下同意 如果谈成了 直接就打给对方 三十万做礼金 没想到 居然被眼前这个小子截胡了 而且比他年轻还帅 那肥胖的脸上 稀疏的眉毛 顿时就拧成了八字 还不冷不中地哼了一声 马东梅可是个人惊 立马就察觉到了 汪总的不高兴 那三十万 可就要打水漂了 对江楚怒喝道 你是谁 谁允许你闯进来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江楚 莫宇童也是没想到 在这也会撞到熟人 而且还被撞进了 他家里这种事情 一时间也是不知所措 我刚不是说了吗 我是宇童男朋友 江楚依然面带微笑语气 也是相当客气 找了个空位 便大大方方坐了下来 宇童 这两位想必就是你 时常跟我提到的你爸妈吧 叔叔阿姨 好我叫江楚 跟宇童是同意学校的 谁是你阿姨叔叔 你说是宇童男朋友就是了 我们可没有同意 马东梅抱手扭过头冷哼道 倒是莫国节 看向他眼光带点惊讶 这时 那个汪总也开口说话了 脸上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笔试 你一个大学生 读得一所破大学 出来能干吗 苦逼的工作 领两千多的工资 就这样 还学人家找女朋友 我现在的实力 哪怕是给宇童买房买车 也是分分钟能办到的事 你行吗 不知天高地厚 马东没听到这两眼一亮 这汪总要是能再给他们买套房或者车 那就不用待在村里 更不用开个破摩托 被整天风吹雨淋了 哎呦 汪总 您的实力真的是强得没法说 我们家宇童要是跟了您后半辈子 都是享福不用仇了呀 其实您也不用管这个家伙 这种人没点眼力见 不知道您的厉害 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谈笑地说完 转而就是怒视江楚 你说完了 说完你可以出去了 这里不欢迎你 江楚露出惊讶 哦 买房我之前也有想过 但这不还没征求过叔叔阿姨 你们意见吗 我其实也有 跟宇童提过 要买辆车给他的 正打算今天去看的是吧 宇童 嗯 啊 买车 莫宇童一下没反应过来 买车 今天 江楚什么时候 跟自己说过这种话 难道是为了应付一下 眼前的情况 其实刚刚看到江楚 能在这种情况为自己出头 他心里是感动的 尤其是那句是他男朋友 他喜欢的不是李文静吗 既然不能拆穿 那就顺着他意思好了 是的 江楚有跟我说过 今天去看车 哈哈 马东梅 你们这是不想 把女儿嫁给我直接说 就是了 何必找个人来搞这种名堂 连编谎话都不会 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穿一身破衣服 居然说带去买车 哼 我可没时间陪你们玩 说是这么说 但人却只是扭头到一边沉着脸 并没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开玩笑 来都来了 这莫语童 确实比他 见过所有女生都漂亮 不是玩就不是玩吧 反正先弄到手玩一段时间 到时候就说 不是完毕退货就行了 要是闹起来 大不了给个一两千的一丝一丝 压力给到马东梅这边 他立马就慌了 不是 汪总 我们真不认识他 你们别听他胡扯 他就一个大学生 哪能跟你比啊 汪总 江楚突然情绪激动 一拍桌子 你不是说 买房买车分分钟的事吗 我不信 有本事 我们现在就去买 说谁不会 我还说 我分分钟能买辆百万豪车给雨童呢 哟 还百万豪车 你小子口气挺大的呀 去就去 你要是能给雨童买百万豪车 我王志刚给你跪下叫店 要是你买不了 你也跪下叫爷爷 并且以后 给我离雨童远远的 敢吗 搞笑 就连他自己开的 也不过三十多万而已 百万 他都买不起 更别说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了 他才不信 想吓唬他 让他主动放弃 想得到挺美 以为他是三岁小孩吗 好 不过 我可没你这么废物的儿子 你要是输了 就给雨童跪下叫姑奶奶就行了 哼 也就口舌之力了 现在就去 王志刚说完就甩门而出 汪总 汪 雨童 你看你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气死我了 马东梅赶紧追了上去 江楚买了单 发短信跟李文静打了招呼 让他们一会先回去 楼下 王志刚开来了一辆宝马 看到江楚站着那轻蔑的问道 小子 刚不是挺嚣张的吗 你车呢 我等会打车 哈哈 打车 感情是你自己车都没有事吧 王志刚这下 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想 对方就是想下自己 雨童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本来好好的吃顿饭 现在好了 把人家汪总惹不开心 连车子都没有 这你都看得上 马东梅脸色不善道 莫雨童也是咬着阴唇 不敢出声 疑惑地看了一眼江楚 他可是知道江楚的实力的 一开始也是觉得 他长得平平无奇 穿的还是地摊货 但昨天那一出手 算起来 花了就上百万 而且只是送礼 妥妥的一枚 隐藏的超级富二代 难道他真的要给自己买辆车 他完全有这个实力 但 他为什么帮自己呢 还不上车 难道你要跟那家伙 一起等出租车吗 莫雨童看了看江楚 对方只是微笑 对他点了点头 表示没关系 没办法 他肯定得跟他爸妈坐一起 走的时候 担心江楚不去 那个汪总 还不忘嘲笑一番 你大爷 我叫汪志刚 轮程汽车程等你 当然 你想跑还来得及 我绝不会看不起你的 哈哈 车子一个油门就走了 江楚也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毕竟在大学校门口 还是挺容易的 轮程汽车程 这其实是水果省八大集团 支牌第二的民事集团 其中一个产业 里面专门卖的是各种进口的高档豪车 从宝马奔驰到保时捷法拉利 都有 江楚到的时候 那个汪志刚 正领着马东梅一家子 围着一辆四十多万的宝马 框框而谈 说自己那车开了也几年了 打算买多一台 事实是 车子是公司的 他现在才开始攒够钱 买一辆属于自己的 这种话当然不能说出来 正好今天可以 顺便在马东梅他们面前装装逼 而一旁一个穿着黑丝制服的美女萧瘦 也是眼前一亮 再很积极地跟汪志刚介绍起来 墨宇童则是留意到 这LSP的眼睛 时不时盯着人家黑丝长腿看 猥琐地让他觉得各种恶心 他的腿比那萧瘦好看多少倍 但当知道是出来相亲之后 他故意找了一套很随便的衣服来穿 连装都没化 这个到处是豪车的地方 自然是能让马东梅他们眼睛发亮 对王志刚也是越加羡慕和想巴结 换成他们平常 别说买了 被这样的美女服务员多看两眼 估计都会心虚吧 江楚刚走进去 马上就有另一个美女销售小姐姐迎了过来 他看到对方眼睛微微睁大 带点惊讶 你好 这边请 我是这的销售顾问肖飞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他简单打量了一下对方 高跟黑丝灰色制服 身材相貌都不错 系统给出的是82的评分 不愧是名家手底下的产业 一个普通的销售都能有这颜值 我是来找我女朋友的 想给她买辆车 不知道你女朋友是哪位 她已经到了吗 肖飞眼神露出一丝失望 居然有女朋友了 顺着江楚的目光 肖飞知道了原来是那群人 当即在左前方手带路 高跟鞋踩在光节地板上咔哒咔哒 让人忍不住打亮了一下 那高跟黑丝 姿势很优雅 一种亲属女的诱惑 哟 还真的敢来啊 汪志刚没想到 对方真的敢松上门 既然有人愿意给我磕头 那我也没办法 这里上百万的豪车有的是 我静静看你装笔 汪志刚说完 则是把刚刚的事情当笑话一样 讲给他旁边的销售美女听 逗得他在那无嘴大笑 肖飞 原来你旁边那个 是个独大二的大学生啊 人长得挺帅的 可惜就是穿得寒缠了点 江楚则是微微摇头一笑 李文静帮他买了两套衣服 因为一套给了向华那家伙 自己昨天穿得刚好喜了 所以今天也是 想着吃个饭而已 随便就穿了一套出来了 肖飞也是拜金主义 但看在江楚年轻帅气氛上 他并不介意找个人聊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只不过 现在被潘美凤这么一呛 他就瞬间有点不爽 这样吧 我也不多浪费时间了 这个车我定了 汪志刚大手一挥 自觉的豪气万丈 旁边的马东梅 跟那潘美凤 更是看着他笑开了花 好的 我马上给您准备合同 请您稍等 潘美凤还不忘对肖飞看过来 一眼挑衅 气得肖飞牙痒痒 他好几天没开单了 这可是到评选主管的重要关头 也是有点交解 眼前这小帅哥是指望不上了 看来一会只能继续打电话 给那些LSP探探口风了 我说分分钟买得起车 我没说假吧 话是说给马东梅听的 眼睛却蔑视地看向江楚 是是是 汪总你出手果然豪气 这买个三十几万的车 都不带眨眼的 太牛了 语童还是能跟了 绝对是他的福气 马东梅一脸谄笑 语童 看看 你那什么男朋友 跟汪总有的比吗 还不赶紧让他走 然后跟汪总道个歉 妈 你们是不知道江楚的实力 他说可以就一定可以 我相信他 莫语童不耐烦地说道 你 你真的是想气死我跟你爸 没有 妈 马东梅用力推了一把末国节 你今天哑巴了 一句话都不说 好好劝劝你女儿 江楚把末国节 那不情愿的表情 看在眼里 看来莫语童他爸爸 应该是偏向 莫语童这边的 也是 哪个父亲愿意 把自己年轻女儿 嫁给一个老男人 三十多万的车吗 怎么看起来有点土呢 江楚突然开口说道 你怎么说话的你 三十多万的车叫土 你坐出租车有脸了 您说是吧 汪总 马东梅直接充当了前锋 汪志刚轻蔑笑了笑 这婆娘的嘴 可真厉害 还好是站在他这边的 没办法 谁让他有钱呢 江楚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就拉起了莫语童的手 逛了起来 混蛋 放开我女儿的手 马东梅反应过来后 目吼道 江楚 你不会真的打算 给我买车吧 莫语童脸上相当惊讶 你说呢 江楚握着的那只 软弱无骨的牵牵玉手 来到一辆车子前面 萧飞则是礼貌地 跟在了后面 只不过 距离比刚才远了一些 这个怎么样 你觉得好看吗 当然好看 保时捷911 这可是所有女生心中第一神车呢 这可是一百多万 江楚 我再跟你说事情呢 我家里的事 你别掺和了 让文静知道了不好 就是他让我来 当你男朋友的 刚刚我们就坐在你 隔壁包厢吃饭 你摄友都在 什么 那他们岂不是都知道了 还有 你说 文静他让你过来的 嗯 莫语童一脸震惊家慌乱 他很了解文静 从来不会轻易开玩笑 难道文静看出来 他也喜欢江楚 虽然是闺蜜 但江楚人年轻帅气 还是个超级富二代 说实话 他也是想方设法得到他 而不远处的萧妃 内心更是震惊 这看起来帅气的男生 好像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 他女朋友 还支持他来炮闺蜜 是他听错了 还是这世界怎么了 你不会想嫁给那个老男人吧 江楚反问道 莫语童一下子就沉默了 自己还这么年轻 对方再有钱 也是个跟他爸一样大的老男人 应该说 比他爸还显老 头发都秃了 丑得一笔 嫁给他 那每天得是面对什么样的日子 不想嫁 那就听我的 江楚嘴角弯起一抹自信 昨晚轻都轻了 你觉得不用负责吗 莫语童害羞转过头 他昨晚轻只是想玩一下 欲擒故纵 让江楚喜欢上他而已 但却发现 回去后 却是他自己在回味 并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超级富二代 这个车子好是好 但只有两座 要搭上你家人 多有不便 哈 江楚又看向旁边一台马沙拉蒂总裁 这个你们女生应该也挺喜欢 而且是四座 莫语童看到江楚讲得很认真 似乎真的是在给他挑选买车一样 而萧飞则是开始了专业的介绍 毕竟店里安装有监控的 人家买不买它 都要进行相应的流程和职业操守 听起来还不错 江楚对车没太多研究 还不错 这可是两百多万的车子 你居然说还不错 莫语童目瞪口呆 就这个吧 有没有限车 我想直接提限车 啊 啊 萧飞张大了嘴巴 眼睛睁大 再次感觉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难道因为早餐没吃 产生幻听了 莫语童同样的震惊 这江楚 该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怎么 这是没限车 那就换一辆 啊 有 有限车 这个车型刚好有个女老板订了一台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她违约了没来药 您真的要买吗 那线车可是顶配 包括上牌在内 哪怕给您算个优惠价 也是要两百七十万 当然 我们这是 可以支持分期付款的 可以首付 这时 汪志刚他们刚好也走了过来 刚刚那几句话都听得到 哈哈 小子 你知道 这车多少钱吗 你以为是十几块的玩具吗 说买就买 还是你想钻个漏洞 签个协议而已 反正这个定金晚点给都行 这可是刚刚潘美凤跟他说的才知道 但接下来 他就哑了 不用 直接全款 江楚经风云淡道 分期 分什么期 将近三百万的点数 转成钱 就是三个亿了 你居然说分期 开什么玩笑 还是买车爽啊 要不要给文静爷买一样 算了 还是到时候带他来吧 雨童 你就等着一会 有人跪下来 给你叫姑奶奶好了 汪志刚气得咬牙切齿 小子 别嚣张 有本事 你真全款买下来 我就不信了 江楚懒得理他 肖飞姐姐 啊 这车就挂我女朋友名下可以吧 当 当然可以 肖飞看了一眼旁边的墨雨童 对方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你好墨女士 请问下 您带了身份证了吗 带 带了 请您给我到这边办下手续 啊 江楚 这不会是真的吧 将近三百万 挂我名下 墨雨童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妈为了三十万的彩礼 都可以把他推出来给别人 现在可是三百万 啥条件都不提 直接送给他 当然 我说了要送你车的 你是我女朋友吗 一旁的马东梅 早就 没了之前的嚣张 因为 他完全看不出来 江楚是在装模作样 刚刚那王志刚 可是只签了个协议而已 而且 车子还是在他名下的 但如今 眼前这个墨雨童男朋友 居然两百多万的车 直接就打算全款买下 而且还是挂的 自己女儿的名字 这跟送有啥两样 两百多万啊 这他们一家人干活干一辈子 估计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吧 马东梅已经激动得有点颤抖 不管了 这要是真的 那眼前这小伙子 可比那老王八蛋相多了 不止马东梅 所有人都在等着江楚 刷卡付钱的那一刻 本来人就不多的大厅 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不少路人 他们估计 也是来看车买车的 看到这边有瓜吃 自然不免带着一份好奇 看看谁能全款 买下一辆两百多万的车 要知道 这可是十年 能开得起几十万的宝马奔驰 已经可以让无数女人 屈之若鹜了 更别说这两百多万的豪车 你好先生 请输入一下密码 等一下 啊 肖飞愣住了 这个事情 刚刚已经惊动了他们主管 一个帅气的中年男子 就站在他旁边 没想到到刷卡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难道要黄了 这可丢人丢大发了 过后 说不定会被主管大骂一顿 我想问一下 这里百万以上的车子 还有没有限车的 抱歉 一般这种车 我们都是进口 需要提前预定的 今天也是刚好有这辆 马沙拉蒂总裁有限车 江楚眉头皱了皱 想给他自己买一辆 毕竟总不能老打车 每个男人都有一个超跑目标 他也不例外 既然钱有了 那必须搞一辆啊 而且现在的社会就这样 哪怕你再穷 开个超跑到街上 随便都一圈 准能带个美女回家过夜 而且是自愿的那种 以前江楚是羡慕得不得了 差点就想回村里搞铁皮 自己汗上一辆了 而且 有了豪车 他以后遇到高分美女的概率 肯定也会增加 不用他辛苦去到处找 完成系统任务 更轻松了 我想多订一台法拉利F458 那个订金多少 一起付了 可以吧 还有车子什么时候的 江楚此话一出 又是把在场众人震惊到 他记得 今年应该出了一款F488 那可是后来周星驰拍的那部 美人鱼中 诺兰开的一部跑车 出场的那一刻 就是全场瞩目 但后来 网上有传自然被召回了 他现在身价要啥没有 可不会买个定时炸弹回来开 那帅气的主管 直接接过话 先生您好 我是这的主管明成 那款车落地价 包括上牌 大概是500万 如果您想要其他好点牌照 需要另外算 定金是车款的20% 也就是100万 正好我们有批货 在那边准备着 时间大概需要几天左右 可以 那就帮我订一辆 一起结账 好的 先生 明成亲自重新操作账单 后面众人无不惊呆了 之前全款买一辆 将近300万的车 就够吓人的了 现在还要花100万定金 买一辆500万的车 旁边围观的吃瓜人群 基本都是小有资本的土豪 但仍然忍不住发出惊叹 马德 本来以为自己努力半辈子 买的保时捷卡宴已经很牛逼了 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 而且还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一出手就大几百万 看来我还不够努力 还有上升的空间 靠 你起码还买得起卡宴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来提40万奔驰的 都觉得是自己人生巅峰了 现在跟这人一比 屁都不是 可不是吗 不过 他这么年轻 真的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难以置信 刚刚好像听他们谈话 貌似在打赌 谁输了 谁叫爸爸 你们都是有钱人 我就是来看戏的 肖飞这个时候才发现 眼前这个男生看起来 年纪虽然比他小 但不知道为什么 出手的感觉 像是看到了他们的老板一样 笑起来如沐春风 又自带一股 亿万身价的总裁的气场 其实不仅肖飞感觉到了 旁边的主管明成 也是很少遇见 这么年轻一次 消费几百万的客户 他已经暗示属下 去通知老板明伦了 之前有交代过 但凡能消费几百万的人 都要告诉他 他会亲自来表示 感谢和认识一下 低刷卡成功 随着咔咔咔的单据打出来 肖飞心里石头落了地 同时一阵狂喜 这可是全款的两百多万 而且后面还订了 一辆五百万的车 自己接任主管的事情 如果没什么意外 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了 而且 这光是提成 也是有七八万 还有下一辆呢 差点忍不住就要跳起来 而另一边的潘美凤 则是脸都白了 仿佛一下湿了魂 身子一软靠扶住 旁边扶手才站稳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穿一身地摊货的男生 居然能直接一口气 买下一辆三百万车 还订了一辆五百万的法拉利 简直就是土豪中的土豪啊 突然想到了 老板以前说的一句话 当销售的 永远不要以貌取人 现在他肠子都毁清了 而其他在场的所有人 都一脸震惊加猛逼 真的买下来了 而且是全款 还订了五百万的法拉利 马东梅身体一晃 差点就站不稳 莫国杰眼疾手快 在背后扶住了他 你没事吧老婆 妈 墨宇童也是担心道 我没事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没有 江楚他其实是个富二代 墨宇童自己本身 也是震撼不已 知道江楚有钱 没想到居然这么有钱 昨天花那大几十万 已经让他觉得 那是江楚一直攒下来 只为了跟他正豪斗书赢 还有泡里文静才一下 花这么多 如今却再次刷新了他认知 这一下能拿出几百万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居然送了一台 将近三百万的车给女儿你 妈 墨宇童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心中除了扔在震撼 剩下全是感动 江楚不仅帮他解围 还给他送几百万的车 名字挂他一个人的 那是多大的信任 这是多少女生 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些霸道总裁小说 都不敢这么写的 现在居然发生在他身上 要知道 他跟江楚认识才几天 即便是昨晚亲了嘴 但他只是想调戏一下 一个颇有好感的富二代 他见到过不少漂亮的女生 哪怕是付出了自己身体 顶多换来个一两万的包包而已 而江楚 一直都是在送 却从未开口索取 他难道是真的喜欢她吗 只见马东梅突然拉着莫宇童的手 放到江楚手上牢牢握住 看着江楚 更是脸上瞬间满是笑容 江楚是吧 其实从你一进门 开始我就看上了你这小伙子 高大帅气英俊潇洒 为人低调有礼貌 阿姨刚刚之所以说那些 就是为了看看 你对宇童是不是真心的 你果然不负我所望 你眼光真好啊 找了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以后一定要好好珍惜 要把他弄丢了 我拿你是问 马东梅 你这是什么态度 难道你不想要那三十万了吗 汪志刚急了 直接脱口而出 什么三十万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你三十万了 这一天天的 跟我吹你自己多牛比 买个车要分期 还不是我女儿的名字 你当我傻呀 我女儿这么漂亮 嫁给你 岂不是嫁给一头猪 马东梅可不给她面子 噗 汪志刚一口老血要喷出来 跌了个亮枪 差点没摔倒在地上 气得是火冒三丈 宛如火山爆发 好你个贱女人 说话不算数 你给我记住了 记住就记住 来来来 大家都看看来 之前他打赌 说人家买下过百万的车 送我女儿 他就要跪下 叫我女儿一声姑奶奶 现在看到了 你输了 还不赶紧跪下 不过你又老又丑 你就跪我就行了 姑奶奶 我承受得起 噗 汪志刚再次遭到补刀 刚刚还在为这女人 是自己这边的窃喜 现在马上就掉转过来对她 这特马的真够狠 让她当众下跪 不可能 说过什么了 都是你们胡扯 懒得跟你们这几个精神病一般见识 汪志刚话没说完 扭头就走 不然还留下来 给他们看笑话吗 有当人说话不算话 输了就赖账 当然 如果是猪就不必了 普通 刚跑不远的汪志刚 再次被马东梅的话 气到跌个狗吃时 哈哈 看他真的跪了 还无体投地 笑死我了 马东梅在大笑 周围的吃瓜群众 也是在嘲讽 这家伙谁啊 买个几十万的车 就敢跟人家超级富二代打赌 连这点眼力剑 都没还当高管 要是我公司的高管这样 回去我立马就开了它 省得丢人 还无缘无故得罪神秘大佬 众人纷纷点头 同时俨然把站在人群中间的江楚 当焦点 看成某些超级世家的公子哥 可不就是这种人 才能有这种魄力吗 墨语童眼中 看着江楚满满的情迷意乱 长得帅 灰金如土 还年轻 文静 对不起了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放过这种级品的 墨语童 好感度加时 接下来的时间 还需要办理一些其他提车手续 那时墨语童跟萧飞去处理 而他爸妈则是围着江楚转 各种好话说个不停 直到江楚说 让他们去试试车 他们才跑去那车上惊叹 江楚也松了口气 这马东梅也太能叨叨了 找了台法拉利 坐进去体验了一番 摸着那赛车般的方向盘 别提多带劲了 那个 江先生 打扰您一下 一道魅惑的声音 轻柔响起在耳边 江楚转头看去 直接映入眼帘的是 一片雪白中 暗藏胸肌 我去 这赤裸裸诱惑啊 往上一看 是刚刚给汪志刚 做导购的攀美凤 他记得 之前他领子的扭扣 可没打开第三颗的 还真没看出来 这规模也是地般庞大 你这是 那雪白的双手 递过来一张名片 江楚接过来的时候 对方还轻轻摸了一把 他手背 仿佛是不小心 这是我的名片 平常您要是有空 可以晚上约我出来 一起探讨一下 车方面的知识 毕竟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一定会让您满意的 嗯 有需要我会给你电话的 好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一个意味深长的魅笑 潘美凤转身后 马上就把扣子给系上了 留下一个摇曳多姿的背影 江楚笑着感慨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想起一句话 钱不是给女人花的 而是给他们看的 只要你够有钱 哪怕没花一分钱 也有大把的美女 主动投怀送抱 说的就是如此 系统评分75分 充电宝 5 他对这个充电宝 大概懂了点 这种颜值的女人 上一世 他求都求不来 但现在 宁缺无烂 他可不是种马 是个女的都想上 名片随手扔到一边垃圾桶 手续没用多久就办好了 看吧雨童 你妈我当然 让你去拿个驾照没错吧 现在不仅有车开了 而且还是个豪车 别看马东梅一副败金脸 但一早就逼着墨雨童 去拿了驾照 早些年考驾照 还是比较容易的 墨雨童此刻坐在 主驾驶位置上 也是激动不已 到处打量着车的内饰 充满着奢华 这可是几百万的豪车啊 以前顶多开过那些 富二代几十万宝马 但即便如此 开在路上 也是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如今这一刻 让他有点飘飘然 依旧难以相信 这是现实发生的事情 对了 雨童 之前他说 昨晚你们接吻了 那你们后来 有没有去下一步 带了没有 什么下一步什么带了 晕 妈你想什么呢 我们才没有发生那种事 墨雨童脸都红了 怎么在这里跟他说这些 还好是在车里面 江楚也站在比较远地方 不然让他听见 不休死了 什么 没发生 没发生 他就愿意买辆 几百万的车给你 这绝对是真爱我跟你说 管他什么女朋友不女朋友的 现在有钱人 哪个不是好几个情人 你得抓紧时间把他拿下 知道不 要先在他心里 抢个好位置 马东梅那是一个气啊 恨不得自己能代替女儿 当场把江楚给伤了 妈 墨雨童不敢说下去了 但脑子里居然出现了 那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一直觉得自己好歹笑话第三 要拿下江楚 就是分分钟的事 现在突然就觉得有点自卑 甚至没什么信心 因为还有个李文静 人家脾气温柔 规模又大 原本以为自己的大长腿 能迷得他神魂颠倒的吧 但昨晚丝袜都给他手撕了 居然没有一点越轨的行为 亲也是他主动的 要不是亲的时候 他舌头也动了 一阵头大 他都怀疑 对方是不是对他 根本没那意思 或者是鸡 毕竟人家超级富二代 应该很多漂亮女生追才对 再想想自己当时没贴紧他吧 那距离起码也有十几公分 还是穿着裤子 那真正的规模 热 想什么呢 雨童 妈跟你说话呢 发什么呆呢 外面的江楚逛完后 有些无趣 这时 一个身穿横纹蓝色定制西服 颇为帅气的年轻男子 大步走了进来 一看就有很气场 后面还跟了一个 抱着文件家的漂亮制服的年轻女子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应该是秘书之类的 那些销售小姐姐 都对他鞠躬并称呼 伦绍好 而对方只是微微点点头 明成也迎了上去 在伦绍的耳边轻轻 低语了几句 只见伦绍的目光 向江楚这边投了过来 接着面带微笑走了过来 到他面前并伸出手 你好你好 我是这里的老板明伦 你好江楚 江楚近距离看到明伦本人 大背头 高挺鼻梁 深邃的眼睛 年纪看起来二十来岁 传闻名士集团掌舵者明泽朗 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明楼 二儿子明哲 三儿子 就是眼前的明伦了 听说比较喜欢玩 果然给人一种 太子爷桀不逊的感觉 明伦虽然在大笑 脑子却在快速思考 在水果省能挥手几百万的人 他还以为是其他八大集团的太子爷 现在看来没点印象 但如此年轻便出手阔绰 不卑不亢 穿得很低调 难道是省外的那些大集团 或者大家族的太子爷 感谢江少 你对我们的多多支持 我明文喜欢交朋友 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俊杰 伦绍过奖了 江楚其实是有些紧张的 放在上一世 估计说话多接吧 但经历过了生死 再加上 现在他有钱就有了底气 管你什么集团 不久的将来 他将成为他们仰望的存在 哈哈 阿诚哥 明成双手端过来一个精致酒香 这是我带回来的一瓶红酒 小小心翼 不成敬意 就当是我们认识的见面礼 江楚大概瞄了一眼就收下了 感谢伦手 哈哈 既然都是朋友了 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今儿高兴 要不要晚上一起吃个饭 抱歉 我晚点估计要陪女朋友家里人吃个饭 要的要的 这样吧 后天不知道江少你有没有空 我请客 也会叫上完的比较好的朋友一起 大家一起认识认识 江楚想了一下就答应了 明氏集团掌握了不少资源 是他下一步发展需要借用到的 而且 他知道明家在接下来的房地产争霸中 屡屡失去先机 被王家夺去 导致后来资金链断裂 差点就一跌不振 如今 他重生了 那就先试试 这能不能改变这个历史 这也是决定着以后的事情 他该怎么选择 上次因为吃饭 跟王氏集团 那个海王结了院 能借用一下这边的权势 也不错 那我们先走了 坐在新提的马沙拉第 驾驶位上 江楚跟明轮打了个 招呼就开了出去 明少 这小子 收了那久看 都没看多一下 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 嗯 明轮眉头一紧 怒视了阿诚一眼 对方立马低头 知道自己话多了 安排一下 后天 把他们几个都叫来 顺便商讨一下 他们那些事 是的 伦少 坐在几百万的马沙拉第上 莫与同一家 还有些晕乎乎 难以置信 马东没为了掩饰一下 内心激动 拿着刚刚那瓶酒 翻来覆去地看 都是英文 压根看不懂 买了几百万的车 就送这瓶玩意 还有刚刚那个是谁啊 怎么随便 就找人交朋友的 绝对是不怀好意 江楚你可要提防着点 江楚头也不回 轻松说道 这瓶酒是82年的拉菲 应该值个几万吧 啥 这玩意要几万块 马东没两夫妻 震惊地面面相去 手一抖 差点没拿稳 死婆娘 你小心点 刚刚还随意地拿着 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的 这酒岂不是一口 就能喝掉好几千 我滴妈呀 嗯 你们拿回去吧 我不喜欢喝葡萄酒 还没家里酿的米酒爽口 上一世 他有做过推销卖酒的 不知道为什么 对葡萄酒那味道 就是不感冒 江楚 你这是故意说的吧 这几万的酒 你居然拿村里那几块钱的米酒来对比 不过 你居然都说送我们了 那我们可就带回去了呀 妈人家江楚就客气客气 你还当真了 几万的酒 你喝还是给爸喝 墨宇童没好气到 没事 我说的是真的 我真不喜欢喝红酒 拿回去找个阴凉地方放好 可以收藏涨价的 哈哈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马东没如获珍宝 把酒抱在怀里 还有 刚刚那个是明家的三公子 那个车程就是他开的 身价没有上一 也有几千万吧 我滴妈呀 就这种人 他居然主动来找江楚你交朋友 不错不错 你可得好好巴结巴结 妈 江楚他也是回首几百万的人 需要巴结吗 嘿嘿 也是也是 江楚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确实 他以后能起急的高度 又起要巴结别人 说不定 以后整个明家都要来巴结他吧 江楚开车带沐宇童一家人 直接去了百货大楼 一逛就是一两个小时 从头到尾 都是重复着一句话 喜欢就买 我买单 这可把马东没两夫妻 乐得一直没合龙嘴过 虽然他败金 但身上的衣服 还有平常用的东西 都是挺节俭的 估计只有穷怕了的人 才会有另一种极端出现吧 江楚也是能理解的 最后他们手上都是满载而归 买的也不是特别贵的东西 这倒是让江楚 对马东没他们 有点另眼相看 最后还请他们吃了晚饭 宇童啊 你男朋友可真好啊 爸妈 这就放心了 妈之前也是急了点 居然想着介绍 这么一头丑肥猪给你 希望你别生妈的气 妈 别这么说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两母子在那对话 竟然有了些酸楚 江楚主动说 要去上个厕所 留点空间 给他们自家人说话 去买了单 等了一下时间 感觉差不多了 刚想上去 只见他们已经下来了 江楚 你刚跟我爸喝了酒 我开车吧 嗯 不过 我看你爸他脸色 似乎有点不太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墨宇童神情有点慌张 两手无处安放 啊 没什么吧 估计是逛了一天 有点累吧 江楚也没想纠结 这毕竟是人家的事情 最后本来说 让莫国杰开车回去的 但怎么都不肯 说这几百万的车 要开回去村里 指不定第二天 连车咕噜都没了 当然只是开玩笑 最后还是在 江楚的强硬要求下 给他们找了一辆低视 打算让司机送他们回老家 这路程 估计也要个两三个小时 奈何只要钱够多 一切好说 宇童 你过来一下 坐在后座的马东梅 招了招手 莫宇童走了过去低下头 亲都亲了 磨磨叽叽的 赶紧把他拿下 知道不 错过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你还是我亲妈妈 这是为你好 听我的 莫宇童兔子一般 害羞逃开 看着远去的车子 挥手说拜拜 你妈给你说了什么 江楚一脸好奇 啊 没什么 就说你今天陪他们一天辛苦了 回去让我犒劳你一下 说完莫宇童脸上一抹红韵 这感情好啊 我现在迫不及待就想回去 看到江楚的兴奋 莫宇童两眼笑弯 眼眸却是一抹邪恶 怎么 想让我怎么犒劳你 捏脚锤呗 想的没你 这又是你说的 开车回到学校已经十点 保安看到 马沙拉蒂直接问都不问 就放进去 校道上已经没什么人 他们找了个停车未停好车 莫宇童下车就跑到了后座 江楚 你出去一下 我要换个衣服 嗯 这不是准备回去宿舍了吗 还换什么衣服 这个你别管 江楚无语 只能到了车外站着 女生真麻烦 好一会 后面车窗降下了一些 江楚 你进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江楚面露疑惑 但还是开门坐了进去 关好门转过身 里面的场景让他看呆了 借着窗外透进来昏暗的灯光 他能清晰看到 莫宇童此刻正用纤细的玉手 把一边的头发撩拨到身后 红唇微微张开 媚眼如丝 一双极品白丝大长腿 如今一条 盘坐在后座上 另一条套着一半的鞋子 微微弯曲点踩在脚垫上 你这是要干嘛 我这样美吗 坐过来一点吗 莫宇童声音苏麻 另一只手竖起的食指勾了勾 无比诱惑 江楚恨不得如恶狼扑上去 但还是忍住了 你不说的话 我就回去了 说着 一只手搭上了车所开关 莫宇童没想到他都这样了 居然还会失败 不禁有些气馁 连忙道 别走 等会 江楚刚转过头 一阵香味扑面而来 同时线上的 还有那美丽的容颜 和性感红唇 江楚一个没反应过来 居然还被对方 东到了车门上 而莫宇童也是重心前移 只靠着两手撑着座椅 江楚退无可退 只好被逼承受下这一切 外面的路灯灯光 眯眼过去 那是又大又白 还有点刺眼 江楚情不自禁地 伸手挡住了其中的一道 原来光是这种感觉 莫宇童双手一软 再也支撑不住 扑倒了江楚的怀中 绝对领域并排搭在 江楚的大腿上 江楚感慨 这牌子的丝袜品质就是好 纵向丝滑 也不知道 跟巴黎世家对比起来 手感会不会不一样 莫宇童此刻双手 放在后背上 记着什么 脸上的潮红 并未完全散去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要不要帮你叫文静下来 也亲热一下 好啊 好你个头 跟我在一起 居然想别的女生 等于三小拳头 落到胸口一顿锤 宋青青的是我听说了 这个女人真的是瞎了眼了 居然白白放跑 你这种超级优质男 去跟那个什么 王八蛋富二代戒 你这是在损我 还是夸我呢 当然是夸你啊 那个什么正好 哪能跟你比 帅又没你帅 钱又没你多 资本还这么雄厚 最关键是 你舍得疼我 死吗 上次是黑的 这次给你试试白的 兮兮 下话线 江楚眼角之余 看到远处学校保安 打着电筒 正往这边走 而墨宇童则是在卸装备 又是一阵诱惑 兮兮 有色心没色胆的家伙 下次老娘心情好 再考虑考虑吧 走了 拜拜 说走就走 江楚想着 也该回去了 刚起身 却发现 后座上掉了什么东西 这小恶魔 拖了也不拿走 他可不会 把这玩意拉车上 第二天被别人发现 脑子指定 不会乱想些什么 拿起来装进了口袋 锁上车就回去了 就在江楚刚走后不久 一身黑色连衣短裙的周星仪 从不远处拐角走了出来 看到那马沙拉蒂总裁 眼神露出惊讶 还围着车子看了一圈 最后 眼珠子转了转 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第二天 是三剑客的旷课日常 江楚睡了得自然醒 饭堂早餐过后 直奔图书馆 因为他要查一些资料 虽然有了前世的记忆 但很多行业领域方面的知识 他还是很缺乏 在得到属性加点后 他的身体愈加强壮 看起来再也不是那般瘦弱了 系统给他的颜值加到了91分 配上那独特的发型 进了图书馆后 简直就成了一道帅气的风景线 称之为男神都不为过 影格里面的女生 连连冒出粉红泡泡 发出各种嘀呼 好帅啊 这居然是我们学校的 哪个系哪个班级的男生啊 是啊 你看他 笑起来简直填爆了 居然还有这种 又可爱又霸道帅气的男生 很像唐玉小宝哦 简直就是小说里面的 帅气男主翻版 好想被他压墙上啊 且我觉得还是韩国欧巴帅 得了吧 你那些傍国欧巴 各个娘炮一样 哪里有眼前男生帅 不行不行 我忍不住了 我要过去问他要电话 一个女生壮了一下胆子 抱着一本书 小心翼翼地 朝着在找书的江楚走了过去 江楚感觉到 有人在打量自己 转头看了一眼 女生瞬间就缩头用书 挡住自己的脸 快速经过 搭讪失败 哟 几个女生嫌弃的摆手 你都不敢开口呢 你行李上啊 几人在相互推让 最后谁都不敢上 而不远处角落 坐着一个长得同样帅气的男生 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那件眉紧了紧 寸头刮子脸 鼻子高挺 戴着耳钉 脖子挂着一条 Ritch链子 穿着白色范丝辙 高大帅气 有点像动漫里面的人物 小千 那人颜值 已经严重威胁到你了 怎么办 坐在后面的吴波 是吴小千的同乡 相貌还不错的他 经常跟着吴小千这个笑草 单单靠出卖信息和简陋 也谈了不少的女朋友 同样也是个小资富二代 他哪能跟小千比 看他穿的那衣服 淘宝一搜一堆 坐在吴波旁边的一个 长得还不错的女生 嫌弃地说道 但他目光 还是在江楚脸上停留了一回 毕竟是真的帅 吴波一只手撩起女生长发 捏了捏他的脸 好 那我呢 女生露出媚笑 你是我家亲爱的 当然也比她帅了 算你会说话 周末带你去买衣服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谢谢亲爱的 嗨嗨小千 你家孟希来了 吴波用手碰了碰 小声说道 听到这名字 吴小千立马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 一女生抱着书本款款走来 黑长直的绣发后 绑扎着一条花色丝带 随着轻盈的步伐青阳 绝美的瓜子脸和鹅颈 无间连衣碎花裙上 露出那精美的锁骨 亭亭玉立 尤其是那双眼睛 充满着智慧的深邃 让人着迷 清新脱俗 仿若一尘不染的仙子 她每次都能看待 心想着 无论如何 必须要得到她 没错 这就是笑话第一的吴梦希 而她自己 则是孝草第一 只有她才配得上 当她男朋友 已经幻想着 吴梦希崇拜地看着她 在即将到来的孝庆上 看她唱歌迷恋模样了 接着就是晚上约会 亲吻 打扑克 想想就爽 不好 她朝那家伙走过去了 吴小千猛然从幻想中 拉醒过来 她的梦中女神 居然朝着那个男生 走了过去 他们该不会认识吧 眉头紧紧皱起 书桌上的拳头紧握 咬牙切齿 只见吴梦希 走到了那人的旁边 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举手 去把书放在架子上 并没有看对方一眼 吴小千松了口气 那就好 自己天天都来图书馆 蹲进梦希 这个男生 似乎是第一次见 他们不可能认识 微微摇头 弯起嘴角自嘲一笑 她是在乎则乱啊 江楚在一旁认真看着资料 她发现提高了天赋之后 对于书本里面知识的理解 很多居然一眼就看懂了 而且 记忆力也是在成倍的加强 这让她欣喜不已 突然一股忧香袭来 让她忍不住 微微转头看了一眼 长长的睫毛 深邃的眼睛 高挺的秀鼻下 唇若阴红 简直就是完美的侧脸 身材也是极品 轻轻点起了脚尖 正举手在找书 吉梦熙 听到有人叫自己 吉梦熙也是转头过来 并一眼就认出了 眼前这个男生 这不是那晚上被她看到的 在胡心亭跟墨宇童 做龌龊事的家伙吗 是你 变太难 下化线 江楚一脸猛逼 而远处的吴小千 眉宇之间已经瞬间宁静 他们两个还真认识 吴伯 一分钟内 我要这个人的全部资料 好的 此人叫江楚 电子系那边的 跟咱们一见 家庭农村出身 前段时间听说 被一个叫宋青青的女生甩了 结果受了打击 出去理了个发 把自己变帅了 放心 她没你有钱 吴小千这才满意地 笑着点了点头 原来是个穷笔吊丝 江楚眉头微皱 这季梦熙 怎么一看到自己 就喊自己变太难 难道初中的时候 她长得比较像男生 被自己欺负过了 毕竟有过李文静着前车之鉴 所以她也是忍不住 恶趣味地想到这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吧 我怎么就成了变太男了呢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 自己清楚 莫名其妙 这就是第一的笑话吗 经过这两次的接触 她顿时兴趣全无 什么才女 说话像没经过脑子 江楚懒得想理她 这时候 口袋里的手机闹铃突然响了 要知道 这是图书馆 她急忙把手机掏了出来 一看更是生气 居然是十万零八十六 这玩意几天来一次 投诉也不行 连忙挂掉 然而 刚刚掏出的时候 她并没发现 两条白白的东西 掉在了地上 且正好被旁边的 几梦西 看得一清二楚 还说不是变态 居然随身带女生 穿的丝袜 有病 说完一脸嫌弃地 转身走了 留下江楚在原地凌乱 干大地用脚趾 抠出两室一厅 几梦西 好感度时 昨晚忘了 把这玩意拿出来了 把地上丝袜捡起来 放回到口袋里面 便走了出去 另一边 吴小千他们 都快拍桌子笑抽了 原来是个变态 还被几梦西当场发现 笑死我了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你家几梦西 应该是最讨厌这种人的 所以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 白费了一副好相貌 居然有这种癖好 女生摇头感慨 同时低头看了 看她腿上穿的黑丝 此刻男士某路上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堵在了市区道路上 周围的众人纷纷侧目 这可是一千多万的车子 车子里面的装饰 到处都充斥着豪华和奢侈 里面坐着三男一女 其中一个是穿着背带裤 头发中分的年轻人 此刻正满脸的怒气 你干嘛这都什么路 堵了几个小时了 赶紧打电话 安排人开路 坐在他对面的 是一个戴着墨镜 穿着笔直定制西服中年男子 昆少 碰到修路 又是上班高峰期 这里不是魔多 我们的资源不在这 不太好吧 那就拿钱砸 我就不信 砸个几十上百万的 弄不通这条破路 是是是 有些话我必须跟您说一下 徐坤不耐烦地一挥找 说 这次转学 你的身份会保密 而且由于在学校里面 我也不能24小时保护你 所以希望昆少你平常低调点 遇到什么 事先跟我说一声 徐坤皱眉看了一眼 对面的红书 我长这么帅 你觉得我低调得起来吗 为了这次昆少 你能顺利把李文静拿下 我特意花了500万的重金 请了国外最有名的炮妞高手 戴维史密斯 道号卧龙 徐坤看了一眼 坐在鞋对面的一个年轻男子 黑头发黄皮肤 一身皮衣夹克 戴着耳环 甚至还有鼻钉 帅是挺帅 差点就赶上他了 这货不是华夏人吗 叫个外国名 还特么有道号 还卧龙 那谁是凤厨 戴维 啊 尊敬的昆少 在下自认为是 泡妞界的诸葛卧龙 妙计一出 可按天下女 此外 将华夏人的种子 波遍米国 是我戴维史密斯 最终目标 哟 口气够大的嘛 也不知道 有没有说的这样牛逼 红书插话 昆少 这位戴维史密斯 刚刚把奥巴马的女儿甩了 对方还对他纠缠的 死去活来的 话音刚落 戴维的电话就响了 说曹操曹操到 直接摁了挂断 怎么挂了 徐坤面露疑惑 戴维伸出一根食指 放心 他还会打来的 第三次我再见 果然打来了第三个电话 他才接通了 对面马上传来了一个 非常迫切哀求的女生 哦哈尼 是我对不起你 求你了 回到我身边好吗 我不能没有你啊哈尼 没有你我会死的哈尼 哼 你爸爸签字出兵 入侵了阿汉 太没人性了 除非你让他收兵 不然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不 哈尼 我会让他收兵的 戴维没等他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一副拽拽的模样 徐坤咽了咽口水 这么吊的吗 那是当然 也不看我戴维是谁 可奥巴马的女儿 怎么全程都说华下雨 这他妈说的比我还溜 那是因为 他在我的调教下 深深领教了华下雨的博大精神 油浅入身 让他深深不能自拔 彻底爱上了华下雨 啪啪啪 徐坤鼓掌点头 其他人一起跟着鼓掌 牛比牛比 有待为你这样的人做我军事 何愁拿不下李文静 过奖过奖 只要坤少你听我的安排 保证让他对你死心塌地 打他都会叫继续的那种 哈哈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是成的话 我再给你一百万 那就先谢过坤少的一百万了 徐坤歪起嘴 一副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的样子 要是能拿下李文静 他不仅可以顺利地成为徐家接班人 说不定还能拿下李家 到时候 就是几百上千亿的资产 区区几百万 根本不值得一提 坤少 我们到了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这段路只好委屈你走进去了 放心 戴维会跟你一起进去的 学校大门 拉着行李箱的徐坤和戴维 一手插都一手仰望 仿若君临天下般喊道 我摸督徐坤到此 里面的女生们即将为我颤抖吧 哈哈 戴维连忙制止 坤少 低调 低调 一个一米六样子 有点错的男生 从旁边经过 被戴维拦住 那个谁 等一下 我们高大帅气威猛 家财万贯的风流小王子 坤少转校至此 男生宿舍 八栋怎么走 男生脸上露出不快 往这直走 然后左转 右转 拐个弯 直走 再左转 右转 再拐个弯 再直走 然后呢 就到了吗 戴维一边用手指方向 一边努力记住 没错 就到学校大门了 学校大门 戴维抬头看了看 这不就是学校大门吗 从哪来回哪去 想再问的时候 那男生已经走远 还抛下一句话 两个锁黑 连靓仔都不叫 还问路 什么素质 这是 有本事单挑 唱跳rap篮球随你挑 火冒三丈的徐坤 忍不住就要追上去 被戴维死死拉住一只手 坤少 低调 跟这种人 没必要一般见识 哼 别让我再看到他 不然拿钱 砸到他叫爷爷 徐坤他们 拉着行李箱 一路走进这个诺大的校园 什么穷乡屁啊 这是大学嘛 我读的小学 都比这环境好 还有阵路怎么这么多 宿舍该往哪里走 坤少 根据资料判断 李文静他并不喜欢富二代 所以我们要走的是 实力派路线 这几天 我们就先打造好 你在学校无敌人设 塑造你的影响力 凭借坤少你的颜值 绝对能让无数女生 为你尖叫 戴维刚说完 远处就传来各种 惊呼和尖叫 啊 好帅啊 从来没见过 这么帅的男生 是哪个般的 是啊是啊 那完美的身高体型 那桀骜不驯的浪荡 走路自信起来都带风 简直摔爆了 不行 我要去问他是哪个般的 要电话 要扣扣 我要当他女朋友 跟他结婚生猴子 徐坤一手聊起 那宗黄的中分头发 嘴角露出一抹得意 果然跟想象中的一样 以他的相貌颜值 来到这种地方 对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女生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不过 就是太野蛮了点 还想跟他结婚生猴子 想太多了 戴维竖起了大拇指称赞道 昆少一来 多少女生都为之疯狂 想必那李文静也是如此 看来 我这几百万也太好赚了 都没体现出来我真正的实力 对了昆少 这几天 我们最好先不要跟那个江楚 发生接触 他在明 我们在暗 要知道 未知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 姐姐姐 戴维手指比枪在下巴 歪嘴得一笑 我去问下路 徐坤快步走在了前面 因为那群女生 已经从远处 朝他这方向冲过来了 军事戴维说过 李文静喜欢专一的男生 所以 这段时间 最好不要跟女生搭话 被传出对他不好的流言蜚语 刚好看到 前面背对着他 站着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的男生 正好可以借机问路 顺便一会在那群女生面前 表现出帅笔的一面 你好这位同学 我想问一下 男生宿舍楼八栋怎么走 啊 真的好帅啊 我是第一我是第一 眼看那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生 疯狂地冲过来 徐坤微微摇了摇头感慨 太帅也是一种罪啊 摆出了一个自认为最帅的姿势 而女生们也刚好冲到这边 把他团团围住 一下子是人挤人 波涛汹涌 长腿凌利 连戴维都被挡在了外面 只能伸长了脖子 尽量看清楚里面的状况 帅哥帅哥 请问你是哪个班的 我叫张文娟 可以要你电话号码吗 扣扣也行 帅哥 你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选我啊 我在我们班可是班花 我就喜欢你这款的男生 简直就是我梦中情人 我是大一的学妹 可纯可欲 学长你好帅啊 当人家男朋友好不好啦 伦家很听话的啦 你说什么都会服从的 我知道自己长得很帅 但你们实在没必要在公共地方如此疯狂 这会让我很为难的 徐坤假装无奈叹气道 卧槽你谁啊 长得一副鸡的模样 还留着汉奸中分 大热天的还穿背带裤 这有病吧 徐坤抬起头睁大眼睛 一脸猛逼左右张望 这是 说他吗 看什么看 说的就是你 一个大学生居然还染头发 绝对是不良少年 就是 拉的行李箱还那么丑 一个大男生还贴个哈喽 Kitty 脸上还要化妆打粉扑 整个娘炮一样 滚边去 别妨碍我们聊帅哥 徐坤气道差点吐血 特么的爱马仕跟哈喽 Kitty的限量款拉单箱 几十万一个 全说丑 还有 化妆怎么了 精致的男人 难道不需要化妆吗 不化妆能出门 帅哥不是说他那还有谁 这时候 旁边一直没出声的 那个男生开口了 我知道自己长得很帅 但你们实在没必要 在公共地方如此疯狂 这会让我很为难的 卧槽 徐坤眼睛都瞪大了 这特么不是他刚刚的台词吗 一字不漏好吗 特么要不要脸了 大家安静 学长说的对 我们这里人太多了 要注意一下场合 在场的女生 居然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徐坤再次目瞪口呆 草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双标啊 对了 刚刚是你在问我 八栋男生宿舍怎么走吗 男生转过头来 徐坤脸上 再次露出震惊 这刚进校门 就遇到了一个 颜值不输给他的男生 首先 皮肤好的没法说 根本不用化妆 整张脸的五官分明 健眉心目 高挺鼻梁 唇色飞然 还有那该死独特的发型 就连他看了 也觉得隐隐动心 啊呸 他也不差好吗 是这帮乡下老土女生 不懂什么 不过 现在周围一群女生 个个的眼睛 都是黑锅一样盯着他 太野蛮了简直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要不是要低调 非要拿钱出来 砸到他们叫爸爸 为了文静 我人 咬牙切齿的 我是刚转学过来的 对这里的路不太懂 哦 原来如此 你这中分吊带 倒是非常有个性 是吗 我也这么觉得 徐坤对眼前这男生 有了点好感 还是有人懂他的 哎哎 这就是超级帅笔之间的 惺惺相惜吗 巴栋啊 你从那条路 一直走到头就是了 谢谢 徐坤拉着行李箱 走了出了包围圈 突然转回头 这位同学 我叫徐坤 可以问下你名字吗 日后 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感谢就不必了 举手之劳 我叫江楚 碰 刚走两步的徐坤 突然一个踉跛 差点摔个狗吃S 操 他就是江楚 这特么跟资料上面的照片 也差太远了吧 徐坤手握拳头 站在原地 那是一个气啊 想到泡里文静的人 居然就在眼前 愤怒地就想过去开干了 戴维也是手一拍脑袋 暗叫倒霉 这特么的开局送了一些啊 赶紧跟上去 拦住了他 坤少 请你忍气吞声啊 草 你特么的会不会成语 什么叫忍气吞声 嗯 就那个意思嘛 刚刚那群女生的态度 您也看到了 现在对方正是气盛之时 我们回去按计划进行 忍一时忍者神规 退一步悬崖峭壁 徐坤眼角抽搐地 看着旁边 戴维那谄笑的脸 被一群女生围在中间的江楚 转头看了一眼 拉着行李 向远去的两个家伙 徐坤 好熟悉的BGM 大家好 我是偶像练习生 Triple X 我会唱跳rap 篮球 叽叽叽你台妹 憋憋 好不容易用向华的电话 和扣扣摆脱了那群女生 江楚松了口气 人太帅了 也有烦恼啊 难怪那些明星 连出个门 也要遮遮掩掩的 想当那些粉丝疯狂起来 只会更恐怖 不过 她发现了一个问题 刚刚那群女生 有不少研制八十分的 但系统 却给出了 因为初时好感度 超过了八十 直接被判断为无效对象 看来 以后还是低调点好 要不然都找不到 可以消费的女神了 吃了晚饭 江楚走在校道上 拿出手机 继续她的心爱大业 趁热打铁 看看能不能多赚点好感度 文静 今晚有空吗 啊 江楚 你是有什么事吗 那个 今晚我要去练钢琴 为下周的校庆晚会做准备 没什么事 就问问 你忙你的吧 嗯 雨童 今晚月色不错 想约我就直说 今晚我没空 我要排练舞蹈 你找文静去吧 哦 对了 她好像也要排练 你找几孟希去吧 校花里面就她最闲了 就这样了 拜拜 校庆晚会 是了 下星期就是校庆 但她没记错的话 上一世李文静 并没有上去表演弹钢琴啊 学长 一个人啊 一道可爱的声音在后面追了过来 江楚转头看去 是周星怡 今天她的穿着打扮让她惊艳到 一套暗黑系的洛莉塔裙 黑色蕾丝项圈 黑丝大长腿下 是一双黑色厚底皮鞋 就连手腕处也是戴了半透明的黑色蕾丝袖套 却衬托出她那皮肤更加白嫩 背着一个黑猫包包 跟上次穿一套可爱白色罗莉丰 截然相反 这也太遇了吧 嘿嘿 Omega 好巧 我也是一个人 周星怡快步走在江楚旁边 学长 我今天穿这个好看吗 江楚不可置服 你男朋友呢 她啊 分了啊 帅是帅 就是不会说话 梦葫芦一个 整天只会黏着我 烦都烦死了 江楚鸣嘴一笑 那就是把人家当田狗了边 说到帅啊 我发现学长比她帅多了 学长学长 那辆马沙拉蒂总裁 是你的对吧 江楚停住脚步 转头看向她 你看到了 她只开过一次 就那天晚上回来 不会这要巧 就被她看到了吧 学长 你可以当我男朋友吗 江楚再次露出惊讶 你 让我当你男朋友 为什么 这也太直接了吧 难道还是因为 长得太帅 周星怡两只鲜鲜玉手 忽然抓住她一只手臂 可爱的双马尾脑袋 微微一侧 小嘴巴一撅 非常可爱的说道 我喜欢学长你啊 不行吗 江楚眉头一皱 开玩笑 系统显示她好感度 只有二十 她想干嘛 对不起 没兴趣 不管什么目的 不理就是了 江楚抽开手后 插进口袋 继续往前走 周星怡小跑追了上来 再次抓住不放 学长 你是觉得我不够漂亮吗 其实我很乖很听话的 大眼睛眨呀眨 楚楚动人 江楚冷笑 要不是有系统就信了 多乖多听话 学长 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 周星怡低头害羞 是吗 那我现在让你哪来回哪去 别跟着我 江楚冷冷说道 再次抽出手头 也不回地走开 学长 周星怡的声音带着一丝怒气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看都不多看我一眼 难道你就不怕 我把你跟莫语彤学姐 在车上的事情 告诉文静学姐吗 江楚停住了脚步 嘴角微微翘起 终于说出 她想知道的答案了 果然还是被她看到了 但 那又怎样 她可不怕 不过 倒是想看看 这个周星怡要挟她的目的是要干嘛 你想要我做什么 周星怡心里微微松了口气 还以为这种事情 拿捏不住江楚 毕竟 她如果是个超级富二代 身边不知道多少个女朋友 没干嘛 真的 我并不是真的想要挟学长你的 我只想学长 你对我好点而已嘛 周星怡再次的可怜汪汪的 仿佛是她 受了多大委屈一般 直接说出你的条件 她可没空陪她演戏 周星怡发现江楚一脸冷漠 她干脆也不装了 一蹦一跳地跑到旁边 再次抱住她的手臂 学长 可以开你的车带我出去玩玩吗 无狐野我坐上马沙拉蒂总裁了眼 坐在副驾驶上的周星怡 无比开心 放飞自我 江楚瞥了一眼 只见她整个人躺着 把那一双黑色大长腿 直接放到了副驾驶台上 两手大张 磅佛迎风飞翔一般 完全没理会 那短裙已经滑到了下面 大腿根部若隐若现 差点让她把持不住 连忙把白马车速降下来 我说 你能不能坐好 这样也太危险了 西西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贵的车 太开心了 谢谢你学长 开了这么远 你好歹 告诉我 你想去哪里吧 周星怡沉吟了片刻 学长 我看到学姐她设有发的 扣扣空间照片了 学姐好多漂亮的包包 我知道 肯定是你送的对吧 你可以也送我一个吗 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包包 江楚眉头一紧 这搞这么多名堂 就是为了要个包包 早说嘛 她正愁今天没刷到点数呢 心里空落落的 周星怡看到江楚的脸色不对 还以为对方不高兴了 毕竟是被要挟 你放心 我要了一个包包之后 绝对不会再提那件事 我谁也不说 真的 我可以发誓 很快 他们一起来到了朝阳广场的百货大楼 对此 江楚早就轻车熟路 带着周星怡直奔LV专卖店去 欢迎光临 开口的是赵小林 如今 她已经换了一套制服 整个人神采奕奕 就连气质也涨了几分 想必是上次得到了转正影响的 赵小林看到 走进来的是一对情侣 第一眼看到 就忍不住惊叹 男的也太帅了吧 简直就跟明星一样 不 比那些明星还帅 而他旁边的那个女的 也很漂亮 只是一身暗黑系风格套装 多少让他 觉得有点另类 忍不住想 难道那个帅哥喜欢的这种类型 你们好 这边请 请问你们看上了哪一款包包 或者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上市的最新款 江楚微微一笑 怎么 不记得了我了 赵小林愣了一下 这么帅的男生 自己见过 再仔细打量 跟脑海里面一个人重合在了一起 是你 赵小林认出了江楚 就是上次来一口气 买了五个包包 让他顺利提前转正的福星大款 可上次的江楚 明明一副很普通 甚至有点错的样子 难以置信 跟眼前这个超级帅气的男人是同一个人 嗯 我带朋友来看一下包包 赵小林发现 周星怡并不是上次那两个很漂亮的女生 难道他又换了 不过 想想也正常 帅气又多精 身边的美女肯定不会少到哪里去 你不是想要包包吗 自己去挑吧 周星怡其实一路上都非常忐忑 因为江楚给她的感觉 并不像是被拿捏住的人 跟她聊天的语气 完全都是有恃无恐 丝毫没有担心的表现 反倒是她 居然试图去威胁这样的人 想起来都觉得心惊肉跳 得到江楚的话后 她开心地朝着目标快步走了过去 看来早就看好了 很快 她手上多了两个比较偏可爱疯的包包 放在眼前对比 纠结选哪个好 别看了 两个都买了 周星怡有点不敢相信的 突然出现在旁边的江楚 学长 这一黑一白的包包 刚好搭你的衣服不是吗 小林 这两个 还有这边这三个 都给我一起打包 江楚手指 那新上师的掌柜有三个差不多可爱风味型的 好的 我这就为您打包 赵小林已经见怪不怪了 并没有露出太多的惊讶 反而是周星怡脸上露出难以置信和震惊 以为是不是江楚生气了 故意整她 整个人都有点慌张起来 声音都有点带着哭腔 不不不 学长 我说了 我要一个就好了 或者 我不要了 是的 她想退缩了 江楚眉头一皱 不要 这怎么行 这可是白花花的几千万 你把我当什么了 说要就要说 不要就不要 我买的你必须收下 周星怡被江楚的严肃和霸道 弄得是整个人都愣住了 完了 真的得罪学长了 一会肯定会受到惩罚的 会不会很恐怖 绑手绑脚的那种 您好 五个包包打了折后 一起是二十三万 赵小林撇了一眼周星怡 有点疑惑 但别人的事情 她可不好过问 江楚很爽快地刷了卡签字 愣着干嘛 去拿包包啊 啊 哦 周星怡闷不作声 静静地把打包好的袋子拎在手上 向带接受惩罚的小孩 江楚一时气乐了 你不是一直想要的包包的吗 买给你了 就这表情 周星怡两只大眼睛 水汪汪的 仿佛就要哭出来 学长你是不是很生气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应应应 不敢了 嗯 那就好 不过 我告诉你 你哪怕说出去了 我也不担心 说不定她早就知道了 江楚举起一只手 给了她一个摸头纱 看在你这么乖巧的份上 这些包包都是我想送给你的 学长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看到江楚面带微笑 瞬间让她觉得没那么可怕了 周星怡抹了抹鼻子 破涕微笑 露出开心笑容 学长你最好了 谢谢你 说完还点起脚尖 快速地清了一下江楚脸颊 嘻嘻 搞得江楚都有点害羞 现在 毕竟店里还有个赵小林呢 赵小林面带微笑 实际心里酸得很 亲一个就有个包包 她也可以啊 别说亲一个了 亲一晚上都行 周星怡 好感度加时 周星怡 好感度加时 周星怡 好感度加时 学长你还会害羞呀 好可爱哦 我好喜欢 江楚尴尬的桃一样 走出了店外 居然说她可爱 学长 我们现在是去干嘛 难得来这里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 喜欢的东西就去买 学长给你买单 周星怡脚尖一点 胸前合十 眼睛一亮 真的吗 说完 捶下双马尾小脑袋 手也落到腰前 可是 学长你已经送了我好多包包 我很开心了 我有的是钱 你想好了 错过这次 下次可没那么容易 有这机会了 真的可以吗 周星怡嘟闹着小嘴 食指对着点点点 下一颗画面 一个可爱的周星怡 在江楚前面 一蹦一跳走着 无比开心 去了名牌服装店 试了好几套 几千上万的 洛莉塔裙子 花架 比她穿的那些好看太多了 简直把她开心坏了 每一套都是穿出来 各种风格都可以驾驭 一时可以是可爱的公主 下一刻 变成温柔乖巧的女仆 然后是暗黑系的小恶魔等等 尤其是周星怡 她本身身材又好 地般的庞大 可爱的脸蛋 穿什么都好看 老板娘都是赞不绝口 想邀请她做店里的代言 拍淘宝平面模特 但被她拒绝了 学长 好看吗 周星怡还特意转了一圈 那裙百呼地升起 江楚清楚地看到了 那一抹白色 直接被呛到 可嗨嗨 好看好看 赶紧喝杯水眼 十足尴尬 周星怡在十一间 换衣服的时候 露出一丝脚狭得意 最后挑了不同风格的三套 江楚买单 一万多 接着是正版的 COS服装 女帝 纳美 罗宾 初音未来 学长 我以前很喜欢来这光 但都是 只能看看 没事 看上什么 你随便买 谢谢学长 周星怡再次放飞自我 把以前梦寐以求的衣服 都试了个遍 不过 只是在十一间试穿了一下 并没有出来 因为店里除了江楚之外 还有不少的人 那些COS制服 多多少少都有点漏 周星怡选择了矜持 最后在江楚的建议下 一样拿了一套 让老板把东西 明天直接送到学校给她 逛了鞋店之后 键差不多了 江楚直接带着她 去逛了珠宝店 还有手表店 最后 江楚选了一根八万的项链 还有三万的手链 以及一个十万块的 欧米切手表 江楚后来查过这幅镜 现在还没有 僵尸单顿百达斐力的专卖店 不过即便有她 也不打算买了送她 这些东西 有可能会引人注目 惹祸上身 学长 不行 已经够多的了 这些东西都太贵重了 周星怡有点慌乱 不敢接受 江楚可不管 非常霸道地说道 我送你的东西 必须收下 最后还是周星怡 被逼收下了全部 其实江楚 给她挑的每一样 她都非常喜欢 学长好霸道 不过她喜欢 起初只是想要一个包包而已 现在得到的加起来 起码有五十万的东西 像做梦一样 学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也太好了吧 周星怡 好感度加十 周星怡 好感度加十 江楚看到那上涨的好感度 还不错吗 今晚上收获颇丰 五十万的点数 半个小目标了 一时间心情大好 回去的路上 坐在副驾驶的她 看着江楚的侧脸 坚毅帅气地轮廓 专注的眼神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生 两手互抱压在胸前 她能感觉到 自己的怦然心跳 学长会喜欢她吗 可是 不管是文静学姐 还是墨语童 都比她好看 完全没那个自信 觉得学长会看得上她 周星怡 好感度加十 干嘛不说话 在想什么呢 江楚转头看了她一眼 啊 学长 我没想什么 周星怡有点自卑地 低下了小脑袋 跟你说个事 送你的这些东西 就别发网上了 前不外路的道理 你懂的 嗯 谢谢学长提醒 学长是在关心我吗 真的好体贴哦 周星怡 好感度加五 这好感度 一下就到八十五了 可以啊 再加把劲 说不定今晚 就可以突破到九十了 江楚突然想到个地方 还有时间 一脚油门加速 与此同时 学校思念湖旁某处 并没有什么人 一身范丝折休闲 T恤短裤的徐坤 翘着二郎腿 坐在石板凳上 后面站着的是戴维 而他们前面站着的 是一个有着逆天 大长腿的漂亮女生 此刻她微微低头 沉默不语 两手也是有些 无处安放 似乎对眼前的徐坤 有着一丝畏惧 你就是笑话墨宇童 徐坤上下打量着对方 墨宇童是红书 特意安插在李文静身边的眼线 就是为了能及时了解到 李文静的生活点点滴滴 采集有用的信息 也防止有男生对李文静下手 开始找的人并不是她 是另外一个 但李文静对那个女生完全不理 他们后来查到了 墨宇童跟李文静关系比较好 就决定找她 开始是用钱 后来墨宇童想退出的时候 就拿她父亲的病做要挟 她不得不就范 还好的是 李文静不知怎么 大学以来从不跟异性接触 这倒是让她一直很安心 直到江楚的出现 嗯 长得还挺不错 墨宇童忍不住的紧张 一颗心弦在嗓子眼上 深怕对方要求她 做出什么不想做的事情 徐坤暗自点点头 没想到 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居然还能出这种美女 包装一下 绝对赶超大部分女明星了 要是在魔都 她不介意砸点钱 让她叫爸爸 不过现在她的目标是李文静 全是地位金钱还有女人 孰亲孰众 她还是分得清楚的 更何况 她是李文静闺蜜 那就更不能轻易动了 知道我是谁吧 昆少您好 把李文静的信息 一字不漏地跟我说一下 尤其是 关于她跟那个江楚的 在听到江楚两个字的时候 墨宇童浑身忍不住震了一下 好在并没有被对方发现异常 好的 墨宇童大概说了一下 这几天发生的事 唯独没有说李文静被江楚亲了 是的 在买车事件 陪了她爸妈事情之后 她发现自己 似乎喜欢上江楚了 眼前昆少 如果知道这个事情 说不定会对江楚 做出不利的事情 她选择了隐瞒 哪怕对方从哪听说到了 她也可以以当天 不在场为由撒谎过去 尽管如此 她现在还是有种负罪感 一个是她最好的闺蜜 一个是她喜欢的男生 而自己却在背后出卖他们 有想过 江楚这么多钱跟她坦白 但钱可以找 甚缘却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 她爸爸的身体 不知道还能抗多久 所以她不敢赌 轻咬着金银嘴唇 眼神也是有点恍惚 一年前 有个人找到她 说 只要提供李文静的信息给她 每个月就能得到一笔钱 家里穷的她连学费都交不起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她很羡慕那些 想买就买的人 觉得不就是发发消息而已 当即就答应了对方 但后来发现 李文静是个很好的女生 还经常会为她着想 借钱给她满足 她那小虚荣 李文静自己却很省 直到某一天 她觉得做那些事会很愧疚 跟那人说要退出 结果就遇上了 她父亲被查出了肾衰竭 体检的结果 是她去领的 所以 连她父亲本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医生说 一年内找到合适的肾源做手术 换是最好的方案 但那十几万的手术费 就让她觉得天塌了 更别说找肾源这种概率极低的事情 哪怕找到 又是一大笔钱 对方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 拿此来要挟她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能接受 毕竟不管怎么样 她父亲的命是最重要的 为此 哪怕她以后会遭到万人唾骂 就这些了吗 是的 我知道的 全都告诉昆少宁了 请问一下 我爸她那肾源 不带她说完 徐昆有点不耐烦地挥挥手 这你跟洪叔说去 我不管这事 你可以回去了 有什么需要 我会叫你的 墨语童袖没紧皱 小拳头也是紧紧握住 对方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没想到 丝毫不理会她的心情 一脸的麻木 但谁让人家有钱有势 好的 那我先走了 看着墨语童走远 戴维伸过来一个脑袋 昆少定力不错呀 看到这种美女 都能无动于衷 徐昆一声冷哼 好看是好看 但只要你有钱有势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桀骜不逊的态度下一秒 瞬间破防 弯下腰 伸手各种挠大腿 草尼马 这什么破地方 怎么这么多蚊子 养死我了 都是包 戴维同样也是蹲了下来 各种挠 我以为就我被咬了呢 我特么被咬你很开心吗 不不不 昆少 是蚊子咬你很开心 但 你是会说话的呀 谢谢昆少夸 昆少你打我干嘛 那个 别打脸 靠着吃饭呢 忘龙江 那是横川整个南市的一条大江 传说是岸上的民众 看到对面天有一项龙腾升起 不久后 就多了一个大的城市 所以得名忘龙 江楚带着周星仪来到了江边 这一片都没有灯 但对岸就是一栋栋 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 再加上月光 所以并不会觉得黑暗 尽管如此 周星仪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站在江楚身后 这里四周无人又是郊外 不知道学长突然带她来这地方干嘛 你家里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啊 学长突然问这个干嘛 我妈妈在场里做会计 我爸 我爸在我小时候就走了 呃 江楚只是随口找个话题 没想到 问到了不该问的 看了一眼旁边的周星仪 她的视力极好 能看到她的脸上带着一丝黯然 对不起 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没事 多过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接受现实了 两人再次陷入安静 只有江面上拍打礁石的声音 还有时不时传来的传笛声 周星仪发现 从小到大 她根本不敢自己一人跑到这种地方 尤其还是夜晚 因为总会觉得 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 但现在 她待在学长旁边 觉得很有安全感 可以肆无忌惮地欣赏着 这从没看过的景色 一时间居然着迷了 虽然是六月十分 但江边吹来的凉风 还是让周星仪抱起了双臂 缩在了一起 突然一件白衬衫 劈到了她身上 顿时觉得暖和了许多 啊 学长你把衣服给了我 你不穿会着凉的 没错 江楚把她的衬衫脱了下来 露出了上半身 没事 我还觉得热闹 你看我这体型 像是那么容易感冒的人吗 周星仪有一下子被暖到 学长人又帅又多精 身边还有文静宇童学姐 那样漂亮的女生 居然还这么会关心她 简直太让人感动了 周星仪 好感度加二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着吗 周星仪 下化线 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特别的日子 江楚在旁边像变戏法一样 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蛋糕 然后一边插上防风蜡烛 一边说道 今天是你生日对不对 周星仪身子一震 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 学长 你 你怎么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 说到这个 那是在你换衣服的时候 我无意看到了 你包里面的身份证 学长刚刚下车 就是因为去买蛋糕 嗯 没预定 只能拿个现成的了 小时小了点 江楚把小蛋糕 放在一处凸出来的礁石上 那根蜡烛已经被点燃 在风中摇曳 同时 也把旁边的江楚 和周星仪的脸 染上了火光 江楚拿出两扎烟花棒点燃 黑暗的夜色 瞬间充满漂亮四射的火花 祝你生日快乐 江楚唱得很别角 但周星仪的大眼睛 却已经湿润 从小没有父亲 母亲又忙 高中以后 她基本上没过过什么生日 没想到 到了大学第一个生日 居然是一个 刚认识不到两天的学长 帮她过的 心里满满的感动 周星仪 好感度加三 学长 你是因为知道 我生日 所以才给我送这么多礼物的吗 江楚没回答 开始她也不知道 总不能说也是为了刷点数吧 其实每一个当过舔狗的人 这种小惊喜的经验 那叫一个丰富 可惜得到的 却是对方的不珍惜 如今有钱变帅之后 同样的一件小事 就能把女神级人物 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许个愿 嗯 双手交叉胸前 闭上眼的周星仪 在火光下 能看到那长长的睫毛 呼 这防风蜡烛 还是挺人性的 只防四周 但可以从上面吹灭 谢谢你 学长 你开心就好 这还有些烟花棒 给你 叮 周星仪的好感度 已达到90 您获得20点属性 95之前 每增加一点好感度 将会获得三点的属性点 瓜分掉那小蛋糕后 纸巾在车上 江楚用手抹去周星仪嘴角的奶油 再次让她害羞地直呼打面 两人在夜色中挥舞着火花 周星仪再次切回到了 那可爱开心的模式 跟江楚有说有笑 学长 没看出来你身材居然这么好 还有八块附件 江楚只是笑笑 她今晚目标达成了 可以说是意外之喜 烧完最后一根烟花棒 时间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走吧 得回去了 不然学校要关门了 江楚站起来转身要走 学长 江楚刚回头 周星仪整个人扑了过来 两手勾住她脖子 同时也闭上眼睛轻了上来 三 这次不是脸颊 她能感受到 对方嘴唇的湿润和柔软 本以为只是轻一下 没想到持续了好几分钟 星号三 星号 两人刚走几步 呀 怎么了 扭到脚了 这里的石头礁石很多 江楚担心问道 没有 我的鞋坏了 你没事就好 上来 我背你 啊 这 不太好吧 周星仪眼神里 闪过一丝狡狭雨得意 没事 上来吧 江楚弯下腰 周星仪站在胶石上轻轻一跳 骑到江楚背上 脸上别提多开心了 双马尾甩呀甩 脚丫子晃呀晃 而光着上半身的江楚 则是在享受背后的柔软按摩 你好我也好 下周孝庆晚会 你是不是要上去唱歌 对啊 学长 你怎么知道的 江楚是靠上一世的记忆 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周星仪的声音是很好听 但后来选了那歌并不大 所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我还现在还不知道要唱什么呢 指导老师说 我声音好听 让我上去随便唱一首就好了 可我又不想这么随随便便 我写首歌给你吧 他可是重生回来的 有了钱 自然不会走什么文超公发展路线 尤其是当了明星出个门 都有一堆狗仔跟着 这也太麻烦了 但给他写首歌还是可以的 天哪撸 学长你还会写歌呀 尊都甲都 我也只是会一点点 这两天我写好了 就拿给你 两天写好一首歌 学长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就选修音乐的 哪怕是大神编曲 也不可能两天就能写出来的吧 江楚不再解释 因为已经到放车的位置了 坐稳了 时间来不及了 我得开快点 哄 夜色下 瞬间只剩下尾灯留下的残影 第二天一大早 天刚刚亮 徐坤还在睡得迷迷呼呼当中 戴维已经拿这个小本本 开始念叨了 坤少 我跟您说下接下来的计划 第一步就是打造人设 让你在短时间内 拥有超高的人气 根据你自身的特长 我打算在校庆上面 给你报几个节目 唱歌 rap 跳舞 钢琴 小提琴 二胡 唢呐 等等等 徐坤听到后面 瞬间醒了大半 前面唱条rap就算了 后面那些是什么鬼 我哪里会那些玩意 特么还有唢呐 这是宋观众走 还是宋校长 戴维一脸猛逼 低头看了一下 上面关于徐坤的资料 可坤少女资料上面 明明写着 钢琴十级 小提琴十级 二胡十级 所纳十级 后面还有一堆 徐坤一白手 猪吗 那都是买来的 谁特么一个人 能学这么东西 除非是怪物 戴维眼角再抽 你特么拿甲丸一出去外面 骗人就算了 给他的资料 也写上这么多 谁特么懂 行吧 那就只报这三样 只要出名了 目的就达到了 今早你的任务 就是去称霸篮球场 我会买水军 给你在校网上 推波助篮一波 把灌篮王子人设打出来 不过 关于篮球这方面 放心好了 我可是候选NBA的天才选手 这种乡下地方 我绝对虐得他们呱呱叫 太阳已经出来 这个点 正是打球人比较多的时候 篮球场上 多了一道中分帅气的影子 哼 今天的目标 称霸篮球场 小心球 远处传来大叫 瓦特 徐坤闻声转过头去 一个篮球 直接拍他脸上 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那人捡了球 赶紧跑回去 我 我 我曹你 坤哨坤哨 别激动 别激动 戴维赶紧制止住徐坤的冲动 放开我 我要杀他 好不容易平复了怒火 看了一下几个篮球场 都满满是人在那逗牛 唯独他这个半场 是一个人都没的 他刚来不认识人 更不屑放下身段去加入 这时候 一群上体育的 穿着紧身运动短裤的女生 刚好准备慢跑过来 不少还长得挺漂亮 尹德篮球场 一堆男生 纷纷停下运球看过去 有了 徐坤嘴角一歪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超级灌篮吧 戴维 相机拿好 我一会要灌篮 你注意 把细节都拍好 拍不好我拿你是问 是是是 坤哨 这可是最新上市的相机 我会开连拍模式 保证一清二楚 徐坤点点头 看着不远处 那破旧的篮筐 微微瞇了一下眼 这破地方篮筐 也不舍得买个新的 算了 讲究一下吧 准备好了之后 一个从中场的大步运球 到罚球线后一步 即将起跳 而那些女生 也刚刚好跑到旁边 完美 徐坤嘴角弯出一抹傲然 猛然大喊道 看我超级大灌篮 坤哨等一下 起跳的瞬间 传来戴维的呐喊 徐坤可不管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好机会 再加上已经起跳了 喊也喊出来了 要他中途放弃 岂不是让那些女生取笑吗 而且 刚刚他已经看到那些男生 都全部看过来了 没见过灌篮吧 那就让你们睁大眼睛看着 起跳完美 姿势完美 高度完美 最后单手狠狠地砸了进去 球进了 徐坤还没来得及得意 发现蓝圈也跟着球垮掉了 而且 后面的整个篮筐 跟着摇摇欲坠 枝丫 王德发 X 哄 整个篮筐都倒了下来 地上扬起大片灰尘 徐坤人没被砸中 但整个人都猛逼了 坤上你没事吧 徐坤默然扭头 你刚刚干嘛喊停 戴维手指一个路边诺大的牌子 蓝筐年久失修 请勿使用 操 你怎么不早说 徐坤抓着戴维的领子 两只眼睛宛如火山爆发 远处传来各种嘲笑 不仅那些男生 还有那群女生 也不知道 他们哪来的手机相机 纷纷拍照 很快 学校的网论坛上 就多了一个热点头条 徐坤成了贪婪小王子 弄得他一个下午 都没赶出宿舍门 可恶 什么贪婪小王子 谁取的 给我删光了他们的帖子去 把那人查出来 砸钱让他磕头认错 呃 昆少 这毕竟不是我们魔都地盘 洪叔在电话里面 知道这事情之后 也是相当无语 戴维也是在旁边劝说道 昆少 王好的方面想 你现在至少一塌出名了是吧 正所谓 人怕出名猪怕壮 猪肥了好杀 啊 昆少别打我脸 戴维摸着那种成猪的脸 安慰道 没关系 明天我安排了一场篮球赛 正好是昆少你们班 对那个江楚的班级 而且我调查过了 这个江楚从小到大 都没怎么接触过篮球 可以说是全小白一个 到时候 昆少你用实力碾压他 直接把他虐哭去 这样可以打击他的形象 也能抬高你自己 哈哈 这感情好 你这件事办得很好 不过 你确定他会上场 嘿嘿 也不看到我是谁 卧龙可不是白叫的 江楚江楚 向华急冲冲地跑进宿舍 干嘛了 江楚早上起来之后 花了三个点提高了天赋 然后用五个属性点 从商城购买了 终究综合音乐创作技能包 根据上一时的记忆 选了几首歌 打算给周星怡拿去唱 正在写歌词和谱曲呢 找你顶个数 顶什么 现在不是有篮球赛吗 我们班明天早上 要对另外一个系的班级 大刘他受伤了 现在没人顶上 只能找你了 猜猜是哪个班 是李文静他们班级 据说来了个超级帅的转校生 打篮球很牛逼 说到这向华 忍不住想笑出来 不是 我们班不是要到后天才比赛吗 怎么提前到明天了 向华忍不住了 拍大腿发出屁笑 你没看论坛吗 今天早上 那个转校生 不知道抽什么风 非要去那破框灌篮 直接把篮框给整垮了 还得了个他篮小王子的称号 笑死我了 不过他还挺有钱 下午立马就自己掏钱 给那球场两边 都换了个新的篮框 听说一个几万块 都媲美那些高端篮球场了 这特么得谢谢他 多了一个场子可以用 那我们的比赛 自然就提前了 江楚听了 也是忍俊不惊 居然还有这种气派 可我也不怎么会啊 就初中摸过一下 上了高中大学 就没碰过篮球 你懂的 没关系 这场比赛对方很强 哪怕有大流 估计也很难赢 现在只是找你当替补 万一确认你在顶上 你有身高 就在那站抢篮板 钉钉人得了 其他的事交给我们 那好吧 对了 你给我弄套球服 哦了 第二天早上 风和日丽 比赛如期进行 这其实只是一场 进八的淘汰赛 远远还没到决赛 但那现场的氛围 却好像提前到了决赛一样 只是奇怪的是 几个篮球场 同时进行的比赛 却只有一个 是最多观众的 比赛还没开始 就已经是围的人山人海了 而且大部分还是美女 有美女的地方 自然会吸引来了 无数想要一保眼福的男生们 二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 今天是决赛吗 而且这么多美女 没有 这只是十六金八的淘汰赛而已 你没看学校论坛吗 学校论坛 没错 学校的论坛网站上 那转校生 外号泰兰小王子 发了他以前各种 花式灌篮的视频 加上他本身长得帅 很多女生就跑来一堵风采 突然一个女生 抱胸面露 不屑插嘴道 就凭他 还不足以让全校的美女 都来看比赛 你说漏了一个 今天那个转校生的对手班级 有个更帅的 简直帅爆了 我们女生都叫他 为行走的荷尔蒙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看到他就软了 惹好羞羞 说到后面 女生把脸捂起来 羞得不要不要的 一眼望去 果然那些自发组织的 漂亮的啦啦队女生 分成两边 一对是穿着白色红边短裙 白色长筒棉袜球鞋 后面还拉着横幅 中分吊带惹人爱 唱跳rap篮球帅 另一对是穿着 红色白边的短裙 红色长筒袜球鞋 同样拉着横幅 江楚行走荷尔蒙 昆昆见了便条虫 除了啦啦队场外的女生 也是分为两个阵营 比赛还没开始 就有人开始大声互对了 堪比明星粉丝掐架 卧槽 真的有这么帅的人吗 我怎么没见过 我们学校校草草 不是吴小千吗 还有 你说的那个帅哥 篮球打得怎么样 你管人家篮球打得怎么样 只管上去帅就完事了 能进球就更完美了 女生 星号 刘川峰 你这家伙 不是整天在宿舍睡大觉才对吗 怎么也来看比赛了 一个身高一米八级 长得挺帅 却一脸冷酷的男生 耳朵上还挂着耳机 白痴 我是来看美女的 听说这场比赛美女众多 除了那些愿花 笑花也来了 那人一脸的难以置信 不对啊 你的人设 不应该是对女生不感兴趣 女生只会影响你出球的速度吗 刘川峰冷冷地瞥了一眼 丢 你说的那个是灌篮高手里面的刘川峰 老子是刘川峰 下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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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旁边突然有人喊道 快看 是墨宇童 没想到真的有笑花来 太性感了吧 尤其是那大长腿 我感觉可以玩五年 男生纷纷伸长了脖子看过去 今天墨宇童打扮一如既往的性感 压舌帽 LV的漏肩紧身T恤 超短牛仔裤下的极品大长腿 在阳光下 显得更是白皙无比 直接秒杀了他身后那几个女生 这时候 墨宇童后面的人群纷纷让开 又走出来一个极品女神 鸭舌帽 白色宽松T恤 还有一条修身牛仔长裤 对比起来 没有墨宇童来得让人惊艳 没想到冰山笑花李文静也来了 虽然传说他从不鸟 我们男生 但笑花就是笑花 那规模 那翘臀 光是看看都养肾啊 而且还能提高食欲 他来不是正常吗 今天是他们班级的比赛 而且听说冰山笑花在前几天 接受了一个男生的礼物了 正是他们班的对手 那个江楚 难道他对那江楚有好感 你们认为 李文静今天是给他们班级那徐坤加油 还是给作为对手的江楚加油 其中一个支持徐坤的女生花吃到 当然 是给我们家坤坤加油了 人长得帅就罢了 还会灌篮 天啊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生 如果我是李文静 我也会支持徐坤 毕竟是自己班级 而且 我也是打篮球的 看视频中的徐坤 的确有两下子 他们班还有个全能高手陈荣志 更是夺冠大热门 反观通信这边 听说他们的头号得分球员大流受伤了 那个江楚 是临时被叫过来顶替的 这几年的比赛 从没见过这号人物 他有的只有身高 估计就是凑个数 根本没打算能赢 看看看 那个大衣的笑花周星仪 居然也来了 天啊 那一身洛丽塔 也太可爱了吧 我就喜欢这种 可纯可育的学妹 你们看那是谁 几梦西 笑花第一也来了 不是说他 只会去图书馆吗 从来没见过他来看比赛 傻妈你 他学生会副主席 分管这块的 你看他旁边学校的领导都来了 他能不来 太疯狂了 笑花前五四个都来了 还有一个何诗运 当交换生出国了 不然五大女神齐聚 那将是多牛逼的比赛啊 果然还是 我家宇童最好看 一个高大威猛的男生 两眼冒粉红泡泡 那是体育部的部长梁德宽 宽哥 听说有人看到莫宇童 在女生宿舍门口 亲了江楚 梁德宽脸色瞬间阴沉 江楚那小子 我今天就是来看他们班怎么输的 哼 我也是来看江楚输的 这家伙 居然想对我梦中女神李文静下手 我迟早找人弄死他 富二代刘子祥也来了 上次被江楚坑了 差点被傻强打一顿 幸好他有超能力 给了他十万 才平息了对方幕火 江楚 一个篮球场都没上过的人 最好是得零分 梁德宽和刘子祥转过头去 那是一个看起来比他们年轻的男生 长得还挺帅 给他们很大威胁 眯眼问道 是敌是友 你女神是谁 我是周星怡前男友王尔波 他跟我分了之后 就马上就找了江楚 我跟他有仇 哈哈 你可以吗 起码当过校花男朋友 我们两个别说当了 手都没得摸过 可是 我虽然是他男朋友 但我也没得摸过他手啊 音音音 王尔波一个大男人 居然音音抽气起来 梁德宽还有刘子祥 面面相去 大概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分手的原因了 哼 你们三个都把那江楚当对手 他算哪跟踪 一个帅气无比的寸头高大男生 脖子带着白金Rich 抱着手臂高昂着头颅 一副拽拽不屑的表情 后面跟着吴波 还有他穿着白色丝袜的女朋友 白小玲 即便是这 还是引起旁边女生的惊呼 校草吴小千也来了 天啊 好帅 是啊 今天不仅来了校花 加上即将上场的那徐坤还有江楚 已经三个男神了 天啊 这可没白矿啊 梁德宽和刘子祥看到吴小千后 也是露出善意微笑 人家是校草 而且是名副其实超级富二代 开着一辆保时捷911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没想到小千你也来了 这江楚 难道把你也得罪了 吴小千一声冷哼 面露不屑 他算什么东西 一个变态男 还不至于能让我当对手 我是来看鸡梦西的 当然 我也想看看 江楚那个家伙 被虐到哭是什么样子 哈哈 这么说 我们几个都是站在同一战线了 你们看 我高清摄像机都带来了 待会我会全程拍下这个江楚 然后把视频放到网上 让全校人天天看他出丑的样子 刘子祥无比得意 梁德宽竖起大拇指 高 实在是高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到时候 我再让多点人去评论区嘲讽留言 以后不管是李文静 还是墨宇同周星仪 他们肯定会对江楚这个loser各种嫌弃 小千 我知道你的目标只有几梦西 但不管怎么样 那江楚必定是丑态百出 这么高兴的日子 中午我请客 开屏82的拉菲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番 吴小千撬嘴一笑 既然刘少 你都发话了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哈哈 我现在就定南市最豪华的香水楼阁餐厅 中午我们不见不散 比赛快要开始 队员陆陆续续的上各自半场进行热身 啊 随着一群女生的尖叫 带着白色头戴蓝色24号球衣的徐坤入场 太帅了 徐坤我爱你 这种场面徐坤早就细以为常了 在魔独那边只会更疯狂 嘴角高高歪起 紧接着就是一个三步大力单手扣篮 再次引得半场女生哇哇尖叫 文静 你打算给哪边加油 你们班本来实力就强悍 如今来的这个转笑声 看起来也挺厉害的嘛 墨宇童说话的时候 却是眼神复杂地盯着徐坤 李文静没回答 而是一直翘手看着对面的场上 奇怪 江楚不是要上场吗 怎么没见人 墨宇童帮他问出了心中疑惑 学姐学姐 你们也是要给江楚学长加油的吗 奇怪 学长人呢 周星仪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过来 跟他们两个站一起 三大笑话站一起 立马就引得四周男生纷纷注目 引起惊呼 不知道学长他会不会打篮球 我问了他们班的男生 似乎从来没见他打过 李文静也是微微露出担忧 江楚他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初中高中大学 基本上都没听说他去打过篮球 他要是不来最好 反正他不是搬篮球队的 没人会指责他 另外 他们班级的篮球确实强悍 他不想看江楚输得太惨 你怎么对江楚这么感兴趣 莫不是喜欢他吧 墨宇童皱着眉头 一脸低防地问道 是啊 我就喜欢江楚学长 人又帅又多近 不止我 我刚刚从那边过来 那些女生可都是喜欢学长的粉丝呢 周星仪说完得意地看着墨宇童 意思是我就跟你抢 能怎么叠 墨宇童虽然面带微笑 但眼神却是不服 有本事来啊 新衣 你也喜欢江楚啊 他人很好 我也喜欢 李文静难得开口 却把墨宇童跟周星仪都听梦了 面面相去 仿佛听错了一样 都看得出 他是对江楚有好感 但对于别的女生喜欢甚至挑衅 却表现得非常平淡 仿佛跟他没关系似的 随着一声哨响 比赛即将开始 首轮上场的队员 并没有看到江楚 江楚呢 我们的男神去哪了 江楚的粉丝团 跟啦啦队都一脸无措 他们就是来看江楚的 现在人都不见 那还有个毛意思 其中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女生站出来 双手一插腰 气势汹汹地说道 我去问问他们 岂有此理 肯定是他们不让江楚上场了 哈哈 不敢来了 直接当了逃兵 笑死我了 刘子祥在那幸灾乐祸般大笑 梁德宽也是偷笑 不得不说 这个江楚还算聪明 明知道他自己不会打篮球 今天又这么多人来看 只要他一上场 绝对会有损他的形象 干脆找个理由不出现 可以说他肚子疼啊 感冒发烧啊 大姨妈啊 哈哈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再说 我都受不了了 大姨妈都出来了 吴小千他们没说话 但是脸上却是冷笑不已 哄 场上第一个球 直接就是徐坤的灌篮 篮方球员顿时战役高涨 支持的一群女生各种尖叫 啊 坤坤你太帅了 那白色拉拉队 更是排排举腿 丝毫不介意展现出 那白色打底裤 坤坤最牛逼 你是全场MVP 面对通信班对手各种挑衅 让你们江楚出来啊 有本事出来啊 比赛一开始 仿佛就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另一边 两人正慢悠悠地 往篮球场走过去 其中 向华一脸着急 卧槽 我说 你这家伙走快点行步 比赛都开始了 其什么 不是说我当替补的吗 说不定根本就不用我上场 那是昨天说的 今天你必须上场了 为什么 你自己看看 江楚远远一看 几个篮球场 就他们那个黑压压的全是人 直接傻了眼 卧槽 这是笑比赛吗 怕不是笑BA吧 这么多人 什么情况 槽 还不是因为你 我 我怎么了 那些女生听说 你今天会上场 自己组了拉拉队粉丝团 你看 那边一般都是等你出场的 还有对面那群 是支持那个泰兰小王子的 四大笑花全都来了 你说能不疯狂吗 早知道这种场面 我就不该答应你 说这种黑话 这是为了搬集体 是我一个人的事吗 赶紧的 过去再说 江楚刚出现在后部席里 马上就引起大片轰动 女生各种疯狂尖叫 啊 男神江楚来了 他终于来了 好帅啊 我就知道他会来的 江楚绝对不会忍心丢下 我们不管 江楚江楚 我爱你 红色拉拉队妹子 终于来活了 居然还编排了个 魔性性感的舞蹈 有点类似上一世后面 出现的科目三 江楚江楚你最帅 全校女生认你爱 草 瞧瞧 他们这说的是人话吗 还全校女生 刘子祥脸上充满怒气 梁德宽冷哼 这些女生也太疯狂了 靠脸能干吗 这可是篮球比赛 靠脸能进球吗 不可理喻 王尔波看到周星怡 在那看着江楚开心挥舞 更是怒不可接 一定就是这个江楚 用了什么手段 把他们拆开的 狠狠道 我倒是想看看 这狗东西 他敢不敢上场 能拿多少分 吴小千依旧一脸酷酷的样子 似乎不屑 但目光却在那些拉拉队身上 来回扫荡 偶尔看一下季梦西那边 只是对方 只是一直坐在校灵岛旁边 没有过多的动作举动 没想到 那个变态难也来了 季梦西只是随意瞥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江楚刚坐下 看了一眼对面的计分牌 差点没下倒站起来 卧槽 这特末才第一节还没结束 三十比六 玩得这时 向华尴尬的抓抓脑袋 嘿嘿 没办法 我们班本来篮球就不是强项 你家文静那个班 又是夺冠大热门 看看他们 那平均身高 各个一米八截 还多了个他篮小王子 我们班篮板都抢不到 本来就没打算能赢 随着一声哨响 第一节结束 三十六比六 简直没法看 但不得不说 江楚他们班上场的都尽力了 并没有说放弃之类的 休息时间 当然是到了啦啦队 护队时刻了 啊 坤坤好棒啊 拿下全场最高分十六分啊 坤坤坤坤最牛比 你是全场MVP 江楚这边啦啦队 也不甘示弱 继续喊着 他们之前的口号 徐坤那边 不知道哪里站出来 一个敦位级女生 哄着个大嗓门 收皮了你们 看看比分多少 被虐成什么样了 还江楚江楚 说不定都不会打篮球 拿下我们家坤坤 又帅篮球又棒 江楚那边粉丝团 立马也出来了一个 是个八十分级别的女生 扎着两条小辫子 里面穿白色抹胸 外面穿着胡人队 刻比二十四球服 一双雪白大长腿 跟对面那女的一比 简直就是秒杀级别 人漂亮 但却一点也不会示弱 操起大喇叭 就在那喊 江楚就是比什么坤帅 怎 妈 一样 他懒小王子 都算给他脸了 吊带裤狂魔还差不多 哈哈 两边在那护队 就差没打起来了 嘿嘿 昆少 怎么样 这次出镜风头了吧 感觉爽不爽 戴维副手在旁 看着正在喝水的 徐昆德一道 哼 那是本少 我的颜值和才华 你那是没见过 我在魔都的时候 那场面 不过 你也干得不错 不仅可以一学我前耻 还能让那家伙 如丧家之犬 连场都不赶上 是是是 对面江楚他们班 老郭 不行啊 对面太厉害了 人又高 蓝板都抢不到 这怎么玩 是啊 而且我感觉 他们比分本来还可以更高 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传球给那个转校生 让他出手 我要是高一点 非把他盖死不可 你也发现了 那家伙技术也不怎么样吗 特么还经常进攻犯规 我防守他每次都用肩膀 盯我胸口 马德 那裁判跟眼瞎一样 理都不理 绝对的黑哨 哎 我也不想输得这么难看 我女朋友难得从外城跑过来找我 她现在就在对面呢 丢脸丢死了 我也是 我喜欢的那个女生也来了 要不然 我不会明知道书还给那家伙顶 好了 不说了 开始了 老郭市队长 发出指令 向华 这节你上 你身高够 盯着那个什么困 行 包在我身上 大家加油吧 比赛再次开始 江楚还是没上 这下对方的啦啦队 更是变本加厉的开启嘲讽模式了 刘子祥他们 简直都笑抽了 缩头乌龟 我还以为多了不起呢 就是 连上场的胆量都没有 不知道来干嘛 急梦西秀眉微微皱起 觉得蓝队有点欺负人了 赢就赢 没必要这么不给对方面子 江楚的粉丝团 也有点受不了了 比赛可以输 江楚必须上场 黄瑶 不管你用神妖办法 必须让江楚上场 我实在受不了对面那嚣张气焰 不用你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 黄瑶气势汹汹跑到后补席 很霸气的让刚下来的队长 喊了个暂停 郭姆白 老娘命令 你让江楚上场听到没 啥 可是他不会篮球啊 我不管 你要不让他上场 老娘跟你分手 别 别啊 郭姆白一脸委屈的 跑到江楚面前 江楚 待会你上场 江楚一脸猛逼 不是说好了啊 我就当的替补 万一确认了我才顶上 你们不是打得好好的吗 话音刚落 只听到郭姆白发出惨叫 啊 痛痛痛 黄瑶居然直接对郭姆白开打 这下他受伤了 上不了了 江楚你可以上了 看好你哦 说完还不忘跟对面拉拉队 比了都OK 江楚 这特喵都行 时间到比赛继续 才一会比分扩大到了42比6 看看看 那个江楚上场了 不知道谁在那大喊一声 江楚拉拉队 已经迫不及待的一边高抬眉腿 一边大声喊着 把他们洪荒之力都使出来了 江楚江楚你最帅 全校女生认你爱 啊 江楚好帅啊 身材好棒啊 爱死了惹 学姐 学长他上场了 周星仪两只大眼睛满是期待更多的 是迷恋江楚的帅 想到昨晚发生的事 更是害羞的不要不要的 墨宇童和李文静脸上 都露出隐隐的担忧 这情况 却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墨宇童担心的是 徐坤对江楚的不友好 李文静想的是 江楚不会篮球 会不会打击到他自信 避避 随着哨声响起 红方10号走步 10号正是江楚 笑死我了 那货果然不会篮球 刘子祥他们笑抽了 哈哈 他真敢上啊 真是打着灯笼上茅厕 找死啊 赶紧赶紧的 把摄像机镜头全程给到他 我要把视频 发到各种网站上面去 一辈子慢慢欣赏 哈哈 吴小千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不自量力 墨宇童看不下去 用手捂住眼睛 没想到 江楚对篮球一点也不会 但江楚的粉丝团 拉拉队丝毫不介意 还在那安慰江楚 帅就完了 其他甭管 江楚 没事 防守好篮板就行 向华打气道 场上 篮队拿球进攻 徐坤控球 面前防守他的是向华 而江楚 只是站在罚球线旁 等着抢篮板 江楚 你终于上场了 我徐坤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徐坤眼睛一眯 一个沉尖顶 靠把面前的向华顶了一下 卧槽你大眼 又来这招 没完了是吧 向华火冒三丈 奈何裁判仿佛没看见 而徐坤 则是趁此机会 摆脱开他的防守 运球朝着江楚冲了过去 卧槽 他要干嘛 江楚 防好他 别让他上篮 好 江楚只是按着刚刚队友交的 做了一个安全的防御姿势 两手交叉摆胯下 徐坤嘴角翘起一抹得意 然后到了江楚面前 居然直接打算高高跃起 卧槽 这家伙居然想对江楚 做出跨脸扣篮 没错 老子就是要江楚承受一下跨脸之辱 江楚 受死吧 虽然没打过篮球 但是也看过不少篮球赛 知道这跨脸扣篮是对对方的极大侮辱 这徐坤就是摆明了 让他难堪 而且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不管是什么目的 江楚觉得自己已经被惹毛了 现在开系统来不及了 但已经加了属性点的他 本身还学会了终究格斗 这点反应还是有的 想灌篮 哼 江楚瞬间起跳 哪怕比徐坤晚 但那力量敏捷可不是白家的 直接爆发出一股惊人力量 一只强有力的大手肉眼可见的 超过了徐坤举球灌篮的高度 像打苍蝇一样 狠狠一扇 啪 哼 球被狠狠扇了出去 而徐坤也被砸在了地上 索性没事 刚刚安静的全场 瞬间爆发出疯狂和欢呼 啊 江楚你太帅了 全是盖火锅 把那混蛋割了 帅爆了简直 江楚你太棒了 就要狠狠盖他 墨玉通忍不住叫了出来 但说完连忙住口 毕竟被盖的是徐坤 还好现场人声鼎沸 对方并没有听见 周星仪可不管 两手合在胸前 穿着白色皮鞋的白丝大长腿 一蹦一蹦搭不溜跳 洛丽塔裙子都跟着上下摇晃 学长你好帅啊 耶 把一群LSP都看到 集体测弯90度加流口水 简直太可爱了 巧合 绝对是巧合 这江楚运球都不会 就是弹跳力好一点 这个徐坤也真是的 太大意了 没错 就是可惜了 要是刚当那个跨脸灌篮成功了 江楚在学校 肯定抬不起头了 刘子祥他们拍手叹气道 刘川峰眼睛微微一眯 这个江楚的反应 还有弹跳力 简直可以媲美顶级NBA球员了 连我都做不到如此 卧槽 你不是说你不打篮球的吗 白痴 下话线 锦号你个死狐狸 有本事再说一遍 避避 红方10号 打手犯规 蓝方24号罚球 徐坤从地上站起来 拍拍衣服站到了罚球线 可以看到 眼角嘴角在抽动 眼睛内宛如要喷出火来 草 刚刚差一点就成功了 你这个家伙 破坏了我的无敌大灌篮 下次你就没这么好运了 江楚眉头也是紧紧皱起 这个时候 还看不出 对方明显冲着他来的话 那就太傻了 很好 要比试吧 本来 只想闷声当神猴 现在是你们逼我的 终极篮球技能包 终极 消耗5点属性 要求力量14 敏捷14 天赋9 精神力9 那就加一点力量 和一点敏捷 点击购买 定 分配成功 购买成功 江楚 力量 13 8 加1 敏捷 13 8 加1 体质 8 8 天赋 13 8 精神力 10 8 剩余点数 28 住 括号内为正常人平均数值 以获取 终极综合格斗技能 终极音乐创作技能包 终极篮球技能包 一瞬间 关于篮球方面的各种技能信息 涌入脑海 并让整个身体适应 直接晋升为 非人和克比那般实力的存在 甚至更牛逼 因为江楚有属性点的加成 那两位都不能保证 每个球都能进 但现在江楚的中头和远头 却有90%的把握 So 罚众一个 你们想赢吗 弯腰半蹲在二分线外的江楚 转头看向旁边的向华 嘴角弯出一抹自信 向华他们几个都一脸猛 不知道江楚哪来的自信 当然想 这帮狗约得太嚣张了 明显在往我们 但我们实力相差悬殊了 怎么赢 别问那么多 想赢一会 全都把球传给我就行了 几人面面相去 不懂江楚打的什么主意 你不是不会打球吗 还传给你 谁说我不会的 我只不过想低调点也 向华他们脸上 写着不信 算了 反正是输定了 大家就传球给他好了 场下这么多妹子 来给我们加油 就是为了看这货的 让他出出风头也好 哈哈 这解释可以 我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江楚 中午你 可得请大家吃大餐 随便点的那种 没问题 徐坤把他们说的话都听到了 哼 就你们几个FW 还想赢 简直做梦 这比分 就算是课比来了 也不可能翻盘 就在徐坤准备出手罚球的时候 听到向华在那嘀咕 打个球还那么化妆 娘炮一个 手一抖 直接头歪了 操 抢篮板 向华凭借身高 先突了进去 但对方的陈荣志 也突了进去 更先一步 抢占了有力位置 还有那一米九的身高 他可是校队的得分高手 有传说是 已经被国内华比A看上了 两人同时高高跃起 向华还是矮了一截 陈荣志不屑 哼 想从我手中抢篮板 还嫩了点 是吗 一道无情的声音突然在后面响起 陈荣志眼角之余 看到了一个比他跳得更高的人 瞪 眼睛猛然睁大 也包括场下的刘川峰和篮球队的每一个人 好快 好高 是江楚 这怎么可能 陈荣志难以置信 啪 哼 江楚两手抱住球 双脚稳稳落地 没有丝毫迟疑 马上带球 发起了快攻 速度快得以至于向华他们 还能在原地 啊 江楚抢到篮板了 摔爆了 什么校队 什么他篮小王子 都是渣渣 江楚最棒 拉拉队也不甘示弱 江楚江楚我爱你 谁说那个江楚不会打篮球的 看他带球的速度 绝对的职业选手 防守 快 拦住他 徐坤他们拼命地往回赶 怎么都追不上 他 他要灌篮 江楚在罚球线外完美地起跳 超高的滞空 宛如飞人一般 最后是一个无情的单手大风车 爆扣灌篮 哼 球狠狠砸进了篮筐 全程瞬间寂静 随后发出火山爆发一般的轰鸣 还有那些女生 撕声裂肺的尖叫 啊 看到了吗 江楚灌篮了 简直太帅了 我要疯了 江楚你太牛逼了 太帅了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男神 江楚江楚我爱你 我的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罚球线外大风车灌篮 麻痹哦 不可思议 我们学校居然还有这种天才 众多懂篮球的男生已经梦了 李文静他们三个 集体呆在那眼睛 冒粉红泡泡 说不出话来了 草草草 我家宇童肯定是喜欢上那家伙了 那眼睛 看着都不带眨的 可恶啊 刘子祥气地把手机扔在地上狂踩 奈何是诺基啊 手机没烂 反倒是把他脚踩痛了 我家文静也是 一直对谁都是冷冰冰的 从没见过他这副表情 我心都碎了 碰 玻璃碎掉声 江楚 王尔波手握拳头咬牙切齿 眼中满是怒火 吴小千一直在看着几梦西 还好在他脸上 只是微微地惊讶 并没有什么不妥 可惜了那群啦啦队少女 本来都是他目标 现在眼里只有江楚 还是让他很不爽 徐坤也看到了场外的李文静那表情 气得是火冒三丈 他居然在看你这乡下猪 可恶啊 你别得意 他 江楚顺着徐坤目光看了过去 居然是李文静他们三个 难怪这家伙这么让他出球 原来是来挖墙脚来了 哼 那就更不能放过了 操 你们是怎么防守的 怎么让他一个人灌篮 徐坤大声怒骂道 其他人没出声 有一个在嘀咕 自己罚球不尽怪谁 陈荣志安慰道 没事 对方才八分 赢不了的 一会大家注意点防守就好 B 蓝队发球 球传出一道弧线 蓝队球员刚想去接球 突然旁边冲出一道身影 快如闪电 接着是高高跃起 在全场张大嘴 八成O形的瞩目下 直接把球断了 然后毫不犹豫地 在三分界外投篮 刘川峰表情凝重 好漂亮的投篮姿势 球在半空中 江楚举着的手 已经握拳庆祝 并往回跑了 就是这么自信 So 进了 三分有效 啊 三分球进了 太帅了 江楚 我要给你生孩子 又是江楚粉丝团 各种疯狂尖叫 甚至已经有不少男生 开始把目光都转移到江楚他们班 给他们班加油了 拿着饭盆 甚至铁锅 在那敲个不停 New Beer 我靠 你也太猛了吧 向华跟跑回来 防守的江楚机长 小意思 还有不少分 大家加油 好 江楚他们 重新夺回了士气 反观对方的拉拉队 已经被江楚这边盖过了 喊 接着喊 特么都收了钱了 生产队的驴都不带这么偷懒的 红书桥装成一个普通市民 也跑进来看比赛来了 为了这次比赛 他买了一堆水军 还有拉拉队 同时包括裁判 和坤绍他们班的球员 就为了给坤绍出进风头 李文静他们 仍旧保持粉红泡泡的状态 就连几孟希也是站了起来 没想到 这个变态男篮球 还这么厉害 如果能把他招进校队 去打全国大学生比赛 那说不定能拿个更好的名次 甚至冠军 这样 他也有一大份功劳了 可恶 吴小千皱紧眉头 手握拳头 恨不得下场去单挑 球权再次到了徐坤手中 这次由江楚来防守 别得业 给你捡了的漏罢了 你以为只有你会三分吗 我也可以 徐坤话音刚落就起跳 打算投出三分球 注意抢篮板 向华大喊道 哄 徐坤还没反应过来 他手上的球已经被盖了 下化线 陈荣志猛然睁大眼睛 好惊人的爆发力 防守 快 江楚根本不打算跑到篮下 直接三分界外投球 动作干净利落 嗖 再次进了 啊 好帅啊 江楚江楚我爱你 场外的女生粉丝团 喊的声音都哑了 卧槽 这家伙的投篮怎么这么准 出手毫不犹豫 太给力了 是啊 没想到我们学校居然还有这种黑马 不 应该说是天才 比看电视上面的NBA都猛啊 这爆发 这速度 要是来我们拳击社 绝对可以培养成一流的选手 错 人家江楚这么帅 去你们拳击社 那里还用药吗 来我们羽毛球社 我敢保证 他可以超越丹王 干嘛干嘛 江楚是属于我们全体女生的 而且那柔韧度 来我们体操社 个个都是美女 什么动作都能做 TT 一群男生流鼻血 我们可以去吗 江楚更看此处的大大们可以 你们不行 你们都滚江楚打篮球这么厉害 绝对是华夏明日之星 让他去体操社 亏你想得出来 想都别想 他是我们校队的 不服就干 百分号与百分号人民币 江楚 你这乡下猪 居然抢我徐坤的风头 我忍不来了 徐坤打算扣篮 再次被江楚盖掉 明明没碰到对方身体 但裁判还是吹了得打手犯规 黑哨 绝对是黑哨 什么狗屁裁判 老娘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就是 那个石腰坤 一直用肩膀顶人犯规 不吹就算了 现在居然敢黑 我们男神 姐妹们 一起去弄死他 让他断子绝孙 等等 江楚及时出口阻止 发生暴力事件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们听我说 我会赢下这场比赛的 谢谢你们的支持 江楚 太帅了 我们听你的 江楚控球 徐坤防守 江楚 有本事别投三分 so 三分球 有效 草 你耳朵龙骂 徐坤怒火中天 暴跳如雷 干嘛要听你的 S13 最后两个字 试用的嘴型 对方一看就看出来 气得想动手 被队友拖住 第二节结束时间到 比分50比46 简直难以置信 居然快追平了 而且才第二节 就有这种比分 这特么是笑散 更恐怖的是 你们发现没 江楚一个人 读得了38分 卧槽 这特么要牛比上天啊 你一说我才发现 不得了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这好天才 孟希啊 这个江楚不错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把他招进校队 如果他愿意 提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一个穿着夹克大腹 平平的中年男子 微微激动地说道 是 校长 我会想尽力的 孟希心里很矛盾 难道真的要去找那边太难 可是校长亲自发话 不去不行啊 天啊 路 学长也太厉害了 啪 居然还是个隐藏的篮球高手 他打架也很厉害 听说那天一个人 单挑三个混混 几招就把人打啪了 对不对 文静 墨宇童带着小丝心 看向李文静 江楚是最棒的 李文静只简单说了几个字 眼神却是藏不住的喜欢 几孟希 好感度加十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墨宇童 好感度加二 周星仪 好感度加一 宋青青 好感度加五 叮 检测到墨宇童好感度 已达到九十 恭喜获得奖励二十点属性点 李文静周星仪都加了一点 获得六点属性点 当前剩余属性点 五十四 系统的提示 让江楚开心不已 简直就是意外的收获 草草草啊 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 你这体育部部长怎么当的 还说 他不会打篮球 刘子祥已经拿手机当砖头砸地板了 心里那个恨啊 我也不知道啊 资料上面写着他 明明就没打过篮球 梁德宽脸都气得铁青 王尔波更是眼中似有无尽愤恨 你们这几个FW 这就怕了 也太无能了 吴小千也是在努力忍着没爆发 后来季梦希的目光 一直都停留在江楚身上 甚至还激动站起来给他鼓掌 简直在啪啪打他脸 第三节正式开始 才十几秒钟 哄 江楚给了徐坤一个起脸灌篮 进攻犯规 江楚早有预料会被吹黑哨 但 那又怎样 江楚 我要杀了你 徐坤拍出三根手指 想要当场抓死对方 坤少 控制控制啊 一旁的戴维跟红书都在那喊着 其他人也上去拉他 哈哈 是谁一开始 要打我们家江楚主意的 就是 现在被反起脸了 粉扑这么多 也不知道有没有弄脏我们家江楚裤子 场外的女生都笑抽了 接下来基本就是江楚的个人秀 你们防守啊 别让他上完啊 你们是不是FW 这都守不住 你倒是跳高点啊 这特么的拍空气呢 徐坤各种抱怨 各种不满 队友各个都是怒火忍着 操 老子不干了 你特么的心理上 就是 自己一个菜剧 一直在那 JJYY的 算个什么东西 行了 别说了 大家都说 连点 那个江楚确实厉害 就算职业的 也没这么猛 后面连拉拉队也罢工了 加钱 不然我们不干了 没错 我不能昧着良心 江楚太帅了 我想站他那边 我也是 帅爆了简直 有好几次 我都把他名字喊出来了 别别别啊 给你们加钱还不行吗 红书也是有点急了 输了不要紧 但这是不能漏 毕竟 昆少是不知道的 不行 我不同意 我有良心 两千 大大的良心 五千 大叔 你看人真准 希希 最后 拉拉队才有气无力地继续喊起来 但这改变不了书的结果 比赛结束 65比98 即便后来队友说 让他们头几个给女朋友看看 江楚给了好些绝妙的助攻 他一个人仍然拿下了全场最高分76分 当之无愧的全场MVP 哪怕裁判收了钱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不给 他还想活着回家呢 不过赞助商临时加了个SMVP给徐坤 那奖牌比江楚的还要大 引得全场众人嘘声大气 能不能再恶心点 SMVP是个什么鬼 这特么搞超前点拨呢 还SMVP 笑死个人 就是 江楚上场后 那家伙一分霉的 垃圾中的战斗机 徐坤差点没忍住想抄起奖杯 大打出手 被带为他们拦住了 而江楚过后 则是被团团围住 根本出不去 最前面的 就是穿着拉拉队制服的女生 各种波涛汹涌贴贴 强暴 甚至强行东脸 江楚 你好帅啊 篮球还这么厉害 让我当你女朋友好不好 黑丝白丝超短裙 你喜欢我穿给你看 我给你当小情人 我屁股大 好生育 我练体操的 只要你想的姿势 我都可以做出来 江楚 我是刘川峰 请问你缺男朋友吗 我们一起打篮球吧 卧槽 这都行 滚江楚是我们的 你别把他掰弯了 就是 死边去 死鸡老 最后 江楚在他们班男生的簇拥下 回去了宿舍休整 那些女生大胆点的 都想直接跟去宿舍 结果被黄瑶他们几个带头的拦在了楼下 说是 让江楚他们好好休息 江楚领了他们的情 说是中午 请他们粉丝团和拉拉队 跟他们班队员一起吃大餐 他买单 再次引得众人惊呼 宿舍中 江楚 你也太牛逼了 我以前怎么一直不知道你打篮球这么厉害 卧槽 都可以去选秀了 是啊 尤其是次后仰投篮 那滞空能力太掉了 飞人桥都没这么长的时间 曹 帅气多精 还特么会打篮球 看看今天场外 那些女生疯狂的程度 个个赶都赶不走 硬是往你身上贴 我敢说 你一开口 对方马上格局大开 哈哈 你开心个啥 你个单身狗 全校女生都被江楚霍霍了 你找谁去 嘿嘿 我有我家王威啊 他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向华挠挠头 面露憨笑 江楚笑忠带着忧虑 看来向华有点陷进去了呀 这不妙 至于找女生谈那种事 虽然是神嚎了 但这第一步没卖出来 本来她想法是拿下李文静的 但有时候看对方 似乎也是心事重重 中午 江楚履行了她的承诺 请了一大群人 直接把学校对面 那个最贵的餐厅大堂 都包了下来 本来这不是周末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经理开始接到电话 还以为是要办喜事 没想到 居然是上百号的学生 要来这聚餐庆祝 不行 我们这可是高级餐厅 让他们这些人来这胡闹 其他客人怎么看 坚决不行 经理 对方已经打定金过来了 是五十万 什么 你说五十万 是 是的 早说嘛 大学生聚餐怎么了 聚餐好啊 青春洋溢 活泼可爱 给我们餐厅带来了 积极向上的形象 安排 马上安排 另外把那些休假的厨师 都叫回来 今天三倍工资 哦 还有 这群大学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砸了都行 去吧 是 来来来 让我们为我们的篮球天 才江楚干一杯 干干干 这一吃就是两个小时 本来江楚那桌 都是搬上篮球队的坐一起 结果到后面 全是女生 唯独一个剩下江楚 男生全被女朋友什么的拎走了 我单身狗啊 没事 你过来这座 老娘给你的机会 型号 真的吗 江楚 谢谢你了兄弟 而且还多了个扣扣的江楚粉丝群 本来江楚觉得 这下不愁找不到女神消费了 但是各个好感度八十几 不符合系统要求 白高兴一场 看来还是得尽量低调一点了 回去宿舍躺下就睡着了 连一堆短信也没看 还有很多未接电话 毕竟跑了全场 一直都是他拿球头 铁人都会累 这段时间 学校的网站上 很快出现了整场比赛的视频 而且迅速被置顶成了头条 所有人看过后 都惊呼江楚牛逼 长得帅就算了 打篮球还这么厉害 香水哥 号称男士最豪华餐厅 刘子祥 他们都来了 原因只有一个 江楚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欢庆时刻 如今几个人却板着个脸 闷不肯生 连82年的拉飞开在那都没兴趣看一眼 梁德宽手握拳头 突然砸在桌面上 额头上青筋显示出了他的愤怒 操 刘子祥 你不是说要拍下江楚出球的视频吗 现在人家出境风头 你他妈还把视频放上去 是几个意思 就是 这不是让他更得意了吗 王尔波愤愤不平道 刘子祥脸色很平淡 而是看向吴小千 小千 你怎么看 吴小千歪嘴一笑 捧杀 我说的对不对 啪啪啪 鼓掌后的刘子祥 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咱们的校草 没错 我就是要打算捧杀他 今天他那表现 你们也看到了 简直出乎意料 神乎其神 这种时候 想打压他根本不可能 除非你们能找出他身上什么黑料 所以我想到了 与其打压 不如捧杀 他江楚想出风头是吧 那就让他多出点 最好让学校跟校外的女生 都去招惹他 他跟我们一样 毕竟还是个大学生 年轻气盛 谁没点冲动对不对 oh 梁德宽一拍桌子脸上露出秒懂 美女投怀送抱 他肯定不会拒绝 到时候 我们要是能拍下点证据 不用 根本用不着去干这种下等的事情 只要女人一多 任他 怎么也藏不住 到时候让李文静默与同周星仪 他们那些都知道了 江楚是个渣男 不攻自破 而且到时候 再添油加醋一番 把他名声搞臭 让他从神坛上狠狠摔下来 哈哈 知我者 小千眼 你喜欢的锦梦西 可是最讨厌这种人了吧 到时候最放心的 应该就是你了 来来来 好酒都开好了 不喝点 岂不失了雅兴 哈哈 好 吴小千笑笑 心想着自己有这么纯情吗 那群啦啦队 还是得找机会 拿下才行 刘子祥他们 还是低估了视频的爆火程度 一时间 不管男生女生 都纷纷转发 在油库土斗上 也是爆火 留言评论区上 到处都是在打听 这比赛是哪里的 那个人是谁 甚至惊动了不少 篮球方面的各个势力 大学生篮球联盟主席 查 赶紧查一下 最近全国拿所大学 进行篮球比赛 那个人是谁 虽然身高差了点优势 但那控球投球 还有那惊人的天赋爆发力 好好培养 绝对是个人才 华夏华 BA水果省职业篮球协会 马上 立刻 一分钟内 我要这个人所有资料 而且马上联系那所学校校长 务必抢在其他人面前 把他签下 我们水果军团以快功著称 但却少了个得分高手 这个大学生年纪轻轻 直接一个人跑完全场 甚至到后面的出手 也是奇准无比 流有余力 这体能简直变态 完全就是为我们军团量身打造的 必须拿下 说不定 今年我们可以打入 华BA甚至拿下冠军 国外NBA活人队球摊莫森看过后 当即联系了总部 华夏果然人才济济 没想到 一个不起眼的大学 居然还有这种天才 莫森 你马上过去 不管什么条件 务必签下此人 对了 必要的时候 可以联系大白杀这家伙 他跟华夏的要命是好朋友 点到为止 其他球队的球探 也是闻风而动 而学校的高层领导 也是纷纷接到各种电话 要了解比赛的具体情况 和江楚的资料 为了学生的安全 也尊重江楚的权益 校长很快就下了封口令 坚决不能说出去 要查他们自己来 然后叫来了几孟熙 让他务必去把江楚收进校队 不然人家来了 发现江楚这种天才 居然校队都没进 岂不是笑掉大牙 说他们学校埋没 甚至排挤人才吗 八栋宿舍 碰 一个几千块的杯子 被徐坤摔在地上 干嘛 他绝对是故意的 看看你拍的 我只有一点点镜头 人家的呢 看看这视频 超高清 他上场之后 就一直对着他一个人 明显的有备而来 那算盘 都打到我魔都徐坤身上来了 戴维拿着一把纸扇 在那轻轻摇晃 神情淡然 自作孽 不可活呀 徐坤眉头一紧 说谁呢 怎么感觉你在说我 啊 当然不是说坤少 我说的是那江主 他这么高调 必然会受到反噬 戴维简单解释了一下 跟刘子祥那套 不谋而合 徐坤一拍桌子 脸上阴霾烟消云散 露出得意 欧李文静的性子 必然不能接受 江楚这种渣男的形象 到时候 都不用我们出手 没错 所以坤少你现在的主要目标 还是要放到 获取李文静小姐的 好感身上来 马上就要到校庆晚会了 这次绝对比例来的晚会 都要来的隆重 你红书他邀请了几个电视台 还有媒体给全程直播 到时候 就是你坤少明彻西大之时 李文静小姐 必定对你倾心不已 过后 再制造你跟李文静小姐的几次偶遇 一举把他拿下 哈哈 不愧是卧龙军事 我听了你的 在班上不跟女生聊天搭讪 跟他也是正常打招呼 早上他居然对我点头了 我问过了 他以前从来没理过那些男生 这绝对是对我有好感了 没错 打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去了 哈哈 妙 妙啊 既然这样的话 让红书告诉那个墨语童 让他去找江楚 最好能拍点照片视频下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没想到 昆少能忍心 把墨语童这样的笑话 送给别人 那有什么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是我爸经常教我的 一个女人而已 那他父亲的渗源 什么渗源 你以为那玩意容易找吗 除非跟那些人做交易 但为了一个乡下猪 让我自己犯险 我是脑子嗅痘了吗 到时候给他个十万八万的 爱干嘛干嘛 就几个消息 也没让他付出过什么 我昆少哪怕钱多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白给的 昆少说的是 昆少 这几天你就好好排练一下 这是我给你选的 一些歌和编舞 昆尼美 练习室内 几个穿着紧身舞蹈服的女生 正在排练着舞蹈 每一个都是有着曼妙的身材 在紧身服下 显得凹凸有致 而那白色袜子包裹着的大长腿 更是无比诱人 尤其是墨语童 不管身材还是颜值 直接碾压了其他人 所以 他在C位其他人并没有意见 好了 我接个电话 你们休息一下 指导老师开口 几个女生才松了口气 纷纷去找水喝 雨童 你电话 哦 好 墨语童拿起角落的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 秀眉中间瞬间拧起 来到外面 看四下无人才接通了电话 喂 我刚在练舞 给你个任务 一个星期内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拿下姜楚 然后拍下照片或者视频 墨语童脸色大变 什么 你意思是 让我找姜楚 没错 放心 你可以不露脸 但必须看到她的脸 明白我意思吗 可是 你不是只让我给你们提供信息就可以了吗 现在怎么 哼 我只说一遍 如果你办不到 我会找其他人 但你爸爸的圣缘就别想了 记住 一个星期内 嘟嘟嘟 忙意 墨语童拿着手机的手无力垂落 整个人如同失了魂一样 他有想过 先一步李文静拿下姜楚 但 那是在你情我怨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今还要她拍照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要对姜楚不利的 有可能让她身败名裂 怎么办 玉彤 回来集合一下 有紧急事要宣布 哦 好的 我这就来 所有排练的女生 站成一排 我刚刚接到上级电话 说这次的晚会 省电视台会来直播 而且 还有不少的主流媒体 经过商量 认为晚会的民族舞太多了 需要加多一个活跃点的 最重要是有创新的舞蹈 很遗憾 我们班都被砍了 所以我们需要再重新编一个 什么 可是这还有多少天啊 要重新编 还要练 这哪里够时间 是啊 而且编舞我们根本就不会啊 老师 这也太为难我们了吧 老师叹了口气 我也不想 但这轮不到 我一个人决定 但反过来想 这也是给你们一次 大胆尝试的机会 现在有这么多媒体 来直播 如果你们的舞蹈火了 那对于你们个人知名度打响 和毕业找工作 都是很有好处的 总之 现在既然遇到了困难 那只能努力去克服 我这边多去找几个编舞老师 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 你们回去休息吧 结散之后 女生们还在一润纷纷 莫语彤还在恍惚 但也听了进去 乌露偏逢连夜雨 怎么一下 就发生这么多倒霉的事呢 学校练阁房外 周星仪开心地从门口里面跑了出来 学长你找我呀 嗯 没有打扰你吧 江楚打量了一下周星仪 今天的她 仍旧是长长的双马尾 穿的是一套蓝色JK水手裙 白色棉袜加黑色小皮鞋 充满了青春少女的气息 那些是你同学 江楚看到门口那边 伸出几个同样可爱的小脑袋 纷纷打量着他们这边的情况 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讨论 这就是江楚学长 真的好帅啊 是啊 不仅帅而且还有钱 心仪昨晚带回来一大堆礼物 天啊 羡慕死我了 我也想要这样一个男朋友 还有还有 早上的篮球赛我也去看了 她篮球超厉害的 简直帅爆了 周星仪也听到了背后的羡慕 低头害羞的同时 心里超开心 没有没有 我们还在讨论唱什么歌 他们是来帮我选歌 还有改编的 江楚拿出个本本 这是我写的两首歌 不懂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 不过我觉得 你应该都可以驾驭得了 周星仪脸上露出惊讶 天啊 学长 你真的给我写歌了呀 一个早上你还写了两首 你还去参加了篮球赛 怎么都有点难以置信 周星仪随后翻开了第一页 从歌名到谱子歌词全都有 而且写得整整齐齐 就是没有署名 再仔细看下去 她立马惊呆了 一双本来就大大的眼睛 此时仿佛看到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她看了一下 马上就能大概哼出了一大半 就连江楚 也佩服周星仪的音乐功底 如果是这样 那应该 时间是没问题的了 这 真是学长你写的 嗯 赶了点 不然给你多写几首 天呐 这怎么可能 这歌我从没听过 而且 这旋律也太棒了 我唱着唱着 都想跳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翻到下一首 同样让她惊掉了下巴 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哼了几句 却让她立马就奋为经典 如果不是在她眼前发声 根本不相信 这两首歌 是同一个人写的 而这个人 还是自己的学长 电子系专业 没修过音乐的大学生 说出去 估计根本没人信 学长 你真的打算把这两首歌 给我唱吗 我敢说 这两首歌 如果寄给那些明星唱 说不定大火 可以赚很大一笔钱呢 江楚伸手摸了摸 双马尾小脑袋 嘴角弯起一笑 你学长 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哥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不唱也没事 不过说好了 上面不许出现我名字 写你自己的也行 可是学长 周星仪抬头看到的 是一双不容置疑的眼神 谢谢学长 我会加油的 嗯 我不打扰你了 来 学长再见 江楚走后 里面那群女生 立马就冲了出来 把周星仪围住 哇哇哇 江楚学长好帅哦 她刚刚送你什么了 我看看我看看 编曲播 里面还有个 天啊 这歌我从来没听过 这编曲 这歌词 我去 大神写的吧这 女生就是学的编曲 当然明白 这歌曲的含金量 是啊 我也没听过 但随便哼一下 就朗朗上口 应该听不错的 当然 因为那是 学长他自己写的 说是给我唱的 什么 江楚学长写的 他还会写歌 几个女生 都惊掉了下巴 天啊 真的假的 这也写得太好了吧 那旋律随便哼哼 我都上头了 后面还有一首 还有 几个人更是一脸的震惊 天啊 学长 他对你是多好啊 是不是知道你要唱歌 所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专门给你写歌 这也太幸福了吧 是啊 这两首歌 哪怕拿去投稿卖 绝对可以赚很多钱 居然这样就给你了 对你太好了 周星仪幸福中 带着一丝尴尬 可我刚认识学长 还没几天 而且他是昨晚才说 要给我写歌的 这两首歌 可以说是不用一天 就写出来了 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不敢相信 但 我觉得他没必要骗我 什么 写出这两首歌 疯了吧 我不信 我也不信 不过这两首歌都很好 星仪 就选一首好了 听说这次晚会 还有电视台媒体直播 天啊 我能想象那晚 那些人吃惊的样子 周星仪 说不定你会火啊 把前面三个字去掉 是必须火 哈哈 星仪 赶紧给我多签几个名 我也要我也要 以后我要当你经纪人 几个女生 一起抱着欢声雀跃 周星仪幸福并甜蜜着 周星仪 好感度加二 第一 系统检测到周星仪 好感度加二 当前为93 奖励六点属性点 刚走不远的江楚 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没想到 能提升两点好感度 越到后面 就越难提高 原本以为 只有一点就不错了 意外之喜啊 看来给他写个是对的 95的目标快达到了 就在这时 他看到远处楼下 走出一道熟悉的倩影 鸭舌帽 露肩紧身T恤 超短牛仔裤 抱住那翘臀 极品大长腿 是他的标志 莫宇童 这个时间不应该再排练吗 而且一直低着头走路 感觉神思不宁的样子 江楚故意走快几步 碰 莫宇童直接撞到了 一个人的怀里 你谁啊 没长眼睛吗 说完抬头 看到一张帅气无比的脸 此刻正带着邪魅微笑 看着他 江 江楚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你 你没事吧 这应该我问你 你没事吧 看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莫宇童把头微微扭过一边 不敢直视江楚 当然心事重重了 还不是因为你 说说看 或许我能帮你点什么 你帮不了我 谢谢你江楚 是我们班原本定好的舞蹈碑下了 让我们再重新找个活跃点的 可现在时间这么赶 让我们去哪找去 就这事啊 江楚 你不懂 重新编舞很难的 而且还要上得了台面 随便弄一个 说不定连海选都过不了 我们现在都打算放弃了 江楚没等他说完 就拉起他的手 往练习室那边走 练习室是这个方向吧 两人来到练习室 人都走光了 只有他们两个 江楚 你想干嘛 莫宇童看到江楚 居然把门给反锁上 不由得心里一阵慌乱 孤男寡女独处一世 他虽然是喜欢她 而且也亲过抱过了 可是 这里是学校的舞蹈练习室啊 在想到那件事 你说 我想干什么 江楚走了过来 莫宇童不受控制地 后退了一步 刚刚没留意 没想到 背后居然是墙 退无可退 江楚直接压了过来 一手撑着墙壁 另一只手 摘掉了他的鸭舌帽 扔到一边 然后手指轻捏住他下巴 他这是要被江楚逼动吗 心里隐隐有点渴望 但又想到了那件事 如果江楚知道后 肯定不会原谅他的 但是一边又是他父亲 怎么办 江楚仔细打亮着 眼前绝美容颜 尝到甜头后的江楚 当然想再重温一次 做事欲轻 墨宇童没躲 而是紧紧闭上了眼睛 可等了好一会 该来的却没来 他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江楚一脸的坏笑 就这么想让我亲你啊 墨宇童没好气 明明是他自己要避东 哪里是他要亲他了 想亲又不敢亲 胆小鬼 哼 嘴挺倔 江楚是很想亲 但感觉墨宇童很不对劲 也是 人家心烦着呢 那就先帮他解决了问题再说吧 来跟你谈正式的 正式 嗯 我自己无聊编了个舞 随便写了几首歌 刚好你说要找舞蹈 那正好 给你跳算了 墨宇童瞪大了眼睛 你 编舞 还写了歌 吹牛吧你 知道你篮球厉害 但这跟写歌编舞是两码事 墨宇童的反应 在江楚的预料之中 他拿出了手机 后退到练习室的中间空地 嗨嗨 看好了 我只跳一遍 一会让你来 不会我再教你 对了 不许笑 江楚要干嘛 跳舞 天哪 不是吧 江楚还会跳舞 墨宇童难以想象 但很期待的 早上帅到被风抢的江楚 给他跳舞 音乐声响起 那是他从没听过的前奏 听起来很嗨 开始是电吉他 然后便是动刺打刺 伴随着电音 江楚开始随着音乐摆手 还有扭动他的脚步 墨宇童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 天哪 这家伙也跳得太好了吧 那柔韧度 那音乐踩点和节奏感 仿佛天生舞者一样 而且这个舞蹈 简直棒极了 似乎是专门为女生创作的 因为每一个动作 都非常的柔和 又非常有张力 但江楚一个大男生 跳出来 却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反而更有生命力 音乐结束 墨宇童甚至忘记了鼓掌 内心久久震撼不已 墨宇童 好感度加一 好了 接下来到你来了 啊 啊什么 赶紧的 别浪费时间 江楚 这编舞 真的是你做出来的 还有这首音乐 简直太棒了 不过 似乎少了人声部分 没错 人声部分让你唱上去了 你录音好也行 到时候现场唱也可以 看你吧 这是歌谱 不行 我唱歌真的不行 还是找别人唱吧 对了 这首歌叫什么 我看看 江楚皱着眉头 不会唱 她也不想唱啊 这首歌 本来就是给女的唱的 极乐净土 好好听的名字 对了 早上遇到了周星仪 她说过她音乐系的 找她帮路好就行了 江楚 你跟她说 你去找她帮忙好不好 行吧 不过现在 你得先把这舞蹈学会了 墨语童 不愧是学舞蹈的 只看过一遍 就跳出差不多整支舞 只是很多细节要领得说一下 江楚贴在她后面 对着练舞房的镜子 手把手交 感觉到江楚身上 那火热的荷尔蒙气息传来 墨语童害羞不已 江楚已经在 努力控制自己了 这么一个极品笑话就贴在 大色狼 认真点 你以为我想 我很正常好吗 啪 毫不留情 拍在一边翘臀上 墨语童更是脸都红到耳根了 本来十分钟能讲完的动作 硬是花了半个小时 当然 墨语童也很给力 一次过后就记得差不多了 不得不感慨 这个舞蹈简直太棒了 老师那边绝对满意 说不定可以拿个前三呢 不行我还有很多记不住 江楚你就再跳一次给我看看嘛 就一次 想的美 别以为我不懂你那点小心思 哈哈 你把门关起来 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 你跳舞的糗样是吧 我懂的 江楚没回答 给他个意味深长的笑笑 来 我再教一遍 好啊好啊 墨语童 其实已经会的 差不多了 就是想要整江楚 让他难堪 音乐响起 墨语童跳得很认真 后面的江楚 却一改教学模式 指出他的两个重点错误 尤其是对面有着巨大的全身镜 让他看得一清二楚 脸上瞬间出现一抹红韵 别停下 继续跳 难得我有时间能单独指点你 他心里暗骂江楚坏蛋 但对方说的也没错 确实是在指点 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 早已经停止 外面听到有人脚步声 江楚 有人 嗯 还好 只是路过 但这也让墨语童的心 砰砰直跳 想到难以解决的困扰 却被江楚轻松迎刃而解 墨语童对他的好感更深了 墨语童 好感度加一 脸红耳赤 头发有点散乱 仿佛见证了刚刚的一些疯狂 讨厌死了 又占我便宜 是吗 后面谁主动的 我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 哼 流氓 还有酒气 哈 没有吧 中午我就喝了一点呀 江楚意犹未尽 但在这种地方 也只能到此了 想到后世各种门 他还专门看了一下 这有没有摄像头之类的 毕竟小心驶的万年传 墨语童一番云雨过后 本来生起的甜蜜 突然想到那个事情 立马就落到了谷底 脸色一下就不太好了 怎么了 看起来脸色不好 是不是不舒服 啊 嗯 估计今天太累了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嗯 回去的路上 江楚还建议了一些 服装怎么搭比较好看之类的 走到一半 墨语童突然停下 江楚 欲言又止 嗯 墨语童突然抿嘴一笑 眼睛都弯弯起来 没想到 你居然还会编舞跳舞写歌 打篮球还这么厉害 你是不是怪我 哈哈 你说呢 没有我不会的 吹吧 你就 给点阳光 就觉得自己是 太阳灿烂了 准备到了 不用送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嗯 看着系统上提示 墨语童好感度到了93了 又多了六点属性点 果然不需此行 江楚在走回去的孝道上 一辆大红色保时捷911带着轰鸣 从江楚身边风驰电掣般刮过 他眉头一紧 这速度起码有80码以上 这可是叫道 人来人往的地方 什么人这么嚣张 走了一段路后 发现刚刚那辆保时捷 就停在路边停车位上 旁边还有一辆敞篷宝马 碰 从保时捷驾驶位上 下来了一个极品身材的美女 一头大波浪高马尾 头发长到垂落在那黑色露气小背心上 侧面可以看到那挺有力的高傲 规模跟墨宇童不相上下 露出的腹部微微显露两根人鱼线腹肌小马甲 碎边牛仔短裤下 是一双修长笔直又具有爆发力的大长腿 白色高筒球袜配上耐克 显得挺萨又充满着活力 下车后每一个动作都很干脆利索 看得出应该不是练健身房 而是练过点功夫的 但他身上的皮肤又很白 不是那种想象中应该出现的小麦色 那就是室内练得多 宝马车前面也站着一个 穿着休闲西服的男生 家典后的僵楚 视力听力都得到了加强 很远就认出了此人 正是那晚在女生宿舍门口 撞到他跟墨宇童亲嘴 并扔下花走的男生 也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墨宇 你跑来我们学校干嘛 这又是来泡哪个妞 何诗运 你不是做交换生出国留学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墨宇的声音明显有点忌惮 国外玩一段时间就腻了 那些家伙仗着家里有点钱 不是整天玩那些 颜色啪就是西 用着自己国家的钱 还天天骂华夏的不好 看不惯就回来了 我问你话呢 看上我们学校哪个女生了 吉梦西 还是墨宇童李文静 墨宇 吉梦西那种 有家是高冷才女不适合我 找的是墨宇童 她喜欢钱 我正好有点 而且那小性子倔 我喜欢 要你堂堂 墨室集团二太子说 有点钱 那多少人得去撞墙了 说到有钱 谁敢跟你合室集团比 你合室运 还是你爷爷的掌上明珠 你买的法拉利都好几辆 今天怎么才开这911出来 嘿嘿 低调 虽然我刚回来 但我记得 这不是去女生宿舍必经录吧 别提了 前晚我发现墨宇童被人轻了 要不是当时老子有事 飞上去弄他不可 昨天我叫人打听了一天 才知道那男生是谁 我现在就在这等他的 江楚一愣 这说的不就是他吗 刚好走到旁边 我们学校居然还有这么帅的男生 这发型我喜欢 操 我要找的就是他 江楚叹了口气 这麻烦总是主动找上门啊 只见那墨宇怒冲冲地走出来 男在他前面 江楚是吧 等你好久了 等我 抱歉 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扑哈哈 这家伙好好玩 一旁的何诗运 双手横抱在胸前 很有兴趣地打量着他 而他也是无视了墨宇 近距离打量了一下何诗运 何诗运 年龄 19 身高 168厘米 体重 46kg 充电宝 0 颜值87 好感度 加10 居然是笑话第四的何诗运 颜值跟墨宇童一样高的分数 说到水果省何诗集团 七大集团是占据了水果省一半的商业行业 而何诗集团一个就直接占了将近一半 只因为何家不仅有个集团 还有在政界有着无可匹敌的影响力 前任某时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算是元老之一了 其地位上百年来基本无人可撼动 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上流阶层 无根无事的普通人想要上去 除非有逆天的能力或者运气 虽然听起来很残酷 但这是事实 所以他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墨宇这种墨室集团的太子 在何诗运面前也要礼让三分 喂 看你走路挺稳的 是不是练过几下 喂 诗运问你小子话呢 耳聋吗 还有 你跟墨宇同什么关系 墨宇气势汹汹道 跟你很熟吗 我操 墨宇斜了一眼旁边的何诗运 没把脏话说完 但却直接冲过来 对着僵楚面门 就是一个直拳 步伐挺稳 拳速也快 应该也是练过几下 但在现在他面前 如同小儿科 头轻轻一侧 看似刚好躲过 对方发现自己这么有信心的一拳 居然被侥幸躲开了 你行不行啊 不行我来 何诗运可不怕是大 在一旁添油加醋 墨宇可不想被一个女生看扁 紧接着使出全力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但仍然是连僵楚的衣服 都没摸到 墨宇气急败坏 一个蹬腿 朝着他下阴踢过来 他眉头微皱 挺狠的呀 这次侧身躲过后 直接一脚低 扫在墨宇后面支撑的腿上 由于惯性重心都向前 轻易就把对方带了一个匹叉 只听到一声咔嚓响 传出了墨宇的哀嚎 操 痛死我了 你小子躲起来 说是如此 但在地上 却怎么都站不起来 你这是扯淡了 说你不行吧还不信 还是我来吧 和诗韵比一道 根本没有服的意思 说完后 走到了江楚面前 眼神一凝 突然就出腿 大长腿一个高侧踢 江楚微微后侧步 就躲了过去 你干嘛 自己可没惹他吧 看看你多厉害 说着的时候 攻击并没有停下 全都是侧踢 不然就是想使出辽阴腿 作为一个女生 能如此倒也是不错 但这根本没有半点杀伤力 而且处处都是破绽 随便一捅 就能轻易放倒他 不过这眉腿 倒是可以慢慢欣赏一下 根本没在意 靠着步伐 就轻松躲开了 直到他在那边踢得气喘吁吁 自己停了下来 你这家伙是不是男人啊 怎么只会一直躲 何诗韵脸上充满怒气 你比他还菜 何诗韵愣了一下 随即大怒 有本事别躲 吸了一口气 整个人在那转圈圈 然后一个猛然出力的回旋踢 朝着江楚脑袋踢过来 嗯 这次还不错 有点力了 面对着看似势大力沉的一腿 江楚也不躲 举起一只手 轻松就抓住了对方踢来的小腿 再轻轻一拉 对方直接失去重心扑了过来 撞到了江楚的怀里 结果就成了 何诗韵在江楚身上 劈了一个一只腿 高高抬起 而他后腰也是被他抱住 手上传来了后背湿滑细腻 整个脸差一公分 就能贴到江楚的下巴了 他能看到何诗韵那完美无瑕的小脸蛋 已经沾了一层薄薄的汗珠 顺着下巴脖子 留下了不可描述的深渊 嗯 挺好 说什么呢 流氓 快放开我 我说你底子不错 可惜练的什么滑拳绣腿 什么滑拳绣腿 我可是跆拳道黑带 跆拳道吗 难怪 江楚瞬间没了兴趣 将手松开 他后退了一步 才把一只高举的腿放了下来 小子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何家千金 你完蛋了 我跟你说 墨宇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爬起来 痛苦地捂着下面 拱着身子站在了一旁 那又怎么样 是你们先动的手 江楚说完 双手插口袋 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诗韵 你没事吧 那小子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你还是好好关心一下 你淡淡吧 何诗韵俏脸上挂满了生气 也有一丝好奇 居然说是花拳绣腿 等着 我回去 叫我师父来 哼 说完也是头也不回跑上车 很快伴随着巨大轰鸣冲了出去 小子 你等着 我还会再回来的 忍着痛墨雨 也上车开走了 江楚摇了摇头 走回去了宿舍 在楼下楼梯口 他看到多出来一个牌子 找江楚 请上302 这什么鬼 回到宿舍 刚进门 只见他电脑桌面堆满了东西 下面还有个一平方的大纸箱 不知道装着些什么 谁的东西放我这 卧槽 你他妈终于回来了 老子上下楼跑都累死了 后面弄了个牌子 踩得些会 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看这些东西 都是给你的 给我的 卧槽 总算知道那些明星的快乐了 这么多女生跑来给你送礼物 你小子真的是 走了桃花运了 肯定开心要死吧 江楚没理他 而是去看看 都是些什么 别看上面的了 我帮你看了 书 鼠标 键盘 刮胡刀 领带 刻笔球符 赶紧看看 纸箱里面都有啥 让我也瞧瞧 这不是你放进去的吗 你不知道 卧槽 瞧你这话说的 这纸箱是我放的不假 人家女生跑来找不着 你我就让他们 放这了 桌面上的不用拆 就看到是什么了 纸箱里面的我不懂 等你回来再说 算你还有点道德 嘿嘿 快看看 这么多 你帮我一起拆吧 真的吗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种开盲盒的感觉 还真爽 两人一起动手拆礼物 这是一套衣服 白色衬衫 游戏机 这个可以 过后借我玩玩 卧槽 我看到啥了 男士内裤 还戴鼻子的 这谁送的 江楚拿起来 看了看 眯起眼睛 然后又放回去 江楚你说 那些女生怎么想的 送东西也不留个名字 谁他妈知道谁送的 操 这啥 阿肚排气球 还他妈六合 江楚 这是要把你大学生涯 每晚都包下来的节奏啊 要吗 拿一盒给你自己 我 我又没女朋友 不过 还是拿着先吧 没事可以放身 江楚给了向华个白眼 向华好奇 直接拆了一盒 还抄博 诺 你拿几个放身上 像你现在这种情况 风险值很高 带着以防万一 向华直接塞到了江楚裤兜里 干嘛 放心 我自控力没这么差 嗯 这你可想错了 我不是担心你 我是担心那些女生 没看到今天 他们看你那眼神 个个如狼似虎 女强男似乎还不算违法 你还是小心为妙 操 向华一声大叫 从一个带子 扯出一套性感白色纹胸 两人面面相去 江楚刚想伸手 向华抢了过去 诶我看看 还特么e cup 可以啊 嗯 还带着一股纯纯的香味 绝对是个美女 江楚摇摇头 拿去吧 手中的带子一抖 一堆丝袜 从里面掉了出来 白的黑的都有 另外 还有红色三边形 卧槽 这次连他也被惊到了 曹曹曹 这 没洗过吧 上面还有 不看了 你帮我收起来吧 江楚率锅走人 因为他电话响了 明轮打来的 江楚这才记得 答应了今晚去吃饭 说了时间和地点 还有大概去的什么人 对了 江楚老弟 你刚都是碰到 何诗运跟墨宇了 还过了几招 没想到这么快 就传到他那边了 电话里听不出来 明轮是什么态度 嗯 哈哈 是墨宇动说的 那家伙就喜欢泡妞 到处点泡惹事 看在我面子上 他应该不会再计较 倒是何韵师那边 虽然我跟他交情还不错 但你也见识到了 他性格有时候 我也是琢磨不透 只能说尽量帮你多说好话了 那就谢谢伦手了 哈哈 不客气不客气 托你的福 本来何诗运我是请不来的 不过知道你也来 他自己主动说过来了 放心吧 我认识中的他 也不是什么小气之人 那晚点见 真是冤家路窄啊 没想到 吃饭也能碰到他们两个 下午六点 天气突然就阴霾起来 并下起了茫茫雨 江楚是一阵头大 喝了酒不能开车 虽然他觉得自己酒气过了 但他还是很自觉的 还是出去打车吧 现在还没有滴滴 他可是知道 这种天气 在学校门口打车的 得等很久的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没办法 也只能出去碰碰运气了 撑了把伞就出门 快到校门的时候 居然碰到了一个熟人 江楚 宋青青看到眼前的江楚 帅气逼人 哪怕是早上见过了 但还是把以前那个穷搓丑 放到一起对比 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了 而且 打篮球还这么受欢迎 早上的时候 看着他出境风头 上百个女生在为他尖叫 这本来应该都属于他一个人的 如果江楚是他男朋友 那他肯定会得到众多女生 各种羡慕的目光 是的 他后悔了 悔得肠子都轻了 那天晚上 他被正好打了 他提出了分手 对方居然很爽快就答应了 骂了他见各种难听的话 居然还要 他把送出的包包还回去 简直是怎么不要脸怎么来 自己以前怎么看上他 想了一晚上他才发现 江楚才是那个一直对他好的人 可 还能挽回吗 现在的江楚 已经是让他仰望的存在 更是让他产生了自卑 不 几年的时间 还为他放弃了清北 心里还是有他的 不能这么容易放弃 江楚是他的 只要夺回了江楚 那些包包也会有的 那些羡慕的目光 都会投向他 一切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 宋青青的眼睛一眯 目光再次坚定 江楚也是没想到 会碰到这人 停了一下 李都懒得李 侧身就走了过去 等一下 江楚 我跟他分手了 真的 为了你我跟他分手了 我心里其实真正的人是你 你要相信我 江楚脚步没停下来 心想真是倒霉 突然 耳间的他再次听到 那轰鸣声从后面传过来 看了看人行到下面的积水 下意识地就后侧几步 远离这块区域 果不其然 一辆大红色车子 毫不客气地开了过来 并急沙停在了路边 那窝积水 也就顺理成章地得意高高见起 把来不及反应的宋青青 一身都被打湿了 连那张脸也没幸免 头发一半贴着那脸 随着他的愤怒 更显得些许争鸣 反应过来后 用手恶心地擦了擦脸 随即破口大骂 怎么开车的 不长眼睛吗 这时候 车窗被摇了下来 露出个精美的脸蛋 面带微笑 但丝毫没愧疚 抱歉 我就是故意的 嘿嘿 看到那大红色保时捷911的时候 你 宋青青想继续大骂他十八代 但看到是一辆保时捷跑车 他瞬间就像是没了底气 我又不认识你 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何诗运呲牙一笑 你是没得罪我 不过你得罪他了 江楚 上车 宋青青看了一眼江楚 好像明白了什么事一样 好你个江楚 我本来不想跟你计较 还想找你和好 没想到你 居然让别人故意羞辱我 江楚眉头一皱 这家伙信赖吗 哦 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钱 原来是被人家给包养了 难怪打扮成这样 真是不要脸 宋青青 好感度实 需要吗 没错 他就是我包养的 嘿嘿 江楚无奈 这何诗运名字谁取的 哪有点诗情画意的意思 简直就是小恶魔 看吧 还不承认 你也就这点出现了 宋青青明白了真相之后 更加觉得 把江楚甩开是对的 就这种货色 跟外面嘎嘎叫的 有啥区别 宋青青 好感度实 这女人 刚刚还说那些话 转眼就将二十毫感度 无所谓 懒得解释 以后别来烦他最好 还不上车想什么呢 有车不坐白不坐 还有专职司机 打开副驾驶门收了伞 就直接坐了上去 那宋青青走之前 还不忘说多一句 你包养的这个人 拿你给他的钱 买了十几万礼物 送他其他女朋友呢 车子已经开了出去 哟 看不出来 你还有女朋友啊 何诗运调侃道 这不就坐我旁边吗 刚谁说养我来着 江楚看着他笑着说道 嘿嘿 想我当你女朋友 做梦去吧 这不是去王子会所的方向吧 虽然隔了这么年 但加点之后 江楚的记忆力 可是好得很 当然不是 去那么早干嘛 现在才六点多 八点才吃饭呢 一群人坐那尬聊多 没意思 那我们现在去哪 去我师父那 你不是说 跆拳道是花拳绣腿吗 嘿嘿 让你领教一下 跆拳道真正的厉害 下华县 生龙道馆 在商业中心大楼里面 站了整整一层 可见规模有多大 江楚跟着何诗运走进去 前面看到了很多小朋友 穿着白袍 在那练腿 还发出 哪声哪气的霍霍声 而走到后面 则是成年人的区域 最里边则是专业人士 此刻一个扎着黑带的 年轻男子 长得一张标准的棒子脸 眼睛眯眯的 用着很不标准的中文 正一脸威严的教导场中 几个年纪二十来岁的女人 坐着高空踢板 各种360度回旋踢板 两人抱拳 提起一人超高空踢板 旁边的一群学员 在那疯狂鼓掌 露出赏心悦目的膜拜 江楚无奈摇了摇头 这些可都是华夏子女 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 才是真正有用的精髓 学那些棒子 托我们老祖宗一点皮毛的东西 简直就是愚蠢 师父 何世运突然挥手大喊道 师姐 你来了 很多学员看到了 都纷纷跟何世运打招呼 世运 你来了 这位是 看到何世运旁边 有个比他还高一点的帅哥 脸上明显的敌意 师父 这就是我电话里面跟你说的 说跆拳倒是花拳绣腿的家伙 叫江楚 这介绍 可是一点也不客气 而那棒国难听后 整张脸都黑了下来 居然敢说 我大棒国跆拳道 是花拳绣腿 对方伸出一只手指着江楚 我 金俊辉 向你发出挑战 打倒他 打倒他 旁边的学员 在使劲给金俊辉打气 这也是助长了 对方嚣张的气焰 下巴抬得更高了 江楚只是轻轻吐出了两个字 无聊 稀巴 你这是在藐视我吗 华夏国的男人 没中 江楚眉头瞬间拧紧 本来对这花架子玩意 是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现在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刚刚那句话 似乎就连何诗运 也隐隐有点不开心 而那金俊辉却没看到 仍然一直在那大喊大叫 好 我答应你 但拳脚无眼 你要是伤了怎么办 练武之人 是 是正常 但绝不能像你这般胆小 我绝不要你负责 你们都给可以作证 金俊辉横手抱胸前 无比自信 哈哈 这家伙居然还想打赢我们师父 人家可是 拿过全国跆拳道亚军的 一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就是 我们家欧巴是最厉害的了 又长得帅 我找男朋友 就找国外的 哪里像我们这边的男人 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我已经跟我爸妈说了 明年就去傍国留学 那边一定很多帅个美女 细细 江楚微微叹了口气 经历过上一世的他知道 现在国家类似这种人非常多 大部分还是高知分子 要让这些崇洋媚外的软骨头 自己挺起来 唯一一个办法 就是让祖国足够强大 强大到其他国家 都不得不天天称赞 甚至膜拜的地步 江楚直接脱了鞋 走到场中 虽然他不喜欢跆拳道 脱鞋是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金俊辉脸色一沉 就想开始动手 慢着 怎么 你 怕了 想人说 刚上去看到教练那气势 就吓到了吧 喂 看你长得还不错 但别在我们场地下尿啊 江楚仿佛没听见 淡定说道 我要是赢了你 你必须要为刚刚说的话道歉 而且要大声喊出 华夏人是最牛逼的 好 就你 还想赢 看招 金俊辉话音未落 整个人就冲了过来 江楚冷哼 海武说呢 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金俊辉开局 就是一个对着江楚面门的侧踢 毕竟是专业男选手 可不是何世运这种女生 力道也是相当的大 但生气中的江楚 这次可不想躲 一只手在脚要提到的时候 才瞬间抬起 轻松地就卸下了对方的力道 而他整个人站在那纹丝未动 对方也是相当吃惊 这一腿 他没有使出全力 但对付一般人 也是够呛的了 预料中 应该是躲掉才对 没想到 对方居然硬接住 而且还一点事都没有 江楚嘴角微微一翘 伴随一声冷哼 论用腿 华夏人是你祖宗 话说完才出腿 金俊辉想抽出那只脚 但却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对方一只手死死捏住 而且自己重心已经前移 想要后退 依然不急 他瞬间就改变了策略 单腿 跳起横在空中旋转 下一步 就是要借势大力蹬出去 直冲江楚面门 要知道 跆拳道主要是用腿 如果被对方抓住一只脚 那这就是其中一种破解的办法 叫借势出招 这一招 他是用得如火纯情 如果踢中了对方 有可能就直接KO了对手 内心得意感觉不过如此 然而下一刻 所有人都看到 江楚那只脚抬起来 看似缓慢 但蹬出去的时候 快如闪电 也就是在金俊辉制空那瞬间 脚底已经蹬到了对方腰上 哄 可怜的金俊辉都还没有时间出脚 已经被踢飞了金米远 在场外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形成一条抛物线 重重打在一个沙包上摔了下来 只见他想努力爬起来 才发现刚刚在被踢的时候 对方竟然还用手接力 卸了他的脚关节 也就是骨折 有经验的他 知道对方留手了 这种骨折 只要找个会的 帮扭一下就好了 但现在的他 已经没能力自己站起来了 相当一个废人 天啊 我们的师父居然输了 而且才两招 我是不是眼花了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师父他怎么会输 而且还是输给一个大学生 连师父都输了 这么说我 哪怕到了黑代 还是打不过一个大学生 那我学这些有什么用 不 欧巴不会输的 一定是那个人 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一定是这样的 放屁 大家都在场看得清清楚楚 人家哪里用什么手段 我看 就是跆拳道太差了 居然还说 我们华夏人没中 我立马就跟我爸妈说不学了 我也是 不学了 江楚暗自点头 看来还是有不少带着骨气的 看着地上还没起来的金俊辉 冷冷说道 怎么 还打吗 你 你赢了 死 金俊辉秒怂 我刚说了 你输了该干嘛 我 我道歉 华夏人都有种 华夏人最厉害 可以了吧 金俊辉吃痛喊出来 你说什么 这么小声 我没听见 你 好 华夏人都有种 华夏人最牛比 这次是喊出来了 这还差不多 江楚冷哼 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强大 实则直老虎 你比他更强大的时候 他会耸得一笔 走了 没空再给你们扯淡 等 等一下 嗯 还想打 不 不是我 是我大师兄 他过段时间 就会来这边找我 他可是世界级冠军 我希望 没兴趣 江楚都没听完 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而等等我 金俊辉是吧 我决定退出师门 换个师傅了 你多涂点红花油哈 走了 拜拜 何世韵也是非一般追了上去 师姐都退了 我也退 没错 这种诋毁我们华夏人的玩意 不学也罢 去退款 在场的不少学员 竟也是当场要求退款不学了 金俊辉痛叫的咬牙切齿 大骂稀疤 等等我 走那么快干嘛 饿了 江楚还真没骗人 肚子也是 很自觉地咕咕响了几下 表示抗议 这加点了之后 加上今天的运动量大 以前的饭量 根本不够了 你当我师傅 我请你吃饭 现在不就是去吃饭去的吗 你傻还是我傻 别骂 好歹我也是堂堂校花 你多个校花徒弟 多威风啊 不收 你教我功夫的时候 还可以顺便站站便宜 这倒是可以考虑下 流氓 色狼 坏蛋 你有女朋友了没 喜欢哪种类型的 有什么兴趣爱好 身高体重多少 有二十吗 江楚无语 下化线 上了车 只见何师韵 从后面拿过一个袋子 转过身去 干嘛 算了 转了你 也能在后视镜看到 就便宜你一次 谁叫你是我师傅 在江楚还没明白 他说什么的时候 他赶紧扭脸到一边 这国外回来的 就是奔放 王德发 别以为你是我师傅 不敢揍你 他穿上了一件 范丝折T恤 对着江楚 就是各种拳打脚踢 两下就被江楚 捏住大长腿 动弹不得 死流氓 放开我 放开你可以 好好开车 不然我就是饿着肚子 也要揍你 色狼 我会好好开车的 快放开我 江楚这才放开他脚 开车又花了 大半个小时 去到那诺大豪华包厢的时候 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 菜都上完了 当两人推门进去的时候 里面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明轮 直接是从位置上 走了出来迎接 哈哈 你们终于来了 不好意思 路上被某人拉去 打了一只王八 耽误了点时间 江楚微微歉意地说道 这人家第一次 请客自己 就迟到 总该有所表示 嘿嘿 王八 真骂得好 何诗运可没有迟到的觉悟 依旧我行我素 哈哈 没事没事 我们也是刚当道 耳间的江楚 听到不远处的一个 熟悉声音嘀咕 都让我们等了大半个小时了 面子是大得很 来来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刚刚跟你们说的 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 江楚 江楚微微点头 这更让一些人 觉得他有点高傲了 除了王 黄 罗的人没来 他们五人可都是 五大集团的千金太子 哪一个的身份 说出去 不是能让一群公司老总 跪舔仰望的存在 而江楚的身份 他们随便就打听到了 家里人村里耕田的 现在这态度 是什么玩意 也不知道 轮少他看上对方哪点 还有这位 不用你介绍了 他们要是不认识 我现在就可以自己滚出去了 何诗运就这么霸道 直接去找了个空位坐下 明轮打了个哈哈 简单介绍了 在场的五人 等说完后 他才发现 那边就三个空位 何诗运 直接就坐在了中间那个 剩下两个 其中一个是主位 这明轮本来想让何诗运做的 但现在这 让他做他 也有点犯难了 这个何诗运 虽然大大咧咧的 他如果真的去做了 只不定他那嘴回去 家里这么一说 传到他爷爷里 说他明轮的饭局 居然不让诗运做主位 那岂不是瞧不起何家 这大帽子 扣下来哪里是 他能承受得起的 哈哈 诗运 还是这么有个性 没办法 只能委屈一下 江楚了 他可以选择去对面 那几个空位去坐 只是那些位置 又离得有点远 显得被排外一样 明轮坐在另外一个空位上 江楚心里面 也是门青 华夏人 可是最讲规矩的 这也看得出明轮 对自己的态度 也是 萍水相逢 人家犯不着 为了自己得罪一个 庞大的何家 站着干嘛 坐呀 你不是说肚子饿了吗 何诗运 仿佛啥也不知道死的 起来拉着江楚 把他摁在了主位上面 刷 几道犀利的目光 齐齐射了过来 仿佛要把他碾碎 江楚仿若没看见 自顾自地整理了 一下餐具 这里本应该是 安排一群 服务员小姐姐的 但被明轮叫了出去 他们之前 有些谈话 涉及商业机密 哼 一声冷哼打破了安静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 就一村里出来的 规矩都不懂 不用看都知道 那是墨雨的声音 墨雨 你是不把我明轮的话 听进去是吗 之前已经说过 今晚只谈正式 少扯点别的 而且 是你先对人家 江楚动的手 明轮一脸严肃呵斥的 对不住了江楚 他说话就那样 你别理他 成名 轮少 其实墨兄说的也没错 你这个朋友 似乎很少出来 参加什么饭局 真不知道规矩 也没什么 我就想问问 我们今天来谈正式的 他一个 没毕业的大学生 能懂什么 顾言 是啊轮少 我也不是故意看递他 只不过 你邀请人家 参加这个饭局 他啥也不懂 我们也是担心 聊天聊不到一块去 害得你朋友 被冷落了 我们最伪大 江楚看了顾言一眼 三七分 惊变眼镜 一脸笑眯眯的没停过 刚刚说的话 看似为了他好 但反过来 还是嘲笑他 一个大学生 啥都不懂吗 这是又来一个 性感妖娆的女生 周芷晴 不过话说回来 轮少你教的这个小弟弟 倒是挺帅 过后 留个联系方式 姐姐我开有几间夜场 弟弟来玩给你免费 江楚扫了一眼过去 一头乌黑 大波浪长发 一双魅眼 也在打量着他 戴着假睫毛美瞳 大红唇 低开的银色 吊带路肩V裙 修长的手指 夹着一根女士香烟 从上到下都 透露出一股知性和优雅 周芷晴 年龄 24 身高 166 体重 46 颜值 85 充电宝 0 好感度 20 这么年轻 管几间酒吧夜场充电宝 居然为0 想必要么他 自己本身有过人之处 要么就是他家底子厚 够了 你们有完没完 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 何诗运突然生气说道 这一下众人都闭了嘴 这就是第一位带来的光环 他 江楚 现在是我何诗运的师父 你们要是对他有什么不满 就是对我不满 当然 你们也可以连我一起骂 众人 都是愣了一下 没想到 何诗运居然会为 江楚一个大学生说话 难道是男女朋友关系 如果这样 那还真的不好得罪 要知道 何诗运那性格什么都干得出来 而墨语更是一脸猛逼 刚刚看他们两个那样子 明显是刚认识的 怎么才半天功夫 就发展到这地步去了 难道就因为 长得有点帅 这特末 也太狗屎运了吧 哈哈 怎么会呢 你们听好了 江楚是我明伦带来的朋友 照顾不周 我先自罚三杯 明伦自饮自盗 连续喝了三杯 刚刚我说话太重 江楚兄弟 跟你道个歉 我也自罚三杯 刚刚出言嘲讽的 都主动自罚三杯 江楚看得出他们只是 畏惧于何诗运 对他还是存在很深的成见 没关系 迟早会教他们做人 他当然不会显得那么小气 举起酒杯 一起干了 至少做做样子 怎么样 你说我这个徒弟还行吧 何诗运的意道 嗯 这么说你同意收徒哥 来来来 师父你多吃点 何诗运不停地给江楚加菜 江楚是要拒绝的 但完全没用 干脆就不理了 自顾自地吃起来 他确实饿了 何诗运还时不时地给江楚擦嘴 众人是看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这何诗运用的是他自己的筷子 相当于间接接吻了 读 说是师父 但小龙女跟杨过不也是师徒相称 一时间众人心思各异 有的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这江楚走了狗屎运能 被刚才国外回来的何诗运看上 有的只把江楚当吃软饭的小白脸 充满鄙夷 久过三巡 他们其他人也是继续谈论一些商业上的话题 直接无视了江楚跟何诗运他们两个 因为他们一直在吃 像几天没吃东西一样根本没听过 江楚把他们每个人的话都听了进去 不愧是处在上流阶级的 了解到的信息普通人根本就碰不到 要知道 现在这个社会 还是只要抢占了先机就有源源不断赚钱的机会 诗运 要不你也发表一下看法 论资源和消息 我们这家起来都不及你们何家啊 我啊 我就一个大学生 哪里懂你们聊的这些 不过刚刚有人说到手机 我在国外看到一款水果牌子的手机还不错 现在出到四代了 水果手机 我怎么没听过 现在除了诺基啊 黑梅二星那些 你说的那个什么水果手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刚好带了一台回来 但国内还不能入网 和诗运从爱马仕包包掏出一台手机 那样子款式都跟现在外面卖的很不一样 顿时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但他却先给了江楚 江楚拿到手一看 好家伙 这和诗运可以啊 这款机子没记错的话 米国那边六月份刚上市 现在才五月他就拿到手了 而十一年才在国内上市 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被国人争先恐后购买 后面还有人为了买一台水果舞去卖肾 这种离谱的事情 更恐怖的是 直接垄断了国内高端手机的市场 不管男女都以手中拿着一台水果手机装逼 直到后面花瓣手机自研系统和芯片出现 才打破了那局面 江楚递了过去 每个人都入手看了一遍 这看起来也没什么的嘛 连键盘都没有 在里面根本就不好 嗯 不过 这屏幕确实够大的 看片子应该挺爽 我们不是专业的 这还得莫少来 跟你代理的那个诺基啊 手机比起来怎么样 莫语眉头紧皱 其实他一早就知道这个水果牌子的手机 但那2.3代卖的死柜 用起来跟砖头一样 国内根本没人代理 他只是代理经销商 并不是专业科技人士 但他在一线魔都那边的上游 也就是全国总代 却认为诺基亚才是如今的王者 什么水果手机 他们那群人压根都看不上 所以他也没什么在意这个 毕竟 现在水果省诺基亚的代理在他手上 钱也是源源不断地来 还有上升的趋势 而且 听说这两个牌子还是对手 这要是去拿水果手机 他手中的代理权分分钟飞掉 现在 可是他求着人家 对于这个手机 我也不好说 莫语只说了一句 从表情上看 有点不屑 但江楚 可是知道 这款水果 四代开始 将会蜂蜜全球 两三年时间 就直接把巨头诺基亚 给搞趴下了 忍不住就说了一句 失运的眼光不错 或许这种手机 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尤其是大屏幕 甚至是没有键盘站地方的 这么久 江楚突然开口 倒是让众人愣了好一会 嗯 外观是挺好看的 墨语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 好看有个屁用 这还是看在和诗运的面子上 不然 他早就骂对方杀笔了 江楚也不介意 当年任谁也想不到诺基亚 这航空母舰会沉 其实 我觉得想要赚钱 房地产也不错 伦哥 我建议你们明家 从现在开始 可以多拿点地 哪怕在郊外 一些都行 江楚记得未来十年内 蓝氏作为水果省首府 那房地产 开发也是十分恐怖的 硬生生地多了几个新区出来 尤其是成立了东盟 那个五龙新区 直接就成了黄金区 明轮听到表面上 不动声色 但内心 其实是惊涛骇浪 因为昨晚 他听到了同样话 那是何诗运大哥 也是默认何家未来接班人 何天问对他大哥明楼说出来的 刚好他也在场 要知道何家能作为八大集团之首 知道的消息 可比他们明氏集团强太多了 也就是他大哥明楼 跟对方关系不错 所以就简单透露了一句 但到现在为止 他大哥还是有点琢磨不定 因为这也有可能是 对方放出的烟雾弹 想要明氏集团配合着 把地价抬高 但不管怎么样 这江楚 只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说只是附和地说一句 房地产前景好就算了 但后面还加上了郊外的地 难道是懵的 哈哈 没想到江楚兄在大学 也关心外界的事情 不过我们现在也是随意聊聊 想听听你说一下 为什么要买郊区的地 好家伙 不小心给自己挖坑了 江楚心里无奈笑了笑 表面微微尴尬一笑 我也是随便说说 只是觉得 现在国家经济实力 在快速发展 刚刚成功举办了五环 又什么WT的 释放的信息 都明显是要向全世界放开接轨 而南市 作为水果省首府 旁边有好几个亚国相邻 正所谓 远亲不如近邻对吧 到时候设几个 点给那些国家过来办公啊 朱啊 展示一下我们国家的热情 他故意旷旷而谈 在场的人当中 有些表情不屑 有些陷入沉思 明伦属于后者 众人 没有发现的是 旁边的何世韵的眼神精芒 一闪而过 有点诧异地 看了江楚一眼 然后又是一副 漠不关心的模样 这一切都被江楚看在眼里 不好意思 我去上个卫生间 我也去一下 江楚诧异 这明伦上的厕所也要一起 这个包厢很大 不仅有厕所 还有一个小的茶室 刚出来的江楚 直接就被明伦拉了过去 江楚老爹 你实话告诉我 刚刚你说那些 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听谁跟你说的 江楚微微一笑 这重要吗 你二哥现在位置还不错 拿点娇外地皮 应该不成问题 晚了就来不及了 说完就走回去他位置上 留下明伦一人 在那一眼震惊 这江楚短短的一句话 包含太多了 居然知道他二哥 没错 他二哥 现在的确就在国土局 当一把手 晚了就来不及了 是什么意思 心里不由的一阵慌乱 他立马拨通了二哥的电话 说了几句便挂了 但得到的消息 却令他再次震惊 听二哥的意思 有可能他的位置 在明年会动一动 这江楚难道早就 深深吸了一口气 拿地皮 可不是一件小事 晚点回去得找大哥说说 明伦回到饭桌上 对江楚的态度 明显的好了很多 在座的各位都是人精 一眼就看出来了 明伦看似喜欢玩闹 说话也是哈哈咧咧的 但绝不轻易做无用的事情 一时间人心各异 伦绍 既然你把江少当自己人 我还是想说回前面话题 我这边国外投资失败 现在拿了几块地后 资金链出现了点问题 连银行那边也传出不利的风声 伦绍你家大业大 能不能帮兄弟一把 呃 顾绍 我这边也是资金问题 是我先找的伦绍 今年开始把钱扔进了 窝窝团团购软件里面 谁知道突然出现了 几十家团购软件企业 每一家都有一个庞大的资本 在后面撑着 都在烧钱 现在实在顶不住啊 但我相信 只要熬过了这个冬天 这个团购绝对是稳赚不赔的 江楚微微诧异地看了一眼成名 眼光倒是不错 不过他知道的是 后面出来的可不是几十家 而是上千家 这可是赫赫有名的千团大战 最后 王兴的米团胜出 然后就是跟宝了嘛 二分天下 不过 既然让他江楚遇到了 嘿嘿 Omega 伦绍 我也是资金 好了好了 明伦举双手喊停 说句实话 各位 并不是我不想帮你们 为了你们的事 我已经跟我大哥父亲沟通过了 我们现在也是即将运作几个非常大的项目 需要巨大的资金 所以 我这边也是爱梦能助 众人纷纷皱眉 一时间脸色凝重 陷入沉思苦恼 他们知道明伦的个性 但凡有点希望 也不会直接拒绝 现在看来是真的没钱了 他们都还没算真正的继承家业 但都悲认着各种任务 上面不但有长辈看着 还有各大股东 也在虎视眈眈 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诺大哥集团 怎么可能轻易 就继承到他们的手上 伦绍 如果你愿意给我地产公司注资 我愿意出让公司部分股份给您 不然我真的撑不到过年了 现在连工人工资 也发不起了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 工地成烂尾楼了吧 伦绍 我也愿意 转让我卧卧团的股份 这是我成名打的第一场仗 我必须赢下来 一直没出声的墨语 也是重重叹了口气 实不相瞒 现在我那集团 上面股东认为 我这边作为诺基亚的代理士稳赚不赔 甚至当成一个固定资金流入口 别说给钱了 还从我这边抽走了大部分资金 偏偏遇到魔都那边 全国总代狮子大开口 代理费远远高过往年 如果伦绍你愿意借点钱 撑过这个难关 你知道的 绝对不会让您亏 周芷晴深深吸了一口烟后 缓缓吐出 我也来说说 你们都知道 我一个弱女子 撑起这几间酒吧夜场不容易 本来合作的好好的一个重要合伙人 突然就说要抽资 说不抽也行 让我嫁给他 你们都知道我的性格 往往可以 但想要威胁我 哪怕真的酒吧夜场不要了 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说实话 自己养大的儿子 怎么样都不舍得抛下 伦绍还有你们在场的几个 我们也算是从小认识到大的了 我周芷晴能信得过的就你们了 如果你们愿意帮我一把的 我周芷晴必定有恩报恩 周芷晴说完后 眼神扫了一圈 只见那几人都侧头到一边无奈 再看明伦 本来嘻嘻哈哈的表情 现在也是抽起了一根烟 明伦把那根钢抽了两口的烟摆 到烟灰缸上 我出去打个电话 你们等等 对了 其实江楚是个非常不错的朋友 你们可以多沟通沟通的 起身走出去前 特意看了一眼江楚那边 现场再次安静了下来 心里面焦急 但也没办法 都在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松松的反而是江楚和何诗运 江楚全程都是两手撑着手机 在那不停点着 仿佛什么都跟他无关一样 师傅 你在干嘛 这么认真 何诗运伸个小脑袋过来 好奇想看看 江楚看的是什么 众人也是看向了何诗运 不是没想过找何家帮忙 但他们跟何家的关系 还到不了那种地步 可以说 何家跟他们不是一个等级的 完全不用鸟他们 而且 何诗运还在读书 目前也管不到这些事 除非找他大哥何天问 但他们哪里不想 什么方法 都是过了 人家面都见不上电话 也是随便敷衍几句 只能放弃 哇 师傅你在看小说啊 还是神豪类型的 好多笑话啊 带雪梨色嘛 我也想看 何诗运伸手就要抢 江楚岂能让他得逞 一边去 我看看嘛 小气的师傅 我就喜欢看西红柿上面的小说 车咕噜在脸上 碾来碾去那种 看书的大大还会配图 大白兔大长腿 我超爱 江楚一阵头大 这家伙真的是口无遮拦 什么都说 其他人的目光 气气落在了江楚身上 眼神中带着一丝怒气和鄙夷 在场的个个都在为事业的生死存亡 忧虑交集 他道好 来这看小说 就说气人不气人 要不是给何诗运面子 他们早就 把江楚轰出去了 我说大学生 如果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看小说 那边有个茶室 边喝茶边看 岂不更好 顾岩还是忍不住开口 不耐烦地说道 江楚一看 众人脸色跟猪肝一样 脸上露出微笑 哈 说得对 那我去那边看 不妨爱你们谈试 说完便起身走去查试 师父 我也去 何诗运起身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 一群猪脑袋 余下众人面面相去 一脸猛逼 顾岩 他是在骂我们 好一会明伦终于回来了 众人绞手已盼 希望是个好消息 但却看到明伦回来 看了一眼江楚跟何诗运那空位 脸色刷得沉下来 他们人呢 顾岩摆摆手不懈道 人家喜欢看小说 我让他到查试 去看去了 那边清静 明伦一听顿时急了脸 何则道 糊涂 你们这是 我这是 再给你们机会啊 众人一下都梦了 顾岩 机会 轮上你什么意思 明伦一拍脑袋 有件事忘了跟你们说了 这个江楚 前天在我车程 全款购买了一辆马沙总裁 还有订了一辆法拉利458 看他当时那样子 如果有线车 估计也是个全款拿下 而且你们知道吗 他那个总裁就单单拿来泡妞送女生 我后面查了一下 他跟那个女的 甚至还不算男女朋友关系 你们说 什么样的人能这么豪气 换你们 舍得吗 其他人在明伦说到一半的时候 嘴巴都张大了 后面更是一脸的震惊 伦绍 你的意思是 刚刚你出去打电话 也是特意 把机会让给我们跟他聊的 明伦没好气的 看了顾岩一眼 不然呢 我家老爷子跟大哥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懂 他们决定下来的事情 哪里是我一个电话 就能改变得了的 把江楚叫来一起吃饭 也是想帮你们 谁知道你们 诶 众人眼睛猛然睁大 面面相觑 心里都在盘算 他们了解到的 江楚家里 确实只是种田的 但刚刚伦绍所说 居然能一口气 拿出几百万泡妞 明显这中间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或者说 他们查到的 只是别人想让他们看到的而已 实际上 人家家大业大 说不定还是什么百年 甚至千年世家 这么做 就是为了隐藏身份 保证自身安全 岂有可能 想到刚刚何世韵 还骂他们是猪 没想到何世韵都看出来了 反而是他们执迷不悟 顾眼眼睛猛然睁大 瞬间做下了决定 手里拿起一个杯子 想了一下又放下 直接拿起了装满酒的凉杯 走去了茶室 刚走进去 便看到了 令他无比尴尬的一幕 只见茶室里面 江楚正把何世韵 整个身体 避冻在了墙上 那姿势 何世韵一脚占地 一腿被江楚一手 捏住脚踝挂在头顶 劈了一个一字腿 何世韵面红耳赤 嘿嘿 那个 打扰了 顾眼连忙转头 掩饰一下尴尬 还闹吗 江楚毫不客气说道 不 不闹了 快放我下来 江楚这才把他腿放下来 然后面带笑容 看了下顾眼并往外走 哈哈 那个 你们聊 我出去 等等 顾眼把江楚拦住 那个 江少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江楚有点猛 看了看何世韵 他还以为 对方是来找何世韵的呢 嗯 江少 刚刚是我不对 有些语言冒犯 还请江少你 大人大量 这瓶酒 我干了 顾眼说完就把酒一口气喝完 那个两杯少说 也有二两多 飞天五十三度 一口气喝下去 也是够呛 果然 顾眼喝下去后 缓了好一会 江楚有点不太明白 对方的用意 顾少 你这也太客气了 我根本就没放心上 你又何必 有什么话 直接说出来就好了 哎呀 师父 人家是有事有求于你 是吧 顾少 何世韵突然笑着插嘴道 是的 我的确有事 想让江少你帮忙 顾眼感激地 看了一眼何世韵 换他来 还真不好开口 哦 江楚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他再次被请到了餐位上 仍旧坐在他那主位的位置 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还请江少你帮帮我们 是啊江少 你既然是伦少好朋友 还是世韵师父 我们都信得过江少你 江楚故作沉思 没错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钱而已吗 他穷得只剩下钱了现在 正需要找个机会 把钱变成实质 这就送上门来了 不过不能答应得太爽快 该谈的条件都要谈 江楚的表情 众人都看在眼里 不怕你陈寅 就怕你当场拒绝 陈寅代表着有希望 之前他们还不确定 江楚真的能拿出钱来 说不定只是家里 给点零花钱用 他们都是二代 读大学 谁没几个闲钱 但要动辄几千万这种 压根是不可能的 一时间 众人纷纷加大谈判 让出的股份 或者条件等等 看着时机成熟 江楚才故作艰难般 缓缓说道 行吧 尽管家里给我的钱不多 但给你们投资 应该还是够的 众人眼睛一亮 纷纷来了精神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没关系江少 只要你投资 不管多少 都代表着您认可了 我们这帮朋友 江楚看了一眼成名 真是老狐狸一个 这话的意思 反过来不就是说 如果当他们是朋友 就多投点吗 江楚能看出来 冥伦更是一清二楚 脸色一沉 呵斥道 成鸣 你少来这套 江少自己的钱 想干嘛干嘛 既然坐在一起吃过饭 就是朋友了 别扯些有的没的 你们啊 想让我师父出钱 直接点就好了 年纪轻轻地说话 学老古董那套 和世韵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事事事 众人少跟世韵骂的事 我其实没别的意思 就是意识激动 江少 对不住了 江楚白白手 没事 你们都比我年长 我还是个大学生 喜欢直来直往 周芷晴突然妩媚一笑 开口道 我就喜欢直来直往 尤其是大学生 有活力 亿万军中争第一 江楚摸摸鼻子 有点尴尬 为什么他跟看书的大大们一样 能瞄懂 众人哈哈大笑 一下子 氛围就活跃了起来 不再那么沉闷 江楚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饭局上面 不管谈什么 都要拉一两个能说会到 最好还能喝酒的漂亮妹子去 因为有些话 从他们嘴里说出来 一点也不觉得违和 还能活跃气氛 如果是一个男的说出来 估计所有人都觉得 这人LSP吧 好了 说回正式 江绍 你也不用太为难 他们这么多人 想每一个都帮 肯定是有点不切实际的 哪怕是我们名家 也不敢放下这海口 你就根据他们刚刚说的项目 哪个你觉得可以的就投点 毕竟这是投资 不是捐款 商人还是以利润为优先 我相信他们都会理解的 对吗 明伦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而且说的也是事实 是是是 江绍你 尽管自己做决定 我刚刚说了 我诺基亚这边 只要继续拿下带领 利润这方面 肯定不会让您亏的 江绍 我这房地产 也是前景极好啊 之前你也说了 看好未来房产 还有上升趋势 投我这绝对赚钱 江绍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说了 听听江绍意见 一时间 几大集团的太子千金 居然在一个大学生面前 犹如甲方一样 等着他开口 江绍扫了一眼 在场几个人 这些放到上一世 那都是他仰望的存在 如今却有求于他 最后 众人的鹰盼下 江绍的目光 放到了墨宇身上 墨宇一时间激动无比 本来以为之前 打过一架厚江少会 对他有芥蒂 没想到 第一个选中的人 居然是他 这让他有种 买彩票重大奖的感觉 对江绍的好感 不由地上升了几分 而其他人看到 心道果然如此 换成他们 也会投墨宇 毕竟这利润是妥妥的 正常来说 根本不存在 什么大的风险 而房地产跟窝窝团 这种则是未知数 周指清的酒吧夜店利润 也相对来说少了点 墨宇 你刚刚说 只要加多两千万的资金 就可以继续拿下代理 然后给我35%的股份对吗 是的 我手底下 已经有成熟的经销商 江绍你只需要投钱就可以了 其他的 您完全可以不用操心 就等着分红赚钱就好 墨宇喜出望外 听江楚这语气着 两千万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了 江楚面带微笑 看着墨宇并不说话 这让墨宇心里有点莫名的慌张 江绍 您这是 对我提出的条件不满吗 觉得35太少 其他人面面相去 就连明伦也觉得 35这个数 算是墨宇给多了 江楚难不成想狮子大开口 没错 关于条件 我想改一下 江楚淡淡地说道 他现在发现钱在自己手上 说什么都能游刃有余 也明白了 为什么以前 看那些上位者说话这么有底气 因为金钱就是他们的实力 比如马云 辉煌的时候 天天露脸吹牛逼 没人会质疑 他说的对不对 反正人家成功了 说什么都是教材一样 被人捧 后来被请去喝茶之后 形象立马掉落千丈 极少露脸了 听到江楚亲口说改条件 墨宇一时间猛了 其他人也是一脸不解 搞不懂江楚想干什么 江楚没理会众人疑惑的表情 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打算投你一个亿 墨宇眼睛猛然睁大 坐在椅子上的屁股 都抬了起来悬在半空 仿佛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 一 一个亿 其他人也是哗然 可是 江楚白首 事宜让他说完 我投你一个亿 但不是投给诺基亚 我想 你去拿下水果鸡的代理权 而且不止于水果省一个地方 最好全国 乃至国外 能拿多少是多少 墨宇一脸震惊 这一下子 从诺基亚 跳到了水果鸡 而且还想拿下全国总贷 这也太匪一所思 令他难以置信了 而且 他现在做这个诺基亚的代理 做得好好的 利润相当可观 突然放下西瓜去捡芝麻 这也未免太过儿戏了吧 心里面已经犹豫着 眼前这个江楚 是不是因为没出过社会 所以 太把外面的东西想当然了 但如果不接受 江楚他不给钱 自己的代理 一样是拿不到 或者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找别人拿 这就是让他二选一 一时间陷入了两难 就连旁边几个人 也不懂江楚什么意思 这么看好水果鸡未来的市场 不过江楚开口就是一个亿 这就足以让他们震惊了 哪怕是他们没遇到困难 集团顺风顺水的时候 让拿出一个亿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而且 他们现在需要的 是几千万的资金就够了 如果江楚手上有一个亿 墨宇这边 要是不答应的话 那他们岂不是都有机会 只有何诗运对江楚侧目相看 大大的眼睛藏着不小的惊讶 惊讶的是 江楚居然能拿出一个亿 而且还敢投水果鸡未来市场 尽管他也是看好水果鸡 但相对于诺基亚 这种庞然大物带来的利润 肯定不能说放下就放下的 压力再次回到墨宇这边 只见他额头已经是微微出汗 可见其内心有多纠结挣扎 江少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非要投水果鸡 诺基亚 它不香吗 文绍帮墨宇问出心中疑惑 诺基亚 确实开创了一个时代 但我是年轻人 我更喜欢年轻点的事物 不喜欢音循守旧 江楚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 怎么样 墨少 后面占多少股份这种 就先不说了 如果你觉得诺基亚 好 我也不勉强 但我会先考虑他们 其他人听到顿时就精神来了 顾言 墨少 其实你也不用为难 我相信 你那边只要多跑几趟 肯定会有人投资的 江少 你那一个亿投给我这边 公司名下五个楼盘 我给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成名 你这也是胃口太大了吧 你那些楼盘虽然多 但是只要五千万 就能盘活起来了 到时候 银行也会给你钱 根本不用担心后面 反倒是我这边 江少 一个软件 只需要三千万 就能坚持个大半年 到时候如果起来了 团购的市场 将是一片蓝海啊 周芷青摇曳着火辣身材 走到江楚旁边 给他倒酒 身上传来的香味扑面而来 那大波浪长发 更是在他面前摇曳 微微低下的身躯 恰好从那V字岭 薄蓝雪白二风 以及那深不见底的沟壑 大红色美甲的葱斑玉纸 轻捏酒杯 更是别有一番风情 开口说话的声音 也是苏媚 还带着一分决绝 我一个女人 家家都不好意思 跟你们几个大男人争了 毕竟八集团就我拍垫底 这家小业小的 还是让给你们吧 江少 趁我那些酒吧 还在手上的时候 一定要过来蓬蓬场 给我留下一点美好回忆才是啊 好一招以退为尽 明伦知道 这几个虽然都是太子爷千金 但论到袁华 谁也比不过眼前这个周止情 墨宇再也忍不住了 江少 就不能再谈谈 江楚手指在桌面上轻敲几下 不行 如果墨少你 坚持做诺基亚代理 那我只能去找别人去了 我这人就这样 认定的一个事情 绝不轻易更改 墨宇咬牙切齿 手握拳头 怀疑这个江楚 是不是在拿他报仇玩弄他的 你不做 让我来做呀 何时运突然插口说道 而且叫有兴趣 师傅 可以让给我做吗 我家下面好像也有几个渠道卖手机的 像什么华为下星波岛之类的 不过都是些小打小闹 哦 这也不是不可以 你敢做 我就敢投 江楚笑笑 这要是何时运的话 他都可以直接省去中间一步 给他投资了 而且直接有反点可以拿 好呀 这点事情 我大哥肯定会答应我的 等一下 江少 让我再想想 可以吗 墨宇急了 江楚没回答他 而是问了何时运 要了个银行账号 师傅 这你是干嘛 一分钟后 温温 何时运的手机突然来了一条信息 他拿起手机打开一看 是一条转账信息 123 8个0 1个1 在座众人听到这每一个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刷的跑到了何时运旁边 想要一看究竟 何时运整个人已经呆住了 众人看到短信后 一脸震惊 就连明轮也是张大了嘴巴脸上难以置信 这特么一意滑下臂呀 说赚就赚 这特么就是家里给的一点钱 合同呢 细节呢 卧槽 这是菜市场买菜呢 他们目瞪口呆看着江楚 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谈生意的 而且还是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手笔 谁敢相信 而且一分钟内赚一个亿啊 换成他们集团账号都做不到 必须要提前跟银行预约才行 这家底得多雄厚才行啊 难道家里开银行呢 江楚也知道 这几年手机银行还没完全落实开通 但他有系统 只需要把兑换点数账号改一下就行了 为了掩人耳目 他还故意等了一分钟才操作 紧接着 银行打给何时运的电话 也马上来了 毕竟是一个亿的转账 总经理直接打来确认是否有误 何时运则是开了免提 所有人都再次确认这不是假的 脸上藏不住震惊 师傅 你这就转给我了 不怕我拿钱跑了 江楚笑笑 会吗 哦 对了 刚只是说了拿带领 我想想看股权怎么分配比较好 要不诗运你说说看 众人嘴角抽动 麻痹 股权都没想 直接就打钱 这好比装的飞起 但人家有这底气装啊 到何时运犯难了 说实话 他们是有些销售渠道 但跟墨宇那边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不懂为什么江楚会选他 师傅 说实话 墨宇那边的资源比我这好 为什么没选他 墨宇也是猛的点点头 一副小委屈的样子 江少你瞎了眼吗 不选我选他 渠道没有可以拓展 单路走错了 就没法回头了 诗运 既然你不说 那就说说我俩的要求 你自己成立一家独立公司 你占一百的股份 然后我给你的钱就放里面 然后以投资形式投进另外一家手机公司 你本人至少占五十一股份 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想给谁就给谁 还有 手机公司目前只做水果鸡代理 能拿多少个省就拿下多少个省 钱不够 问我要 何世运他们都听得梦了 师傅 股份都给我 那你的呢 怎么都不见你说你的 江楚邪媚一笑 你的 不就是我的吗 投资了 你我百倍反点 一个亿而已 我赚了一百个亿 随便你何世运怎么花 亏完了也无所谓 而且 水果鸡怎么会亏 何世运难得的低头害羞 虽然他含着金汤匙出声 但一个刚认识不到一天的男生 直接给他转了一个亿 还一分股份不占 这是得多大的信任啊 为此对江楚的好感 是蹭蹭的上涨 何世运 好感度 加二十 何世运 好感度 加二十 何世运 好感度 加十 一下就加了五十 江楚内心激动 哪怕是千金大小姐 也禁不住巨款砸下去啊 墨宇心里已经由犹豫 变成长子 都毁清了 早点答应 说不定就是他的了 不占一点股份 白送一个亿 卧槽 傻子也做呀 是的 其他人现在看墨宇的目光 就像在看傻子一样 江少 我现在想加入 还来得及吗 墨宇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自信 突然说出这句话 江楚想着 终于上钩了吗 淡然一笑 抱歉 现在我把钱投给了师月 墨少你有什么可以跟他谈 我觉得 你手上的销售渠道 多多少少 是可以让师韵他给你点股份的 而且 我敢跟你保证 以后你绝对不会后悔 好了 吃的也差不多了 等等等 江少 吃饱了要喝杯茶消化消化 顾眼眼急手快 立马跑过来 给江楚倒茶 江楚假装恍然 哦 对了 差点忘了雇上你的房地产了 我可以投给你一个亿 股份照样还是40% 只有一个要求 楼房的质量 必须比标准要高 但凡后面 被查出什么豆腐渣工程 或者没达标的 我不仅要抽回资金 还要赔偿为约 怎么样 顾少你觉得办得到吗 顾眼愣了一下 立马激动地拍大腿 五千万变成一个亿 那可以做多很多事情了 当然可以 不用你江少说 我们顾氏集团 旗下房地产 一直以来都以高质量闻名 如果跟那些 其他黑心房地产商一样做的话 也不会陷入如此困境了 嗯 那就好 那个钱我会转给你 不过不是通过我 过后我会成立一家投资公司 会以公司的名义打过去 好好好 一切都好说 江少你可真是我顾眼的恩人 江少江少 您茶冷了 我给你换杯热的 成名脸上铲笑着 给江楚倒了杯热茶 哦 成少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 请你见谅 对于你那个窝窝团 我并不是十分看好 当然 并不是说我不看好团购的前景 而是你那个窝窝团 烧钱烧不过别人 成名脸色一沉 江少 不是我说 其他那些团购软件 完全是小打小闹 迟早会被吃掉 江楚白手 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别的我不说 知道米团现在背靠谁吗 是淘宝 你有自信 能干得过马云 其实还有一句话没说 就是后面米团 从淘宝出来后 企鹅集团接过去了 都是巨头啊 这 江少连这你都知道 成名一愣 没想到眼前这个大学生 居然连这个都知道 这可是他花了不少心思 才打听到对手的情况 没错 他现在最大的对手 就是这个米团 但据他了解 马云那边并不是十分愿意接盘下去 打算另外起一个宝了吗 但那也不是他能抗衡得起的 说实话 他现在也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态 能在团购里面 占有一席之地 好吧 没想到江少你如此神通广大 那一江少你的意见 投资可以 但我这边必须要有绝对控股权 也就是51%以上的股份 接下来怎么打这个仗 必须听我的 当然 你成少还是军中统帅 调兵遣将打仗的时候还是你来 还有 改名为开心团 窝窝团这名字太难听了 你要是同意了 我就考虑给你投资一个亿 这是第一笔投资 无底则 亏了算我的 本来听前面成名 还有点不乐意 这不相当于 把自己养大胆 拱手让人吗 但后面听到 还是自己当家 而且还是不用承担风险 这便宜也太好了吧 这江楚就不怕他卷钱走人 要知道 这随便花点小手段 就很容易办到 对方似乎看穿了他所想 当然 你也可以卷钱走人 不过这一个亿 我还没放在眼里 大不了到时候 我换个人罢了 不 绝对不会 我为了等到那一天 已经耗费了多少心血 我愿意接受江少你的条件 那投资 放心 前这几天就能到公司的账上 到时候会有人联系你的 江楚看向周芷晴 秦姐 你比我大 我叫你一声秦姐可以不 周芷晴开心点点头 当然可以 能得到江少叫生姐 哪怕今天借不到钱 我周芷晴也是心满意足了 哈哈 既然我能叫您生姐 当然不会眼睁睁 看着你的酒吧艺人了 发解你账号来一下 周芷晴美目一亮 当然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把银行账号说了出来 江少 我这边只需要两千万就可以了 温温 五 五千万 江少你 有人要欺负我秦姐 多出来三千万 你该怎么打回去就狠狠地打 前面别让人觉得我秦姐好欺负 谢谢江少 真是太谢谢你了 明天我就把股份转让协议做出来交给你 周芷晴之前其实一直在忍着 现在哪里还忍得住 面露激动 如果不是看到何时运在场 说不定都当场想给江楚亲过去 以身相许了 不急不急 你忙完再说 江少大气 哈哈 虽然有点酸 觉得江楚给女人的钱是直接到账 而他们却要从公司转 但不管怎么样 证明人家确实有这个实力 心里面的石头 也终于可以落下 哈哈 看到你们个个都几千万上亿的 我后悔自己没弄个 什么项目出来了 不然也好沾沾江少这位财神爷的光 明伦开玩笑说道 其实内心久久震惊不已 本来以为 江楚顶多能拿出个一两千万 没想到 一顿饭下来 就好几个亿 这哪怕他大哥 都没这个魄力当场拍板的 这江楚 难道是魔都那边某个太子爷 可怎么会跑到水果省这边来读大学呢 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我们也是感谢伦少 要不是伦少你的引荐 我们怎么会结识像江少这种青年才俊 是啊 还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 来来来 让我们一起进江少一杯 后面的时间自然是皆大欢喜 何诗运看着江楚的目光 那是神采意义 仿佛看到的是他男朋友 被众心拱跃一般开心 江楚在上着厕所 正当甩边的时候 厕所门突然被打开 然后闪进来一道歉影 把他吓了一跳 因为想着大家知道里面有人 一般都不会开门的 所以他没反锁 连忙把拉链拉上 清剑 你怎么 是的 近来的不是别人 而是周芷晴 只见他面带笑容 媚眼如丝 诗诗然朝他走了过来 最后一只手扯过江楚 把他压在了墙壁上 他也是展开手臂 撑住墙壁 将那精致的容颜脸庞 压了到了江楚眼前 一只手轻轻地 把前面的大波浪头发 顺着耳间 撩不到了背后 露出那粉嫩的小耳朵下面 挂着一个金色大耳环 红唇微微张开 口吐香蓝 别怕 我只是想感谢一下江弟弟你 嗯 说完直接把江楚歌壁咚了 喝了点酒的江楚 此刻也不想那么多了 任由对方送上门搜刮一番 江弟弟 今晚 去姐姐家吗 姐姐家养有只猫 会后空翻哦 那个 改日行吗 周芷晴无嘴轻笑 为了避免嫌疑 江楚洗了把脸 先从厕所出去 好在众人都喝得差不多了 并没有人特别留意到 酒量不错嘛 何诗运坐在主驾驶上 开车看了旁边的脸红彤彤的江楚一眼 江楚现在都不想说话 他本来就是吃得饱饱的 从没想过喝酒 没想到 后面一个接着一个来敬他 一下子 就两斤茅台下肚 他上一试 也就一斤的酒量 现在得益于 加了点数身体强壮 但两斤下去 还是不免有些难受想吐 前面放我下车 车子停在一桥头边 江边的风吹得很大 江楚终究还是忍不住 到旁边吐了出来 才感觉好过了很多 结果何诗运递过来的一瓶矿泉水 竖了竖口 看我体贴吧 特意给你带水 江楚记得 他车后面好几瓶扔在那 而且都是开过的 懒得揭穿 还好意思说 给我加一堆菜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徒弟给师父加菜不正常吗 再说了 也就我爷爷可以得我加过菜了 你应该觉得 三生有幸才对 对了 筷子是我用的 给你加菜 算是间接接吻了 给你占了大便宜了呢 何诗运抱拳得意道 还间接接吻 我只感受到了一嘴肥油 你着打 他瞬间恼羞成怒 大长腿说踢就踢 哪怕江楚有点头晕 但还是两下就把他制服了 何诗运顿时有点脸红 你很喜欢这 妈 江楚连忙放下来 是你老用这招 嘿嘿 看不出来你还会害羞 这时候江楚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是李文静 喂 江楚 你在哪 我还在外面 发你信息没见你回 我担心你喝多了 江楚想起来是跟李文静说过 今晚出来吃饭的事 没事 我很好 马上就回去学校了 啊 可是学校这个点已经关了吧 江楚一看 居然十一点多了 学校大门十点半就关了 玩犊子了 江楚 要不你在外面开个房睡一晚吧 开房 他跟谁开房 这是莫语童大叫的声音 不是 江楚 我先挂了呀 拜拜 拜拜 挂了电话 女朋友 谁啊 我认识吗 有没有我漂亮 你管这么多 江楚直接跳上了桥头的栏杆 坐在上面 你干嘛 想不开啊你 下面几十米呢 何诗运大惊道 什么几十米 这是桥头 看清楚点 把你烟拿来 什么烟 我是好女孩子家家 怎么会抽烟 你 车上 万宝路 何诗运小嘴朝着江楚背影嘟囔了几句 样样地去车上拿来了烟 他也学江楚爬了上去坐上面 跟江楚排排坐 低头一看 下面果然是草地 只有两米多高 想拿一支烟出来 却被江楚直接整合抢了过去 你抽一根就行了 女孩子家家的 江楚学着刚刚她的口吻说道 咔哒 防风打火机 瞬间点燃了江楚嘴上叼着的一根香烟 一阵白烟吐出 瞬间就被江边的大风吹散 接着又吸了一口 而旁边的何诗运 手中拿着香烟 竟然忘了点 只是呆呆地看着江楚那远眺的侧脸 头发在风中飘逸 深邃带点忧郁的眼神 坚毅有力地轮廓 身上那股神秘气质 这一刻居然让她感觉到 小时候坐在父亲旁边的那种安全感 心砰砰直跳 何诗运 好感度加二 一只手对过来打火机 你们家主要是做什么的 啊 何诗运没想到 江楚突然问这个 连忙接过点了根烟 掩饰他刚刚的慌乱 电力 通信 酒店 房产等等吧 我还没毕业 家里人不让我多管这些 江楚直接愣了一下 好家伙 第一个堪称垄断 第二个将来也是发展势头勇猛 难怪说 和氏集团的地位难以撼动 单单一个电力 就不是其他集团能比的 师父 你女朋友是谁啊 这么多 问哪个 少来 当我三岁小孩呢 不过 你们男的似乎有点钱 都喜欢找好几个情人 我爸 就不止我妈一个女人 不过我很少能见到他们 他们个个都是 能独当一面的女强人 根本没时间玩什么勾心斗角的 这点我 倒是挺佩服我爸的 还有 我爸跟爷爷都是最疼我了 嘿嘿 说到这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江楚看了一眼 和氏孕眼中竟然有些许黯然 他不说 江楚也不问 就这么静静坐着 讨厌 没看得出来 我再难过吗 怎么也不问一下原因 你想说自然会说 切不懂风情的直男 这个时候 安慰几句 给个抱抱什么的 说不定这个女生就喜欢上你了 江楚笑了笑 他也有点想他爸妈了 重生第二天 他就打了个电话回去 他们虽然在农村 但一直都是很乐观 也很知足 听到他们开心的声音就足够了 后来告诉他们说自己 在外面赚了点钱 打了几万回去 把他们高兴坏了 当然不是江楚小气 而是有些事情 不能一蹴而就 话说夜深人静 有美女出现的地方 遇到流氓的概率 就是增大 老大 你看那有个漂亮妹子 哟 还真是 这相貌身材正点啊 兄弟们有艳福了 结结结 喂 美女 我们狗哥看上你了 一起耍耍 带你吃香喝辣开飞机啊 何时运回头看了一眼 秀眉紧紧皱起 这群混混 居然有七八个人 个个穿着黑色花衣 胸口上还特意解开几颗扭 露出里面纹身 不是什么财狼虎豹 就是青龙白虎之类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茶 走路摇摇晃晃的 估计还喝了不少酒 这种人最难缠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何家的人 何家 什么何家胡家 我黑狗不买海鲜 只吃海鲜 结结 我喜欢甜 哈哈 那群人大笑 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刚想拿手机喊人 却发现落在车上没拿 这下麻烦了 师傅 他们调戏 你徒弟我 何时运想的是 让江楚顶上 他去拿个电话搬救兵 打我的时候叫名字 现在这种情况 你就叫师傅 江楚头都不回淡定调侃道 嘿嘿 你不看看 他们来了多少人吗 看看你怕不怕 你先跟他们周旋一下 我去打个电话叫人啊 何时运跳下去 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那群混混大喊道 你们想跟我耍朋友 呸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看看你们什么鸟样 问问我男朋友 他同不同意 说完往车那边撒腿就跑 那群混混愣了一下 随后 看向栏杆上的男子 你是他男朋友 小子 你女朋友很调吗 自己跑了 把你一个人扔在这 石乡的你 把你女朋友叫过来 让我们玩玩 不然 你要是缺胳膊断腿的 可别怪我们手太狠 江楚微微叹了口气 转身跳了下来 重新点燃一根烟 狠狠吸了一口吐出 然后 把烟放在栏杆上 紧接着 主动向那群混混走过去 何时运拿着手机跑了回来 我打电话叫人了 他们很快就到 他话都没说完 看到远处直接震惊停在原地 只见刚刚那群混混 各个东倒西歪 躺在了地上哀嚎 地上居然还散落几把西瓜刀 为首的那个叫黑狗的 更是被江楚一脚踩在后背上求饶 而江楚则是轻松地拍了拍手掌 刚刚你不是说自己狠掉吗 大哥 大哥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饶了 我们这一次吧 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刚刚说 你们是什么黑狗帮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都是良好市民 拒绝赌赌赌帮 大大的良心啊 江楚放开脚 走吧 难道让我请你们喝茶 黑狗赶紧从地上忍痛爬起来 谢谢大哥饶命 谢谢 一群人哗啦啦一会 就没了影 让你的人不用来了 我可没肚子 再吃一顿夜宵 江楚走了几步停住 走啊 我喝了酒 还要你开车呢 啊 哦 何时运这才反应过来 跑过去抱住江楚手臂 眼神崇拜 我去 师父 你也太牛逼了吧 一个人把他们全都干趴下了 赶紧教教我那些武功啊 我想学 开车 去哪 学校关门了 随便帮我找个酒店 我迷讳 江楚真的有点累了 加上酒精上头 倒头就睡 好的 去酒店 我最喜欢酒店了 何时运眼神露出一丝脚狭 话说另一边 时间回到饭局结束后 明伦第一时间就回家 找了他大哥明楼 并把今晚江楚的那些话 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 明楼眼睛猛然睁大 然后又微微眯起 一个大三的男生 居然有如此远见 而且出手还如此阔绰 动不动就上意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大哥 你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多去买店 明伦大哥明楼 已经将近四十岁 但留着一头乌黑的大背头 整个人帅气沉稳 皮肤也是很好 看起来竟然像三十岁一般 此刻沉默中思考许久 小弟 我们明家现有的资金 大部分投入到了电脑城和批发市场上面 剩下那些钱必须留着 以防万一 酒庄 山庄 那几个车城和施工队 也是需要巨大现金流的 对于买地皮这件事 我并不十分看好 虽然有升职空间 但有可能回本太慢了 如果没有政策下来 我们拿下那些地 有可能就是一文不值的废地 稳妥起见 我觉得 还是把钱投入在我们明家熟悉的领域 关于这点 我跟爸和你二哥都商量过 这是我们一起得出来的结论 可是大哥 我刚打听了一下 有传王氏集团那边 已经决定了 囤地投入房地产了呢 现在二哥还在位 万一错过这次机会 以后恐怕就没我们集团什么事了 明伦明显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奈何集团里 轮不到他一个人做主 王氏集团那边 囤地是当然的 他们本来就有自己施工队和建筑公司 他们拿的那些地 都是花了大代价的 如果还想建楼 怕是再多的钱都不够烧的 可是 明伦 大哥知道 你也是为了家里操心 辛苦你了 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了 今天也通过了其他股东的同意 你好好经营 好车程就行了 这段时间的成绩不错 大哥我看好你 明伦无奈叹了口气 但心里却想到了 出手阔绰的江楚 机会难得 他不想错过 趁着江楚睡着 何世运偷偷出去打了个电话 是给他大哥的 同样也是把今晚江楚说的那些话 大概告诉了他 对方听到后大为震惊 这些话都是他口中说出来的 而且出手就是几个亿 是啊 大哥 我感觉他跟你说的差不多 所以特意给你打这个电话的 不 是他了解的比我还多 清不清楚他底细 算了 我自己查吧 要不是大半夜的 你又说他喝多了 我真想马上跑过去见见他 哥 他就一个跟我同级的大学生而已 至于嘛 你可是合家接班人呢 何世运话是这么说 但看向车里睡着的那个男生的目光 满是赞赏 他可是知道他大哥从不轻易夸一个人的 他既然这么信任 你给了你一个亿 看来是真的对这个水果基有信心 世运 就按他说的去办 成立公司和投资的事 你找金书 他会帮你解决的 他的话让我有了些启发 我找爸他商量一下 先挂了 大半夜的找老爸 这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他不知道 无疑一个电话 竟然也是帮了他家里一个大忙 不知道过了多久 醒醒 到了 江楚眯着眼睛睁开 直接下了车 抬头一看 是一家酒店 直接走了进去 嗯 不去前台办手续吗 不用 这是我家开的酒店 本来还过得去的江楚 没想到就瞇了一会脑袋更晕沉了 这系统也不来点什么谦卑不醉 或者可以把酒气逼出来的技能之类的 找到了房间 推门进去 直接去到阳台 居然是一间江景大床房 嗯 位置还不错 谢谢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碰 门口被何时运关上 还上了反锁 江楚也是愣了一下 你干嘛 还能干吗 准备睡觉啊 何时运说着 双手交叉放在衣服下面 竟然要脱衣服 你等等 江楚就瞬间醒了大半 何时运停住手 一脸疑问看向他 这房间不是你开给我住的吗 是啊 我也住这呀 可这只有一张床 这是单人房 嘿嘿 没办法 没房间了 这是大床房 将就一下吧 说着竟然直接脱衣服 性感乃汽车灯下 是盈盈一卧腹肌小马甲 接着弯下腰 这姿势 是还要脱裤子 江楚赶紧转身过去 西西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我先进去洗啦 但后面传来哗啦啦的水声江楚 才回过头 看到地上除了T恤牛仔短裤鞋袜 还有一件黑色蕾丝纹胸 以及那小片布料 这家伙 真的全脱了啊 江楚 要是莫语童他 倒不介意看一下 毕竟他们除了最后一垒 差不多都做过了 但这个河诗运可不是 而且 他还是河家千金 有些传上去 容易下来难 出去自己开一间房 发现没带身份证 只能作罢 睡沙发好了 浴室的磨砂玻璃 虽然看不透 但是却能看到一句曼妙 在里面快乐地洗澡 江楚何曾受过这种诱惑 欣赏一阵之后 感觉对方要出来了 连忙假装跑到阳台 去抽烟等待 我洗好了 到你了 江楚回头一看 何诗运裹着浴巾 光着脚丫子 就走出来了 肩膀胸口处露出 光洁嫩滑的肌肤 和精美式锁骨 再想到刚刚地上的 那道黑色闪电 此刻里面已然毫无屏障 让人一阵头大 到江楚可没他那么奔放 在里面才脱了衣服 一身酒气和汗臭 洗了个澡 果然舒服很多 但在他想穿衣服的时候 才发现连浴巾都没拿 上一世也是习惯了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住酒店 洗完澡 直接裸奔出去了 现在才想起 还有个合适运在外面 怎么办 难道要穿回这些患了的衣服 可刚刚为了方便 一会洗好晾干 已经泡水了呀 算了 让他帮拿一下吧 喂 干嘛 那个 能不能帮我个忙 拿下浴巾 和诗运眼睛一亮 露出小得意 啥 你没拿浴巾 你不会穿之前的衣服出来吗 衣服我泡了 能穿还用得着你说 我不拿 你自己出来拿 我保证不看你 嘿嘿 对了 门口外面有我穿过的衣服 你倒是可以试试 看看你穿女装可不可爱啊 江楚 下画线 不用看就知道 那家伙在得意的偷笑 故意看他出丑 不敢啊 不敢那就在里面睡吧 哈哈 何诗运 信不信一会 我出去把你某某了 赶紧给我拿来 哎呦 好怕怕啊 我就不拿就不拿 有本事你出来啊 其实你也不用穿的 我一个笑话大美女都不怕 难道你不想今晚发生点什么吗 放心 我不会怪你的 嘿嘿 就是吃准了 江楚不敢对他怎么样 各种随意挑逗嘲讽 江楚被气得不轻 脑子快速地转响着各种办法 有了 他进来的时候 记得插卡的位置和开关 就在浴室门口旁边 只要伸手过去 就能够到了 他想过 只关开关就好了 但后来 又想到 床头那边 也是可以控制的 万一那何诗运 要整他从那边开 还是不行 所以 只要把卡拿掉 过一会就会断电 随便怎么样 开关都没用 他就趁机 去对面拿浴巾 就这么点大的地方 浴巾也是挂外面 哪怕是摸黑 他也能摸来穿上 就这么办 马上就伸手出去拔了卡 怎么样 想好了没 穿的女装而已吗 司马懿当年不还是穿了 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刷 房间的灯 突然全部都灭掉 江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 成功摸到了浴巾 可就在这时 刚刚还得意万分的何诗运 居然传出了害怕和哭泣的声音 音音 江楚 你在哪 我好怕 你在哪 能听得出 那不是假装的 已经有点颤抖了 这家伙 居然有幽暗恐惧症 江楚就犹豫了一下 他哭得更厉害了 别怕 我在呢 江楚 你到底在哪 好黑啊 我好怕 呜呜呜啊 听声音 应该是撞到桌子了 你别动 我就在你旁边 我去找你 已经拿了浴巾 本来打算先放卡回去的 但摸过去 需要点时间 想了下 还是决定先去安慰一下他再说 顺着声音摸了过去 他已经哭得有点失控 别怕 我来了 很快 刚想道歉 对方却貌似没发觉 只觉香气扑鼻而来 紧接着 是一道柔软的身躯 扑到他的怀中 身子更是被一双光滑细嫩手臂 紧紧抱着 何时韵这才如释重负 停止了大哭 但仍是止不住地在抽气 小锤锤打在胸口 江楚 你混蛋 你混蛋 怎么这么慢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怕黑 他一手放在他裹着浴巾的蛮腰上 一手摸着他头发 给予安慰 带好一会 何时韵才慢慢平静了下来 好些了吗 嗯 那我去插卡开灯 不行 你不许走 再等会 再给我抱会 听声音又恢复了那一份野蛮 估计没事了 你这家伙 天不怕地不怕 居然怕黑 你管我 小时候我做噩梦 害怕那些大怪物一关灯就来抓我 所以我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抱着我爸的手睡觉 可突然有一天他出差了 妈妈又忙到很晚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睡 但我不敢关灯 只要黑黑的 我就会很害怕那些怪物来抓我走 所以我睡觉都是开灯的 哪怕后来我妈知道 后来陪我睡也不行 只有我爸爸 可以让我关着灯 不会害怕 可是 我长大后 就再也没有过 江楚 你会不会笑话我胆小 不会 你其实心里很想笑我对不对 没有 你女朋友是谁啊 又问 我知道 是墨雨童对不对 你们都亲嘴了 你喜欢他哪点 大长腿吗 我也有啊 别闹 西西 不对 你之前打电话 是给李文静打过去的 他不会也是你女朋友吧 你偷看我手机记录 嘿嘿 就随便看了下 还有 你骗我 你居然有两个女朋友 而且还都是笑话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之前我说过很多个 很多 有多少 呃 应该几十个吧 吹吧你 还几十个 建议多一个不 谁 你 不染脸 我还是去开灯吧 不行 你知道床在哪吗 嗯 那 你抱我过去 江楚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他公主抱了起来 根据记忆很顺利 就把他放到了床上 就在抽出手的时候 何诗运突然紧紧抱住 不行 你不能走 我怕 主公能忍 关羽不能忍啊 我还是去开灯吧 一会我睡沙发 不要 你上来 先陪我说说话 一会再去看 江楚无奈 只好上去枕着枕头 靠在床头上 何诗运抱着他的手臂 并把脸也枕在上面 那些大怪兽长什么样 惹那些大怪兽可恐怖了 有的是会张开大大的嘴巴 像无底洞一样 有的有长长的爪子 伸手就能把我拎走 有的身上是长长的绒毛 看不见脸 还会扮成老奶奶 讲人话 然后把小孩抓走去吃掉 江楚听着有点想笑 这些故事 估计很多小孩小时候 都听大人讲过的吧 没想到这家伙长大了 也这么怕 奇怪了 为什么我抱着你 跟你说这些没有那么害怕呢 估计因为我会武功 怪兽一来就被我巴比 跳了吧 惹恶心 还吃怪兽 聊着聊着 不到一会 何诗运似乎就睡着了 而江楚自己也是 早已累得不行 闭上眼睛 也是很快睡着 何诗运偷偷睁开眼睛 感受江楚呼吸声 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 何诗运 好感度加实 居然还有倒嘴不吃的 嘻嘻 明天早上再送你个惊喜 早上 江楚悠悠醒来 这是要出人命啊 没想到何诗运居然早就醒了 一脸调皮的凑了过来 手还往后捋了捋长长的秀发 醒了 嘿嘿 你什么时候醒的 我也是刚刚醒 我说 你是柳夏慧吗 昨晚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什么都没做 难道我不够漂亮 不足以吸引你 没有 你很漂亮 那你干嘛碰都不碰我一下 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去采缝纫机 但小鬼 我又不会怪你 江楚 夏化现 信你才怪 明明是他自己 昨晚想亲想碰都不给 江楚想到 上一世有个倒霉的家伙 都洞房了 还被判了个罪 反正你不主动 我也不主动 咱神毫不缺女人 何诗运目光 放到了江楚上半身上 眼睛睁大露出惊讶 真没看出来 平常瘦瘦 若若丝丝纶纶的 居然还有八块腹肌 不得不说 这身材比我见过那些 撸铁的一大块 一大块的好看多了 瞧瞧 一副很有爆发力的样子 那必须的 十公里的全副武装持久 一秒十全的速度 牛笔布 试试 江楚 就吹吧你 何诗运话是这么说 但目光还是激动和欣赏 江楚看到何诗运 突然放手到腰间 要解开浴巾 眼睛都瞪直了 这是要干嘛 刷 微微失望的是 这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在里面穿上衣服了 白色莫胸 和一条超短的热裤 何诗运看到江楚 吃别失落的表情 非常得意 想不到吧 大四郎师傅 是不是以为什么都没有 嘿嘿 你说 师傅你几十个女朋友 这么花心 你性宠得过来吗 说说而已 当然 有这么多 我也不介意 做梦吧你 你以为女人都是傻子 看到你都三个女朋友了 人家早就跑了 你有没有跟莫语童他们 那个过 没有 真的吗 那我要成为你第一个女人 要不就现在吧 何诗运居然扑了过来 那绝美容颜俯视而下 对着江楚的嘴 就是一顿亲 江楚那是一个卧槽 这大早上刚醒起来 血气方刚 这哪个干部受得了 这个时候 什么何家 什么狗屁危险 都抛在脑后 这可是对方主动的 首歌到的东西 江楚一脸猛逼 逼 你来那个了 何诗运已经脸红到耳根 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江楚那是一个卧槽 你这家伙 故意的吧 我一下子忘了吗 何诗运看着江楚脸上 无奈扑刺一笑 对不起吗 是不是觉得很生气 江楚给了他一个白眼 这不明显的 何诗运扶手道歉 立方 等于等于 江楚选择了原谅 何诗运很累 侧脸贴在了江楚胸口上 再次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来电吵醒了他们 不是他的 何诗运接了说了几句就挂了 江楚 我哥说想见你 你哥 见我干嘛 江楚心想 不会这么快就被活捉了吧 不过这酒店都是他们合家的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放心啊 不是我们俩的事 我谈的恋爱 我哥是不会管我的 昨天晚上 我跟他说了一下 你在饭局上的那些话 他刚出国了 等他回来说 再约你 我还有点事 得回家一趟 都是你 讨厌死了 就不能放外面去吗 我刷牙去了 那个 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还有下次 想的没你 哼 心口不一的女人 当着江楚的面 穿起了衣服 我没衣服 怎么出去 我是谁 早就叫人给你带来好几套 沙发上 江楚抬头一看 果然好几个袋子放那 美好的一天 江楚自己打车 回到了学校 此刻的他 俨然已经成为了学校的话题人物 尤其是女生 在路上看到他就两眼放光 直呼好帅 远远看到 宿舍楼底下围满了人 不仅有拿着相机的 还有录像机 一看就是专业的 江楚一脸疑惑 这是来了哪个大明星吗 突然 一只手从旁边伸了过来 江楚出于终极格斗本能反应 立马反手一抓 把对方拉了过来制服 一看 大惊 全是吉梦西 怎么是你 放开我 便太难 吉梦西厌恶地挣脱着 江楚放开他 找我干嘛 吉梦西没好气看了那群人 又给了江楚一个白眼 跟我来一下 江楚 下画线 还是跟了过去 吉梦西把他带进了一间无人教室 还在后面把门口反锁起来 你干嘛 看到江楚 那紧张的表情 吉梦西鸣嘴忍住了想笑 这变态难那种事 都做得出来 居然会怕他 江楚被他那奄然一笑 看得呆了一会 今天吉梦西穿的是 一件白色短袖 衬衫系着一条黑色领带 衬衫中间 被顶出两个鼓鼓 带着褶皱 下面是其西白褶裙 妥妥的学院风 难得看到那比之光滑的大长腿 下面是一双小白鞋 看起来 让人觉得无比庆幸 刚当那些人你也看到了 他们都是来找你的 江楚手指着自己 找我 不然呢 你没有上网吗 你那场篮球赛 已经被人全程发到网上 现在不管是什么省队国家队 还有国外NBA球探 都跑来找你来了 这下你可出名了 江楚 OmegaLL 没想到 一场球赛 居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把他视频拍上去的 放心 学校已经通知警察了 一会他们估计 就会来把那些人请出去的 这毕竟是学校 江楚松了口气 如果那些人一直堵在那 他还真没办法 看来 得考虑一下 买套房子了 那你找我的目的是 你是不是应该先谢谢 我把你叫过来 不然你这么过去 肯定被那些记者外人们围攻的 江楚会议一笑 先把功劳给算上 接下来 肯定有什么事需要求他了吧 这点小伎俩 还想坑他 转身就走 不说是吧 那我还是回去好了 我还没试过被记者采访的感觉呢 肯定很不错 吉梦西没想到 对方居然宁可回去 也不跟他谈 好歹他也是校花第一 多少男生想要跟他单独相处 都没这个机会 这江楚也太不知好歹了 但想到校长布置下来的任务 他不得不努力挤出强颜欢笑 好 我说 我找你的目的是想 你能加入校队 并且成为校队的队长 江楚一愣 这不跟外面那些人诉求一样的吗 感情是他把自己掀过来截胡了 江楚 其实你想一下 这样对你也好 成了校队队长 接下来肯定会代表学校出去打比赛 你篮球技术这么棒 想必到时候 肯定会在赛场上一鸣惊人的 这是堂一炮弹都过来了 江楚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他加校队 仅仅因为这个 这也太勉强了 没兴趣 你也说了 外面那些人不是省队 就是国家队 甚至还有NBA球探 我去加入他们岂不更好 干嘛加个校队 吉梦西没想到 这江楚居然这么难缠 秀眉一簇 忍着的脾气终于爆发了 江楚 这是校长下的命令 你必须加入校队 手中拿出一张纸 就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 江楚大概知道了对方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着 让他加入校队 怕丢了学校面子吗 如果一开始好好跟他说 他断然不会为了这点事拒绝 但 现在这个吉梦西居然要挟他 当他什么人 嘴角弯起一抹坏笑 校长的命令是给你的吧 我不签 你又能奈我何 你 吉梦西觉得 眼前这个江楚 就是个神经病家流氓 一直以来 哪个男生见了他 不是礼貌有加 哪里这般无耻 一时间气得大白兔高低起伏 江楚摆摆手 抬一脚就走 还有事吗 没事我先回去了 刚走到门口手伸出去要开锁 等一下 你到底怎么样才肯签字 江楚回头冷笑 就你这态度 怎么样我都不签 吉梦西双手捶在腰前 低着头 咬着嘴唇 一时间居然阴阴阴掉下了眼泪 这一下直接把江楚看猛了 卧槽 这笑话第一家才女啊 怎么说哭就哭 其实这怪不了吉梦西 她也是个富二代 家里有钱 但她自己从来不靠家里帮忙 为人性格也是无比傲娇 高考的时候 因为有一刻忘带准考证 直接是缺考了 但她那成绩 仍旧是考上了这所一本大学 骄傲的心 让她觉得 复读就是一种耻辱 只要肯努力 哪所大学对她来说都一样 美貌与才智双全的她 更是得到了许多男生的追捧 因为她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很大 从来没人像江楚那般奚落她的 尤其是 这次是校长第一次给她布置的任务 想着无论如何 也要做好给她看 没想到遇到江楚这种浑蛋由敏不尽 一时间 她竟然觉得自己无比委屈 干嘛 不签字就哭 少来这套 江楚也是无语 那你怎么样才肯签字 江楚假装思考了一下 你看 你是校花第一世吧 多少男生喜欢你 你要是亲我一下 我立马就签字 你 你说什么 要我亲你 吉梦西带着眼泪的脸上 此刻睁大了眼睛 似乎还带着隐隐怒气 江楚以为触犯了对方眉头 赶紧开门要开溜 江楚 你等一下 我亲 江楚身体已经走出一半在外面了 此刻不由地带住 她居然答应了 你进来 把门关好 繁琐 江楚一步步照做 无比乖巧 吉梦西走到她面前 一脸决然地看着她 是不是我 亲了你 你就签字 当然 我说话算话 她深呼吸了一口 紧紧闭上了眼睛 似有不甘 慢慢地抬头伸脖子亲了上去 却突然扑了个空 睁开眼睛 只见江楚已经不在她眼前 签好了 没事别来烦我 江楚说着 开门走了出去 诺大的教室 只剩下几梦蜥蜴人 她呆呆地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这个江楚 居然走了 她可是堂堂笑话第一 多少男生为了追她 又是送礼送花 甚至更疯狂的事都做过 最后都被她拒绝了 但现在 她第一次主动亲一个男生 对方居然走了 难道她的初吻就这么廉价 让她这么无所谓 是了 想到昨天篮球赛那些女生的疯狂 她还真不缺女人 就连她的死对头墨宇童 也在为她摇旗呐喊 还有一点也不逊色于 她从不跟异性接触的李文静 大姨可爱学妹周星仪 三大笑花 似乎都对她有着不可捉摸 暧昧情愫 这个江楚 到底有什么魅力 不知道她出手的话 能不能把这个江楚拿下 该死 想着干嘛 一个学渣 而且还是个变态男 看着那张协议上 牵着江楚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这么丑 谁喜欢谁要去 不过 她居然嫌弃她的初吻 以后一定让她好看 哼 锦梦西 好感度加时 锦梦西 好感度加时 话说江楚从教室出来 暗道可惜 笑花第一记梦西的吻啊 说不定还是初吻 当时也是在艰难的抉择 但她不喜欢勉强 所以放弃了 没想到这样反而能令对方 好感度上升这么多 真是意外之喜 其实应该亲过去的 反正都是变太难了 少个五分有啥关系 算了 都审好了 挥手一堆女人根本不缺 回到宿舍楼下 那群人居然还在 真是头痛 大家快看 那不是那场比赛上 江楚的对手徐坤吗 去采访一下 他谈谈被江楚碾压后 什么感想也不错 是啊 走走走 八栋宿舍 就在江楚他们宿舍后面 不远的地方 因为昨天那个视频 徐坤也跟着出了名 只不过在学校出名 躲在宿舍里面躺了一天 觉得今天风声过了 才跟戴维军师一起下来 准备去练跳舞 徐坤脸上怒气满满 哪怕脸上刮了层粉 也掩盖不住那猪肝色 江楚这个乡下猪 害本少待在宿舍 一天不敢出门 要不是戴维你说要低调 我才不怕那些杀笔说什么呢 坤少 再坚持几天 马上就到校庆了 这几天 我们就是要低调 风头 让江楚一个人出得了 树打招风 枪打出头鸟 他蹦倒不了几天 我打听了 昨晚他一晚上没回来 想必是 已经开始风流不羁 来者不惧的生活了 姐姐 倒是便宜这个乡下猪了 本少也是好几天没开婚了 听说那个锦蒙熙是校花第一 徐坤正迈着六亲 不认不乏走着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一大群人 黑压压 气势汹汹地朝他冲了过来 快 活着这个徐坤 一定要拿到头条热点 徐坤眼睛都瞪大了 卧槽 这他妈什么情况 快 坤少 快回宿舍躲起来 一会上了媒体 你家里人就知道 你在这的事了 草 谁在坑我 我一定饶不了他 徐坤转头撒腿就跑 而戴维则是义无反顾地在后面 军师你好样的 我先走了 你一定要顶住啊 戴维含着泪 仿佛要永别 徐坤转头瞄了一眼 看着媒体大军 快要把戴维埋没 心里盈盈有些感动 这五百万花的值了 紧接着就传来了戴维的喊叫 他住在巴栋 你们快追啊 噗 徐坤差点跌了个亮枪 一口老血喷出 卧龙老二 你跟我等着 晚点再给你算账 江楚远远看见 差点没笑喷 好在宿舍楼下没人了 他终于可以回去了 围攻徐坤那些记者们 整整堵了半天 后面也被随之而来的 制服大队请了出去 徐坤后来才弄清楚了事情起因 都是那个乡下猪惹来的货 徐坤把喝了两口水的杯子 狠狠砸地上 怒火中烧 然后双手抓住戴维衣领 怒喝道 你刚刚怎么可以出卖我 戴维非常淡定地狡辩道 在那一瞬间 我突然想到了一招借刀杀人 所以才让那些人 跑去找昆少你的 什么借刀杀人 让他们来杀我吗 不不不 我意思是 那些人都是来找江楚的 昆少你也看到了 连国外NBA球探都来了 如果那小子被采访到了 这得造成多大的轰动啊 说不定会上全国新闻头条 这岂不是让他风投出境 而且说不定李文静小姐 他也会对他产生崇拜之情 很不利啊 所以 我使出了一招借刀杀人 让昆少你把那些人引走 现在江楚那家伙 想必恨死我们了吧 这难道不是一花街木 生东击西 什么狗屁借刀杀人 徐坤放开了戴维衣领 脸色好了许多 让你瞧瞧 什么叫借刀杀人 我已经当墨语童说了 两天内必须完成任务 我没那个耐心等一个星期 昆少 那叫美人计 徐坤 下话线 哎哟 昆少 别打脸 魔都 一栋百层高的大厦上 一个穿着高级定制西装制服 穿着黑丝高跟大长腿的中年女子 浓密的头发 挽着一个发际 被梳得一丝不苟 相当精致 经典的瓜子脸 脸上的皮肤 哪怕是四十多岁了 看起来还如三十岁一般光彩动人 想必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个极其漂亮的女人 脖子上戴着一串极品南海大珍珠 手指上更是跟着两枚晶莹剔透的红宝石 显示她无比高尚的地位 她的后面 站着一个极品漂亮的年轻女秘书 戴着一副半矿眼镜 身材玲珑有致 加上OL黑丝制服 站着一动不动 非常专业 夫人 少爷那边有消息了 红书安排她转学到了水果省西大 目的是想接近一个叫李文静的女生 您看 要不要把少爷他们叫回来 中年女子摇晃着手中红酒杯 血红酒液在里面泛起波澜 但却始终逃脱不出杯子 她缓缓说道 这家伙 就是让我这当妈的不省心 其实她只要安安静静地当她太子爷 就可以继承诺大的徐家了 她那废物哥哥徐菜 还以为稳坐钓鱼台 可只要有我在 这继承人的位置 她想都别想 李文静嘛 没想到那老头居然舍得 让他心甘宝贝一个人 跑去那穷乡僻壤的地方 昆儿既然有此目标 那就让他折腾去好了 如果能拿下 那也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李家那边发现了少爷的目的 必须第一时间让他回来 千千 那些网站媒体 是 夫人 我都让他们把有关少爷的视频删了 您放心 嗯 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 你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 其实我更希望让昆儿把你娶了 当我媳妇 千千脸色惶恐 公身低头 千千本是孤儿 是夫人 您把我从那恶魔地方救出来的 千千一辈子都是夫人你的人 至于其他 千千从不敢妄想 哪怕终身不嫁 能陪在夫人身边就够了 中年女子点点头 眼神中闪过一抹狠辣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谁要是敢欺负她 我定让她知道 我手段 学校舞蹈练习室 几个打扮得时尚性感的女生 正在看着墨宇童跳极乐净土 也包括他们的指导老师 所有人的眼神中 都透露着激动和喜悦 天哪 这舞蹈变得真是太好了 是啊 我敢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舞跳出来了 说不定能拿个一等奖呢 不仅舞蹈好 而且那首音乐 简直就是量身定制一般 简直太棒了 那个音乐系笑话周星仪也很厉害 居然一天就把歌落好了 指导老师也是没想到 让他焦头烂额的事情 居然被一个男生给解决了 墨宇童跳完后 一身大汗 哪怕扎着高马尾 额前依旧贴着几根乌黑的头发 脖子下的汗水 在白皙胸前顺流而下 却有两部分 遇到那高耸 转会进那无尽裂缝 辛苦了 宇童 喝点水 没事老师 这是我该做的 来 我们集合一下 所有女生都排成了一排 现在事情已经解决 我们得感谢墨宇童为此做出的努力 如果这次演出成功 它绝对是我们所有人中功劳最大的 每个人都鼓掌 按照规定 这编舞和歌曲都必须署名 既然宇童你说 那个江楚不愿意写自己的名字 你就先写个笔名上就好了 也替我感谢一下他 听说他篮球很厉害 没想到还会写个编舞 真是难得的人才 好的 老师 墨宇童很开心 脑子里浮现出江楚那天跳舞的画面 更是差点忍不住想笑出来 你们先休息一会 一会接着练 解散 几个女生马上就跑过来 对墨宇童各种赞美 宇童 那个江楚是不是喜欢你啊 对你太好了怕 要是哪个男生能给我写出这么好的歌 还有编舞啊 我立马答应当他女朋友 是啊是啊 而且他长得超帅 你要是哪天 不要了 记得告诉我我去抢 嘿嘿 去去去 人家江楚看得上你吗 要凶没凶的 说不定人家就好我这款呢 很多读者大大也喜欢A凶的呀 多可爱 墨宇童正开心的时候 电话响了 我去接个电话 拿到手机一看来电显示 本来开心的脸色 瞬间就沉了下去 本来开心的脸色 瞬间就沉了下去 拿着手机 走到没人的地方才接通 喂 我们坤少等不及了 最迟后天 你必须把上次说那是完成 可是 嘟嘟嘟 后天前 那岂不是只有两个晚上的时间 电话又响了 妈妈打来干嘛 喂 妈 宇童啊 你爸他刚刚上班好好的 突然就晕倒了 同事送他到了医院 医生说他肾有问题 最好换肾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 之前去体检你不说好好的吗 墨宇童脸色已经变白了 妈 没事的妈 现在爸他怎么样 醒了吗 嗯 醒了 但还出不了院 医生说要观察一下 听到这墨宇童脸色才稍稍好了些 女儿 我知道那个江楚他很有钱 我也看得出来 你们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但现在 你爸这情况 后面肯定需要一大笔钱 你看能不能请他帮帮忙 或者 那个车他送给你的 可不可以拿去卖了 然后 妈 钱的是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你跟爸说让他好好休息 不用想太多 好 你爸这没事 有妈照顾着呢 啊 那妈不打扰你了 先挂了 墨宇童挂了电话后 马上回播了之前那个过去 喂 我想知道 我爸那慎原什么时候得 我爸他 现在已经住院了 等你完成任务 我会告诉你的 现在你别无选择 嘟嘟 墨宇童无力捶下手机 内心在苦苦挣扎 最后还是选择重新拿起手机 播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号码 喂 江楚妈 你今晚有空吗 没什么 想感谢一下你 上次 你不是想要我给你按摩吗 刚好我今晚有空 不然后面 要排练你得等很长时间了 我没事 就刚跳完舞 有点累而已 好 那晚上见 挂了电话 墨宇童情绪相当低落 轻声默念 对不起了 江楚 宇童 哦 好 我这就来 江楚那边挂了电话后 无比兴奋 墨宇童要给他按摩 这幸福 简直来得不要太突然 正好跟他说一下 建一个投资公司的事 晚上九点 快到约定的时间 江楚开开心心 准备出门 江楚 什么是这么开心 啊 有吗 嘿嘿 不说 我也知道 现在你一天上百条短信 都是那些女生在约你 更别说那对电话 都打到我这来了 是去约会吧 我也有 我叫微微约 我喝奶茶 向华一脸嘚瑟 江楚眉头一皱 这家伙 是有点陷进去了呀 怎么 你这家伙是见不得我有女生约啊 啊 没有 走吧 一起下去 两人刚出宿舍大门 就看到一个庞然大物 带着余阵朝他们跑了过来 江楚 我等你好久了 江楚咽了咽口水 眼前女生体积庞大 体重应该可以用蹲坐单位 两条小辫子 更是把纯情反差到极致 向华已经不忍直视 甚至有点幸灾乐祸 幸好不是找他的 你等我 嗯是啊 人家送你的礼物 收到了吗 那可是人家带过的哟 没洗呢 欧夏华先哦 礼 礼物 什么礼物 就是那个文凶呀 人家穿的是F呢 不 零 哦 向华想到那文凶 他还深呼吸闻了一下 至今躺在抽屉 没想到居然是这货的 当然就忍不住干呕起来 向华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 我要带他去看医生 先这样 江楚拔腿走了两步后 就跑 卧槽你大爷 老子这病人还在呢 等等我 两人跑了好远才松了口气 卧槽 出师不利啊 差点给送走了 你小子还藏着人家文凶的吧 笑你媚笑 回去老子 就扔了去 不跟你扯了 我叫薇薇说不定等我了 向华走后 江楚也来到了停车的地方 想着今晚莫语彤 应该是在车上给自己按摩吧 然后再轻轻干点啥的 来了 上车吧 江楚看到莫语彤 居然坐在驾驶位 而且发动了车子 他上了副驾驶后 一脸不解 这是要出去 是啊 总不能在车里给你按摩吧 江楚 下画线 上次不就是在车里按摩的吗 只不过是他按 哄 半个小时后 净花水月 到了之后 江楚才发现 这里居然是一个豪华的江边民宿 而且 莫语彤还订了一个大床房 江楚进了房间之后 一时呆了 两米大床 还有如丛林般的主题布置 就连浴缸 也是设置成野外温泉模样 你这是要干嘛 怎么带我来这 莫语彤竟然面带害羞 你不是说 想要我帮你捏腿捶背吗 总不能让我到你宿舍去吧 也是 江楚不宜有他 到处看了下 有个大阳台 能看到外面的江景 难怪要八百多亿万 这可是在十年 水果省人均工资也就两千 算是挺贵的了 没想到 莫语彤居然专门开房来 给他捏腿捶背 心里面不由得一阵激动 这绝对是正经的 因为他们都带了身份证 帽子叔叔来了也不怕 此刻的莫语彤 已然洗过了澡 穿上了浴袍 围得严严实实的 除了手臂和锁骨 啥都看不到 这让江楚 安骂着酒店不地道 差评X2 他两手把那 刚用电吹风吹干的 乌黑秀发 往两边散开 一个扭头 把头发甩到一边 无比柔顺 还带着一丝性感 他脸上有点害羞和紧张 可能是刚洗了澡出来 红彤彤的 妩媚动人 江楚 你先去洗个澡吧 江楚点头 迈着沉稳的步伐 走进了浴室 关上门后 就开始快速解除装备 他发誓 这被子都没洗过 这么快又干净的澡 围着浴巾就跑了出来 这把外面 站在电视机柜子旁边的 莫语彤 吓了一跳 神色有点慌乱 你 你怎么洗得这么快 嘿嘿 不快不快 保证洗得干干净净的 你在干嘛呢 没 我打算找遥控器 开电视看看呢 莫语彤手中 拿着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江楚已经很自觉地 跳到了床上 拉了个枕头 很老实地趴了下来 面对电视 江楚想着 今晚的电视节目 肯定很好看 练舞蹈的女生 走起路来 连声音都没有 她加了点后 感知敏锐才知道 一阵香气袭来 没想到你外表 看起来瘦瘦的 里面 居然这么结实有肉 那当然 我还有八块腹肌呢 江楚没说慌 加了力量点数之后 身体会自动调解 自然便有了八块腹肌 吹吧你 话说你是怎么练出来的 教教我呗 你天天陪我做做运动 保证会有 嘿嘿 流氓 啥 这就完了 这不到两分钟吧 江楚一阵卧槽 嗯得我手都累了 真不行了 哦 哦 两人一起躺在床头看电视 墨玉童偶尔偷偷打量一下 发现江楚脸上写着 很不开心 最后忍不住扑呲笑了出来 不开心啊 没有 就差没写脸上了 哥哥哥 江楚心想 这不是废话吗 正经按摩也就算了 还特么的偷工减料减中 谁不气 补偿你一下了 怎么补偿 江楚一脸的疑惑 接下来 江楚的眼睛慢慢放大 仿佛看到一道光 照进了他的眼睛 难怪玉京包围的这么严实 原来那有乾坤 一套满级的白色装备 这得加多少攻速和暴击啊 莫宇童对江楚那直勾勾的眼神 很是满意 就仿佛是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一等奖一样开心 我们做个游戏吧 躲猫猫 江楚愣了一下 躲猫猫 直接莫宇童整个人 钻进了那层薄薄的被单 果然躲了起来 嘶 我刚刚被一只猫咬了 是啊 那怎么办呢 莫宇童一脸的得意 高昂着下巴 还故意微微张开嘴巴 露出性感的小舌头 舔了舔嘴唇 江楚嘴角慢慢上扬 露出坏笑 为了以防万一 这只猫必须给它打一针疫苗才行 不对 你被咬了 不是你应该去打才对吗 莫宇童脸上写着 不服气 我想打 但你有针吗 嘿嘿 不行 你那针探 啊 要关灯吗 不 别关 莫宇童脸色明显有点紧张 眼神瞄了一眼 电视柜那边方向 江楚当然也不想关灯 有光的世界才美好 嗯哼 那是上一世想都不敢想的事 如今得偿所愿 系统上也在那一瞬间 莫宇童 年龄 20 身高 171 体重 54 颜值 87加2 充电宝 加1 好感度 95 这都可以啊 还能提升颜值 不知道多来几次 会不会继续升高 而且 本来就达到93好感度的莫宇童 因为他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英勇善战表现 一举突破到了95 他现在知道了 这加了属性点数带来的效果 不仅能强身 更能强身 第一 恭喜您达成了系统条件 获得了9点属性 距离升级 还有4个目标需要达成 此外 必须提醒您 如果目标好感度到达100 那在目标身上的消费 只能得到100比1的返还 江楚梦了 那岂不是相当于花了100块钱 才得到一个点数吗 也就是现金的1比1返还 本来只想着 在一个女神身上耗点数就行了 他也不想当海王 都是系统逼的 看着床上的梅花点点 轻抚怀中的顺发 此时 莫语童已经累得睡了过去 但嘴角微扬 露出满足 第二天一大早 莫语童悠悠睁开眼睛 想到昨晚的疯狂 脸上浮满了红韵 醒啦 嗯 为什么没有打开相机 莫语童眼眸定住 突然想到了什么 猛然坐了起来 发现江楚手上拿着一台相机把玩 正是昨晚 他藏在电视柜纸巾盒里面的 你 你怎么发现的 莫语童看着眼前沉默不语的江楚 脸色有点苍白 心里面说不出的慌乱 手更是揉搓着被子 不知所措 没想到 还是被发现了 怎么办 他肯定会恨死自己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莫语童眉头紧皱 轻咬嘴唇 不敢看江楚的眼睛 最后 他还是选择说了出来 发生这种事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对不起 江楚 只有他们能帮我爸找到慎原 我担心没时间了 实在等不起了 莫语童说着眼已汪然 那你为什么不拍下来 我做不到 江楚 我喜欢你 真的 他们对你肯定不怀好意 如果我拍下来给了他们 说不定会让你身败名裂的 江楚与莫语童眼神对视好一会 最终把莫语童揽入怀中 轻抚秀法 傻瓜 就凭这些东西 他们还没能耐 让我身败名裂 不过 我想问你 你确定 他们已经找到适合你爸爸的慎原了 我不知道 他们说 只要我完成这次任务 就答应给我把安排 江楚眼神一冷 说不定他们根本就没找 是骗你的 什么 难怪他们一直不告诉我 那怎么办 江楚 这样 你听我的 学校门外一个咖啡馆 莫语童坐在靠窗的一个位置上 他对面是红书 你们好 这是你们的咖啡 服务员放下了咖啡就走了 红书喝了一口 才慢慢开口 想不到下手挺快的嘛 这年轻人果然抵挡不住美女的诱惑 东西呢 莫语童拿出一张相机的内存卡 递了过去 当红书想伸手拿的时候 他又缩了回来 我要知道我爸的慎原 红书脸上没有任何波动 面带微笑说道 放心 慎原已经找到 只要我一个电话 就能送过去 莫语童秀没一蹴 你先打电话 我猜给你 哈哈 莫语童同学 我想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走 大不了换一个女生 只要出的钱够多 找比你漂亮的女生 多的是愿意去做的 莫语童眼神在挣扎 最后才不情愿地 给了内存卡对方 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吗 嘿嘿 你当我傻吗 内存卡里面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 当然是需要验证过才懂啊 莫语童眼睛猛然睁大 不行 这什么地方 难道你想在这看 红书把莫语童的表现 看在眼里 心里面顿时确定了几分 拿出一台相机 把内存卡插了进去 然后打开来看 只见里面确实有两人 在做着运动 而且 那男的长得很像江楚 声音也随着被放出来 就看了一下 确认过了 就关了起来 很好 你做得很好 红书很是满意 电话 莫语童再次重复这两个字 红书拿起手机拨了过去 喂 打十万到他卡上 然后清除所有转账记录 什么 莫语童睁大了眼睛 整个人都站了起来 表情如线癫狂 我要的不是钱 你答应过是缘的 红书露出奸笑 你在说什么 这种事情是违法的 我怎么可能去做 给你十万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我先走了 在你那江楚没出事之前 你可以问他要点钱哦 不然就晚了 哈哈 红书走了之后 江楚从咖啡厅里面走了出来 我就猜他们肯定 没有找到你爸的渗源 江楚 那我爸他怎么办 现在才找渗源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及啊 莫语童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直接扑倒了江楚怀里抽气 别担心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爸爸病治好 莫语童文言 用手把自己推出怀中 两手抓着江楚手臂 带着眼泪 抬头看着江楚的脸 一脸激动 江楚 你是不是认识什么神医 能治好我爸的病 要知道 江楚这么有钱 他家里肯定不一般 说不定认识什么 医术了得的神医 能治好他爸的病的话 那简直就是太好了 但随即他就失望了 不 我不认识什么神医 但我自己会一点点 不过 我想先去看看你爸的情况 江楚这是在安慰他吗 没有神医 他会一点点医术 怎么可能医得好他爸爸 但如今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只能回去如实相告 让医院那边帮忙找渗源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但这都需要钱 江楚 你知道我爸这种情况 需要钱 我想 可不可以不要车子了 我想换钱 江楚一愣 这是要卖车 摸了摸他脑袋 没必要 钱我有的是 谢谢你 江楚 可那个内存卡不是空的吗 里面怎么会有那些 那个嘛 小电影而已 相机屏幕小 他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老家伙 喝了我特制的咖啡 估计可以一整天在厕所蹲着了 走吧 先去看看你爸的情况 洪叔出门后才没走几步 肚子就唧里咕噜的响 各种气体排出 面色难受 干 就知道不能喝这坡地方的咖啡 开车回去 快 刚上车关门就噼里啪啦 司机直接干呕 忍不住吐了出来 心里 把洪叔骂了十八代 因为墨建国病情严重 所以 早就转到了市区最大的医院 这倒是让江楚他们 省了不少时间 墨与同开的车 江楚打开系统 在医术里面 选了华夏国粹 弹出了一堆眼花缭乱的系统面板提示 扁阙医术 重锦医术 画陀医术 十八鬼针 葛红拳技能 孙思秒 药王拳技能 最后 江楚选了点数最高的 终极华夏医术技能包 一共要花九个点 噩地乖乖 瞬间觉得 昨晚的活白干了 希望物有所值吧 终极 消耗五点属性 要求力量十一 敏捷十一 体质十 天赋十二 精神力十二 注意 医术中的一些举措 比如针法 会消耗到您个人的体质 大约是就一千个人的生命 会消耗一点体质的概率 但小病小痛基数 可以小得忽略不计 请随时留意您的体质数值 卧槽 还有这说法 难怪以前有看网上有人说过 失真救人 会很好自身元气 看来这是真的 不过它有系统 这倒不怕 那就加两点体质 和两点天赋 两点精神力 点击购买 定 分配成功 购买成功 僵储 力量 十四 八 敏捷 十四 八 体质 八 八 加二 天赋 十 八 加二 精神力 十 八 加二 剩余点数 三十六 注 括号内为正常人平均数值 以获取 终极综合格斗技能 终极篮球技能包 终极音乐舞蹈创作技能包 终极华夏艺术技能包 一时间大量信息汇入脑海 持续的时间居然比之前那些技能包多久 还好它增加了点数 不然那身体跟脑袋 怕是难熬 随着汇入完毕 江楚感慨 这方面的知识 真是浩瀚如海洋 要不是有系统 估计一辈子也想不到 有那么多达破常规认知的地方 比如 肌粪有种叫肌使白 是很好的药 小朋友的童子尿 可以直腰闪等等 PS 神医只是剧情需要 跟篮球一样 不会写太多 只为了引出一颗笑花成千末 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在大自然里面拿来用 而对于所谓的肾衰竭 也是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总之 之前还不确定的话 现在了解后江楚 他可以有十分的把握 靠药和针就能治好 开车大半个小时就到了 墨建国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 马东梅正在小口小口地 给他喂着白粥 爸 妈 墨宇童远远看到 便冲了过去 马东梅夫妇 闻声望了过来 面露惊讶 宇童 你们怎么来了 墨宇童趴到床边 握住他父亲的手 爸 你还好吧 墨建国脸色有点苍白 但仍撑着面露微笑 爸没事 好着很呢 就是这身子差 拖累你们俩了 爸 说这话干嘛 我们都是一家人 叔叔阿姨好 江楚打了个招呼 江楚 来 你坐 马东梅早就让出了小板凳 不不 不用 我站着就好了 阿姨您坐 一直照顾叔叔您 肯定也累 我看你脸色肯定是一整晚眉的休息了 现在我跟宇童来了 要不您去睡会 爱建国他这样 我哪里睡得着 谢谢你来看我们 妈 没事 江楚说答应帮我们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马东梅惊讶地看了江楚一眼 其实他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自己女儿已经成人了 想必是给了江楚 正常来说 现在的社会 但凡知道对方家里 有这么个无底洞般的病耗子 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远离 即便是江楚这种有钱人 做出这种 选择他也不会怪对方 因为换做 是他自己 也会这么做 唯一能盼望的是 那车子是送给宇童的 他不收回去 这样卖了 还得点钱给建国医治 如今 没想到这个江楚 居然知道了 还一起过来 看来对方并非那些薄情寡义之人 正所谓 遇难之人心 心中对江楚的好感 上升到无可比拟的高度 谢谢你 江楚 但现在 你说说他 你们也是墨建国家属吗 这时候 穿着白大褂 带着眼镜的一个中年男子医生 走了过来 江楚看到前者胸牌写着 主治医师张洪亮 后面跟着同样穿着白大褂的 年轻男子和年轻女子 男子相貌一般 但脸上写着傲然 医生 张涛 而年轻女子 穿着白大褂 看不出具体身材 但那容貌却是相当漂亮 第一 系统检测到符合对象 成千墨 年龄 21 身高 165 体重 46kg 颜值 87 充电宝 0 好感度 10 居然有87分颜值 跟墨与同和诗韵 是一样的分值 想必 白大褂里面的身材 也是非同凡响 或许留意到了江楚的目光 停留在成千墨脸上 张涛的眼神 闪过一抹不喜 张主任 这是我们女儿 这是她朋友 张涛转眼看到墨与同后 瞳孔瞬间增大 仿佛看到什么袖色可参的猎物般 关于你父亲的情况 我已经跟你母亲说了 我们给出的建议是换肾 另外一种选择是长期做透析 但根据她的病情 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选第一种 但匹配适应的肾源 需要的时间很难说 如果你们有这个意愿 早点决定 然后我们会提交上去 还有费用这方面之前也说过了 根据你们自身的实际经济情况来 在对方说话的时候 江楚在一旁给墨建国把了脉 看了她脸色和身体各方面情况 听到最后 眼睛微微眯起 张红亮的话 全程说的都没什么毛病 但就是语气异常冷漠 就像再说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一样 这让本来心灵难过的马东眉 和墨与同听到后 脸色直接是苍白多了几分 说完话的张红亮 看到一旁的江楚 眉头一皱 你在干嘛 你也是学医的 哦 没学过 随便看看 没学过就别乱动病人 还有 华夏的医术 是治不好这种病的 唯一的办法 只有患肾 才能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 懂不懂你 这么说 哪怕是患了肾 也不叫治好 而是延长点生命而已哦 你怎么说话的 师傅他可是水果省 这方面的高级专家 他做患肾的手术 可以说是90的成功率 不知道救了多少肾衰竭的病人 给他们多活十年 简直是功德无量 哪轮得到你一个外行 在这指指点点 张涛迫不及待的手指 江楚骂道 成千末 好感度武 江楚微微摇了摇头 作为一个学者 本该虚怀弱骨 不断进取 作为一名医生 救死扶伤是本分 但把治病救人 当成是一种功劳来炫耀 简直可笑 更何况 本来一个可以恢复正常的人 给你医治后 反而只能多活几年而已 还要花一大笔钱 这 算什么救人 张红亮眉头紧皱 脸色刷得沉了下来 张涛看到后 第一时间怒气迸发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师父他刚刚去参加了 全国专家集一讨大会回来 被授予了省级院士称号 你知道这个称号多难得吗 再上一集 就是最高级别的国之名医了 尽管如此 这是多少当医生 都需要仰望的存在 还有 同样的肾衰竭病人 不透析的话 在大部分专家集的医生中 病人的存活期 平均只有五年 但我师父这是十年 是他们的两倍 张红亮白手道 哎 那些虚名不值得一提 我们本意就是能给病人活下去 话虽如此 但脸上明显写着高傲两个字 成千莫这时候开口了 看你年纪跟我差不多 而且你自己也说了 不是专业医生 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在这胡言乱语 口出狂言 师妹 他哪能跟你比 你可以笑花 而且 一般医生专业需要大学 五年才能出来工作 你现在不仅下西双修 才21岁 就已经把所有课程修完了 还是国之名医格老的高徒 前途不可限量 张涛很及时地拍了个马屁 接着转头看向墨语童 眼睛眯眯的 你是他们女儿是吧 要知道 现在只有我师父能就得了你父亲 但你带这个人来 非但不配合我们工作 还在这出言不逊 若是想换个医生 我现在就可以帮忙 毕竟我师父忙得很 病人可不止你们一个 马东没急了 不是 江楚他不是那个意思 张主任 年轻人说话难免有点值 希望您不要放心上 求求你救救我家建国 不管多少钱都行 张洪亮冷哼 这是钱的问题吗 巧妇都难为五米之吹 没有甚缘 我怎么给你们治 你女儿朋友不是 瞧不起我师父吗 那让她治好了 不过别怪我不提醒你们 我师父的号 以后可不会这么好挂道的 傲然写在张涛脸上 无不得意 哼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不仅害了你自己 更是害了你女朋友一家 成千莫冷冷说道 师妹说的是 马东没和莫语童 都不由自主看向江楚 他有钱不假 但这跟治病两码事 殊不知 江楚等的就是这句话 不然想要对方放手 还一堆麻烦 好 我治就我治 给你治我还不放心了 阿江楚 你治 马东没没想到 江楚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一时没反应过来 愣在当场 哼 不可理喻 我们走 张红亮一甩手背在身后 气冲冲地走了 张涛在后面 给了他们一张 无可救药的表情 成千莫也是皱着眉头 看了江楚一眼 便跟着一起离去 张主任 你等等 不是这样的 马东没急忙跑出来 把凳子都带倒了 妈 墨宇童赶紧过去扶住他 两人哀怨了许久 然后看向江楚 江楚 感谢你肯帮我们 我知道 我们需要你的钱 但你这 马东没虽然交集 但是知道 现在两边都不能得罪 而且说实话 那个医生说的那些话的时候 他也很不开心 但谁让人家是医生 家人的性命 都在人家手上 能有什么办法 怎么样都只能忍着了 阿姨 你们放心 我刚刚看了一下叔叔的情况 并没有想得那么糟糕 我有把握可以治好他 马东没跟墨宇童都是眼睛一亮 一副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 你说 你能治好建国 嗯 我小时候跟过一位高人 学过点医术 刚好这种病我会治 真的吗 可那肾源 放心 这根本不需要换肾 其实自己的肾才是 最合适自己的 不能说出了点毛病 就换个心的 江楚看向墨建国 说了一些平常日常会出现的状况 墨建国跟马东没多大惊 真的 你说的那些 就是平常出现的毛病 江楚你怎么知道的 心中不由得对江楚更相信了一些 叔叔阿姨 你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 需要到外面去买些药 到时候吃上一剂 我再给叔叔施针 如果觉得可以 那就办理出院 啊 这么快的吗 马东没有点不敢相信 江楚也不打算解释太多 宇童 你妈她肯定也累了 你在这照顾你爸 让她去好好休息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嗯 墨宇童还是不放心地站了起来 扯住江楚手臂 江楚 真的值得好我爸吗 江楚手盖在她那柔软手背上 给出自信微笑 相信我 对不起 我们这没有父子这个药 这有毒 不允许卖 没想到简单的几味药 居然这么难买 她跑了几个地方了 那些所谓大药店里面的药材 一看就是化肥种出来的 好看不中用 而有的直接就没有卖 抱歉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需要买最好的药材 去什么地方比较好 江楚拿出一包华子递了过去 假装不小心把车钥匙一起拿了出来 那男的看到后 才面露产效 要说到买药材 你可问对人了 你去铜骨塘 整个男士那里的药材是最好的 而且 你想买的都有 但不对外 你去到找个人 他是我好朋友 找他就行 铜骨塘 骨峰的大门 两边有巨大的柱子 里面也是仿骨设计 江楚走了进去 里面的药材商品琳琅满目 粗略看了一下 果然大部分药材 都比外面那些药店的质量好点 但还达不到它的要求 同样是种植的 只不过 这里是不放任何肥料农药那种 离野生的 还有很大距离 药材除了成分之外 最主要的 还是用它们的药性 同样是大米 经过一年四季的大米 和一年两收 甚至三收的 绝对不一样 看来 还是得找那个人才行 江楚随便找了个服务员 问了爆出那人的名字 服务员是个女的 大一开始 看到江楚 就被摔得不行不行的 还一身名牌 脸上笑容就没停过 找蒙师哥呀 我这就帮你叫他来 好 谢谢 很快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看到江楚一脸陌生 不禁皱了皱眉头 你好 你找我 是的 是德哥让我来找你的 说你这才能买到好东西 蒙绝明恍然 哦来 里面请 先喝杯茶 进去后 江楚直接到明了来意 并拿出了写好的药单 蒙绝明看了一眼 露出微笑 你运气不错 这父子是正宗油江野生的 刚好到了些货 还有其他几味药 也是刚刚够 只是这价格 钱不是问题 一共一万 放心 我绝对不会收多你的 江楚直接拿出一叠现金 这是刚刚那人叫他的 只收现金 蒙绝明数了一下 这多了一千啊 跟蒙主管 你交个朋友 以后如果有需要 还会来找您 蒙绝明眼眸一亮 把钱收下 内心大喜 会做人 好说好说 到时候你提前电话跟我说 好东西都给你留着 说完去打包好药材 江楚过了一眼 果然都是难得的野生好药 有些还上了年份 不错 蒙主管这里的东西 确实好啊 哈哈 那是 按照你的要求 我现在已经让人 按照你的要求 去熬那些药了 你那方子 应该是至甚的吧 只不过那剂量 是不是大了点 还有那配物 我没见过 蒙绝明话还没说完 刚刚那个小姐姐服务员 急急忙忙跑了进来 师哥 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 啊 今天西哥还不少 江老板 我先去忙一下 一会儿要好了 他们会装好给你的 好 麻烦盟主管你了 蒙绝明笑着白白手 然后走了出去 药店里面 一位穿着糖装的 童颜鹤发老者 双手支着一根拐杖 坐在沙发上 身子笔直 双眼更是炯炯有神 自带气场 让人看过去 便觉得身份地位不低 而他旁边是一个中年人 三十七分头发背头 国字脸 看起来具有威严 却又带着几分清和 只是脸色有点黑 穿着的是没有牌子 标志的黑色夹克 西裤皮鞋 此刻他对老者是十分恭敬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格老您来水果省一趟啊 老者点点头 明海 你爸跟我是好朋友 你也是个堂堂副省 有些话我就直说了 您直说无妨 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 医院那边是建议我换肾 可肾源哪是这么好找 您是华夏和西医都会的国医 所以让我无论如何 也要把您请过来给我看看 嗯 我看过你的病情 用西医的话来说 你是晚期 没救 只能换肾 在我这 给你写个方子 然后每天按时喝药 再给你用针灌通一些经脉 虽说不能完全治好 但至少可以减少你痛苦 可以多活一年来 等待合适的肾源 孙明海本来以为 请来了国之名医葛辉 就有办法把病治好 没想到 只是能延长一年寿命而已 不由的失落 爱在西医不介入的情况下 能得多一年 也算是不错的了 放眼当今 也就格老宁敢做此保证了 嗯 老夫也是尽力了 听说这里的药材不错 所以特地来着看看 这时候 蒙绝明走了出来 第一眼看到那中年人的脸 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看到门外停着那辆车的牌照 还有站着拿公文包一个中年人 他立马就联系到了 此人居然是水国省 封江副帅孙明海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赶忙赢了过去 孙 孙明海白手制止了他开口 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市民 陪这位老者来着买点药而已 不必声张 是是是 您看需要什么药材 我是这的主任蒙绝明 给您肯定是最好的 孙明海拿出了一张清单 递给蒙绝明 蒙绝明看了一眼 猛然睁大了眼睛 上面那些药 跟刚刚那江老板 药的差不多啊 可是他把那点库存 都给完对方了 这难办了 现在这个可是副省 孙明海看出了蒙绝明的为难 怎么 如果少了一两味药也不要紧 我再到别处 就找就好了 蒙绝明尴尬说道 不是少一两味 是全部都没有了 刚刚来了的老板刚买走了 嗯 好浓郁的药香 里面的药材 绝对有些年份了 葛辉突然开口说道 然后看到不远处 一个年轻人 提着大包小包 从里面走了出去 路过的时候 还看了他们这边眼 出来的人正是江楚 他只瞄了一眼就看出来了 老者跟那中年人 身体都带着病急 但 与他何干 回去致墨与同父亲要紧 脚步也不停留地走了 你刚刚说有老板 买走了那些药 是不是哪个小伙子 蒙绝明听到葛辉的话一愣 顺着方向看过去 一拍大腿 对 就是他 您老是怎么知道的 明海 要先不买了 我们跟去看看 好 孙明海不懂葛老目的 但这种情况下 就照做就是了 吩咐了一下司机 开着车跟上去 江楚开了一会车 就发觉后面跟了个尾巴 但他也没想太多 因为那两人身体有异样 大概率也是去医院的吧 到了之后 拿着要直奔病房 却发现 本来住房间里面的墨建国 现在连人带床 被推到了走廊外面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 不由得眉头一皱 叔叔 这什么情况 你怎么被推到这来了 医生说 病房是给需要的人 我不想治的话 就别占位置 就把我推出来了 宇童他去找那些医生理论去了 江楚你赶紧去看看 我怕他受欺负 江楚点点头 叔叔 你赶紧先喝下这样 我去看看 立马找去了办公室 却发现没人 在回来的时候 耳间听到了楼道里面 传来墨与童的声音 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们有钱交得起住院费 居然把我爸推到外面 是什么意思 这我们也是按规定 你爸他 既然不想治了 那别的病人也需要治疗 这里不是旅馆 如果你们需要转院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办手续 张涛 江楚记得他的声音 按照程序 有些话我不该跟你说 你带来那个朋友 已经惹怒了我师父张主任 如果你还想治好你爸的病 最好还是跟我师父 他道个歉 当然 我是他最喜欢的徒弟 只要我帮你们说几句好话 我师父肯定会原谅你们的 你想怎么样 没有 你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今晚有空的话 到我那我请你喝杯酒怎么样 哼 我看喝酒不是目的 让我陪你打扑克 才是真的吧 别说这么难听嘛 这都是年轻人之间的你亲我愿 我现在也没逼你是不是 你干嘛 别碰我 江楚在对方伸手那一下 就大步走了过去 对着一脸猛逼的张涛 就是一脚 直接把他蹬下了楼梯 要不是收了点力 非要把他弄残不可 江楚 莫宇童没想到江楚会及时出现 扑过来抱住他 终于忍不住梨花带雨哭了 他们太欺负人了 音音音 没事 有我在 江楚霸气说道 莫宇童感觉到了 有个靠谱男人是多么幸福的事 张涛在那痛苦哀嚎 草你吧 我要报警 我要告你打人 江楚冷笑 好啊 赶紧报 我顺便跟他们说一下 你滥用职权 进行恐吓敲诈 拿出刚刚的录音 给他放了一段 张涛脸色苍白 小子 算你狠 告诉你们 除了我师父 没人就得了你爸爸 说完忍痛走了 江楚 我爸爸他 没事的 你爸他一会 就可以回家了 走 我们回去 带江楚他们走后 另外一个楼梯门被推开 出现的赫然是葛辉孙海明他们 救死扶伤的医院 居然还有这种败垒 无法无天 葛辉怒不可接大骂道 孙明海 也是沉着张脸 医院这方面 是他分管 脸上也无光 马上让人调查一下 这个张涛 顺便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人 也是如此的 已经发现 严肃处理 是 后面跟着的秘书 立马去打电话 走 我们看看 这小伙子 有什么手段 能让一个肾衰竭晚期的病人 今天就能回家 葛辉走在了前面 江楚他们 回到了墨建国所在走廊 此刻的墨建国 已经把药喝了 脸色看起来 居然有了点气色红润 江楚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为什么我喝了之后 舌头麻麻的 但整个腰的地方 都觉得热热的 很舒服 爸 你意思 现在你感觉好多了是吗 墨宇童双手 抱住墨建国手臂 激动问道 嗯 我甚至能感觉 自己可以坐起来了 宇童你看 墨建国努力了一下 真的慢慢坐了起来 按照之前那张主任说 他最起码 要躺一个多星期 哎呀 建国 你居然能自己坐起来了 马东梅刚刚去休息回来 看到建国自己坐起来 一下子忘了问他们 怎么到外面来了 激动的直接跑了过来 等等 叔叔 你先躺下 我要给你试真 现在 嗯 说不定一会你自己 就可以回去了 墨建国跟马东梅 都睁大眼睛 你是说 我一会可以 自己走回去 墨宇童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的话 但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相信江楚 好 我现在去办 墨宇童走的时候 经过路口站着三个人 也没想太多 以为是家属什么的 哼 好大的口气 虽然那些要不错 但让一个肾衰竭晚期 刚住院几天的病人 当天就能自己 下床走回家 也太狂妄了 是 您老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刚刚您说您都治不好 那年轻人 我看 也不过是给他们 一加点心理安慰罢了 江楚早就留意到了那三人 而且能听到他们的对话 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反正别来打扰到他就好 解开了墨建国的衣服 拿出刚刚买的针出来 眼睛微微一眯 迅速出手 入学准确快速 不但丝毫犹豫 一气呵成 一边的葛辉 原本还一脸不屑 但看到那神乎奇迹的 针法后眼睛都瞪直了 这难道是 失传已久的 回扬九针针法 孙明海不懂这些东西 只知道 躺在病床上的的人 跟他差不多是一种病 如果对方真的能被治吼 那他 心中带着期盼 但又觉得不可能 难道那年轻人 比葛辉还厉害 好了 等个十分钟 江楚 我能感觉到 身体里面很多气流在乱窜 但让我觉得很舒服 嗯 那是原本堵塞的经络被打通了 身体在进行自我调节 马东没啥也不懂 但看到自己老伴 面色一点点好转 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江楚刚把针收好 不速之客就来了 你们已经办了出院手续 那就不该 待在这病床上了 赶紧走 张涛走在前面 张洪亮跟程千墨 走在了后面 你们来这不看病也就算了 居然还用这种肮脏下流的手段 去勾引张医生 还出手打人 我张洪亮就是救一头猪 也不会救你们这种人 张涛一脸奸计得逞的狡诈 程千墨也是一脸愤慨 果然人不可貌相 看着你们相貌不错 没想到居然如此卑劣 还在医院这种神圣的地方 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来 朗朗乾坤 还有王法吗 张涛立马附和 尤其是你 不学无术 口出狂言 可以说没一点教养 也不知道哪个学校老师 教出来的学生如此不堪 出道社会 也是一颗独流罢了 指的当然是江楚 放屁 明明是你这个流氓 想要对我不轨 居然贼喊捉贼 墨与同气的怒火中烧 恨不得过去 把那笑得一脸猥琐奸诈的张涛 当场手撕了 说够了吗 医院可不是你们 在这捣乱的地方 保安 请他们出去 张涛很是威风 终于抱了刚刚一脚之仇 一个下不来床 又没有轮椅 看你们只能抬着走了 不用 我自己会走 墨建国突然开口喊道 哼 什么狗屁主任医生 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 墨建国坐了起来 然后两只脚放下床 建国 我扶你 羽童 马东梅急忙到 不用 我自己可以 在众人目瞪口袋注视下 之前还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墨建国 如今居然真的站起来了 开始慢慢走了两步 到后面大不留心 他脸上露出无比激动 我能自己走了 哈哈哈哈 可嗨嗨 叔叔 你现在刚好 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元气 别太激动 好好 谢谢你江楚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我以后就信你 换什么事 羽童 办好了事吗 走 我们回家去 哈哈 整个人无比畅快 马东梅跟莫羽童 都是喜出望外 赶忙收拾东西 张红亮张涛他们张大了嘴巴 一脸震惊加猛逼 卧槽 真他妈站起来了 还自己走路 难道是双胞胎换了个人 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师父 我是不是眼花了呀 我看到他站起来了 而且还看到了阁老 张涛揉了揉眼睛说道 师父 您怎么在这 程千莫脸上露出惊讶 立马小跑了过去 宛如亲生孙女般卖萌 葛老 我是小张啊 您还记得我吧 前不久一讨大会 我还给您合了影 张红亮一脸的谄笑 葛辉没回答他 而是看向一旁的张涛 小张 这是你徒弟 张红亮愣了一下 难道葛老看上了他徒弟 是了 张涛跟程千莫来往密切 而葛老对程千莫 带入亲孙女般疼爱 肯定是要过问一下的 如果张涛能得到国医的赏识 那他也跟着出名了呀 对对对 张涛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高徒 虽然比不上您徒弟 但也是十分优秀的学生 张涛 还不快过来 张涛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脸上跟张红亮一样的产笑 葛老 您好 晚辈张涛 早就久仰您大名 一直以您为榜样 做个医术精湛救死扶伤 有医德的医生 张红亮是一脸得意 丝毫没留意 葛老的脸色难看 师父 您还没说您怎么到这来了呢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成千莫撒娇道 我呀 是受小孙邀请过来的 小孙 众人疑惑之时 孙明海背着手 在人群中走了出来 您是 孙圣张 张红亮眼睛猛然睁大 其余众人听到后 纷纷大惊 没想到 这个平平无奇的中年男子 居然是孙圣张 孙圣张 有失远迎 张涛赶紧通知院长他们过来 孙明海摆手说道 不用心事动众 我今天只不过是一个患者的身份过来的 不过 却没想到 遇到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 张红亮身子一抖 瞳孔猛然放大 肯定是这个年轻人 还有墨剑国那一家子的破事 惹怒这两位大佬了 对不起 孙圣张得佬 这件事责任在我 我马上严肃出脸 孙明海跟葛辉微微惊讶 没想到张红亮 居然能如此果断大意灭亲 这倒是不错 随即点点头 张红亮 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脸色一沉 手一挥 保安 立马把这家人丢带出去 几个保安 立马就气势汹汹走了过去 江楚眉头紧皱 只身拦在保安前面 宛若万夫莫开的气场 一下把几个保安震住 我们自己会走 墨剑国无奈说道 张涛得意极了 没想到能遇到 葛老和孙省张这种一辈子 估计都难见到的大人物 还站在他一边帮他说话 哼 得罪我张涛 就是这样的下场 江楚他们扭头就走 葛辉跟孙明海 心里一咯噔 对于张红亮的行为 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不约而同 一起伸出手喊道 年轻人 等一下 谁知对方头也不回 静止往外走 没办法 他们两个急急忙忙追了过去 师父 等等我 成千莫追了上去 其他人更是紧跟大佬身后 废掉半条老命 终于把江楚他们拦住了 气喘吁吁 缓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 前辈前辈 您怎么走这么快 累死老头子我了 师父 这家伙不是个好人 他跟这个女的一起设计诬陷学长 等等 师父刚刚你叫他啥 前辈 成千莫张大嘴巴 瞪大了眼睛 一脸猛逼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放肆 怎么对前辈如此无礼 为师平常怎么教你的 学医除了技术之外 还要懂得明辨是非 心怀弱骨 谦虚低调做人 你呢 你 哎 也怪我把你给闯惯了 前辈 请你大人大量 饶恕了我这不懂事的徒儿 回去我一定会好好责罚他的 张红亮张涛他们 是一脸震惊 面面相觑 跟成千莫一样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堂堂阁老 居然叫一个大学生前辈 江楚似乎一点也不惊讶 对方这么称呼他 在华夏医学界 谁医术高明 谁就可以被尊称前辈 不分年龄 我跟他无冤无仇 自然不会生什么气 不过 你刚刚说的对 起码得懂得明辨是非 你 成千莫紧紧蹴眉 气得想发飙 但看到自己师父瞪了一眼过来 顿时不敢出声 葛辉面带笑容 不知道前辈您师成何处 是哪一位大家 抱歉 我师父说不让我透露他的消息 江楚心想 自己有哪门子的师父 系统跟看书的大大门 就是爹 明白 您师父他老人家 一定是一位影视高人了 不说也无妨 在下葛辉 葛红三十六代传人 今天看到前辈 你那神奇的真法 莫不是失传已久的 回扬九转真法 师敬 这真法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反正就是我师父 他随便交给我的 随便 葛辉嘴角抽搐 这种在医学界 打破头也要抢的真法 居然说随便交的 那认真交的东西 又是什么 岂不是恐不上天去了 葛老 这小子也太嚣张了 简直不把你放在眼里 张红亮怒气冲冲到 张涛立马站出来附和 是啊葛老 他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碰巧懂点医术 那墨剑国能站起来 说不定只是一时的回光反照 闭嘴 葛辉吹胡子瞪眼 差点没气晕过去 这轮到你们说话了吗 你们懂什么 刚刚看到前辈那出真手法了吗 你管这叫懂点医术 那你们就是个屁 张红亮张涛两人 脸色比吃了S还难受 嘴角在不停抽搐 别人骂他还能骂回去 可这是葛老 在医学界 可是太斗一般的存在 门徒更是个个赫赫有名 得罪了他 以后吃不了兜着走 可他也郁闷 什么针发什么鬼 他一个西医 只懂开刀缝线 跟他说这些干嘛 葛辉一张老脸 居然露出讨好 前辈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教一下 刚刚那套真法教给我 当然 我这边必有后险 江楚摇头 我看你甘气欲杰 久而成吉 已经堵住生死二桥 怕是熬不过今年了 学了也没用 成千莫利声道 放肆 我师父身体好好的 现在七十岁看起来 就跟五十岁一样年轻 怎么可能有病 修在这胡说八道 葛辉眼睛猛然睁大 一脸震惊 突然就对着江楚跪下 众人吓了一跳 师父 你这是干嘛 葛辉苦声道 前辈救我 江楚冷笑 我是有办法治好这病 但凭什么我要救你 众人震惊 实话当场 堂堂国一居然说贵就贵 而且还被对方拒绝了 张红亮更是揉了揉眼睛 确认是不是眼花了 说话都结巴了 孙 孙省张 葛老他 他是不是 有什么不舒服 他差点说出 葛老是不是老了 脑子嗅痘了的话来 还有事吗 没事我就先走了 江楚冷冷说道 扭头就要走 小孙 还等什么 想治好你的病 那非前辈莫属 等等 还请大师你也救救我 孙明海一把推开一脸猛逼的张红亮 急急忙忙走到江楚面前 也顾不上什么面子形象 这哪有命重要 你又是谁 江楚假装不知道 人家别的小说 男主开局碰到都是什么市长级别 他开局就省张 虽然有点吃惊 但现在也是神毫了 关键是对方还有求于他 一点也不方 哦原来是孙省张 抱歉 我一下没认出来 张红亮他们一拍脑门 差点没站稳 他刚刚说话这么大声 全场的人都知道 眼前之人是省张 简直就是故意的 我看你脸色发黑 也是肾有问题啊 而且也是晚期 孙明海猛然点点头 大师就是大师 一眼就看出来了 江楚面带微笑 我跟您推荐一下 这位张主任 赫赫有名的肾脏科专家 换肾一流 您找他换肾 绝对有十年存活期 孙明海脸色一沉 张红亮连忙白首 一脸慌张 不不不 孙省张 有阁老在这 我怎么敢称一流 这个时候 成千莫突然插口 师父 他医术高明又怎么样 您说的医者得在前 他跟那个女的 一起陷害张涛 就这种人 怎么配当医生 张涛一阵心虚 这情况明显不对 拔腿就想开溜了 孙明海当然知道 江楚是想干嘛 说到张涛 更是火冒三丈 小刘 怎么人还没来 都是吃干饭的吗 话音刚落 几个穿着制服的帽子 叔叔跑了过来 气喘吁吁的 其中两人 把张涛的手压住 张涛 你涉嫌滥用职权 逼迫女性 跟你发生关系 我们已经在你电脑上面 搜查到了视频 几个相关受害人 也表示出来 只认你以前的违法行为 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什么 众人无不震惊 各种愤慨 原来是个禽兽医生 这种人就该拉去枪毙 就是 也不知道多少女孩 被他玷污了 张洪亮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高徒 哼 张洪亮脸色苍白 随后看向张涛 眼中宛如火山爆发 不 师傅 你一定要救救我 张涛急了 脸上各种慌张 这是他最大的秘密 没想到 半天就被查出来了 张洪亮整张脸气得轻了 没想到自己刚刚夸上天的高徒 居然是禽兽不如的人 我没你这个图点 气死我了 拉走 赶紧拉走 张涛文言 整个人顿时晕了过去 带走 孙生 孙明海白白手 压根不想听张洪亮说话 后者面如死灰 成千莫整个过程哑口无言 没想到这几天 对自己这么好的张涛 居然是一观禽兽 而刚刚他居然还帮他说话 冤枉了好人 看了一眼淡定自若的江楚 自己是错怪别人了 但谁让他那么嚣张 也不解释清楚 狠狠地怒失了江楚一眼 大师 别 别叫我大师 您是沈张 我只是一个大学生而已 您可以叫我名字江楚 这里毕竟是医院 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 江楚见目的达到 立马面带笑容 对方好歹是封疆大吏 该给的面子还是得给 是 还是大 不 江楚小兄弟 你想的周全 我这也是着急了 江楚让莫与彤带他父母带着药 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告诉了一些熬药需要注意的地方 把车也给了他 连国一葛辉跟孙省张都相信江楚的医术 马东梅他们就更是肯定 莫建国的病能治好了 别提多开心了 莫与彤走的时候 在江楚耳边悄悄说了一句 晚上开房等我 这次给你穿白丝 嘿嘿黑色红心 立方 黑色红心 江楚 开心点点头 从办公室出来 孙明海跟葛辉都是开怀大笑 对江楚很是恭敬 感谢师父赐教 受益良多 豁然开朗啊 以后前辈 您就是我师父了 江楚也不拒绝 想到刚刚在里面他试真后 写了方子给他们 保证能治好之后 接下去就是经典的拜师桥段 之前都是小说里面看到 现在居然发生在他身上 师父 他是你师父 那是我什么 难道我要叫他师公吗 成千末一脸不情愿 嘟嘴瞠怒道 葛辉脸色一沉 怎么 师父他医术 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他能当你师公 你该高兴才对 你要是不愿意 就别任我这师父 不 我没这个意思 我从小 都跟你学医长大的 你不当我师父谁当 葛辉这才满一点点头 成千末 你那病 你师公他绝对可以治好 我刚刚给你求情了 你师公他并没有拒绝 以后 要好好跟着他 知道吗 谁要他来治我的病 成千末刷的一下子脸都红完了 想到自己那羞耻的病 如果让这个江楚知道 肯定会狠狠取笑他的 可是 师父说他能治好 如果这是真的 大长腿 情不自禁的家紧扭了扭 孙明海跟江楚握了握手 江楚小兄弟 我孙明海这条命 是你捡回来的 我身在高位 却也不能随意训私 但以后 你有什么需要找到我 必定尽力而为 那就先谢谢孙省章了 师父 你徒孙的病就拜托你了 我们还有事 先走了 江楚点点头 师父 成千末想追上去 却被葛辉瞪在了原地 好好听你施工的 当然 你们年纪相仿 平常也没必要施工长施工短的 把师父他叫老了 葛辉黑黑一笑 看向江楚 江楚被这便宜徒弟 盯得有点甚人 师父你这么帅 看比我当年 千末他可是笑话 我从小最疼他了 肥水不留外人田 我是支持你的 先走了 江楚 下话线 成千末气嘟嘟扭头到一边 哼 现场只剩下他们两个 江楚摇摇头 双手插带就往外走 成千末没想到 对方一声不吭 把他一个笑话独自留下 气得一跺脚 想了想 还是追了上去 外面路边 江楚刚挂了汽车城来的电话 他订得法拉里到了 本来说可以送去学校 他说现在直接去取 儿 你真的能治好我的病吗 没想到成千末追了上来 你根本没病 明明就是 你自己不行 男人最讨厌别人说 不行两个字 刚好江楚是男人中的男人 沉着脸说道 我行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还有 我现在是你师公 尊卑有序 懂 成千末背着双手 点脚撅嘴道 师父他一定是年纪大了一时糊涂 才认你为师 不就会几根针而已吗 我还会解剖呢 江楚一笑 说道解剖 下一是西的祖宗 既然我们没关系 那你就别跟着我 出租车来了 江楚上了后座 成千末居然也一起坐了进来 江楚眉头一皱 你到底想干嘛 成千末看都不看 你帮我治好病我就走 无聊 江楚没好气到 师父 去轮程汽车程 路上 我说你能不能把那白大褂脱了 都出了医院了 还一直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你病人呢 成千末低头看了一眼自己 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嘴 然后开始解扣子 江楚无语地摇了摇头 刚想扭头 哗啦 解开白大褂的成千末 下面是一条牛仔长裤 而上面居然暗藏金涛波风 直接把江楚给看呆了 直接把江楚给看呆了 本该是一件宽松的短袖白色衬衫 如今被高高撑起 俨然变成了紧身款 从江楚这个方向 甚至能在两个扭扣之间 大 大到苍老师都甘拜下风 你这 走路能看到脚下吗 江楚情不自禁问出口 突然整个车子一阵急转弯 加刹车矫正 感情是司机在后视镜中 也被成千末那极品身材看呆了 好好开车 江楚 下画线 想一脚把司机踢出去 要独享 扑 成千末兄一挺 脸上露出得意 横没见过兄大女生骂 色狼 骂的当然是江楚 江楚反斜杠 下画线 怎么不骂司机 听说你是什么一大才女 我看着不像吗 成千末想了片刻 瞬间恼羞成怒道 你是不是说我凶大无脑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你这个混蛋 打不死你 说完 下意识举着小锤锤 就想挥过来 但却似乎想到了什么 突然半空止住 哼 懒得理你 江楚一脸疑惑 到了汽车城 明成和萧飞 早已经等在门外 看到江楚立马迎了上来 里面买车的人 还有其他 萧瘦小姐姐 本以为是老板名轮要来 不然就是什么大人物 没想到 居然是两个年轻人 但不得不说 男的 好帅 女的 好大 把里面的男男女女都看待了 看你这穷样子 居然还有钱买车啊 不过 这个汽车城的服务真是好 经理主管都要站在门外接客 这规格 是我见过最高的了 成千末自以为是的说道 明成白首 两位里边请 萧飞今天特意打扮得非常精致 把平常不舍得戴的项链首饰 都带身上了 就想给江楚留下好印象 博取好感 但看到他旁边 居然有个如此大兄妹 颜值更是胜于他一筹 难道江少喜欢大的 再看看自己的 都没人家一半 脸上虽然带着微笑 但心里不由得很是失落 江少稍等 我让人去提车了 你们先坐下喝杯茶 这是特级龙井 伦总特意吩咐给您泡上的 哇 真的是特级龙井儿 好像师父那小气鬼 从来不肯拿出来给我喝 没想到再一个汽车城 还能喝到这么好的茶 程千墨细细品了一口感叹道 你买的什么车啊 奥迪 宝马 还是奔驰 我觉得肯定是宝马 我跟你说 你开着它 就可以去 我们一大校门等妹子了 说不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哦 江楚有点惊讶 没想到 程千墨居然突然说出这些话来 就连站着旁边的萧飞 也是秀眉井咒 他难道不比那些学生妹 好看多了吗 这么说 你也去找过了 这倒没有 我都是听宿舍姐妹们说的 我天天看书考试临床 哪有时间出去 现在是在叫你 你长得挺帅 如果再加上 一台宝马去那的话 肯定会很受女生欢迎的 还不赶快感谢我一下 立方 萧飞在一旁无嘴 差点没乐出来 难不成真的是凶大无脑 江少还用得着去干这种事 他要是愿意开口 不说别的 他当场就能答应下来 不管是女朋友 还是大大你们想的那样 哎 你比我小 你居然都买得起宝马了 那可是几十万 也不知道你坑了多少病人 才赚这么多钱 江楚 下华县 老子主要身份 是神豪加炮女神 神医只是其中一个爱好 我也想买一辆自己的车 可是师父那个小气鬼 多一分钱都不舍得给我 还堂堂国医呢 穷得响叮当的 你想买车 你叫我生事工 我送你一台 成千末给了江楚一个白眼 我知道你能买得起宝马了不起 但我堂堂成千末 好歹也是一大第二的笑话 要是我愿意 大把富二代会开奔驰宝马来接我 说不定 哪天他们还能送我一台 成千末 立方 要谁这么大口气 还送你一台 成千末听到声音 立马扭头望去 脸色刷得一下沉了下来 合见 潘明芳 江楚早就文声看了过去 两人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 女的潘明芳 颜值不错 系统给出了84分 估计不是笑话 也是愿花级别的了 穿着一条性感的吊搏DV短裙 雪白的胸间 挤压出一条深不可见的红沟 虽然一眼看过去 跟成千末的差不多 但眼尖的江楚还是看出来了里面垫了道具 下面是黑丝高跟大长腿 中路格局有点大 充电保险是为八 这都超过七座了 瞬间便让江楚没了一点兴趣 男的一张大圆脸 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眼带有点黑 一看就是有点熬夜加纵欲过度 此刻两人的表情都是写着一副高傲 再看成千末 他的目光一直死死盯着 那个叫何剑的男生 充满了复杂 更多的是愤怒 三个人的关系 差不多了然了 潘明芳看到江楚的帅气 先是眼睛一亮 但又微微摇头 露出鄙夷 成千末 这是你新交的男朋友 前不久还口口声声说 喜欢我们家何剑 没想到转头就找了个男朋友 够见的吗 何剑 我都跟你说了 这个成千末不能只看外表 看似单纯 实际上却见得很 你看你追他这么久 手都没给你碰一下 转眼就交了个男朋友 何剑看着成千末眼神充满憎恶 成千末目光颤抖 似乎还在盼着 对方能给他说句好话 何剑扭过头 当面亲了一口潘明芳的脸蛋 脸上充满不屑和鄙夷 我当然知道他见 他还说自己有病 不能碰 真是笑死我了 我们大家都是学医的 他居然找了这种借口 真是把我当傻子了 幸好你及时让我抽身 不然我大学几年 都享受不到 像明芳你这般美妙 碰 江楚似乎能听到 旁边心碎的声音 此刻的成千末 整个人跟试了魂一样 面带微笑 忍不住问道 这是你前男友 不是 一条赖皮狗罢了 成千末眼神突然冷了下来 冷冷地说道 江楚点点头 形象倒是挺贴切 成千末扑呲笑了出来 没想到江楚挺上道 你说谁是赖皮狗 何剑怒火中烧 何剑 他这是故意激怒你呢 别为这种贱人生气 他无非就是看上 你是富二代的身份 一边当一边右利 你看 他现在 没了你 只能沦落到 找了这么一个穷吊司 当男朋友了 江楚低头看看 自己穿的衣服 没错 为了不让那些 本来可以薅钱的女生 一见面就八十毫感度 超过系统要求 他再穿着上面 就随意一点 不想这么高调 没想到 立马就被排入了 穷吊司的行列 谁说我男朋友穷的 我跟他现在就是来买车的 他说 要送我一辆车 成千末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起来 双手插腰 傲然挺凶 这是一副准备 要干架的架势 可在外人看来 却一点威慑力也没有 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两点上 何就他 还给你送车 怕不是要让我笑掉大牙 成千末 你看看你男朋友 穿的是什么 我们家合见一双鞋 都顶他全部身价 实话跟你说了吧 今天合见他 就是要送我一辆宝马的 车子已经到了 我们就是来取车的 怎么样 用不着羡慕 让你家吊司男朋友 工作个十几年 或许也能给你买一辆 潘明方双手紧紧抱住 合见手臂 歪着脑袋 眼神充满挑衅与不屑 成千末眼神犹豫了一下 居然也一把 抱过姜楚手臂 不甘示弱 哼 正好 我男朋友他 也是要送我一台宝马 姜楚假装一愣 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送你一台宝马 内心开心得很 又可以薅一台车的钱了 又是装逼打脸的桥段 其乐无穷啊 成千末没想到 刚刚还配合他的姜楚 现在居然主动拆台 气得牙痒痒 手放在姜楚大腿 用力一扭 可惜太结实 简直就是脑痒痒 哈哈 看吧 你男朋友都否认了 确实 没钱就别硬装笔 不是每个男生 都能像何剑这么优秀的 何剑 你看到了 他不是口口声声说 自己有病 不给男生碰吗 明显就是在敷衍你 这下明白了吧 何剑看到自己 追了这么久的猎物 居然抱着别的男生 钢牙都差点给咬碎了 眼神中除了怒火中烧 还带着阴痕 臭婊子 要不是跟王冲他们打赌 他们说你还是出 我说一个月必拿下你血 你觉得我会对你这么好 早就受不了你那孤傲臭脾气了 居然说不给碰 现在呢 还不是抱着个穷屌丝 姜楚能看到成千墨大眼睛 差点就泛出泪来 双手抱着他手臂紧紧的 他看向正在得意那两人 冷冷地说道 你们说够了吗 我女人岂是你们两个 烂货能侮辱的 成千墨扭过头看向姜楚 眼神中有点惊讶 随后又有点气氛 他什么时候成了他女人了 哼 你说什么 潘明芳最讨厌别人说他是烂货 因为他确实跟各种人上过 而且经常是不带的那种 直到现在 还被一个中年肥腻大叔包养着 加上合见是直接脚踩两条船 反正都是给人家上 拿多一份工钱怎么了 你才烂货 你跟着贱人 全家都是烂货 姜楚眼睛一眯 脸色沉了下来 这说他家人就是碰到逆灵了 明芳 别理这种穷吊丝 我送你的车得了 手续我也办好了 我们走 潘明芳甩开合见的手 直拗道 不走 成千莫 你不是说你男朋友也来给你买车吗 倒是买啊 我就在这看着他 有没有这本事 萧飞 有没有现车 姜楚冷冷说道 萧飞立马攻身道 江绍 有一台保时捷911 和一台保时捷卡宴 我马上要提车 就挂我女人名下 萧飞招呼来一个同事 对方点头示意 哈哈 你就吹吧你 还保时捷911 知道那车多少钱吗 一百多万 你怕不是买个玩具吧 何见跟潘明芳在那嘲笑 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般 接下来 他们就哑口傻眼了 只见一台崭新的大红色保时捷911 被工作人员开了出来 手续可以后面再办 江少宁现在就可以提车了 两人目瞪口呆 一脸震惊 直接实话当场 千莫 你刚刚说要一台宝马 我觉得那两个烂货 既然都买了 那就换成了这台保时捷911 江楚面带微笑 风轻云淡般说道 就像市场随便买个白菜 成千莫两眼瞪大 一副难以置信 在对面那两人看来 就是妥妥的男朋友给的惊喜 真 真的送给我车啊 没错 如果你觉得不好 还可以换一辆 但估计需要点时间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喜欢 这可是911啊 我们学校最有钱的前号才有一辆 可是 话还没说完 又开出来一辆车 那是一辆法拉利 接下来还走出来了十几个穿着制服的美女销售 他们站成两排 统一躬身齐声喊道 恭喜江少宁喜提法拉利 恭喜成小姐 宁喜提宝时捷911 江楚也是愣了一下 他可没安排搞这出 看了肖飞一眼 只见他微笑点点头 想必就是他故意这么安排的了 江楚点点头表示赞赏 再看向对面那张戴着嘴巴 完全傻比了的两个人 嘴角弯起一抹玩味 没错 我是穷吊斯 可你们又是什么 乞丐吗 算了 不想侮辱乞丐 所以你们还是当烂货吧 对了 你女朋友留过几次的事 有没有跟你说 不过你们都是医生 应该知道的货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何见看向潘明芳 眉头紧皱 不 你别听他胡说 我跟你那次是第一次 你自己也看到的 潘明芳明显的紧张 既然是学医的 那就知道 有个技术叫人工修复 花点钱而已 说不定 你们自己都可以动手 何见 他就是个疯子 神经病 我们走 潘明芳迫不及待地 拉起何见的手 就要走去上那行车宝马 想走 江楚眼睛眯起 萧飞 那大纵是你的吧 借我实实 萧飞点点头 拿出钥匙 不懂江楚要做什么 江楚接过钥匙 对程千末 弯起嘴角一笑 看着 我怎么给你报仇 程千末还在晕乎乎当中 莫名其妙地 被送了一台保时捷911 简直做梦都不敢想 现在又说 要给他报仇 只见接下来一幕 直接让在场众人捂着嘴巴 目瞪口呆 一脸震惊 哄 一辆大众 仿若失控了似的 轰着油门 就对前面不远的 一台新宝马冲了过去 紧接着 就是轰的一声巨响 走到半路的河剑 跟潘明芳两人 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新车 被那大众 从中间撞 整个凹下去一大片 连A柱都变形了 可以说 当场报废都不为过 大众车头也是废了 气囊都弹出来了 可江楚仿若无事般 从驾驶位走了下来 经过合见 他们两人旁边的时候 嘴角弯起一抹顽固 白白手 不好意思 刚刚不小心刹车当油门时 撞了你们的新车 害得你们没办法开回去了 不过我有的是钱 该怎么赔就怎么赔 修修应该还可以用 成千末 好帅啊 成千末 好感度加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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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这好感度 来势汹汹啊 江楚走到 还在震惊当中的 萧飞面前 面带微笑 抱歉 弄坏了你车 那台保时捷卡焰线车 就当我赔给你的 一会一起刷卡 还有 他们想要赔偿的一切费用 也从我这扣 好的 江少 您放心 这事 我们帮您处理 萧飞脸上 完全掩饰不了的高兴 那台大众 开了好几年了 没想到 居然能换来一辆卡焰 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也就像江少 这种超级富二代能说送就送了 如果能当上他女人 那岂不是想要什么都随便 何见潘明芳 他们两人的脸色宛如猪肝 后齿刚牙都快咬碎了那种 在那破口大骂 却被萧飞冷冷怒斥 再叫我就报警了 投诉你们 扰乱我们正常经营 两人样样闭嘴 爽不爽 对你不错吧 程千墨本来心里的阴霾语不快 就在刚刚那一声轰响中 通通消散了 脸上露出激动 抱着江楚手臂开心道 简直太爽了 江楚瞳孔猛然一缩 发现刚才还好好的程千墨 如今脸色一片潮红 而且 手臂上传来热量 能感觉对方体温明显升高 你这是 程千墨脸上羞耻极了 大长腿躁动不安 仿佛被蚂蚁爬斑各种不适 江楚 帮我找个地方 江楚眼睛猛然睁大 突然想到他之前说过他有病 而且不能给男生碰 这难道是 低头看到 程千墨的牛仔裤已然变暗 瞬间证实了他的所想 萧飞 你们这有没有可以休息的房间 萧飞愣了一下 这江绍怎么突然想要找个房间 有 我们这有给VIP贵宾用的房间 江绍您放心 里面每天都会打理得很干净 好 你再让人去帮我几套衣服 就我跟他穿的 多买几套 一般牌子的就行了 钱到收一起算 江绍您放心 我这就安排 不 我亲自去买 这附近就有步行间 好 谢谢了 我带他去休息一下 江楚刚刚在说的时候 已经把成千末公主抱起来了 不想被人发现他的尴尬 江楚 什么都别说 我都知道了 成千末得把脑袋 埋深深埋进江楚怀里 长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 跟一个男生这么亲近 心中感觉无比舒服安全感 成千末 好感度 加十 八十 但身下 传来的异样感 让他羞耻不已 已经很多年 没发生过了 刚刚自己逞一时之气 居然忘了这事 好在有江楚 不仅帮他守住了秘密 还为了避免他被人发现 把他抱了起来 是的 这种情况 他根本不敢走路 小学的时候 才知道他有这种病 那是在体育课上 被一个男生手拉手做游戏 他当场出丑 成了全班人的笑柄 从此以后 再也没敢跟异性接触过 哪怕是他师父葛辉 也对此束手无策 他便放弃了求知的希望 也因此走向了学医的路子 而且让他感动的是 江楚说 买衣服 却连他的一起买了 那别人就不会只想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看似粗鲁的他 没想到 居然这么细心入微 都是为了他 看着江楚 把他抱进一个明亮的大房间里面 放到了沙发上 拉上窗帘反锁了门 心里有种异样 他这番举动 岂不是会让外人误会 他们在房间做那些事 谢谢你 江楚 你为我做这些 不怕他们误会吗 江楚看了一眼对方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 还好及时进了房间里面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成千莫侧头一边 害羞极了 我跟你说过了 江楚一时雨塞 对方说的也没错 这是罕见的超敏感体质 却并不是病 你这情况 要持续多久 不知道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异性了 算了 我跟你试针吧 成千莫眼睛一亮 江楚 你意思是 你能治好我这病是吗 我跟你强调一下 这不是病 这只是一种超敏感体质 所以并不存在之的好治不好 成千莫失望低头 既然不是病 那就没法治了 江楚没好气 我只是说 不是病 没说过不能解决 成千莫脸上重新燃起希望 这么说 你可以帮我调理好了 江楚皱眉犹豫了一下 怎么 很难试吗 不 我可以帮你调理好 只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 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手法 我想 你是不会接受的 只要能治好这病 不管什么样的条件要求 我都能接受 为了这病 多年来 他不敢随便交朋友 也不敢跟大家一起玩 就担心出去玩的时候 被无意碰到身体 然后当场出丑 甚至连临床 他都只能接受同性身体接触 这对学医的他来说 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这些后面再说吧 现在 你先把衣服脱了 江楚转身从包里拿针 会了终极医术后 他的大钱包里面 随时备了一堆银针 以备不时之虚 没想到这么快 就派上用场了 当他转过身后 那场景直接把他看猛了 下化线 愣在了当场 眼睛睁大 眨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遗漏任何一处画面 直到深深印在脑海后 才扭过头去 当然 这对加了点的江楚来说 对方看起来就是一瞬间 你 我不是只让你脱了 外面衣服而已吗 你怎么 背后传来成千莫害羞的声音 你刚刚说让我脱衣服 我以为 扑哥哥哥 他居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不是医术高手吗 怎么还会怕看到 这种情形啊 江楚 下化线 居然还调侃起他来了 呼啪呼啊 转过头 再次被惊艳到 真的能治好吗 江楚爆发出超人意志力 告诉他自己此刻只是一个医者 别动 我要开始了 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有点痛 你忍一下 江楚抽出一根根银针 嗯 中庭学 官员学 驱骨学 有什么感觉 麻胀痛 嗯 这是气影道了 成千莫感觉如上云端 不能自拔 他也会针灸 但从没感觉如此一样舒服 迎着他炽烈的目光 他躲无可躲 房间外 两个小姐姐在贴着门口偷听 脸色一片潮红 你们在干什么 萧飞带着衣服 回来看到两人鬼鬼祟祟的 主管 是经理让我们在这看着 说是江少有需要救 我知道了 你们先出去吧 我在这就行了 是 两人羞一般地跑开 萧飞见他们走后 也忍不住把耳朵贴了过去 不到一会 也是一片潮红 这江少果然是风流不羁 性情中人 刚给对方送了车 马上就要那个了 想到也送了一台给他 如果江少对他也提出那要求 那 萧飞不敢想去下了 但又隐隐带着期待 只不过 真的有这么舒服吗 脑子更是忍不住 开始幻想江少那帅帅坏坏的模样 要是江少自己住外面 就好了 谁说女人不可以去修水管 外面是萧飞吗 里面突然传出 江少喊自己的声音 啊 是的 江少 我已经把衣服买回来了 只呀 门口突然被打开 只见江楚上半身光着膀子 伸出手拿衣服 谢谢 你脸怎么这么红 萧飞手一摸自己脸 果然热热的 有点慌乱 啊没 没什么 估计刚刚跑回来 有点热 辛苦了 改天有空请你喝奶茶 谢谢江少 江楚微笑点点头 碰 门再次被关上 天哪 江少这身材 简直棒极了 居然还有八块腹脊 而且 他说 要请他喝奶茶 这暗示着什么吗 奶茶shopping看电影 然后 萧飞眼中 害羞地冒出粉红泡泡 诺 这是你的衣服 江楚把衣服递给成千末 此时 对方已经完全放开了 只是脸上任势挂着红韵害羞 让他忍不住 再次饱揽一遍大好河山 谢谢你 江楚 你那针法太厉害了 本以为有点痛 没想到 居然这么舒服 一般练到非真的程度 都可以减少痛感 还有 我这只能是暂时帮你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你转过身去 我要换衣服 成千末突然露出坏笑 我都给你看光光了 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江楚 下画线 这学衣的 就这么放得开的吗 江楚也不管了 做戏做到底 他肯定得换个衣服 不然叫人家买来干嘛 直接脱胜裤衩 刚刚受到了刺激 不免撑起太阳伞 天哪 你这关于怎么 比我见过那些外国标本 还有厉害 还有 你这身材也太棒了 不去给那些学画画的当模特 真是可惜了 江楚反斜杠 下画线 这特么的 是在夸他 会说话吗你 哥哥哥 成千末笑得花枝招展 各种乱颤 成千末 好感度加二 也再次把江楚 看得个血脉膨胀 催促他 赶紧把衣服换上 你说 你可以治好我的病 怎么治 成千末现在已经认可了 江楚的医术 觉得他既然能说 治好就肯定可以 江楚欲言又止 说嘛 人家都给你看光光了 信不信我叫飞脸 叫吧 大声点 成千末没想到 江楚一点也不怕 小嘴巴一撅 你要是不治好我 我就一直跟着你 让你找不到女朋友 江楚 夏画线 苗 他似乎没把自己算进去 这种体质 对他来说是烦恼 但对每一个男人来说 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极品 不过 那是一般的男人 江楚是谁 沈豪 身负系统重任 要解决万千女神的男主 怎么能被他一个牵绊 你确定要我给你治 你先听一下我说的 怎么样 现在还要我给你治吗 江楚得逞笑道 成千末没想到 居然要在运动中 进行失真治疗 这种方式 简直闻所未闻 这家伙 莫不是故意 在骗他身子吧 可如果他真的 对自己有那非分之想 刚刚他其实都可以了 没必要拐弯莫脚 可是 那也太羞人了 而且 他们甚至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个 除了这个办法 就没其他的了吗 有啊 成千末大喜 是什么 你换个人 你男朋友或者什么的 然后你们忙你们的 我在一旁给你试真 江楚心想这怎么可能 打死 也不干这种事 什么 江楚笑笑 不理会一边气得牙痒痒的成千末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然后开门走了出去 萧飞面带微笑 躬身点头道 江少 餐点已经准备好了 您说在这里吃 我特意吩咐厨房另外给做的 也不知道符不符合江少您的口味 没事 我这人不挑 江楚说的是不挑吃的 毕竟她是弟弟道道农村长大的孩子 可萧飞却想着 江少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没错 她的容貌颜值 都比不上江少带来的那些女人 这多少 让她有点不自信 如今江少说这话 是不是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顿时一阵心乱如麻 在看到江少大快朵银吃饭的时候 萧飞感慨 遇到富二代这么多 却没一个像江少这般 率真不做作 吃他们的工作餐 也这么津津有味 不过旁边的成千末 也是吃得狼吞虎咽的 让她颇感惊讶 这也太能吃了吧 都两碗饭了 平常她为了保持身材 一天甚至一碗 饭都不吃 只吃点水果沙拉什么的 难道是因为 刚才做了剧烈的运动 江楚也是有点傻眼 你也太能吃了吧 不过想想也是 不然哪来大凉仓 萧飞情不自禁 低头看了一眼 高跟黑四 视线完全没遮挡 难道自己平常吃太少了 说什么呢 我早餐也是没吃好吗 你都不知道 在医院里面 实习有多忙 气鼓鼓说着 还不忘桌子地上 给了江楚一脚鸭子 啪 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我看到你包里 是有驾照的 一会你自己开车回去 车的钱我已经给了 待会你跟萧飞 补上手续就行了 成千末嘴里 还嚼着一口饭 你要去哪 干嘛要告诉你 成千末一撇嘴 不说我也知道 肯定是刚刚那个 给你打电话来的墨宇童 让你去净花水月 给他父亲治病吧 话说你不打算出山吗 有这种医术 简直是天下病人的福音 怎么还跟师父 他老人家说 不能透露出去 说不定 你还能得个诺贝尔什么的呢 江楚看成千末的眼神 像看傻子一样 出山 当神医 好好的 大把钱不赚 女神不炮 当哪门子神医 还有 谁会去民宿治病 他跟墨宇童 可是要干正事的 谁稀罕 江楚扔下话 走得火聊火聊的 法拉利一声 发出野兽般咆哮火箭 一般窜了出去 成千末气的跺脚 扔下他跑这么快 肯定是怕他 跟着让他治病 不就是那样子吗 反正 都给他看过摸过了 气死了 手续其实没什么 就简单签几个字 坐上保时捷 911的成千末 有一种不真实的激动 简直太棒了 没想到 自己有遭一日 也能有一辆自己的车 而且还是超级豪车 不久后的同学聚会 如果他们看到 自己开这个911去 不知道会多羡慕 没想到这个江楚 这么帅医术 这个高深莫测 连师父都要拜他为师 还这么有钱 成千末突然想到 江楚电话里面 传出镜花水月四个字 刚好他就知道那个地方 因为在实习的 医院不远的地方 想必是为了方便 那个莫宇童 就把家人安顿在那边了 脸上露出狡诈得意 不想给我跟你 我偏要跟 倒是看看 你是怎么给人家治疗的 学校八栋宿舍 操 这什么玩意 弄得小片片糊弄也就算了 还踏马达马赛克 关键时候还没了 气死我了 碰 一架价值几万的相机 被徐坤狠狠砸到了地上 当场报废 洪叔咬牙切齿 一脸阴沉 额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 这个贱货 居然敢拿这些东西来骗我 洪叔我跟你说 要是再磨多 我立马就让人 把它弄来上了 然后再给他们一个一个来 不然泄不了我心头之分 息怒 昆少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李文静小姐那边 犯不着为了一个普通女生乱了阵脚 而且区区十万 也就不了一个肾衰竭的病人 总有她哭的时候 戴维安慰道 现在墨语通知道我们 是在骗她 肯定不会再帮我们了 不过现在也是无关紧要 洪叔再收买一个李文静小姐的同学就好了 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她行动信息就行 昆少 现在你已经备战校庆准备的差不多了 表现可以说为完美 到时候绝对能大杀四方 让李文静对你刮目相看 徐坤这才抬起下巴 露出得意笑容 也不看本少是谁 区区孝庆 砸钱也能砸出个低来 当然 本少是不屑用这种手段的 戴维跟洪叔相视一眼 看出了彼此的默契 还有 按照军事你说的 我每天都去食堂吃饭 今天终于被我偶遇到她了 而且还坐在了一张桌子吃饭 我还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看李文静本人 不愧是李家掌上明珠 比我见过的那些女明星 都好看多了 我觉得我动心了 一定要把她拿下 成为我徐坤的女人 如果最后她不愿意 那就别怪我用墙的 戴维连忙摆手 当然 有你军事卧龙在 我自然是信心满满 戴维点点头 一脸得意 这是坤少宁自身的魅力 即便没有我 坤少宁一样 能拿下李小姐的芳心 哈哈 会说话 江楚开车法拉利 一路风驰电撤 只因为刚刚吃饭的时候 墨宇童来了电话 说她已经把她爸妈 带到一个亲戚家安顿好了 暂时住室里 如果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也好找江楚应对 最后面突然说了一句 还是进华水月 我已经开好房了在这了 现在在浴缸泡香香 等你哦 江楚因为帮成千莫失真 正愁憋屈的难受呢 尤其是刚刚享受过 运动带来的激情和愉悦 赶忙大口大口吃完饭 同时微微激动 法拉利跟保时捷911和卡燕 600多万的反点啊 这又是六个小目标 因为那个宝马是她撞的 所以赔出去的钱 并没有获得反点 但 那点毛毛雨算什么 谁让那两个烂货 骂她家人 还有 墨宇童不愧是练武的 这恢复能力真是快 白思 浴缸 我来了 法拉利刚停好在门口停车位 就迎来了一个 打扮妖艳暴露 染着黄头发的小姐姐 身材还不错 紧身低领大红短裙 黑丝高跟 嘟嘟 直接来敲车窗 江楚没开 而是直接下了车 看到江楚那帅气的模样 更是让对方眼睛冒出了桃花 蛙亮仔 你好帅哦 还有 你的车好漂亮 一个人到这民宿住吗 介不介意加上我一个 江楚没想到 对方这么直接 不过想想也是 帅气加法拉利 人家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跟你玩暧昧 那是对于一般的吊丝而言 因为他们想养育索取 而对于高富帅 他们也是想索取 只不过用的是身体 然后再求回报 抱歉 鱼堂满了 拒绝只因为眼前小姐姐系统平分75 充电宝三 不带丝毫犹豫锁车走人 小姐姐脸上露出样样不乐 却也无可奈何 唯有不舍走开 刚走不远 又来了一辆保时捷911 让她眼前一辆 可接下来 她又失望了 下来的 居然是个女的 而且 那颜值那规模 就不是她能比的 而且 人家开的是豪车 同样是女人 她此刻心中只能羡慕极度恨了 来的人正是程千默 看到那法拉利的车牌 她下了车 脸上露出得意 学着电视剧里面模样 插腰撇嘴 横看你怎么逃得出本姑奶奶手掌心 你好 我要开一间房 我跟他们是朋友 帮我开一间他们旁边的就行了 好 程千默打听了一下面露疑惑 这怎么只有莫与彤一个人 她家人呢 江楚找到房间后 敲了敲门 我来了 很快便看到 门开了一条缝 听到一个声音 快速跑开 她进去后 关上门便传来莫与彤声音 你不许过来 先洗个澡 郁金我帮你放里面了 哦 江楚保证 这是她洗过有史以来最快的澡 围着郁金就跑了出去 看到一脸惊慌失措的莫与彤 此刻的她 头发盘起了个丸子头 穿着一套自己买来的丝制长袍睡衣 捂得严严实实 你这也太快了吧 江楚眉头一皱 随后一脸坏笑 嫌我快 待会你是想试试两个小时 什么骂人家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你洗澡 两个小时 你个大坏蛋 上次一个小时就受不了你了 还两个小时 这不是要我命吗 江楚在她说话的时候 已经过去把她横抱起来了 对方也不反抗 甚至一双光滑修长的手臂 主动勾住了她脖子 这只是刚刚开始的礼貌开场 江楚把她放躺到了床上 正进行下一步开荒的时候 墨与彤却坐了起来 给了江楚一个紧紧的拥抱 江楚 谢谢你 救了我父亲 如果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墨与彤 好感度加一 江楚双手捧着她那绝美瓜子脸 怀笑道 你想怎么现 讨厌你在取笑我 坏蛋 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 惩罚 江楚愣神之时 对方已经俯首 还好 上次打过了一秒了 江楚 嗯 给你看看 我努力的成果 江楚一脸猛 这个时候看什么成果 不过接下来就惊呆了 这成果 真的很好看 星号 直接墨与彤站到了床下 正对江楚 脸上露出一抹红韵 有点害羞 她练习了这么久 那是江楚编给她的舞蹈 今天 她就要单独跳给她看试 她打开手机 音乐从房间的音响中传出 居然是江楚给她写的极乐净土 这下子明白她要干什么了 给她跳舞 而且身上是白色极品套装 卧槽 哪个干不经得住这考验 随着音乐开始 墨与彤开始了她曼妙的舞姿 哪怕是穿着高跟鞋 也一点也没妨碍到 她把这个极乐净土跳的生动至极 尤其是那腿部的交叉动作 还伴随着地板咔哒咔哒的响声 两条白丝极品大长腿 动感十足 玲珑有致的身材 更是让她看得目不转睛 犹如期末考试前 老师在黑板上面写出的习题 重点必须要认真关注 上一世看过无数版本的极乐净土舞蹈 包括最经典的CK歌跳的那个 还有电子动漫人物的版本 却还是第一次看这种版本的 而且是现场真人 想到许老板的歌舞团 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有钱人都搞这么多花样 终于知道 古代的君王 为什么可以乐不思数 这特么才叫帝王般的享受 音乐放到一大半 墨与彤的舞还在接着跳 只不过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脚上的高跟鞋也不再发出响声 尤其是墨与彤的腿 本来就好看 修长 匀衬 手掌都可以盈盈一握 在白色背景衬托下 那黑色红底的高跟 形成强烈反差 充满了诱惑 舞蹈的动作 也是变得简单了许多 而且 明明已经放下来的头发 估计是 妨碍到了跳舞的动作 时不时地把手放到后面 抓住头发碗上去 随着舞蹈的动作抖动 舞妹 动人 话说成千墨在隔壁偷偷开了间房 开始的时候 他观察了一下里面的环境 因为阳台是观景用 所以 是在他那边 可以看得到旁边房间的阳台 伸长了脖子 想一看究竟 却发现 对面阳台门虽然没关 但拉了窗帘 目之所及 一无所获 脑子里考虑着 到底要不要答应江楚的要求 毕竟 现在只有他能治好他这种病 对他来说 这种症状 实在是让他太难受了 别人都是些海鲜过敏 鸡蛋过敏的 都还好说 他可是不能给异性碰到 这让他在生活上 不得不小心翼翼 哪怕是拿个快递 也要让对方把东西先放在地上 然后他才去拿 另外 他那个臭师傅 居然还把他推给江楚 居然莫名其妙成了他师公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不过 那个江楚的医术 确实高明 就给他针了几下 那症状就缓解了 哪怕有一丝希望 也要缠着他 帮他治好来 成千墨等了一会 突然听到 旁边传来了 动刺打刺的美妙歌声 奇怪了 这首歌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还挺好听的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音乐疗法 也不对啊 不应该是舒缓类型的吗 这种音乐这么嗨的 倒是像在开派对 歌声放到一半的时候 多了点其他声音 吱压吱压的 他并没听出来 直到那首歌放完了 才知道那是什么 哦 哦 江楚这个混蛋 还以为他是过来 给莫与童父亲治病的 成千墨想洗个澡的时候 糟糕 那些衣服都还在车上 三下两除二 衣服都留在了外面 才跑进了浴室 开启了冷水洗澡 顺便浇灭那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然后一边大骂江楚 与星号百分号人民币 可是脑海中却浮现出 之前江楚给他施针的那一幕幕 那是一张帅气英俊 具有专注的脸 尤其是那一双 深不见底的眼眸 清澈而明亮 跟他开玩笑色咪咪的时候 简直判若两人 那神奇的针法 下手快 准 狠 他热爱医学 所以见识过 包括他师父葛辉在内的各种名家 但没有一个 是像他那样优秀的 而且还如此年轻 这种人对他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如果放在同一所学校 说不定 他还会主动去倒追 在想到后面对方换衣服的时候 那露出的极品腹肌 猛男般的身材 单单这个 就足以迷倒一大片妹子 他也是其中之一 八块腹肌中 不知道隐含着多少爆发力 好想亲自感受一下呀 这家伙 还是个超级富二代 一辆保时捷911说送就送自己 今天开那车 去撞那宝马 给他报仇的那种快感 还有谁能比他更完美的男生吗 直击心底 嗯哼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直洗同一个地方 星号Omega反斜杠星号 大热天洗个冷水 原来也可以这么爽快 睡 哗啦啦的流 最后 他克服了恐惧 擦干身子 勇敢地躺到了床上 打开了电视来看 上面在放综艺节目 那是超级女鹰 听着传来的动人的声音 成千莫的眼神 逐渐迷离 嘴角带着一种满足 困困地睡去 讨厌 刚刚弄动静这么大 万一隔壁有人听到了怎么办 羞死人了 莫宇童害羞脸蛋 贴在江楚的胸口处 笑容写着 满足和幸福 莫宇童 好感度加一 怕什么 我差点就挂在你手上了 身子都快散架了 莫宇童小锤 锤打在江楚胸口处 江楚黑黑坏笑 我也没办法 主要宇童你 今天太美了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啊 要不要 再来一次 莫宇童连忙摆手求饶 不行了不行了 你找别人去吧 对了江楚 你怎么一直没拿下文静 她是个好女生 比我漂亮 而且看得出 她是真喜欢你 怎么 你这是在吃醋 我吃哪门子的醋 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 你那花花肠子了 管是管不住你的 只要你心里有我位置就好 还有 我想买东西的时候 你得帮我买单 嘿嘿 后面才是重点吧 因为有系统 那实打实的 九十七的好感度 可不是假的 所以 她也只是一个 开玩笑的语气 莫宇童当然也看得出来 不过 文静她的身份 的确很可疑 我跟她在一起 能感受到那高贵的气场 想必她背后一点也不简单 就连徐坤这种富二代 也要隐藏身份 跑来追她 江楚 你说 你是不是在担心这个 所以 这两天都没去约她 担心这 没有的是 文静是我的女人 谁也不能抢走她 江楚心想 自己也是后面 才知道那些事的 这几天 虽然有在短信扣扣上面联系 但也是 偶尔聊几句 只因为她现在光认识的笑花 加上成千末 都六个了 忙 简直忙不过来啊 不过 是该主动约一下李文静了 一是对方在她没成为神豪之前 就一直有好感 二是 现在有人对她图谋不轨 她江楚已经认定了 李文静是她女人 而且必须是 管她是什么大家族千金 神豪怕过谁 江楚说完 看着墨语彤的眼睛 霸气地说道 你也是我的女人 同样谁也别想从我手中抢走你 墨语彤嘴角 翘起了甜甜的笑容 心里面开心极了 两只雪白嫩滑的手臂 抱住江楚的腰部 把脸贴在胸口上说道 你也是我男人 不管你做什么选择 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支持你的 江楚点点头 说到这 突然想到了 以墨语彤名义开公司的事 江楚脸上突然露出坏笑 语彤 之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说是在浴缸泡香香 那浴缸确实很大祸 躺下两个人绝对没问题的吧 墨语彤脸上露出红韵害羞 讨厌 帮你洗澡可以 但可先说好 不能再来了 真的受不了了 好好好 那我先去放水 帮他洗澡 这他可没说 本来只是想一起泡个澡而已 没想到还有这等待遇 嘿嘿 墨语彤有点艰难递下了床 穿上鞋子 前面几步还要扶着抢走 还不忘回头瞪了江楚一眼 意思是 瞧你干的好事 江楚黑黑一笑 作为回应 明明就是开心的不得了 很快 浴缸的水就放满了 不得不说 这个给了那么多差评的民宿 浴缸是真的大 而且还准备了一次性的袋子 免除了某些顾虑和烦恼 躺在了铺满泡泡的浴缸里 江楚两手举放脑后 枕着 享受着帝王般待遇 简直太舒服了 语彤 还有一年多就可以毕业了 有没有打算毕业做什么 墨语彤手上动作没停 不知道江楚突然问这个干嘛 啊 这倒没具体想过 以前就想着 能找个有钱又帅靠谱点的富二代 毕业之后 就到他名下公司上班什么的 不然 以我的姿色 去打工也肯定是会被钱规则的命 而且 你也看到了 我爸妈之前就已经迫不及待 找个有钱人 把我嫁出去了 江楚 你突然问这干嘛 跟你说个事 我想给你开家投资公司 你来当CEO 墨语彤停下手中动作 瞪大了眼睛嘴巴张成欧字 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开公司 当CEO 而且还是投资公司 连忙摆手 不不不 江楚 你知道我什么专业吗 我学舞蹈的 跟什么投资八杆子打不着一处去 更别说当什么CEO了 反映在江楚意料之中 那怎么办 我江楚的女人 以后都是要独当一面的存在 你要是想躺平享受也行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花 但你跟文静一直以来是好闺蜜 想必也感受到 她给你带来的气场和压力对吧 墨语彤眼睛微微一眯 陷入了沉思 确实 李文静一直以来都给她不少的压力 虽然是很要好的闺蜜 但她也无比羡慕那份 是钱财如粪土的气场 和纵容不破 恐怕是只有家里从不缺钱的人才会这样 再加上对方的颜值实际上比她高多了 作为童素友 她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而她自己却每天只能去勾搭那些 看起来有钱的富二代 当时想着要买包包买名牌 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外 还要需求未来的路 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 她知道自己拜金会 跟社会道德理论冲突 但看着身边那些比她还难看的女生 就因为绑上了一些大款 就整天在她面前炫耀 她忍不下那口气 就连她妈妈也是属于那种人 所以金钱在她这边 一直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东西 如今钱有了 只要绑住江楚这个超级富二代 根本不用担心 但 接下来的要需求的东西 又是什么 江楚身边以后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女人 别的不说 单单说笑话前舞 李文静身份神秘 吉梦西才女 那个何世韵更是出身大集团 唯有周星怡家是比她好点 但人家是大义新生 年轻可爱就摆在那 唱歌还这么好听 将来或许还会遇到更多 而她自己只是学舞蹈的 总之 她默语彤不想只当个花瓶 让他们取笑 如今她的优势就是杰族仙登 成为江楚的第一个女人 以后若是想继续得到江楚的信任和爱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帮她做点事 经常保持联系 江楚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只是 你觉得我可以吗 江楚嘴角 弯起一抹自信和霸道 看着对方眼神急于坚定 我说 你可以就可以 莫语彤大眼睛汪汪感动 然后猛地点头答应 好 我听你的 我要当你身边最棒的女人 立方 江楚露出笑容 一把蓝过那光滑铜体到怀里 放心 你男人 我钱有的是 别怕亏 大胆花 莫了问我要 莫语彤点点头 你让我开投资公司 是因为觉得我败金吗 哈哈 喜欢钱不好吗 谁不喜欢钱 给你开投资公司 是因为你是我江楚的女人 我相信你 就这么简单 这句话让莫语彤感动无比 莫语彤 好感度加一 当好感度来到98 江楚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放 满就满了 那也是还有一比一百的返还 换成钱 就是不会亏 但找到一个好感度一百 相当于百分之一百能信任的人 却不容易 再说了 他可是还有重生优势的 未来十几年的发展趋势了如指掌 什么小目标 轻轻松松 他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渗透到各个行业 以后成为霸主级别的存在 成立公司的手续不用你操心 有人会帮你弄好一切 顾炎他们已经打了不少 电话来问投资的事情了 江楚当然是拖一下 不想给的这么爽快 不能光想拿钱不办事 后面他说了新建公司的事 对方当场就说可以帮忙 顾炎的叔叔就在工商局里面 这就是认识多人后 能借助人脉办好各种事 现实的生活中也是如此 不管是医院 办证 审核什么的 只要找黄牛加点钱 本来一个星期的事 说不定一天就给你办好了 更别说那些手握职权的 速度只会更快 嗯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 找个秘书了 最好是投资专业的那种 哈哈 刚开始就想偷懒 不是啦 我是想着找个高手在身边 这样我也可以 学点东西给自己充电嘛 放心 我不会找男的 我会找个超级大美女 然后有空帮你调教好她 这样以后 你来找我的时候 我不至于一个人这么累 你还看我对你多好 立方 不错不错 已经开始有了皇后的风范了 江楚觉得 第一个收莫与同 简直是无比英明的决定 皇后不敢当 我知道文静才是最适合的那个 不过 我会努力做好你的爱妃的 好啊 那爱妃 希望正给你什么样的奖练 江楚一脸的坏笑 同时伸出了魔爪 阿坏蛋 引得莫与同一阵交呼 两人睡了一会觉后 一起共进了晚餐 这期间 江楚给顾言说了 莫与同和公司的事 对方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而且他说到 他的一个外地的朋友 在南市巷新区 那有一栋12层的大厦 现在急需要资金周转 想卖掉 江楚想着这不正好吗 不过表示 先去看看再说 那个新区 现在还在规划 将来可是东盟各国大本营 落脚的地方 寸土寸金 公司设在那绝对不差 能买下来是最好的 他可不想以后 还得看房东脸色 与同 明天早上 你请个假 我跟你去看一下新公司地址 好 出来的时候 成千莫的保时捷911 已经不见了 所以 江楚他们并不知道他来过这 莫与同也开车来了 他说要回学校 排练就先回去了 而江楚 则是自己回到了法拉利车上 拿出手机拨了李文静的电话 话说李文静这两天 除了上课 就是盲钢琴演出的事情 但却很少主动收到江楚的信息 更别说电话 而莫与同昨晚出去后 也没回宿舍 虽然早有准备 但如今手握手机 看到屏幕上江楚二字 心中不免还是隐隐 有些失落 哈喽摩托 电话突然响了 是江楚打来的 揉了一下眼睛 试得自己没看错 立马按下了接听键 喂 今晚有时间吗 想你了 李文静感觉 这句话无比感动 眼眸闪动 差点哭鼻子 嗯 我有时间 来到晚上约好的时间 又是一个月的十五 天上的月亮特别圆 月灰更是洒满到了地上 加上路边的灯光 江楚看着眼前的李文静 那是一种不落俗臣的美 今晚的他一头 无比柔顺的黑长直 宛如瀑布般 垂落在身后和胸前 脸上即便是素颜 也是说不出的美 因为江楚说 要带他出去玩 所以 他穿的是之前江楚 给他买的黑色修身T恤 和牛仔长裤 加上一双运动鞋 很普通的装备 却因为 他那极品身材 让人看了忍不住赞美 甚至垂涎欲低 尤其是那一般巨大高挺 还有牛仔裤 包裹住微微翘起的蜜桃臀 还有从对方身上传来的 那淡淡的香味 简直无比诱惑 这是你买的新车吗 跟想象中的一样 李文静看到江楚的法拉利眼神 只是微微惊讶 大部分是波澜不惊 嗯 今天刚去提的 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吗 如果惊讶 也是好奇 你哪来这么多钱 当然 我是不会问的 李文静笑着 微微吐出小舌头 这突然起来的可爱 让江楚看待了好一会 帮他打开车门 带他上车后 江楚才去坐上驾驶位 刚想开车 却发现他没系安全带 只得先解开他自己的 起身过去 帮他拉安全带了 身上传来的香味 愈加浓烈 更是可以俯瞰到 那巨大白皙美景 以及那深不可测的沟壑 在向上看到那高挺秀鼻 和一双寒情默默的美眸 粉红阴唇 江楚忍不住就轻了下去 嗯哼 李文静惊讶地微微睁大了眼睛 随即缓缓闭上 感受着来自江楚的温柔和霸道 是的 他没设防守 让对方轻易就钻了进来 一阵酥麻感打从体内升起 随后遍布全身 双手也情不自禁勾住了江楚的脖子 上次被轻时间很短 如今享受到了那丝滑细润的味道 让他勤迷 当江楚想上手的时候 被他轻轻推开 并不是拒绝 别在这 一会别人看见 江楚点点头 你今天太美了 随我 聪班欲指 封住了他接下来的话 面带笑容 我不怪你 一会我们去哪 江楚神秘一笑 车子随后轰然而出 网上一直有一句话 如果他设事未深 就带他看遍世间繁华 如果他经历世事 就带他做旋转木马 而今晚 江楚代李文静 去了南市最大的游乐场 你怎么会想到 带我来这里 李文静脸上露出的兴奋 代表江楚这次选择是对的 说实话 我以前没来过这种地方 也是我一直有这想法来玩玩 刚好遇到你 江楚说的是事实 以前农村里面的孩子 没几个有机会到大城市游乐场玩的 很多娱乐都是在山野田间 而上了大学后 有时间了却也少了几分童趣 最重要的 还是单身狗一枚 走吧 今天晚上让我们玩个遍 嗯 江楚主动拉起李文静的御手 开始了他们的游乐场之旅 海盗船 过山车 大摆锤 碰碰车 鬼屋等等 所有项目基本都玩了个遍 就差没去跟小朋友挤小火车了 谁也想不到 平常生活中 不苟言笑的冰山笑花里文静 今天一晚上 都是面带开心笑容 无比欢乐 男帅女亮 去到哪里 都吸引了一大片人的侧目 还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牵着气球跑过来 非要送给江楚 哥哥哥 你好帅啊 长大后我能做你女朋友吗 江楚挠头尴尬 最后还是李文静 帮他接过了这份特殊的礼物 江楚 别的我都可以接受 但你不能呼害小朋友 江楚连连点头答应 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他也做不出来啊 不过 李文静这句话 意味深长啊 江楚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最后他们手拉着手上了摩天轮 李文静的另一只手 还拿着一个草莓冰淇淋 好兵哦我吃不完 你帮我吧 先先御手 并不是给到他手上 而是递到了江楚的嘴边 然后看着江楚 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脸上洋溢着幸福 居然两口就吃完了 你也太能吃了吧 江楚露出微笑 双手握住他双手 同时将脸凑了过去 还没完 这还有 直接亲上了他嘴角的奶油 看了一眼害羞的李文静 脸上起了一抹红韵 再亲了下去 这次是对着那一抹红唇 摩天轮一路把他们 带到了最高处 他们看着远处的夜景 只是江楚的手 却也再没放下享受 还一本正经地 跟李文静科普经常按摩 可以预防一些疾病 一身酥软的他 只能任由摆布 可惜美好的时光 总是很短暂 摩天轮很快就回到了地上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李文静 好感度加一 他们回到了车上后 又是一阵热纹按摩 江楚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不然一会学校关门了 李文静眼神闪烁 脸上却很平静 但凡 换成墨语童 甚至周星仪江楚 他都会试探一下 今晚要不要在外面开个房 可如今面前的人是李文静 别看他很多都看得开 也很主动 但江楚了解他的性格 如果可以的话 他肯定会主动暗示的 可如今并没有 嗯 刚十点 还有半个小时 回去应该没问题 江楚没有犹豫 就答应了 轰车子窜了出去 回去到学校找了个停车位 两人再次亲热了一番 江楚 今晚谢谢你陪我一起去游乐场玩 我很开心 刚刚 你其实可以把我留在外面过夜的 江楚捧着他那精致绝美容颜 眼睛看着他明亮眼眸 面带微笑 我喜欢你 所以我会尊重你的每一个选择 李文静名嘴 眼眸可以看出汪汪的感动 谢谢你 李文静 好感度加二 叮 系统检测到了 李文静好感度已达95 获得六点属性点 还剩余三人 可满足升级系统的要求 江楚看到提示 心中更是确认了 之前的决定是对的 海王房产 诺大豪华的总裁办公室里 一副巨大的厚德载物字画 挂在办公桌背后墙上 真皮老板沙发椅上 坐躺着一个 梳着光亮背头的年轻人 看样子 大概也就三十来岁左右 粗重的眉毛下 眼睛眯眯的 阴沟鼻尖下巴 身上是定制的蓝色斜纹西装 办公牌上写着 CEO 王江 此刻他食指交叉在胸前 下巴高昂 一副桀骜表情 看着坐在对面 沙发上的一位中年人 语速缓慢地说道 罗总 我知道你的资金链已经断了 急需要钱 我也是诚心想帮你 才愿意两个亿的价格 买下你的那栋楼 你看 你要是有人接盘 也不至于留拍两次了是吧 罗启亮竖着一个三十七分背头 身上也是穿的豪华定制西服 但如今脸上刻着憔悴和不甘的愤怒 脸上的咬鸡更是时隐时现 王总 我那栋大厦 哪怕是按正常成本也值个三个亿 如果给我多点时间 说不定还会卖得更多 您这一口咬在两个亿 而且还要分四次给 是不是太狠了点 王江头跟嘴角都同时一歪 话可不能这么说 现在那边大多数还是荒地 你那栋大厦我买下来 还得考虑租出去 这得算成本吧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两个亿 我拿去买地建楼盘得到的收益 绝对比这收益来得更快更多 我还是那句话 我现在是诚心想帮你 当然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我愿意多加一千万 也请罗总你别再犹犹豫豫的了 趁我手上还有点资金 不然 说不定明天就拿去拍地去了 王江就笃定了 罗启亮找不到人接盘 在水果省八大集团当中 目前也只有何家的何氏集团 才有这个实力 其他集团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 他们各自的领域当中去 他甚至还在罗启亮弄的拍卖会上 弄了手脚 威胁了几个想拿楼的外地富商 导致对方流拍 而对于这个大厦 不管是占地面积 还是以后的发展趋势来说 他是志在必得 罗总 我十分钟后 还有个重要的会议 你或许可以等 但你家族企业那边 怕是等不及了吧 王江一步步击破对方的防线 罗启亮额头上 甚至飙出了汗 站在他旁边的漂亮女秘书 却看着对面的王江面露微笑 而王江也是眯着眼睛 对他还以一个胜利得意的微笑 时间过去了五分钟 但这对罗启亮却是煎熬 王江已然起身 双手整理了一下脖子上的领带 做出一副准备要去开会的姿态 目光却始终停留在罗启亮身上 只见他输了口气 整个脑袋似乎有点无力垂下 王江眸子闪过筋芒 嘴角弯起一抹胜利 看来 他赢了 王总 我决定 这个时候罗启亮的电话响了 他看了一下来电 是顾言 这个老朋友他之前也去找过很多次 同样是房地产的 但他那边自己都在找资金 更别说就他了 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 一来就听顾言急急忙忙说道 罗总 我听说 你现在人在海王房产那边 我跟你说 千万别急着卖你那大楼 我这认识个朋友 他绝对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罗启亮当然不会这么容易 就相信 八大集团他认识的人都跑了个遍 何事根本就不鸟他 最后只有王氏这边说有资金 也表示愿意接盘 你说的那个朋友是谁 我认识吗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现在正准备答应王总的要求 他的出价是两个一一千万 分四次给 什么 才两个一一千万 还要分四次给 老罗你修斗了吗 你那大厦起码值三亿吧 这不是贱卖吗 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你现在在王江那 有些话我不能细说 那个人我也是刚刚认识不久 但他来历绝对不小 前不久在轮上那边一口气 买了三台车 八百多万 是全款 而且两台车就是拿来送女生 只是泡妞用的 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了 想买栋楼做公司 我立马就推荐了你 想着后面跟你说来着 刚好碰到 我家老头住院了 一下没来得及 今早找你公司的人说 你跑海王这边来了 我马上就给你电话了 你相信我 那个朋友绝对可以 给你更好的价格 顾言说的语速极快 生怕罗启亮不耐烦就挂掉了 但江楚答应投资的事情 他没说 这可是涉及到商业机密的 把他给急的 罗启亮内心挣扎 而王江也意识到了 这个电话对他不利 不能给他们再说下去了 脸色沉了下来 麦腿就要往外走 王总 王江停了一下 并没有回头 但嘴角却露出得意 经过我慎重考虑 我还是觉得 你给的价格太少了 我需要回去跟董事会商量一下 先告辞了 王总你 既然有货要开 就不用送了 罗启亮说完麦腿 大步走了出去 跟在他后面的美女秘书 朝着王江望过来 皱眉摇头 表示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门口关上后 碰 王江脸色瞬间阴沉 眼神中的怒火 宛如火山般爆发 把手上的手机 狠狠砸到了地上 直接把后面 拿着文件夹的大兄 黑丝高跟秘书 下了一个机灵 查 立马去给我查 到底那个王八蛋 在背后破坏了我的好事 是 王总 我这就去查 等一下 这是你让阿海去 告诉他 如果对方不是我们 水果省八大集团的人 那就直接让他 后半辈子坐轮椅 好 我这就去通知王经理 王江脸脸眼神中 闪过一抹狠辣 罗启亮坐在 劳斯莱斯上手 拿电话 顾炎 这次我选择相信你一次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放心吧 我现在跟他们 就在你大厦这边 你赶紧过来吧 另外一边 顾炎放下手机 看着身穿修身 OL制服的莫宇童 双手挽着江楚手臂 心中感慨 江绍身边的女人 这么年轻漂亮 已经有了一个 和家千金和失欲 还明目张胆地 泡上了别人 要么是吃了梁静如 要么就是有底气 明显江绍是后者 而且 江绍 把公司100%股权 都交给了对方 这也太信任了吧 就算他轻骂 他父亲也是 只给了点肝骨而已 江绍 莫总 你们对这个大厦 觉得还满意吗 现在罗总 他正在来的路上 他那边具体的情况 我也一字不落 跟你们说了 他现在确实 遇到了些困难 江楚心里 对这地方 是挺满意的 按照他的记忆 大厦面前这条路 以后将会被拓宽 而且 正对面 就是东盟各国使馆 和会展中心 附近更是会坐落 一个比较大的商业广场 而这座大厦 当时是被王氏集团拿到手 才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爆出的未来规划 直接涨价到十个亿 单单地皮 都只七个亿了 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却要被他截胡了 他一点也不担心 王氏集团 会对他下黑手 他们要赶来得罪自己 不介意多花点钱 砸到他们破产 嗯 等罗总人来看看他诚意 不到两分钟 劳斯莱斯就停在了旁边 一个身高一米六几的罗启亮 在司机开门后 从车上下来 后面跟着一个 穿着OL制服的美女秘书 脸上一直保持着 若有若无的微笑 看到江楚他们后眼睛 微微眯起上下打亮 罗启亮憔悴的脸上 抢几出微笑 眼角都眯出了几条皱纹 伸出手跟顾炎打招呼 顾少 你好 顾炎与之握手之后 面带笑容介绍了一下 这位是莫总 就是他看上了 罗总明这个地方 这是他男朋友江少 罗启亮愣了一下 本来还以为是 眼前这个年轻人 要跟他交易 没想到 却是这个看起来 年轻漂亮的女子 也是伸手 先跟莫宇童握了握手 然后踩到江楚 你好 我是罗启亮 顾少的朋友 很高兴认识你们 莫总跟您男朋友 真是男才女貌啊 莫宇童也是面带微笑 罗总您过奖了 哈哈 我带你们进去逛一圈 边走边聊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随便提 罗启亮和那秘书迈起步 就要走进去 顾炎也以为要进去看看 谁知道 江楚他们两个 却站着没动 罗总 莫宇童开口了 罗启亮他们 都愣在了原地 逛就不必了 你我的时间都很宝贵 直接谈吧 直接谈 罗启亮猛了一下 随即笑道 好好好 直接谈 莫总果然爽快 他们选了旁边的一家茶馆 在二楼找了个雅座 穿着旗袍的窈窍美女 用那玲珑玉芝 给他们表演了一把茶道 江楚跟莫宇童 看得津津有味 反倒是罗启天 第一次觉得 喝个茶怎么这么麻烦 但脸上的笑容 却也不得不保持 好不容易到好茶 罗启天赶紧挥手 让服务员出去 莫总 想必顾少也跟你说了 我现在急需要钱 不然不会把这大厦 卖这么低的价格的 罗总 您直接报个价 三个亿 这是我给的亏本价 而且可以接受半年内 分三次付款 我也不想绕弯子浪费大家时间了 不知道 莫总您能不能接受 想起来之前 在王江办公室说了大半天 连杯水都没给他倒 罗启亮端起茶杯 就大口往嘴里送 这个时候 哪有什么辛勤品茶 行 就三个亿 一次性付款 噗 罗启亮好不容易灌进去 一大口茶 这一下子全喷出来了 好在他及时低头 喷到了地上 女秘书眼睛一下 睁得大大的 一脸震惊 看向莫语童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罗总 我给您擦擦 女秘书慌张抽出纸巾 伸手过去 却被罗启亮一手挡住 莫总您当当说什么 罗启亮一脸猛逼 这特么做这么多年生意 第一次碰到这么干脆的 尤其是刚刚在王江那边 说了一个早上 各种拐弯抹角的借口理由 现在让他觉得有点不真实 莫语童其实刚刚忍不住 鸣嘴笑场了 他毕竟还是个大学生 跟这种老板 而且又是商业老手 紧张是在所难免的 只是江楚早上 给他转了五个亿 还有那银行行长 亲自给他打来的电话 确认和讨好 让他一下子 有了无限底气 同时 心里也对江楚的家底 有了无限的憧憬 不是五百 也不是五万 这是五个亿啊 昨天江楚说是一回事 但真正收到前后 那种震撼难以想象 再来的路上 身体还情不自禁地 有点哆嗦 从身家几千 顿时变成手握几个亿巨款 谁能淡定 同时也对江楚的 爱和信任到了 无可比拟的高度 莫语童 好感度加一 我说 三个亿 一次性负倾 请问 罗总什么时候 可以签合同 合同 对 合同 赵婷 去把合同拿来 啊 好的罗总 赵婷愣了一下 起身快步走了出去 我去下卫生间 江楚也起身紧随其后 出去后 他发现 那个赵婷 并没有直接下楼去车上 而是到了厕所里面 茶馆的厕所是单独的 一共好几个 其他门都是关上的 他只能去到了赵婷旁边 那一个空着的 如果有的选择 他并不想去 只因为 他加了点之后 那厅力极其敏锐 果然 即便隔着两道门 还是能听到 为了避免尴尬 江楚加快力度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赵婷在说话 江总 罗总他这边来 见一个叫莫总的女人 对方直接答应三个亿 而且是一次性父亲 那您答应的钱 谢谢江总 支鸭 开门声 紧接着 是咔哒咔哒的 高跟鞋走远的声音 江楚随后推开门 嘴角露出了然微笑 回到房间里面 莫与同他们交谈甚欢 已经开始聊别的话题了 顾言 莫总你放心 新公司的事情 早上我就让人去办了 就差落实一个地址了 等合同一签 我马上就能让人 把所有相关资料送过来 罗启亮 莫总真的是经国不让须美 令我罗某刮目相看 这么年轻出手 便如此不凡 过奖了 还得向罗总顾上你们学习 在他们眼中看来 莫与同没有一点架子 姿态放得很低 要知道 他们以前遇到的那些 手握巨款的甲方 哪一个不是牛逼哄哄的 说话都鼻子朝天喷口水 只有莫与同他 自己是真的想多累积经验 这赵婷怎么去了这么久 罗启亮皱眉抱怨道 这可是三个亿的事情 他心中是急得不行 大大大 赵婷气喘吁吁地踩着高跟鞋 抱着文件夹跑了进来 罗总 这是您要的合同 罗启亮自己先拿来看了一遍 确认无误后才 转交给到了莫与同 江楚在一旁暗暗点头 不愧是老江湖 哪怕是自己的贴身秘书 也不能全信 学到了 莫与同拿在手中 很是认真看了一遍 江楚心想 估计他没看懂多少 但凡事都有开始 最起码 那认真的态度 让他放心了不少 接着传给了江楚 他上一世 虽然没当过老板 但却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接触了解过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对了几个重要的数字 和名称责任信息 确认了没问题 才对莫与同点点头 接下来签合同 也是很顺利 莫与同跟罗启亮握手 皆大欢喜 而顾严的人 也很快就把手续办好了 并拿了资料过来 并且 让银行帮忙 把莫与同个人账号 那五个亿 转到公司账号 还给开了大额交易的权限 所以 这边莫与同 只要再签个字 罗启亮就能得到 那三个亿的华夏币了 看着莫与同 毫不犹豫地写上名字 罗启亮心里石头终于落地 别提多高兴了 有了这三个亿 总部那边 完全能扛过这次危机 甚至更加辉煌 感谢莫总 这对我来说 真的是雪中送炭的恩情啊 以后但凡莫总您这边有什么 需要我罗某帮忙的 请您随时找我 我们集团总部在苏氏 也欢迎您有空来做客 必定以最高规格相待 那就先谢谢罗总了 莫与同完成了人生中 第一笔交易 而且是三个亿的巨额数目 脑袋还有点晕晃晃的 难以置信 也感谢顾少 是你及时制止了我 不然我差点就亏了一个亿了 莫总这么优秀美丽豪爽的人 这份人情我记在心里了 别这么客气 都是老朋友了 相互帮忙是应该的 顾言也是久久处于震撼之中 但不是对莫与同 而是看向淡定自若的江少 因为他才是莫与同幕后 那个资金提供者 之前说好了 不能透露他的信息 所以他什么都没说出去 每次出手 都能让他刮目相看 一次比一次 让他震惊 这特么三个亿啊 看起来像 花了别人的钱一样 甚至 脸上还有淡淡的得意 开心 顾言已经觉得自己 不能跟江少 站在同一层次看事情了 江楚确实在投笑 因为他看到了 系统返回那三个亿的点数 加上之前 积累剩下的两百多万 换成钱 就妥妥的三百零二多亿了 比去买什么车呀 表啊 来得快多了 要不是怕动作太大 他很想一次 提现到银行看看那巨款 让自己狠狠爽一下 同时也确认了一个事情 就是单单转钱给莫与同 是不能活得反点的 一定要他花出去 才算是给女神产生消费 罗启亮表示 要赶回去总部那边 大厦这边 我会让人专门跟莫总 您这边交接的 有什么需要操劳的事 您直接吩咐下去 就好了 我让他们都听明白 嗯 谢谢罗总周到 最后轮到江楚 跟罗启亮握手离别的时候 他看了一下 赵婷已经走下去先开车 对罗启亮笑着说道 罗总 您公司里面 是不是有个王总 罗启亮愣了一下 不懂江楚是什么意思 哦 我刚刚在上厕所的时候 不小心听到 你秘书在打电话说什么王总 似乎在汇报工作 罗启亮眼睛一眯 闪过一道金芒 眼角抽动了一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更是刷得一下阴沉下来 江楚一只手拍在他肩膀上 罗总 想必你也知道 那个王江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外省的他 拿你没办法 但我担心他会对付莫总 毕竟是他帮了你 对吧 是 莫总恩情 我铭记于心 劳烦罗总您一件事 这个赵婷 如果想找工作 让他到莫总公司来 他都这样了 莫总怎么 罗启亮忽然想到了什么 这王江手段很辣 既然能收买他秘书 估计也会派人 或者收买以后莫总公司的人 与其被动 还不如主动接纳一个 只要控制在手里 说不定还能在关键的时候 出奇制胜 毕竟商城如战场 之前还觉得 莫与同一副声色 缺乏惊艳的样子 没想到 想得比他还长远 如果不是他装得太好 那就是 背后有高人指点 也是 出手就几个亿的手笔 背景怎么都不会差到哪去 我明白怎么做了 请莫总他放心 保证做得滴水不漏 让他看不出来 江楚笑着点点头 那就多谢罗总了 果然跟聪明人打交道 就是爽 罗几天他们走后 顾颜才眼巴巴地找到江楚 江少 您看我这边的投资 江楚示意了一下 哦 对对对 这是应该找莫总 瞧我这记性 顾颜屁颠屁颠 跑到莫与同那边 一脸谄笑 江楚则是给自己倒了杯茶 闻了一下 真香 江楚本来想直接回去 可莫与同却一脸兴奋地说 要去大厦里面 看看他的公司 和未来办公室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成为小说里面霸道女总裁的样子了 跟罗几天打了个招呼 他马上安排了里面看守的人出来开门 江楚也是第一次看到里面 合同上面写着 总面积是5000平方 外面设置有职工饭堂 体育健身馆 小仓库等等 一栋主体大楼 虽然才12层 但占地面积 却超过了2000平方 而且 是新建没几年 包含了地下负两层停车位 之前是租给了信电运营商 做公司用的 如今已经搬走了 以上上面可以做公司 下面开个商城都行 12层 最高层 他们来到以前信电老总的那个办公室 哇 落地玻璃窗 这起码得有十几米宽吧 以后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吗 简直爱死了 墨语通进门 就双手高举 放飞自我 总共200多平 里面有几十平的休息卧室 20多平浴室 和独立书房 很多东西都还在 并没有搬走 罗几天刚在电话说过 这里每天都会请人来打理 毕竟也有留意间可以招待客人的地方 江楚看到不禁感慨 这老总倒是挺会享受的 江楚 你快告诉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墨语通兴奋地跑过来 一蹦一跳 双手挂在江楚脖子上 想知道 那还不简单 江楚脸上露出坏笑 今天一大早接墨语通的时候 就看到他穿的是从来没见过的OL装 据说是昨晚他自己跑出去买的 小西服外套 已经在刚刚无胡的时候 被他甩一边去了 如今穿的是一件修身白衬 下摆塞到了黑色短裙里面 两个圆圆的兔脑袋挺着 隐隐能看到里面文胸的轮廓 隐隐一窝的小蛮腰 还有那标志性的极品大长腿 更是穿着黑丝高跟鞋 无比诱惑 不行 不能在这里 讨厌 嗯 坏蛋 万一有人来看到怎么办 门我反锁了 而且这你也看到了 就一个保安 我刚让他去帮我们出去买点东西去了 其实江楚刚刚还看了一圈 确认没摄像头之类的 加点之后的他 如果有事能明显感知得到的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在胡星亭吗 嗯 那个时候你被蚊子叮了 你让我帮你涂 嗯 你想干嘛 人家又没被蚊子咬 墨语通脸上已经红到了耳根 四 嗯 墨语通说很喜欢这里的沙发 因为沙发的弹性真的很好 还是真皮的 坐上去很舒服 江楚也是挺喜欢的 这沙发也太高档了 还带自动挡按摩 定定躺坐在上面 仰起头 一脸的享受 我以后的办公室 也要 有张这么爽的沙发 好 必须满足 去试试那老板椅 下面还有轮子 这挺宽敞的 我推着你飞 讨厌 其实 墨语通还是最喜欢那大玻璃落地窗 墨语通站在落地玻璃旁边 眼睛眺望远处的风景 如今正在大兴土木 对面是一个隧道 巨大的卡车 在满了货物穿梭着 他激动不已 已然能预想到 以后这里的繁华 买下这个地方 绝对能升值不少 装修别给我省钱 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嗯 喜不喜欢大床 喜欢 喜不喜欢自动按摩沙发 超级喜欢 那就全买下来 怎么贵的怎么来 必须要舒服 才对得起自己 知道吗 江楚对他太好了 每次都能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感动得有点想哭 站了大半个小时 还穿着高跟鞋 大长腿 也有点不堪重负 他觉得有点晕高 为了安全 最后他坐在了沙发 江楚 点的奶茶还没到吗 快了吧 应该马上就来了 咚咚 江楚打开门 保安气喘吁吁的手里 拎着两杯奶茶递给了他 江总 这是您要的七克奶茶 谢谢 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 那我先下去了 嗯 保安进了电梯后 一脸不解 这有钱人都这么挑的吗 喝杯奶茶而已 非要买西大大门 对面那家店的 害得我打车过去 来回都一个多小时 不过还好 有钱人就是豪爽 直接给了我三百块 出去打车前 还能有两百多金账 又可以抽几天好烟了 嘿嘿 校庆当天白天的时候 学校已经是热闹非凡 各大网络媒体 跟省电台 都罕见的跑来学校 要对节目进行现场直播 而原本想随意搭建的 简易舞台 学校也是在赞助商 鼎立知识下 改成了 需要花两天时间 搭建豪华舞台 租来了高级的音响设备 和灯光 还请来了专业的 化妆师等等 卧槽 学校这次财大气粗啊 这校庆弄得堪比演唱会 别提了 我们班牌的 好好的一个节目 本来觉得有需要 拿个前三的 一听说这么大阵仗 那节目直接就被上面毙了 这次能上去表演的节目 可见压力多大 也另外说明了 必须足够的精彩 你说的没错 听说学校的五大校花 除了何诗玉没上 其他四个都安排上了 吉梦西是主持 其他三个都是才艺表演 无比期待啊 这可是史上第一次 听说很多外校的学生 甚至有些社会人 都想偷偷溜进来看演出 所以今天 校门进出都很严格 需要出示本校学生证 或者邀请函才行 不仅校花 校草吴小千也要上去 还有那个超级转校生徐坤 还一口气上了三个节目 卧槽 这妖牛逼 那个江楚呢 他也是最近上 升到了校草行列 据说挺受女生欢迎的 他呀 帅又没徐坤帅 就只会打点篮球 耍酷还会个屁 我跟你们说 我见过徐坤排练 唱条rap每一个都很牛逼 简直是碾压 其他节目的存在 我敢保证 说不定前三名都是他的 众人一脸不幸地 看着眼前这个压低压舌帽 正在得意见效的男生 你是谁啊 我们怎么没见过你 那男生匆匆溜走 八栋宿舍 带着压舌帽的戴维 鬼鬼祟祟的进了门 坤少 我刚刚出去打听了一下 外面 现在都在传你要上场表演的消息 我相信 只要坤少今晚你发挥稳定 拿下李文静小姐 是指日可待啊 那是必须的 君师你也有功劳 不过 我想我三个节目 如果都站了前三 是不是不太好 毕竟他也出了节目 似乎是弹钢琴 要不让他一下 给他拿个第二好了 坤少果然是对李小姐关心细致 连这都想到了 不错不错 想必李小姐知道后 肯定感动无比 哈哈 君师 你确定今晚的节目 没有哪个僵处的吧 我觉得 每次遇到他 我都倒霉 在这么重要的环节 我不想出现任何差池 绝不能再让他出风头了 徐坤那是恨得牙痒痒 代为拍拍胸脯 放心 我查过了所有节目名单 上面没有他的名字 另外 我可以跟坤少您偷偷透露个好消息 最近全国大伙的号称 音乐舞蹈全能女明星赵思颖 会空降过来当评委 到时候 坤少得到他夸赞的话 更是能对李小姐 进行百倍暴击 嘿嘿 徐坤眼睛一亮 你说赵思颖会来 他不仅音乐舞蹈厉害 人还长得很漂亮 而且是 不怎么用打扮磨皮的那种 当年我出五百万 想跟他吃个晚餐 都被他拒绝了 等我继承了徐家 我非拿钱砸到他自己 乖乖躺床上不可 既然混娱乐圈的 装什么装 说不定 今晚看了坤少您的表演 他都主动投怀送爆了呢 哈哈 还是军师你会说话 对了 我爸妈那边 坤少放心 这次顺利的话 明天我就安排您 最美的戏码 应该差不多能拿下他放心了 即便你家人知道 您这边再随便找个理由 拖上一段时间 真正拿下李小姐身子就行了 徐坤点点头 面露得意 想到李文静那冰冷气质 绝美容颜 如果把他弄上床 不知道多爽 我越来越期待 今晚成为万众瞩目的时刻了 江楚站在钢琴室外 目光悄悄打亮着 里面正在排练最后一次的李文静 钢琴上的黑白剑 在他那葱般玉指下灵动 一首天空之城 让他演绎出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这就是江楚给周星仪写歌 给墨语同编舞 却唯独没为李文静做点什么的原因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他已经完美的无懈可击 根本不需要画蛇天足 他悄悄来过好几次 一直都没发现 上一世李文静最终没有登上舞台的原因 难道这一世历史被他改变了 哇 文静你太厉害了 每一次听你弹琴 我都忍不住陶醉在里面 要不是跟你认识这么久 我都以为你是哪里来的钢琴大师呢 是蛙是蛙 学姐你请收下伦家的膝盖 别闹 学姐 我发现今天你一直面带笑容 简直太美了 多笑笑多好 学姐是不是谈恋爱俩 是哪个帅哥能有此殊荣 李文静眼神陷入昨晚的回忆 脸上笑得更甜了 外面的江楚摸摸鼻子 再说我吗 不好了不好了 一个女生匆匆跑了进去 干嘛呢 慌慌张张的 不知道为什么 文静的节目突然被吓了 什么 什么叫被吓了 其他人大惊失色 就连淡定自若的李文静 也是紧紧粗眉 意思就是 文静他今晚不能上去表演了 简直太可恶了 学校怎么可以这样 说下就下 总得给个理由吧 就是 文静学姐 可是为了这个节目练了好久 这也太欺负人了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学校讨个说法 不然我就在今晚的直播上面 拉横幅抗议 对 加我一个 李文静突然开口了 别这样 谢谢你们 这段时间你们也同样辛苦了 我大概知道 学校为什么这么做 这不怪他们 是我家里的原因 众女面面相去 一脸的不解 我出去打个电话 李文静起身 江楚立马躲了起来 一身白色碎花连衣长裙的李文静 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四下看了一眼 拨出了电话 喂 爷爷 哈哈 我的乖孙女 想我了 我要表演的那个节目 是爷爷 您让人吓了吗 嗯 爷爷这是为你好 你是爷爷的心肝宝贝 爷爷不想你露面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伤害你 可是爷爷 劲儿 你之前要求爷爷让你到西大读书 爷爷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才答应你的 但你答应过爷爷 只要你身份被发现 那你就会回来爷爷身边听爷爷安排 还记得吧 嗯 前不久 你们搬来了个叫徐坤的 他是徐家的二少 目的就是奔着劲儿你去的 他自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他家里人也知道了 但却默许了他的行为 哼 区区徐家 也想燃着我的心肝孙女 所以 劲儿 你的西大之旅将到此结束 刚好跟你青梅竹马 长大的秦浩 从国外回来了 如今也是一表人才 不管相貌才干人品都不错 爷爷明天就派人 过去接你回来 让你们见见面叙叙旧 他一直跟我念叨你 爷爷看得出来 他是喜欢你的 李文静全身一震 爷爷 我不回去 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 哪怕是 让我读完大三也行 不行 你答应过爷爷的 身份泄露后必须回来 爷爷 你再给我个十天时间 三天 这是最后的让步 三天足够你 跟你那些同学朋友道别了 还有 别以为你爷爷我不知道 那个叫江楚的小子 你为了他跑去西大的时候 爷爷就极力反对 可你说 你不会主动跟他产生交集 爷爷才答应你去 如今你们不但成了朋友 总之 他的身份配不上你 明白吗 三天后 爷爷派人去接你 必须回来 不然 你知道爷爷的手段 你不走 那爷爷就让他走 我知道了 爷爷 爱爷老了 你是爷爷唯一在意的人 爷爷也是为了你好 嘟嘟嘟 看着李文静的背影 微微低着头 能感觉到无尽的失落和难过 江楚把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他很想过去给他一个拥抱 告诉他 他不怕 但他知道 以李文静的性格 铁定会为了 他明天就自己回去了 江楚眉头紧皱 紧咬牙关 手握拳头 不管什么魔都李家 还是什么情号虚昆 属于我江楚的女人 绝不容许第二个染指 卧槽 终于找到你了 特么打电话 也不通 向华气喘吁吁的 给了江楚肩膀一拳头 江楚一脸猛 手机看小说没电了 找我干嘛 今天来的人实在太多了 刚刚突然说 今晚会有一位当红明星要空降 急需一群形象气质家 高大威猛的志愿者 去做现场维护 一天给三百 好 别说三百 就是三百万真是你也别找我 老子堂堂一闪 指导老师指定叫你 而且是 让你具女生更衣式化妆式 所秩序维护 江楚 我跟你说 我不是缺那三百的人 但这种艰巨的任务 这么具有挑战性 找对人了 我跟你说 向华一脸的鄙视 油库直播小组 刘总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来一个 穷省分大学进行直播 这能有多少热度和流量 都是一群大学生的表演 能好到哪里去 是啊刘总 虽说对方也花了不少钱 搭建舞台 但毕竟还是一个孝庆而已 至于让我们兴师动众 跑这么远来搞直播吗 我觉得 今天的直播在线人数 能有十万人就顶天了 十万 你也太高估他们了 我打赌是一万 如果超过一万 我倒立着吃面 刘总言脚抽动 他总不能说 是因为自己收了钱 所以才跑来直播的吧 他只是分管 油库其中一个小栏目而已 反正总部那边 现在支持直播 带来的设备 也就一台车 至于什么流量 他压根就没想过 瞎扯什么呢 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 干好你们就得了 像荼豆悠悠语音 也是收到钱来随便拍拍 也没希望能拍到 什么爆火的节目出来 水果省电视台 老费 你说台长抽什么疯 非要来搞这什么孝庆直播 至于吗 我问过了 你说人家这么多网媒 都来直播了 我们这电视台 不来能行吗 反正咱们是台里 底层小喽喽 上面让来做做样子 管他呢 难道你还想去 拍什么大型晚会 这哪里能轮到我们 哎 你说我们两难兄难弟 都三十好几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拍到一些爆火节目出来 反正今晚是没希望了 傍晚六点多 剧里演出正式开始 还有一个半小时 舞台后的大楼外面 被封了起来 里面的教室房间 被充当为更衣室化妆间等等 哇 这个保安哥哥好帅啊 有女生花痴喊道 姨这不是我们学校的男神江楚吗 哇 穿上这身 简直酷比了 真的儿 真的是江楚学长 好帅啊 学长学长 你出场那场球赛 我一直都有给你加油哦 简直太棒了 没错 穿上一身维护制服后的江楚 身躯挺拔 帽子下是帅气坚毅的脸颊 对学校大部分女生 简直就是秒杀 江楚脸上骚骚得意 是吗 那谢谢学妹你了 我可以跟学长拍个照吗 当然可以 我也要我也要 本来人来人往的通道 如今因为江楚挤满了各种女生 江楚被簇拥在中间 享受各种艳服 因为这些能参加演出的女生 大部分颜值都在75分以上 甚至有十几个 是80以上的院花戏花级别 性感的异域风舞蹈服 珍珠饰品包裹着的呼之欲出 不灵不灵的 别样的民族服饰 经过简达修改后 也是走的性感路线 那大长腿上的铃铛 勾人心弦 欧米风的芭蕾舞服饰 缠着绑带的拉丁舞服 看得江楚是眼花缭乱 直呼 这来得直了 期间还看到了墨语童跟周星怡 前者是瞪了她一个白眼就进去了 周星怡则是对她笑嘻嘻地比了她心 让开让开 都给我让开 一个霸道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只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保镖 很没礼貌地 把外面的女生都轰走 后面跟着一个 带着鸭舌帽长头发的女人 另外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女子 搀扶着她的手臂 脸上写着不耐烦跟厌恶 干嘛呀 把我刚弄好的裙子都扯坏了 就是 害得我又得回去化妆 啊 是赵思莹 我没看错吧 真的是你 没想到大明星赵思莹也来了 天啊 你可是我的偶像啊 真的是 我也是你粉丝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偶像居然出现在我眼前 而且 你真人比电视上漂亮多了 听说会有一位明星空降 我以为只是十八线的小明星 或者是那些过期的歌手 没想到 居然是赵思莹 天啊 听说统台想请她去参加 天籁歌手 节目都被她拒绝了 没想到 居然能请来我们校庆 我要疯了 快给我出去 我要签名 现场一下子就骚动起来 教室里面 正在化妆到一半的人都 纷纷想挤出来一看究竟 眼看这么多人 围住那几人寸步难行 大家安静下 在中间的赵思莹 终于开口了 不得不说 当红明星 就是有影响力 大家纷纷安静了下来 我是赵思莹 想必在场的同学们都认识我 我也不多做介绍了 今晚我是受我恩师邀请来当评委的 因为是临时决定 所以来得有点突然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热情和支持 但这里通道很小 为了避免给大家造成伤害 请大家理性一些 能够让今晚的节目顺利演出 知道你们一直都在为演出 做了各种练习 等的就是今晚 我答应你们 一定会给你们努力表演 给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评分 谢谢大家 一些人动了 疏通了一部分 但还有一大堆人没动 就连赵思莹也是愣住了 这种事情经常碰到 一般只要他一开口 基本上都会让出一条道来 没想到今天却失灵了 百思不得其解 本来学校也安排了 好几个专业安保人士 但都被叫去大门去了 谁知道赵思莹 居然偷偷用另外的方式 跑进来了 他们也是始料未及 现在正在赶过来的路上 赵思莹和邓佩佩 见那群没有走的女生 目光都看向了一个安保身上 他们眼前同时一亮 第一反应是 好帅 然后感觉到 这个保安年轻高大又淡定 完全有进娱乐圈的前置 说不定可以培养个 偶像明星出来 江楚对那些女生露出微笑 你们先进去 听话 惹 学长好帅 我听学长搭 学长 那我们先进去了 大明星就交给你了 学长白白 质疑会再出来看你 刚刚还拥堵不堪的通道 不到一分钟 就畅通无阻 这吧 赵思莹跟邓佩佩 看的是一愣一愣的 早就听说 水果省的人不怎么追星 果然名不虚传 就连一个安保的话 都比他说得好使 简直不可思议 赵思莹忍不住 多留意了江楚吉言 而江楚也毫不客气地 打量着他 赵思莹 好感度加舞 鸭舌冒下一头大波浪 瓜子脸上秀鼻高挺 杏仁眼 眼眸中透露着闪亮 嘴唇抹上了 晶莹剔透的唇彩 牛仔小外套 里面是露奇抹胸 身材玲珑有致 大白兔估计跟 墨宇童大小差不多 下半身穿的是 紧身牛仔长裤 和一双运动鞋 这种装扮普通 想必是为了躲开那些狗仔 叮 赵思莹 年龄22 身高166 体重48 颜值89 充电宝0 好感度5 赵思莹的化妆室在旁边 那是单独一间 特意为他一个人留的 只有化妆师和他经纪人 一起跟着进去 很快又来了几个专业的安保 他们只守在赵思莹 他们那边化妆室的门外 看那站姿 估计还是从部队退回来的 经过刚才那一出 加上演出快开始了 江楚反而无聊了起来 随便找了张椅子 就坐了下来 还翘着二郎腿 悠哉悠哉的 把旁边那几个安保 和那两个保镖 看得一脸鄙视 这特梦哪里是当安保 分明找来了的大爷 江楚可不管 他就是来玩的 师父 真的是你 江楚闻声望去 来人居然是何诗运 你来这干嘛 你不是没节目吗 何诗运黑黑一笑 我听说赵思莹来了 我是他粉丝 所以来看看 能不能要个签名 没想到 师父你居然也在这 这里可是女生的更衣室啊 有没有进去偷看 且我是那种人吗 何诗运 一副你就是的眼神 不得不说 师父你穿这身好帅啊 又威猛 不少女生聊你吧 那必须的 我那是人见人爱 呸不要脸 给你点阳光 就使劲灿烂 江楚扭过头 不想理他 你不是找大明星吗 只走 左转 不送 有你这么当师父的吗 你没看到那群安保保镖在哪 我怎么进去 要不师父你大展身手 把他们打瓜了 然后带我进去 江楚像看傻子一样 看何诗运 你觉得 是你有病 还是你有病 我有 何诗运一下没反应过来 差点被坑 臭师父 你才有病 我不管 你要帮我要到赵思颖的签名 我可以像那天晚上一样 帮你 江楚 星号 然后秒尘脸 你不是何加千金吗 自己去想办法 他意志可是非常的坚定低 哼臭师父 我不当你徒弟了 多谢 请我一个散试验就行了 哎呀 人家开玩笑而已嘛 不许生气了 江楚扭过脸 不想理他 何诗运眼神露出脚狭 拉起江楚的手就跑 跟我来一下 干嘛 你要带我去哪 卧槽 这女生厕所 你疯了吗 你是不是想谋害为事 江楚压着声音说道 没想到何诗运 居然把他拉来厕所单间里面 这明明就是男厕所 我又不瞎 而且现在又没人 何诗运不以为然 你懂个屁 现在这栋楼这边全是女生 为了避免太多人排队 男厕所也是允许女生借用 江楚想到了黄金周 那些旅游景点男厕所 被男女共用 甚至有些被霸占的场景 外面女厕所也没什么人啊 放心吧 不会有人跑进来的 懒得跟你争 你把我叫来着干嘛 我想跟你说正事呢 告诉你个好消息 嗯 有什么事不能外面说 这是商业秘密 师傅 你不是让我拿下水果代理权吗 我让他们去了国外找人 然后拿下了南方七个省的总代理权 北方我们的人没拿下来 因为那边是京城的一个太子爷出手了 现在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亿 我家人都有很多说 我是傻子 师傅 你觉得我是吗 江楚笑笑 我承认你是傻子 那我不就是大傻子了吗 没关系 让他们说去吧 很快他们就会后悔了 嗯嗯 我也这么觉得的 现在国外已经在按照订单量产了 估计下个星期就能发货过来了 他们现在在想着 怎么打广告做宣传 这么快 江楚倒是微微惊讶 上一世应该没有这么快 进入国内市场才对 估计这一世 时间进程加快了 广告什么的 你们看着办 回头我再给你转一个亿过去 记住 尽量多拿货 把那些渠道都给我看死了 师傅 我发现你说到这方面的时候 好有魅力啊 还有 那个你打架的时候也是 尤其是上次你把那个精神 打得跪地求饶的时候 简直太霸气 太威武了 哼 你别想拍一两具马屁 就能让我消气 何时运的眼珠子 转了半圈 闪过一丝脚侠 我明白师傅你的意思了 明白什么 你要干嘛 对方扶手 别动有人来了 耳间的江楚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声音 思影 我都说了 让你别喝那么多奶茶 非要喝 佩佩 人家口渴吗 这是学校 不是在公司 化妆室都没独立卫生间的 你这么跑出来 万一又被堵住了怎么办 赵思影跟邓佩佩 一起来上厕所 结果到转角的时候 发现女厕所 居然排起了长队 怎么这么多人啊 我憋不住了 我去让他们走开 你去上 不行不行 待会让他们说 我们耍大牌怎么办 而且 你知道的 排队是礼貌 邓佩佩一脸无语 就你讲原则好了吧 现在你偷偷来参加这个校庭 肯定会把张总得罪 说不定一生气就把你血藏 好了 现在别说这个了 真的憋不住了 等一下 我看那有个牌子 说男厕所也可以用 我看这里只有 内训安保 他们都站在那呢 其他应该都是女生 我们就去那吧 嗯嗯 两人鬼鬼祟祟的 趁没人看到 就跑进了男厕所 这里果然很空 这一间没人 思影 你上这个吧 我顺便也上一下 嗯 碰 阿世赵 嗯 何时运瞪大了眼睛 露出惊喜 没想到杀来了不速之客 而且还是大明星赵思影 看着一言不发的何时运 江楚微微皱眉 哗啦啦 思影 那个大学生志愿者 你要不要考虑 让他跟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确实挺帅的 而且他脸上没有丝毫打扮 不像我们公司那些男艺人 粉底抹的比女的都多 样子不差 就不知道人品怎么样 还有 你懂的 我这人要求比较高 如果单单只有颜值 那是不行的 唱歌 作曲 跳舞什么的 最起码得有样 擅长的吧 一个大学生 还没出社会 应该不会差到哪去吧 至于你说才艺 如果他有的话 应该也不会跑来当志愿者安保了 肯定会上舞台表演了 也是 怎么 佩佩你是看上这小帅哥了 哪有 别乱说你 话说思影 你真的不打算跟那个李俊泰试是吗 他可是傍国顶流男星 而且还有他的公司 都是他家里开的 看得出来 他应该挺喜欢你的 我现在暂时没那想法 他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 你忘了西门公子了吗 算了 不说了 出去准备一下 快开始了 稀稀苏苏 穿衣服的声音 枝鸭 咳咳 死师父 踢死你 哄 厕所门被狠狠踢开 外面的赵思影 跟邓佩佩两人被吓了一跳 然后转头看去 瞬间瞪大了眼睛 张大嘴巴 一脸震惊 厕所里面 居然有个男人 而且 男人的背后 还有个再擦嘴的女生 虽然不懂他们 在干什么 但偷偷摸摸的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关键是 刚刚他们在上厕所 那岂不是让眼前这个男的 全都听到了 你 你是那个安保 你 太龌龊了 简直 赵思影瞬间满脸的怒气 本来还有点好感的 现在瞬间变成了讨厌 赵思影 好感度 五十 卧槽 这吞不掉的 也太猛了吧 没错 这外面明明写的是给女生用的厕所 你一个男的 怎么也跑进来 简直就是变态 我要打电话报警 告你偷窥 猥亵 邓佩佩也是怒不可接 想拿手机 却发现没带身上 江楚脸色一沉 爸 这里明明就是男厕所 你可以去看看 外面的牌子怎么写的 女厕所如果人多 可以借用男厕 是借 哪里写着 不给男生进来了 我一个男的到男厕所 有错吗 邓佩佩他们没想到 江楚倒是理直气壮 明明是他们吃亏了 但细想那个牌子 确实是这么写的 赵思影压着愤怒 可你们孤男寡女 跑到男厕所来干嘛 还不是干那些龌龊事 没哪条法律说过 禁止在厕所谈恋爱吧 你 邓佩佩拦住了赵思影 行 你们谈你们的 不过我有言在先 今天的事情 不能透露出去半个字 不然我会告你们猥亵 思影 我们别管他们 邓佩佩把赵思影拉出去 等一下 那个 能不能给个签名 赵思影二人 转头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货脸皮得多厚 都这样了 居然还想要签名 就你 还想要我签名 别让我再看到你 龌龊男 气冲冲地走了 江楚两手摊开 看向何思韵 表情无辜 我已经帮你问了 人家不给 何思韵给了他一个白眼 完了 要不到赵思影签名了 都是江楚你这大坏蛋害的 双手插腰 嘴巴撅起 一副乃凶乃凶的模样 是谁把我拉进来的 是谁把他放进去的 臭师傅 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现在说话都难受 嗨嗨 何思韵一副楚楚可怜 卧槽 这何思韵 说变就变 比翻书还快 江楚本来皱气的眉头 一下梳开来 算了 看在你对我这么好的份上 等有空我教你几招功夫 真的吗 真的吗 太好了 何思韵瞬间开心 扑到江楚怀里 江楚眼神中 露出一丝脚侠 功夫嘛 也分很多种 走 带你去喝点水 哼还好意思说 都是你的味道 八点整 晚会正式开始 吉梦西怀着忐忑紧张的心情 手里攥着话筒 踩着银色高跟鞋 脱着艳丽白色长裙 跟随着前面两位电视台专业主持人步入舞台中央 是的 因为这次晚会学校很看重 特别让他这个笑话低的美女来做其中一个主持人 虽然经过好几次彩排 但那巨大的射灯照过来 还是让他忍不住瞇了一下眼睛 好一会才适应过来 伴随着他们出场 观众席那边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响彻天地 上面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涌动 天哪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听学校领导聊天的时候 说道 今晚下面的观众起码有上万人吧 这还是经检过大部分学生后的结果 而下面一排的摄影机纷纷对着台上的他们 虽然身为富二代也见过不少世面 但此时此刻可是直播 多少有点紧张 电视台主持人 尊敬的 现在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次晚会的神秘嘉宾 他就是 如今当红火热 音乐作曲都精通的 有着新一代小天后之称的明星 赵思颖 话音刚落 一身白色紧身墨胸短裙的赵思颖 踩着高跟鞋 一边挥手一边迈入舞台中央 呼 场下掌声雷动 更是有无数人在呐喊赵思颖的名字 天啊 全是赵思颖 之前我觉得 选这个鸟学校 费了四年光阴 如今看到赵思颖居然空降晚会 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难以置信 赵思颖居然会到我们学校的晚会 他现在可是一线的明星啊 不过 我可是他超级粉丝 赵思颖 我爱你 曹曹曹 我就说 这次爬墙进来值了吧 居然是赵思颖 他可是我梦中女神 没想到居然看到真人了 今晚我要为你撸啊撸 用AD射手五连胜 省台直播那两人 立马从椅子上跳起来 卧槽 老费 他妈真的是赵思颖 你怎么没有收到一点风声 我也不知道啊 赶紧的 前面的一线同志 提起精神来了 这不是演习 这不是演习 找好位置 把镜头对准赵思颖 马上拿起手机 跟总台报告这件事 台长只是微微惊讶 哦 这样吗 安排其他省内电视台 还有各大媒体 进行推广这次的直播 虽然只是做评委 但多少有一波流量 邮库直播后台控制车 刘总 曹 全是赵思颖 赶紧告诉总部 要求把直播的广告放在首页 哪怕赵思颖只是当评委 但一线明星来参加这种校庆 简直就是超级掉价 这本身就是超级热门的话题 赶紧造起来 看看现在在线观看多少人 刘总 现在是一万多 还在不断增加 记住 一会 你可去到这吃面了 吃就吃 不就是赵思颖吗 到这种小地方参加校庆 那流量有五十万顶多了 要是超过 我特么今晚 就在学校跑到裸奔一圈 嘿嘿 你想裸奔那时有点难了 也不知道赵思颖公司怎么想的 居然允许他来参加校庆这种小节目 我都辉煌娱乐有限公司 赵思颖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事吗 我命令你 马上取消出场这次活动 不行 张总 我已经答应过文师了 我只是当个评委 你 赵思颖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一个普通大学的校庆 这是你一个一线明星 该去做的事情吗 张总 签合同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只坚持唱歌跟创作 其他事情公司无权干涉 好 居然拿合同压我 我 嘟嘟嘟 碰 一个抽着雪茄 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 手机狠狠砸在桌面上 发出巨大的响声 就连烟灰缸也跳了起来 此刻的他 是宛如火山爆发的怒气 他以为他是谁 公司花了这么多钱 把他打造起来 不是让他想干嘛就干嘛的 总监陈薇 张总降降火 这件事 只有他邓佩佩知道 我们下面的人全都不知情啊 是啊 你说这个邓佩佩真是的 赵思颖平常不过问这些事就算了 他一个经纪人 会不懂得去参加这种校庆多掉价 以后我们还怎么去跟那些大品牌 谈高价值的合同 其中一个 穿着黑色闪亮景深短裙 黑丝高跟的年轻女子 幸灾乐祸开口道 我就说 平常不能任由他乱来 迟早会出事 看吧 这不就来了 那是 如果当初公司把资源 投入到肖碧池身上 那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事了 女子旁边一个打扮妖娆的男子安迪 正在拿着一把指甲剪 修理指甲 说话的语气 阴气很重 马上通知公关 让他们紧急研究处理方案 这个赵思颖 安排一下西门公子跟他见面 他要是不从 以后就把他血藏了 忍他很久了 好的张总 肖碧池跟安迪同时眼睛一亮 嘴角露出得意 现在 有请我们下面的评委 为民族舞蹈 跳在田野上进行评分 下一个节目 是由学校超级人气王 徐坤同学 为我们带来歌曲 是坤啊 有请 呼呼 场下前面一大片人都 双手高举徐坤的荧光牌 还有专门的美女啦啦队 进行高声呐喊 徐坤徐坤 你最棒 下面的评委 也是在进行讨论 听说这个徐坤 去当过偶像练习生 这次节目 单单他自己一个人 就上了三个节目 唱跳rap个一样 似乎是前三的大热门呢 是啊 我这次是挺看好他的 邓佩佩把脖子伸到 赵丝颖旁边 唉声叹气 毕竟是大学生的演出 真的好无聊啊 前面那些节目 很多都像赶出来的样子 乱七八糟的 回去肯定被张总骂死了 我觉得 我们的职业生涯 要到此为止了 他们好像 都对这个徐坤很看好的样子 看来有点实力 不过 这名字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 我们都没来过水果省 怎么可能认识 而且 对方还是个大学生 丝颖 我看 你是想多了吧 不说了 认真看节目 徐坤依然一头中分 然后穿着经典的背带裤出场了 下面前排的人 在疯狂呐喊呼叫 简直跟疯了一样 思颖 这徐坤这么受欢迎的吗 我怎么感觉 后面那群人都比得上 你开演唱会那些歌迷了 徐坤在台上 一脸得意的 进行了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点头示意 音乐可以开始 自从和你相遇 我是坤啊 那个爱你的练习生啊 我是坤啊 还是那一片的人 整首歌都在疯狂呼喊 洪叔 你怎么也来了 戴维也在那群人当中 我们坤哨的 演出我必须得来 大声点 谁喊的最疯狂 我给他加钱 后面大部分人听了之后 纷纷吐槽 卧槽 这唱的什么歌 这么难听 就这水平 怎么还能上去表演 就是 那歌词小学生写的吧 唱的 那叫鬼哭狼嚎 人家电视台在直播呢 唱成这样 确定不会被打 省台直播后台 卧槽 老费 这特么 是大学生的孝庆 这歌怕是初中水平吧 你太小看初中生了 我见过几个初中生 人家唱得很好好吧 就这家伙 上台唱到一半 本来因为赵思颖 才上去的收视率 如今掉了一半 操 选节目的那个老师 不是瞎 就是龙了 油库和其他网媒 老黄 看吧 我就说吧 哪怕赵思颖来了 在线人数 也不会超过五十万 刚刚四十万是最高的了 现在这会一首歌 把二十万人干跑了 却实牛比 下面的六个评委 五个评委都在鼓掌叫好 只有赵思颖 眉头紧皱 邓佩佩一脸猛逼 唱的什么玩意 这是歌吗 可为什么那些评委 个个都在叫好 感谢旭坤同学 为我们深情演唱出这首 是坤啊 请评委打分 下一个节目 是来自周星怡同学 同样是要演唱歌曲 叫小苹果 有请 坤少 你这次唱得非常成功 下面的人都被你震惊了 我想 这次绝对比前面的节目都高分 戴维神出鬼没的 又到了后台旭坤旁边 徐坤一脸得意 哈哈 那是自然 我徐坤不管是在魔都 还是在水果省 都是犹如皓月一般明亮的存在 舞台上 周星怡款款走出 他这次没有留双马尾 而是改成了黑长直 且绣发上戴着白色绣花 穿着上次跟江楚去买来的 一身白色花架 大长腿上也是 戴蕾丝花纹的丝袜 外加一双白色花架高跟鞋 整个人看起来 唇欲无比又可爱 大家好 我叫周星怡 现在为你们献唱一首 来自楚汉写的原创歌曲 小苹果 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心地 跟苹果一样红 不愧是笑花登场 今天周星怡这身打扮 直接斩杀各种宅男的心 下面一大片人 尤其是男生各种欢呼和吹口哨 这女生颜值不错 这一身装扮更是别致用心 不知道唱得怎么样 赵思颖今晚难得开口夸赞 随着音乐前奏响起 赵思颖眼睛一亮 觉得自己浑身的音乐细胞 都跟着一起蒙动了起来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长出了果实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厂下的观众同学 都不由自主地 跟着音乐歌声蹦跳起来 甚至很多人 跟着哼了几句就会唱了 结果就是 到了后面高潮的时候 下面两万的学生 都在跟着一起唱跳 那种震撼可以想象 赵思颖已经忍不住站了起来 两眼放光 天哪 这歌的编曲 歌词 简单一懂 朗朗上口 绝对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才能写出来 邓佩佩也是一脸惊讶 没错 以我多年经纪人的眼光 这首歌能推广出去的话 闭火 而且 上面的那个女生的颜值 跟唱功的都很好 比公司培养的那些歌手 都好听多了 而且拥有自己独特的声线 如果包装一下 说不定能造出一个明星来 佩佩 等结束后 一定要问出 这楚汉是谁 我必须要知道 嗯 省电台 老费 这首歌太好听了 我特么 听了都想蹦起来 老费伸长脖子 瞪大眼睛 一手指着屏幕上的数据 快看 收视率涨到2.055了 卧槽 这已经媲美咱们省大型晚会了 老费 我感觉我们的苦难日子 有希望熬出头啊 哈哈 油库 卧槽 刘总 刘总伸手制止了对方说话 在一旁蹦跌着舞步 他平常没别的爱好 就是晚上去跟大姐们跳广场舞 如今听到这歌 情不自禁就跳了起来 直到歌曲结束 他还觉得意犹未尽 在线人数已经60多万了 还在快速增加 上面那些人讨论的话题 都是在猜测这首歌是谁做的 还有这个叫周星怡的女生 已经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很多人要找到能关注她的方式 强烈要求她开通个人账号 刘总握紧拳头 脸上激动难以掩饰 这首歌绝对大火 马上让剪辑把刚刚的歌单独弄出来 申请放首页 60多万在线 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意外之喜啊 如果能再来多一两个 像周星怡这样的节目 这次水果省之旅 说不定能让我升到总部啊 到时候 刘总您记得多提携一下咱们自己人啊 嘿嘿 刘总摇头叹气 哎 也就说说 出现一首小苹果 和这个周星怡 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这种平平无奇的大学 能出一个都不错了 不过 今晚上有人可要裸奔了 刘总转头 用幸灾乐祸的眼神 看向角落里 一脸不甘的老黄 老黄木火中烧 这绝对是意外 如果能超过一百万 我特别一边裸奔 一边喊病之好了 操 我就不信了 周星怡唱完后 再次对台下鞠躬致谢 徐坤跟戴维面露得意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听主持人 念他唱歌的分数了 什么 小苹果 难听死了 就在这时 再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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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下的人都在齐声呐喊 就连台上的主持人 也一下子有点梦了 因为接下来的话 完全念不出来 被下面的声音盖过了 吉梦西站在台上 看到这一幕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她在学生会 除了分管体育 还有文娱 这次晚会 她注入了很多精力和汗水 就希望能看到 一个好的结果 但前面的节目 一直都是平平无奇 甚至很多 比往年的都差 没办法 基本上 所有人第一次经历直播 而且给练习排练的时间 这么短 能不出大差池就不错了 没想到 现在居然柳暗花鸣 这么火爆 这都是周星怡带来的功劳 尤其是那首歌 她都觉得很棒 吉梦西 听到了吗 听到点点头 而樊里传来后台急切的声音 你去问一下 周星怡能不能多唱一首 什么歌都行 赶紧地唱了 就下一个节目 吉梦西了然 她刚好 就站在周星怡旁边 立马就跟她低语问了一下 对方点点头 递过了一个U盘 给吉梦西 主持人 大家请安静一下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就在刚刚 我们征求了周星怡同学的意见 她表示 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再唱一首 场下万人雷动 欢乐沸腾 同样是来自楚汉写的原创歌曲 匆匆那年 大家请鼓掌欢迎 场下更加沸腾了 省台 老费 快 让前线把镜头找好 这次要拍好点 绝不允许出现差错 油库PPT等媒体负责人 也是纷纷交代一线的工作人员 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徐坤气得想找个杯子摔 发现手上并没有 随后 把一次信杯 拿来摔地上猛踩 操 凭什么 让她多唱一首 唱得还没有好听 什么小苹果大苹果 以后谁再跟我提苹果两个字 我跟她没完 戴维手中刚削好 一个苹果想递给徐坤润润口 听到后愣了一下 咽了咽口水 瞬间背在身后 甩进垃圾桶 面露尬笑 嘿嘿 就是 唱得这么难听 简直就是 浪费大家的时间 坤少 我们不急 再等多一首就是了 徐坤吐出一口气 伸出一只手来 我口有点干了 弄点 果给我润润嗓 戴维 下华线 人民币紧号百分号 人民币百分号雨 回到舞台 随着音乐声响起 那是跟上一首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赵思颖秀没促起 继续刚刚那种风格 不挺好的吗 怎么一下子就换了 可下一秒 她就震惊了 匆匆那年 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 场下所有学生和观众 都陶醉在了歌声当中 尤其是那些歌词 让人情不自禁地 想起那个爱的人 时光如梭 我们都是匆匆那年 如果再见 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 赵思颖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次站了起来 双手撑住桌面 眼神凝望 太震撼了 不可思议 这歌写得太好了 而且这个周星怡 居然能唱出另一种 婉约悠长的声线 是啊 干我们这行的才知道 一个歌手能有一首歌火 就很不错了 现在这个周星怡 仅仅还是个大学生 但我感觉这两首歌 还有她本人的唱功 足以让许多娱乐公司 挣破头来找她签约了 思颖 你说我们要不要 请示一下张总 这个时候 她电话响了 一看来电 喂 张总 你们现在 是不是在西大孝庆 演出现场 邓佩佩看了赵思颖一眼 是的 张总 您 无论如何 想尽办法 把周星怡签下来 还有那两首歌的版权 也拿下来 现在想必 其他对手公司 已经派人出去了 你们刚好在那 简直是天助我也啊 哈哈 思颖是不是在你旁边 让她听一下电话 邓佩佩把手机递了过去 张总 思颖啊 我之前是冲动了点 一时气话 你别放心上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刚刚我跟佩佩说了 让她把那个周星怡签下 还有歌曲版权 如果成了 这次的事情 我就倒没发生 我们尽力吧 好好好 要快 嘟嘟嘟 省台 是 台长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哈哈 没有没有 这哪里是我的功劳 这是台长您高光远主 预料到了这不起眼的孝庆 居然能带来如此大的收获 感谢台长 您对我的栽培 一定铭记于心 老飞挂了电话 脸上激动难掩余色 怎么样怎么样 台长说什么了吗 哈哈 台长说 这次直播创下新高 收视率达到了2.395 这简直快要媲美国家台春晚啊 说这次任务圆满完成后 下次主任的候选 会多考虑我 太棒了 终于要熬出头了 哈哈 油库 90万在线了 卧槽 不可思议啊 那首歌 刘总 不用您吩咐 已经单独上了首页了 相信在推广之下 能引爆热点 刘总几人 起眼 朝角落老黄看去 之间对方瑟瑟发抖 别得意 我还没输呢 还没过一百万 行了老黄 别挣扎了 现在数据还在涨 这迟早的事 你看看 要不要现在提前去找个面具 裸奔肯定是要裸奔的 把脸盖上 鸟大不大都没关系 反正别人认不出来 众人大笑 老黄咬牙切齿 感谢周星一同学 为我们带来这两首 这么好听的歌曲 想必 这会成为西大史上 让人铭记的里程碑 场下掌声雷动 好 现在 让我们宣读一下上一个节目 徐坤演唱 是坤啊 歌曲评分 戴威一脸激动 坤少 来了来了 徐坤一脸得意 他的总分是90分 目前排在第一位 让我们掌声鼓励 主持人说完后 赵思颖眉头紧皱 他都给了一个40分了 这还是他看对方 只不过一个大学生节目上的情面分 不然可以直接给10分 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能得个90 看了旁边那几个评委 怠度偏偏 不用想都知道是内幕 这在圈里是常识 只不过没想到 在大学的校庆也能碰到 场下前面一片 在那高声呐喊鼓掌 但后面一万多人 却是嘘声四起 操 要特么演唱会老子 直接要求一赔十退票了 这么难听 居然90分 评委瞎了 还是聋了 就是 上次打篮球 我就记得那中分背带狂魔 早就看不爽了 没想到唱歌这么菜 还有脸上去 绝对有黑幕 听说这小子是什么 超级转校生 说不定是用钱买来的 是不是 等一会看看周星怡的分数 就知道了 有酷 刘总拿起一杯茶 缓缓喝了一口 这特么多有90分 果然是学校的评委 一点也不专业 还好后面没有这个鸟人了 不然影响老子的流量 这时候 在电视频上主持人开口了 下一个节目 依旧是由我们的徐坤同学上台 节目是rap 你干嘛 有请 扑 刘总喷了旁边老黄一脸 卧槽 他大爷的 徐坤依旧中分掉带裤 帅气登场 你干嘛 我穿着我的背带裤 来到舞台必须裤 你们要顶住 千万不能被我帅迷住 前面那一片的人 嗓子都喊哑了 大声点 哑我加钱 徐坤非常满意地挥手跑台 中分偏偏起飞 后场却骂声一片 操 前面三个字 让我起了全身疙瘩 这特么李公公转世的吧 歌词还挺押韵 但那家伙唱的什么玩意 还在那扭 我特么有一种想上去打他的冲动 这特么是唱歌还是Rub 我怎么傻傻分不清楚 有酷 刘总拍大腿怒道 掉了 在线人数在狂掉 刚刚还九十多万 现在掉到六十万了 卧槽他大爷的 老天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老黄幸灾乐祸 没过一百万就好 省台 老费怒到摔手机 这个徐坤就是个祸害 好不容易上去的收视率 特么现在狂掉 另外员工摇头叹气 哎 老费 你看看后面的节目 老费拿节目单看了一下 下下两个节目 特么居然还是徐坤 单子一摔地上 边踩边骂道 曹曹曹 这该死的 绝对是暗箱操作 那些审核老师瞎了吗 老子要是这次没当上主任 罪魁祸首就是他徐坤 感谢徐坤同学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 我宣布周星一评分 是 主持人愣了一下 眉头紧皱 瞬间又舒缓开来 毕竟是老主持 临场空变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只不过这分数 有点难以置信 台后的周星一 跟许多围绕她祝贺的女生 都在期待着 有个好的结果 周星一 最后的评分是 88分 目前暂列第二 让我们掌声鼓励 场下一万多学生观众 嘘声一片 这踏骂绝对的黑幕 没错 周星一怎么可能才88分 不给个95以上评委 都是笼子 什么狗屁评委 不是有赵思颖在吗 说好的公平公正吗 赵思颖秀眉紧皱 抛去一些现场 音质瑕疵 还有台风 平常打分严格的她 都给了97的分数 如果前面徐坤的唱的 都有90 那周星一的 不可能低过这个数 实锤了内幕了 后台的周星一 听到分数后 脸色有些黯然 她觉得 这次自己发挥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这两首歌 是江楚写给她的 她想拿到第一 更是想证明 给江楚看她 没有辜负她付出 什么啊 那些评委也太黑了 星一你怎么可能才88分 星一 别难过 肯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说不定漏了某个评委的评分 你唱的歌多优秀 大家有目共睹 不行 我要去找学校领导讨个说法 这太离谱了 不要 周星一拉住了那个女生 我知道 你们都为了我好 但是结果已经出来了 毕竟我现在也是第二 我很满足了 之前我也没想过 自己能得到这么高的分数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有点累 先下去休息了 众人看周星一的背影 有点落寞 油库平台上已经闹翻了 整个留言 基本上都被黑幕两个字罢评了 还有一些 是给周星一加油的话 在我心里 周星一最可爱 最漂亮 唱得最好 永远的第一 以后 周星一就是我宋子涛 YYDS 还我家老婆第一来 让被带库狂魔滚蛋 刘总 虽然在线观看人数掉了 但在首页上面周星一那两首歌 点击已经破了300万了 这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不到啊 赶得上一些明星的流量了 这个周星一 前途不可限量 微博 网易等平台 都留意到了周星一的热度 纷纷电话 要调查她个人资料 邀请她开通个人账号 另外 也惊动了无数家娱乐公司 更有一些金牌制作人 在网上公开表示 如果周星一签他们公司 将免费给她写歌 这也导致赵思颖他们的公司张总 再次亲自打电话来 要求他们务必拿下周星一 周星一慢慢走向更衣室 脚上白色明艳的高跟鞋 如今显得有些沉重 脸上更是少了平常的活泼可爱 怎么 不就没的第一吗 至于这么难过 周星一听到声音 猛然抬头 大大的眼睛 汪汪看着眼前这个坐在小板凳 翘着二郎腿的帅气安保 学长对不起 音音音 本来还能忍着 看到江楚后再也忍不住了 扑到他身上 音音音抽气起来 等一下 这人多 周星一一把抹在眼角 上面根本没掉眼泪 而是嘴巴一撅 我不管 我就要学长你安慰 然后拉起江楚的手就走 卧槽 又是这 没错 周星一把江楚拉到南厕所里面来了 什么叫又是这 周星一抬起头 嘟着嘴 一脸猜疑地看着江楚的眼神 啊 我的意思是 我刚刚才来上的厕所 哼 我看学长 你是偷偷跑来 想偷看女生上厕所的吧 江楚 我看起来像这种人吗 周星一说着 双手就要 挽起裙子 卧槽 你要干嘛 江楚 嘘嘘啊 来厕所还能干吗 等等 这里是男厕所 而且我是男的 你把我拉来这 你说 你要嘘嘘 江楚两眼瞪大 一脸震惊加猛逼的表情 而且看她那个手势 是偷 不是偷 卧槽 不会吧 周星一脸上露出黑黑坏笑 学长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我是个 男的 学长你这么帅 要不要 谁知道 江楚冷静地给了她一个摸头纱 眼神仿佛洞穿了一切 嘴角生起一抹渐渐的微笑 别闹 小心我 一会把你在这就地正法了 周星一嘟嘴 生气的一跺脚 哼 一点也不好玩 你就不能假装被我吓到 让伦家开心一下吗 我 嗯 江楚没让她说完 捏着她那肉肉小下巴 就亲了上去 很快 周星一就忘记了一切 全身心投入到了里面 双手更是挽住了江楚的脖子 这口舌交战期间 时不时听到外面有人跑进来上厕所 这让周星一又紧张又刺激 坏学长亲人家 也不先打个招呼 话是这么说 周星一却是面带笑容 玉手轻浮脸上 在那是一片红韵和害羞 心情好点了吧 嗯学长 你写的歌这么好 我没的第一 你不会怪我吗 怎么会怪你呢 你唱得很好 现在网上啊 你不知道你 自己有多火 有苦手艺 都是你唱那两首歌的视频 听说有不少娱乐公司 都准备跑来找你签约了呢 真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又没关注那些 不过 学长在这有个要求 希望你能先答应我 啊 周星一看着江楚那炙热的眼光 他们现在又是一起单独在厕所 而且刚刚接了吻 网上说 接了吻的男生都很容易冲动 然后会进一步想 学长他 难道想在这厕所里面 可是 这是他的第一次啊 曾经幻想过任何地方 但唯独没想过会在男生厕所 这有点太难接受了 可万一学长忍不住了怎么办 周星一紧紧闭上了眼睛 最后仿佛下了很大的勇气 好 我答应你学长 可是 我还是第一次 江楚笑道 我当然知道 你是第一次 放心 学长我会教你的 不敢说让你一泡而红 但却可以保证你 以后不会受人欺负 周星一已经脸红到 可以凝出水来了 学长说的也太直接了吧 保证以后 不会受人欺负 这是对他许下的承诺吗 虽然在厕所里面说 这个有点怪怪的 但似乎还是有点小浪漫 那 学长 你等一下 我里面穿着丝袜不方便 我先脱了 说着周星一就把两手放下去 江楚 Sigma 你这是要干嘛 Omega 脱丝袜呀 不是不是 我说 你干嘛要脱丝袜 周星一害羞 学长你不是想要吗 脱了丝袜比较方便点 江楚一拍额头 你误会了 我刚当的意思 是让你别跟那些公司签约 我到时候 给你专门开一家娱乐公司 这样 你就不会担心被钱规则了 你想到哪去了 啊 我以为学长你 周星一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自己想错了 瞬间又觉得有点失落 自己都这么主动了 难道学长他对他一点兴趣 都没有吗 可刚刚也轻了 很投入那种 江楚纠结无比 不是不想 而是晚会就要结束了 势必一会会超级多人 肯定会被发现 他自己出丑不要紧 但不能连累了周星一 更何况 他现在已经是个小名人了 江楚从对方脸色 看出了点什么 双手捧着周星一的脸清了下 你刚刚也说了 你是第一次 下次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说 好吗 既然你都提了 岂能不顺你意 嘿嘿 嗯 周星一心中那点芥蒂 瞬间融化 同时脸上浮满了害羞 找个合适的地方 肯定是去酒店 想到要跟学长去做那个 不知道学长喜不喜欢 他穿着COS制服 走 我们先出去 我还要回去坚守岗位呢 学长你那么多钱 居然还来当志愿者 谢谢 周星一又恢复了那份可爱调皮 爱没办法 这里美女这么多 这重任除了我 谁能担得起 臭美吧你 你心里就是想着 把美女们一网打尽 哼哼 直我者 周星一同学也 哈哈 坤少 我就说你肯定第一了 坤少威武 坤少牛比 戴维跟在刚表演下台的徐坤旁边 一脸产笑 那必须的 只不过 不知道李文静开有没有看到 他那个节目突然就没了 真是奇怪 嘿嘿 那不用管 只要坤少你得了第一就行了 明天才是正习 嗯 我期待着李文静 看到我一脸崇拜的样子了 不过说实在 这人太帅 真是没办法 戴维眼角抽搐 是是是 这时候 传来了舞台主持的声音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笑草吴小千上场 同样是一首rap 叫 踩着缝纫鸡吃大碗面 操 这个吴小千 居然也唱rap 怎么回事 不是说 这rap的风格 只有一个吗 徐坤撇着嘴 一脸怒气 坤少 这应该是临时改的吧 您看 上面节目单说的是歌曲的 哼 我不管是什么 就算rap那又怎么样 肯定没有分数高 我们来公布一下 上一首徐坤的 你干嘛 分数是 92分 让我们恭喜他 再次刷新第一的分数 哈哈 看吧 坤少 我就说你必得第一的 徐坤双手抱胸 一脸拽然 看到从舞台下来的吴小千 更是挑衅的甩了甩中分 满是挑衅 吴小千微微转过 带着一只耳环的侧脸 那是一双不屑鄙视的眼神 切 徐坤两眼瞬间睁大 手指着吴小千就要冲过去 被戴为抱腰拦住 你他妈切谁呢 有本事你拿第一啊 什么玩意 这个时候 一个节目刚刚结束 下面 我宣读一下吴小千的节目评分 是95分 恭喜他 目前排名第一 吴小千挑衅的弯起一抹嘴角 用眼角撇出对徐坤的蔑视 What's up 就你 Hi rapper 你会freestyle吗 SKR 然后还用手横在脖子上一抹 摇了摇头 很嚣张地走了出去 徐坤听到分数后 整个人都呆住了 双手猛地抓过戴为衣领 两眼宛如喷出火来 95分 这怎么可能 曹 居然是他拿了我的第一 这怎么回事 坤少 别急 这肯定有黑幕 马上让红叔查一下就知道了 对 绝对的黑幕 不然他不可能分数会超过我 马上打电话给红叔 这个吴小千赶来挑衅我 必须弄死他 徐坤气的后钢牙都快咬碎了 戴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拿出电话 老红 我说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那些评委除了赵思颖 都没问题吗 现在坤少火气很大 别说了 这个吴小千背后估计也出力了 马的 给的钱比老子还多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别急 坤少不是 还有一个节目吗 我保证 他能拿第一 外面厂下的观众 已经有些喊着要退场了 卧槽 太坑了 一个徐坤就算了 现在还来个吴小千 都唱的什么玩意 我一句话都没听出来 居然就得了第一 不看了 这评委妥妥的收钱了 弄的排名还有毛意思 干脆上面摆个功德箱 谁君的钱多谁的第一好了 走走走 不看了不看了 没意思 等等 我还想看一下那个极乐净土 这可是笑话默语同跳的舞 看了笑话再走也不迟 说不定有什么惊喜 行吧 听你的 笑话的必须支持一波 邓佩佩脸上挂着无聊 都快睡着了 思颖 后面居然还有那个徐坤的一个节目 你说搞笑不搞笑 这都快成了他个人秀了 有毛病这笑情开的 既然已经答应了当评委 那我就会对每一个节目 认真负责 赵思颖 除了在周星怡唱歌的时候 激动站了起来 其他时间 全程都是做得笔直认真 这些画面 都被直播偶尔拍了下来 网上的观众 也是纷纷对其表示赞赏 主持人 大家好 接下来这个节目 终于不是唱歌了 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舞蹈 据说 歌曲 跟编舞 都是来自一位叫江帅的人原创 而且 唱着首歌的歌手 是我们刚刚熟悉的周星怡同学 一听到周星怡 肠下的死气沉沉的观众学生们 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 沸腾了起来 省台 来了来了 又一首周星怡的歌 哼吃 猪叫声 老费刚刚听到那些垃圾歌 都趴着睡着了 被属下突然吓醒 哪呢 哪呢 周星怡在哪 赶紧全方位播上 老费 妈呢 又不是在电视台里面 还全方位 不过你看下 一提到周星怡 这收视率又开始涨了 希望这次能创造一个神话吧 油库 刘总 在线人数又开始涨了 现在已经到八十多万了 这周星怡的影响力 真是牛逼了 我敢打赌 今晚过后 肯定有不少公司挤破头 去找他签约了 也不知道花落谁家 八十多万而已 能过一百万还差不多 刘总瞥了一眼旁边的老黄 老黄摇摇头 语气十分笃定 刘总 一百万 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两个节目就结束了 绝对不可能 邓佩佩一脸比一 又来一个原创 还会编舞 真的假的 主持人 让我们欢迎 来自艺术学院舞蹈团的美女小姐姐们 为我们演绎极乐净土 美妙世界 大家掌声有请 话音一落 九个小姐姐 款款走出舞台 他们三三一组 无意不是身材貌美的极品大长腿 身上的服装风格各异 一组旗袍高跟 一组是水果省民族性感版设计 而中间的那组 也就是莫宇童所在的 那三个小姐姐 他们身穿的是 特别设计过的汉服 尤其是莫宇童 今天是特意竖起了高马尾 长发绑着一根 又长又宽的白玉色丝绸发带 衣服上方改成了路肩设计 在舞台的灯光下 圆润而有光泽 精致的锁骨下 穿了一个类似杜兜粉色墨胸 大宽竖腰 把盈盈一卧的身材紧紧地 曼妙展露无遗 更是把上面衬托的庞大高挺 呼之欲出 两手臂弯处 留着两个长长的袖子 几乎垂落到小腿处 而下半身的裙子 则是留了后面长到地的裙板 前面则是完全地暴露出 两条极品大长腿 如今更是穿上了 带着蕾丝花边 白丝 还有白色厚底高跟鞋 加上墨宇童那特有的气质 整体给人一种 又鲜又郁的感觉 场下的观众 已经在无比疯狂地沸腾起来了 尤其那些男生 舞台上面 一双双极品大长腿 堪比选秀现场 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天哪 这一个个的极品大长腿 爱极了 尤其是墨宇童的 不愧是校花 那身材真的好到爆炸 什么龙泽老师都是渣渣 瘦不鸟瘦不鸟 这舞都还没开始跳呢 恨不得现在有个地洞钻下去 然后给我一卷纸巾就行 操 那个谁 你把外套盖上是什么意思 赶紧把手拿出来 以示清白 额我说我拉链坏了 你信吗 真的 被人力破坏了 但不是我的手 随着动感的音乐声响起 周兴益的歌声 更是让全场的气氛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于月色升起之际 点燃的红色灯笼 祭典配乐是暗号 而莫宇童他们 那独特动感的舞步和手势 卡准了每一个音乐节奏的点上 精彩的舞蹈精呈现 莫宇童他们本身不俗的颜值 更是让人看了极为赏心悦目 极乐净土的歌曲旋律和节奏 动感十足 再加上周兴益那美妙特有的歌声 场下的所有听众 全都嗨了起来 一时间 也不知道 是音乐带动了舞蹈 还是舞蹈引动着音乐 他们尽管把整个人全身心陶醉在其中 无比享受 就连一些学艺术舞蹈的小姐姐 都忍不住想跟着台上翩翩起舞 其中有一男生 更是扭起来 比大部分女生都恶哦 赵思颖在评委席上 如鹤立鸡群般站了起来 大概看过一遍 就把极乐净土的首饰 模仿得唯妙唯笑 所有人都进入到了 嗨起来的音乐舞蹈海洋 这一幕 被省台和各大网媒直播了出去 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网上 观众无一不表示 不能到现场一看 简直是终身遗憾 这舞太好看了 还有这歌 简直爱极了 那位现场的大佬 强烈要求 赶紧出个纯响吧 加895975 到底是什么样的妖孽天才 居然能编出这么好看的舞蹈 简直太上头了 加14586 那个站C位的小姐姐 我太爱了 那几品大长腿 我可以玩五年 一分钟之内 我要拿到她全部资料 加416752 不愧是周星宜女神唱的歌 三首 每一首都堪称经典 如今还多了一个现象级的舞蹈 啊 什么寒流鬼流 都是渣渣 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榜单 吸打周星宜 小苹果 匆匆那年 极乐净土 赵思颖居然跑去参加校庆活动 纷纷霸榜前十 甚至把一些一线明星想要造的话题 给硬生生压了下去 汪峰 我宣布新歌延迟发布 酷猫 酷他 杜爹等音乐下载排行 这几首更是直接上到了榜首 周董 哎哟 这几首歌都不错我就说过 什么寒流鬼子流 我们华夏的音乐醉掉 大家跳完小苹果急了净土 来一杯优乐米奶茶 更搬配哦 省台 老费看着创造的历史收视率 嘴巴哈哈大笑就没停过 2.532啊 这都快破了当年最火的国台黄金剧场的热度了 哈哈 台长 你说当主任的事情稳了是吗 谢谢台长 感谢台长 老费他们两眼老泪横流 本来只是以为一份无聊的差事 没想到 却是他们的人生巅峰 有酷 两百多万在线 哈哈 真是拿了钱又能升值 简直太爽了 刘总 什么钱 什么什么 谁说钱了 老黄 两百多万 这次你服不服 我特批一台摄影车给你 直播裸奔怎么样 哈哈 老黄脸色都轻了 咬牙切齿 一个孝庆 居然能用这么恐怖的流量 节目结束了 赵思颖依然意犹未尽 佩佩 这个舞蹈编的实在太好了 还有这首歌 无论如何 也要把这个江帅给找出来 没想到这次无心之旅 居然能见识到 两个顶尖的音乐创作人才 真是不枉此行啊 我一定要见见他们两个 到底是和方妖念 邓佩佩无奈白手 瞧把你乐的 别的事情 你就一点也不关心 但是说到音乐和舞蹈 你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来劲 真拿你没办法 在下一个小品之后 主持人念出了 《极乐净土》 节目最终得分是90分 排在了第四 结果没得说 影得场下骂声一片 各种纸团 不知道从哪个方向 纷纷飞到了评委席 导致校领导 直接在广播好言相劝 网上更是各种破骂 要把那些评委 给人肉出来 不罢休的趋势 主持人 在精彩的音乐舞蹈后 让我们有请今晚压轴节目 据说 这个舞蹈找来了邦国的顶尖团队打造 足足花了四百万华下壁 这在一个大学校庆上 着实让人震撼 这个舞蹈 到底有多精彩呢 让我们再次欢迎 主持人突然卡了一下 照理来说 他不会犯这种错 但厂下的情形 让他一下呆住了 后面本来黑压压的一大部分人 已经人潮涌动 纷纷走了一大片 哪怕是学校的领导 在广播上面强调不能走 也不能阻止那些人走得坚决 主持人也不废话了 赶紧念完 不然一会人都走光了 有请徐坤和他的舞团们 带来唱跳 寄你台妹 徐坤一出场 看到本来黑压压的一片 如今居然走了一大半 当场给气的 想要砸话筒 还好 前面那一大片的人 都在高举他名字的牌子 哪怕声音哑了 也在呐喊 真的是太让他感动了 寄你台妹 别别指引你是台妹 徐坤在唱的开头 还拿着篮球 在上面刷了一下裤 随后把篮球一甩 差点给甩到下面一个 拿了钱的屏尾上 把那大肥猪 吓得两芒举手挡住脸 然后徐坤又开始点头 甩头 甩手 顶尖 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 此刻网上直播间 那些人留下的 已经笑翻了 卧槽 这煞笔跳的什么玩意 还有那首歌 吉你妹 别别哈哈 一晚上三场都是中分背带裤 外加吉你妹 人称你干嘛中分背带鸡 鉴定完毕 加112545 虽然唱跳不咋低 但可以考虑一下走斗逼人设 笑死了 尤其那个顶尖 太魔性了 你们是没看过他之前那篮球赛 那顶尖犯规老牛比了 可惜 现在网上找不到 关于他前面那些视频了 被删了好多 有的也是打上了马赛克 网上的大神 立马就出了个恶搞鬼畜动图 你干嘛中分背带鸡 Jeff 就连台下的赵思颖 看着笔记本电脑 屏幕里面的热屏 也是忍不住五嘴憋笑 这舞蹈动作 400万 嗯 说不定能火 不过是被黑的那种 晚会最后 毫无意外的徐坤 记你台妹 以96分 荣获晚会第一 吴小千被魔法打败了魔法 徐坤毕竟花了400万 去学了这么一个动作 台下的评委们 除了赵思颖外 其他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 当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 已经走了一大半 因为徐坤包揽了1.3名 吴小千获得第二 所以台上前排 只剩他们两个几枚弄演 七孩笑草 唱那什么玩意 最终第一还不是我徐坤的 徐坤给了旁边 吴小千一个蔑视血眼 无比得意 恭喜你获得第一 校长颁发的奖杯 吉梦西颁发的证书 还握手 吴小千在旁边握紧拳头 恨得牙痒痒 她拿第一 就是为了吉梦西颁奖的这一刻 让对方铭记 崇拜她 如今却是另外一个女生 给她颁奖 徐坤 你给我记住了 更衣室里 拍了集体照后的那些女生 都跑回来换衣服 每一个都露出曼妙身材 白皙的后背上 更是系着白的 黑的 红的等等各种颜色风格的袋子 满屏幕的雪白大长腿 让人看了 充满遐想 各位看书的大大 给个五星好评的 更是可以开启上帝视角模式 想看哪就看啊 周星仪同学在吗 众女生回头 那不是赵思颖的经纪人邓佩佩吗 我在 能不能过隔壁一会 思颖她想跟你谈谈 女生们顿时躁动了起来 挖打明星赵思颖 点名找星仪你啊 肯定是 被你唱的歌惊艳到了怕 星仪 一会能不能帮我要个签名 是啊是啊 也帮我要一个 我也要我也要 周星仪有点不好意思 好吧 我只能说尽量 但不一定可以 嗯 谢谢你星仪 爱死你了 走出去的时候 看到门外的椅子是空着的 周星仪疑惑 刚刚学长不都还在这的吗 进了隔壁 里面只有赵思颖一个人 那可是大明星 还是他的偶像 周星仪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你好 不好意思把你叫过来 赵思颖主动开口 面带微笑 你好 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 我不知道 那些给你的评分是怎么来的 但我对你的唱功和表现 都是很满意的 可以说 你是我见过的 比那些实力歌手都厉害 所以我给你打的是 全场的最高分 另外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学的 声音可以有天赋 但有些地方 必须要有高人指点才行 不知道你老师是哪一位大家 突然被自己偶像夸 周星仪心里又开心又激动 同时又想到了 自己唱功能突飞猛进 那都是江楚学长 偶尔跑过来 给他指正的 但每一次都能说到点上 让他受益匪浅 有时候真怀疑江楚学长 不是大学生 而是什么 爵士隐藏歌唱作曲的高手 那个 我老师他不让我说他名字 是吗 那我就不问了 我想知道 你唱的那两首歌 不 应该是三首歌 那个楚汉和江帅 到底是谁 我很好奇 也想见一见这种高手 嗯 那个 抱歉 关于这个 我也是答应过了 不能说出去的 赵思颖愣了一下 随后不死心继续问道 你知道你唱的三首歌 现在多火吗 还有那个舞蹈也是 现在很多公司 肯定要抢着找你签约 如果你相信我 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签我们公司 价格跟合同内容 我会站在你这边 帮你谈下最好的待遇和条件 哪怕是一般的明星 年入千万以上 应该还是有的 还有 那三首歌的版权 也想一起买下 你知道那三首歌 可以带来多少收益吗 至少两百万以上 所以 我想知道那两个高手 也是想给他们一个机会 心想 一个大学生 听到千万百万的 应该会被震惊到的吧 然后顺利接受她的条件 当然 她也不是在花大饼 这是事实 谁知道 她眼前的周星仪 只是微微惊讶了一下 双手手指 放腰前互捏 有点不安 思颖前辈 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相信你说的 你也不会骗我 但是 很抱歉 我现在不打算签约 还有 写歌的人 我也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答应过 不能说出去 赵思颖跟邓佩佩 不约而同愣住了 本来以为很顺利的事情 没想到被果断拒绝了 星仪 你是觉得 我们公司不好吗 还是有别的要求条件 这我们都可以商量的 没有 我已经有一项的签约公司了 谢谢前辈 什么 你有一项签约公司了 你没有签字吧 是哪个公司速度这么快 是不是以前就找过你 我跟你说 你以前还没火 他们给你的合同 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而且 我们的公司实力 绝对比他们那边好 你可别做傻事啊 邓佩佩一下急了 没有签 那公司还没成立呢 邓佩佩拍拍胸口 松了口气 没签就好 王德发 公司还没成立 这开玩笑的吧 星仪 你这如果真的想拒绝 就直接说好了 没必要找这种荒唐的理由 来应付我们吧 周星仪一下子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说的是真的 不好了不好了 思颖 你的那些粉丝知道 你在这后 已经冲破了校门 现在一大群人 正往这边跑过来 赶紧走 不然因为来不及了 那个女的是周星仪的 专用化妆师 急急忙忙地推门 而入教导 赵思颖跟邓佩佩 一下站了起来 邓佩佩 更是把准备好的鸭舌帽 跟牛仔外套 帮赵思颖穿上 不是说这边的人 不追星的吗 怎么连校门都冲破了 本地人只是很少一部分 那些粉丝都是在知道 思颖你在这当评委 从外地开车跑过来的 现在外面方圆几公里的路 都被堵住了 连机场的路口 也是塞满了车 周星仪脸上带着羡慕 这就是成为 大明星后的影响力吗 赵思颖面露笑容 周星仪同学 我也建议你赶紧走 说不定有些人 是冲着你来的 你现在引起的热度 可一点也不差 啊 周星仪用手捂住 吃惊张大的嘴巴 然后 他们果然在外面 沸沸扬扬的呼喊声中 听到了有一些 大喊周星仪的名字 漆黑校园里 邓沸沸 带着压低压舌帽的赵思颖 东躲西藏 本来想去周星仪宿舍夺 怎料他那边的女生宿舍楼下 早就 被一群女粉丝蹲在那了 周星仪倒是没事 但他们却不能进去了 绝对不能低估粉丝的智商 为了偶像 甚至可以超频烧脑 快看 那个是不是赵思颖 啊 我刚刚看到 他穿的是牛仔外套 NY压舌帽 绝对是他 快追 这些人 怎么这么快就找过来了 邓沸沸拉起赵思颖就跑 看 他在那 一大群人黑压压地追着前面一个 穿着牛仔外套鸭舌帽的赵思颖 跑了过去 他们人都走后 扬起一片尘埃 路边一个黑暗角落里 走出来另一个赵思颖 此刻的赵思颖只戴着口罩 却没了帽子 身上外套也不见了 只剩下一件紧身灰色背心 口罩上露出的眼睛 微微得意 这些年 早就练就了一身偷梁换柱的本领 两边望了一下 往后面走了去 谁知道走着走着迷路了 毕竟是在大雪里面 而且现在已经零点了 黑漆漆的根本分不清方向 刚走几步 看到前面一大群人往这边跑来 他赶紧往回跑 但后面也来了追兵 完了 这次铁定被粉丝围攻了 眼看那群人就要来到这边 一只手在黑暗中伸了出来 一把抓住他手臂 往里拽到一个角落 把他吓得魂都快没了 张大着嘴巴本能地想尖叫 却被一只手捂住嘴 任凭他怎么喊都喊不出声来 须不想被发现就别出声 等等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不对 重点 这个无耻的卧挫男 一瞬间他脸都有点发烫 嗯嗯 喊又喊不出声 只能用力地挣扎了一下 却发现根本挣脱不开 这让他绣眉皱得紧紧的 浑身使不上镜 别动 眼看那群人都跑光后 对方才微微松开手 他转身过来就想一巴掌呼过去 流氓 却被对方一只手握住手臂 不能再动分喉 明明是我救了你 不屑我还想打我 信不信我现在 就可以大喊赵思颖在这 赵思颖回头后 已经看清了对方的脸 果然是之前在厕所撞到的 那个龌龊安保 你敢 谁让你刚刚 别以为你是大明星 就真的打了 赵思颖简直要被气死 算了 好心不领情 就当我白救你了 我走了 江楚白白手 说走就走 赵思颖看了一下四周 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出去 这个抽安保是学校的大学生 应该对这里环境很熟悉才对 你等一下 江楚可没停下脚步 赵思颖没想到 对方一点也不在意 自己好歹也是个大明星好吧 但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两边看了一眼见没人 便跟了上去 你干嘛 不是不稀罕我帮你吗 还跟过来 我哪里是跟你了 这大路是你才能走的吗 江楚现在明明走的是草地 哪来的大路 那个 江楚是吧 你帮我出去 我给你签个名 怎么样 江楚停下脚步 想看傻子一样 看着赵思颖 我要你签名干嘛 我又不追星 提到这 他想到何世韵那家伙 似乎想要个签名 赵思颖没想到 对方根本有米不尽 那你怎么样才肯帮我出去 给你钱 我要你钱干嘛 都省好了 跟他谈钱 那你到底想怎样 赵思颖也有点不耐烦了 这样吧 刚刚有点急 没啥感觉 你再让我 话还没说完 那个巴掌又飞过来了 流氓 照样被他稳稳接住 一脸坏笑 嘿嘿 开个玩笑嘛 别动不动就打人 你可是大明星嘛 万一被人拍到了怎么办 谁跟你开玩笑 赵思颖脸都红了 居然被一个臭大学生摸了 而且自己 居然还有了感觉 简直是疯了 你给我签几个名 我帮你出去 这不为难吧 赵思颖撇了撇嘴 你刚不是说不喜好 我的签名吗 怎么现在又想要了 不是我想要 是我那些朋友想要 十分钟后 赵思颖一额头的黑线 说好了几个 现在都签了三十个了 有完没完 应该差不多了 我这也是担心 以后不够分 以防万一嘛 你朋友这么多 这我倒没看出来 江楚黑黑一笑 拉起赵思颖的手就走 你这是要带我去啊 怎么走的都是草垫 赵思颖被一个异性拉着手 心里是说不出的一样感觉 这个江楚 也是让他疑惑 跟一个颜值漂亮的女生 单独在厕所 刚刚又摸了他那脸 但看他那眼神却又清澈无比 不像圈里面那些人 眼巴巴地带着目的 要知道 他可是大明星啊 突然发现 他们越走越偏僻 来到一个人影 都看不见 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赵思颖连忙把手抽出来 情不自禁 后退了两步 面带警惕 你 你把我带来这干嘛 嘿嘿 你说呢 你又是大明星又这么漂亮 在这种地方又没人 你觉得 我能干吗 江楚的语气带着一丝渐渐的 赵思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但还是很紧张 以前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你现在还很年轻 你不能做那些违法的傻事 知道吗 可你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忍不住 怎么办 眼看对方一步步逼近过来 赵思颖更紧张了 我 我可以帮你 江楚愣了一下 你帮我 怎么帮 我不知道 我没做过哪些事 你 你可以教我 只要你别让我做那种事就行 碰 赵思颖没发现 自己居然后退到了一幅墙上 退无可退 完了 他堂堂一个大明星 这辈子的清白 躲过了娱乐圈的潜规则 却没想到 毁在这种地方 这主意倒是不错 那你抱着我 抱他 快点 赵思颖咬咬牙 只能希望对方别太过分了 紧紧闭上了眼睛抱了过去 却发现对方是背对着自己 手能摸到他肚子 好结实 居然还有腹肌 还好没跟他应来 不然自己哪里是他对手 他到底想干嘛 难道他是想 天哪 这也太羞耻了 但不管怎么样 对方现在没对他 有那种想法就好 对方语气 似乎有点不耐烦 赵思颖眉头紧皱扭过头 死就死吧 卧槽 江楚大惊 这可是要出事的 这 不是你让我放那的吗 这还来怪我 我是让你把手抱着我脖子 你有毛病吗你 乱摸 哦 赵思颖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让他抱脖子 但只能照做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难道脖子更舒服 抱紧点 别撒手 啊 就在赵思颖愣神那一刻 只觉得对方身子攻了下去 也顺带着把他背了起来 两手还抱住他两腿窝 往上扛了一下 还挺沉 两百斤应该有 你猜两百斤 我九十多二也好吧 果然女人的体重不能乱说 刚刚还怕得要死 说到这立马 就忘了自己处境了 怎么样都得对回一句 其实赵思颖脱口而出就后悔了 这不是要把对方激怒吗 不过 他把自己背起来干嘛 江楚背后享受着那大白兔 带来的挤压和温热感 别提多舒服了 抓稳了 什么 话音刚落 赵思颖只见面前的墙壁 再不断往下掉 不 应该说 这个江楚 居然是背着他在爬墙 刚刚他可看过了 这墙可得有三米多高啊 疯了吧 这 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想到这个时候 他感觉已经上了墙头了 能看到下面是一条马路 带着依稀的路灯 对面的一排店铺 早已关了门 赵思颖这才反应过来 惊讶到 刚刚 你背着我 上了这三米高的墙 你是怎么做到的 江楚一副后怕语气 看到你对我图谋不轨 这一害怕 就爆发了体内小宇宙 嗖的一下就上来了 赵思颖在后背拍了一掌 娇怒道 你怎么不说 你是超人 还搜的一下 还有 明明就是你这流氓 要对我图谋不轨 贼喊捉贼 可却是你占了我便宜 赵思颖猝眉 我就没见过 世界上有人比你更握错 不要脸的 话音刚落 他们听到远处跑道 传来一道激情无比的叫声 而且在不断重复这一句话 我有病 我放弃治疗了 我有病 我放弃治疗了 借着依稀的月光和灯光 再加上他们在高处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那是一个近乎光着身子的男子 在跑道裸奔 边跑边喊着 后面还有一辆车子 在缓缓跟随 里面发出巨大的欢喜声 赵思颖直接捂上眼睛扭头 直呼辣眼睛 射斗什么人啊 卧错 不要脸 江楚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一副得意 刚刚谁说我不要脸的 现在不就有了 直到那人跑了一圈上了车后 赵思颖那是一脸愤慨 现在这么高 怎么下 啊 话都没说完 赵思颖就看到江楚 居然直接带着他跳了下去 吓得大叫了出来 落地后 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异样 就是大白兔压得有点痛 叫这么大声 不怕那边那群人听见吗 江楚埋怨道 但心里却美滋滋地想着 大明星的减震系统 真舒服 赵思颖用手安抚了一下胸口 惊魂未定 你就不能提个醒再跳吗 吓死我了 谁知道对方居然一副鄙的语气 切 刚刚谁还胆子大地乱摸的 你现在要带我去哪 赵思颖看到江楚 往一条没人的路走 当然是带你去找车啊 因为你这大明星的原因 现在学校大门那边全堵了 现在只能希望 这边没有被你那些傻粉丝堵了 龌龊男 不许你这么说我粉丝 说完后发现 他还在他背上没下来 之前因为都在紧张 所以并没有感觉什么异样 现在却能感受到 别样异性气息 这是从未有过的 而且 对方还是摸过自己熊的龌龊男 很想开口 让对方放自己下来 但身体却很诚恳 希望被一直背着 觉得很舒服 很有安全感 诶 那边有对情侣 赶紧去问一下 不远处迎面走来 十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 说完 有一黄毛一短裙小太妹 直接往他们这边走来 赵思颖连忙把脸 埋在江楚脖子另一侧 黄毛男语气拽拽的 西大校门怎么走 江楚 你们问这干嘛 短裙小太妹的开口了 我们是赵思颖粉丝 听说她在西大 所以想去看一下 能不能有幸碰到她 要个签名 赵思颖没想到 居然是她粉丝 不由得更紧张了 恨不得把脸 都贴在江楚脖子上 江楚能感觉到 耳边对方呼吸 带来的酥麻 弄得痒痒的 嘴唇更是贴着她脖子 温软 润滑 跟被青没什么两样 只是对方 似乎并没有发现异样 黄毛不耐烦 我尼玛 那些都是跟我们一起的 问你就说 江楚停住脚步说道 往前直走五百米 然后左转五十米 那里有个艾尔眼科 治不好出来 隔壁就是盲人按摩 总有一款适合你 黄毛反应过来后 瞬间大怒 迈开步就要冲过来干架 却被那太妹女的拦住 小宝 你他妈别惹事 我要是看不到赵思颖跟你没完 黄毛描怂 是是是 可那小子太嚣张了 我这不是想教训一下他吗 你别生气 而且我跟你说 大半夜的一个男的 背着一个女的 两人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人 你闭嘴 那个 你就不能 江楚手指旁边 一具大指路牌说道 认字吗 上面不写着呢吗 还说不是下 扑 背后的赵思颖 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屁声 黄毛掳起袖子 呦 这是在嘲笑我们吗 江楚 把马字去掉 我你马 老子弄不死你 赶紧走 是是是 算你们走运 要不看在 我亲爱黑姐份上 弄死你们 那群人走后 赵思颖 已经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有这么好笑吗 哈哈 你没听那个女的 叫男的什么吗 小宝 一头黄毛身上戴纹身 脸上还有一道疤 本该霸气的男人 居然叫小宝 而且 这么大只路牌 在那他们这么多人 居然没看见 简直笑死我了 江楚无语 这女人的笑点 真是奇怪 这些不还 都是你粉丝 要找的大明星 就在眼前 居然认不出来 赵思颖立马闭了嘴 还瞪了她一眼 这个时候 赵思颖电话响了 思颖 你在哪 现在整个大学 都是在找你的人 我现在开车 进去接应你 不用了 佩佩 我已经出来了 啊 你出来了 太好了 我差点都挤不出来 你是怎么出来的 你现在在哪 我们马上过去接你 赵思颖刚刚 已经看过了路牌 报了她所在位置 然后挂了电话 愣着干嘛 下来啊 还想让我背你 到什么时候 下就下 这么凶干嘛 多少人排着队 想背我都不得呢 赵思颖嘴倔说道 但从江楚背上下来后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有点不舍 一下子落空了什么似的 这个时候 一阵诱人香味飘了过来 好香啊 那是一位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 大约80岁的老奶奶 正吃力地 骑着三轮自行车 后面拉着个炉子 上面摆着几个烤好的红薯 还有芋头 你们好 要红薯吗 刚刚新鲜出炉的 保证甜糯 江楚 婆婆 给我两份红薯 您怎么这么晚了 还出来卖红薯啊 现在可是凌晨了 老婆婆面露慈祥笑容 一边熟练地拿出一个纸袋 用夹子 把红薯塞进去打包好 小伙子 本来我也快睡了 突然听到 隔壁那小年轻说 大学这边来了的大明星 很多人跑去追星 我立马就赶起来 考了几十个红薯 想着趁人多看看 能不能卖几个出去 这不刚出道 这就遇到你们了 你们是不是也去追星的 赵思颖 可是老婆婆 那个明星一会 估计就回到酒店了 一旦消息散开 大学那边的人 应该很快就会走光了的 老婆婆面色只是微微惊讶 微笑却丝毫未减 这样啊 我这烤了五十多个红薯 还以为能卖点出去呢 没事 我一会到处逛逛 运气好的话 应该可以卖出一些的 可现在已经凌晨了 老婆婆 你这打算卖到什么时候 不回家休息吗 丫头 这几十个红薯 已经放进炉子了呀 如果没卖完回去休息的话 久了 就吃不了了 老婆婆全程都面带微笑 看得出 生活中是很积极乐观的人 江楚突然开口说道 对了 老婆婆 我突然想起了 我还有挺多朋友 他们都是来追星的 现在这么晚了 想必肚子也饿了 这样吧 你这里的红薯我都买了 你也不用帮我一个个打包 就用大袋子分几袋装好了 老婆婆显然愣了一下 随即面露开心 真的吗 小伙子 你朋友有多少个人啊 他们能吃得完这么多红薯吗 放心吧 我朋友很多的 你这里的红薯 说不定还不够他们分呢 你说对吧 丝颖 啊 对 我们朋友很多的 赵丝颖有点惊讶地 看了江楚一眼 没想到 这个猥琐男 还有这一面 丝颖 我记得隔壁阿虎说 今晚来的大明星 就叫赵丝颖 你跟他可是同名 赵丝颖不失礼貌地 尴尬笑了笑 老婆婆在江楚的帮忙下 很快就把所有烤好的红薯 都装到了好几个袋子 小伙子 这么多 你们怎么拿得完 要不我用车 帮你们一起拉过去吧 江楚白手笑道 不用 老婆婆 我们有车 车 话音刚落 一辆阿尔法 开到了他们旁边停下 丝颖 终于找到你了 啊 你不就是那个 卧虫安保 丝颖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 邓沛沛一下车 就认出了江楚 并大喊大叫 江楚美好气地 给了对方一个笑脸 赵丝颖赶紧把他拉到一边 这个说来话长 是他帮我出来的 啊 这个龌龊男 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你想什么呢 想到之前发生那些事 脸都红了 走吧 酒店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邓沛沛拉住赵丝颖的手 想上车 等等 让他们帮忙 把红薯搬到车上 红薯 这里面是烤红薯 难怪这么香 这个时候 江楚也给老婆婆钱买单 老婆婆笑呵呵说道 之前还以为 你们是可怜我老婆子 故意买完的呢 现在看你们还开车来 看来是真的很多朋友 这我老婆子就放心了 这红薯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也不能随便浪费 江楚面带笑容 放心吧 绝对不浪费 邓沛沛和车上下来等人 一脸猛逼 但是赵丝颖吩咐的 他们只管赵作 把那些红薯打包放车上 老婆婆跟他们道别后 也是开心地回去了 最后轮到赵丝颖上车 她看向江楚 你一会回去学校 不然呢 等一下 把你手那份红薯给我 江楚一把拿到自己手中 赵丝颖不乐意了 这不是给我的吗 你拿了我吃什么 江楚惊讶 你车上几十个 你还想要多少 那些随便你吃 反正我给了钱 赵丝颖气得跺脚 看到江楚手拿两份 然后似有所物般说道 你是不是要给刚刚在厕所 那个女生送去的 不是 是另外一个 走了 拜 还另外一个 赵丝颖看着那个走起路 潇洒无比的安保 没想到这卧挫男 居然还是个花心大萝卜 还这么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果然 在得到赵丝颖 已经回到酒店的消息之后 学校和周围 一下子就人区入空 今天的校门 没这么早关 因为这深安保符 是学校发的 江楚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叫道 留下一地的狼藉 她走到女生 宿舍楼下大门处 今晚因为校庆 和赵丝颖粉丝的原因 大部分宿舍 都还亮着灯 从上面传来各种嘻嘻哈哈 和嘈杂的声音 江楚眉头一皱 也不知道李文静睡了没有 发短信还要等恢复 直接打电话过去吧 刚想拿出手机 却发现 前面不远处小树林里 一道倩影 站在树旁指引行单 眼见的江楚 一眼就看出来 不正是自己要找的李文静吗 身上穿的 还是早上看到的 那套碎花连衣裙 而且 她记得那是她那天晚上 主动亲自己的地方 手机放好 便走了过去 这位同学 都这个点了 还不赶紧回去 宿舍休息 李文静听到声音愣了一下 随后 转身看也不看 就直接扑到了江楚怀里 把她抱得紧紧的 一股特有的体香扑别来 怀中娇躯更是温软如玉 你怎么知道是我 江楚一手懒腰 一手轻抚她秀发 是你的声音 我自然分得出来 江楚 我今晚的节目 被临时取消了 嗯 我知道 这不一忙完 我就来找你来了吗 看 我还给你带了点好吃的 江楚将手里红薯拎出来 黑暗中依然能看到 李文静本来难过的脸上露出惊喜 我说怎么感觉碰到一个大大热热的东西 原来是烤红薯呀 想起来 我还真的是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饿得不行 而且 我最喜欢吃烤红薯了 两个都给我吗 嗯 都给你的 李文静拿过还热乎的红薯掰开 就直接吃起来 大块朵頤 吃得津津有味 如果让她宿舍同学看见 一定会震惊 吃东西 从来都是慢嚼戏宴的笑话李文静 居然还有这一面 不一会儿 竟然真的把一个红薯给吃完了 还开始开干第二个 这次 她并没有直接掰开 而是用那葱斑玉脂 轻轻拨开外面那层皮 露出那鲜嫩红红的肉肉 然后看似不大的小嘴巴 张开那两片阴唇 居然能缓缓放进去一大半 当然 后面只是浅尝折纸 浩尺轻轻地咬了一口而已 这看的江楚是蠢蠢欲动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李文静看到江楚的模样 眼嘴而笑 你也饿了吧 我其实吃得很饱了 剩下的留给你吧 江楚点点头 因为她已经包好了 所以她两口下去就吃完了 你这吃得也太快了吧 还行还行 我也有点饿了 那个 你有带纸巾在身上吗 刚刚我吃得有点快 江楚笑着说道 纸巾没有 还记得冰淇淋吗 李文静微微低头害羞 江楚早已忍不住亲了过来 上次是冰淇淋味 这次是红薯加麦芽糖般甜甜的味道 等一下 你口袋什么东西 割得我难受 江楚恍然 哦 我这一下给忘了 买了瓶水 想着你吃红薯后 得喝点水素素口什么的 不过现在看是没什么必要了 李文静面露微笑 我倒是有点口渴了 早说嘛 当当多分你点 嘴瓶 江楚拿出矿泉水 帮她拧开了盖子 看着她咕噜咕噜喝了两口 那含着的嘴唇 真性感 还有那鹅井 是真的美 谢谢你 江楚 心情好点了吧 嗯 只是可惜 没能上台把练好的曲子弹给你听 李文静没想到 自己会突然要走 心中遗憾无比 这简单 跟我来 江楚拉起那温软玉手就跑 钢琴室就在一楼 江楚 这门口锁着的 我没钥匙 而且 你带我来这窗 李文静正说着 突然停住 嘴巴随着江楚双手 把窗户的两根如手指一般粗的钢筋 掰出一个大大的口子而张大 一脸的震惊 你力气怎么这么大 嘿嘿 来 进来吧 江楚先爬了上去 然后伸出一只手 李文静一手挽住裙板 一手握住江楚的手 然后抬腿踩在了窗栏上 便被江楚拉了上去 那一瞬间 里面一抹纯洁的白色 看了一眼江楚的眼睛 要开灯吗 不用 一会保安会看见的 江楚已经找好了位置坐下 拖起下巴 静静欣赏着 坐在钢琴旁的李文静 黑发垂落 长裙飘飘 宛如掉落的人间仙子 一般迷人 缓缓演奏出来的天空之城 即便是没有灯光江楚 也听得出来 对方没有丝毫的出错 反而 在那朦胧夜色笼罩 和幽静的环境下 更能全神贯注地 欣赏李文静 仙仙玉手弹出的每一道音符 老张 我怎么听到 那边有钢琴传来的声音 是啊 我也听到了 这凌晨的 谁去练琴 走 过去看看 两个保安走到钢琴室外面的时候 已经没了动静 拿着手电筒 检查了一下门口 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然后发现 窗户居然是打开的 罩了里面一圈 也没发现任何人 或者可疑的事情 奇怪了 刚刚明明听到响的 这窗户没关 估计是什么野猫 跑进去溜达去了吧 走吧 别一神一鬼的了 今晚学校进来这么多人 还有很多地方 等着去检查呢 另一边 江楚衡抱着一脸娇羞的李文静 跑了好一会 才停下来休息 还原回去 差点就被发现了 我不也是安保 不过是比他们帅一点点 江楚脸上稍稍得意 江楚 今晚我不想回宿舍睡 李文静的话 后面声音 细得差点连自己都没听见 可却让江楚呆了一下 脸上的开心 丝毫不掩饰 还是假装问了一句 不回去宿舍 睡那睡哪 当然不是睡草地 想的没你 去外面开个房吧 现在校门口肯定关了 如果你能想办法出得去的话 这不是小意思吗 不过 他不会再次带李文静 去爬墙 就算爬出去了 大半夜的拿打车 尤其是赵思颖那家伙一来 即便有滴滴这种玩意 也是铁定打不到车的 他可不想在这种 良辰美景的时候 带着李文静 走着去找酒店 所以他带着李文静 走到了自己的法拉利旁 你打算直接开车出去 可学校的保安 江楚点头一笑 只是让对方上车 他在这里 带着李文静 带着李文静